魏征带着自己制作的游戏属性面板 穿越到妖舞世界 只需要干功法熟练度 就能快速提升武学功法 及其突破所需的物品 修为就能无瓶颈地突破 铁骨精神功 别人需要十年苦练 才能修炼至圆满 他只需三个月 修为 练体静后期 别人需要积累一年以上的气血 才能突破至气血静 他只需凑够三颗气血单 在这妖舞乱世 魏征只想稳健发育 看一看绝世强者的风采 以及那传说中的舞蹈意志不灭 肉身不朽的长生 第一章 魏征 大前历13275年 云州 广宁府 残旧的小屋内 破旧的窗纸 接引近几缕阳光 映照着床上的身影 魏征缓缓地睁开眼睛 脑海中的记忆 仿佛还停留在前世 前世 它是一家游戏公司里的策划 年薪加上公司的奖金 一年能赚个小二十万 再加上不到三十岁的年纪 算得上是年轻有为 这一次 公司开发新的游戏项目 经常加班熬夜 他刚完成游戏人物 属性面板模块的设计 还没来得及高兴 胸口就猛地泛起剧痛 猝死在了桌上 在意识陷入黑暗的那一刻 他以为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 没想到他居然穿越重生 到了这个世界 爸妈获得公司的赔偿 再卖掉我那套房子 足够在家养老了 电脑里的那些学习资料 有摄影大师的前车之鉴 我都加密 放在了云空间里面 还算安全 倒是手机里的UC爸妈 应该不会去点我浏览器里的 收藏地址吧 算了 反正也看不到结果 就当那些学习资料 不会被发现吧 现在解决这边的问题 才是最重要的 他刚刚已经接收了 前身的所有记忆 前身也叫魏征 是广宁府青燕邦里的 一个普通帮众 父母早亡 由爷爷麦鱼翁老魏 抚养长大 麦鱼翁老魏病死后 当时只有14岁的他 就加入了青燕邦 如今在青燕邦 已经洗屋两年半 三天前 青燕邦突然动手 灭掉了铁掌邦 前身在这场战斗中 拼尽全力 斩杀了铁掌邦 一个重伤的大头目 按照帮主战前的承诺 凭借这份功绩 事后论功行赏 他可以晋升为邦中的大头目 就在他成功斩杀 铁掌邦大头目 稳住伤势的时候 一个叫黄武昌的邦中 偷袭了他 将他重创昏死 负责清理尸体的邦中 发现他还未断气 便将他抬回邦中 接受邦中大夫的治疗 前身前天的伤势 已经稳定 处于半昏迷状态 昨天却突然一直高烧不退 浑身发烫 甚至被大夫言明 活不过今晚 被送回来准备后事 魏征坐在床檐 后背的伤口又痛又痒 这是伤口在愈合 邦中大夫对治疗外伤 非常有经验 伤口缝合 又用了快速止血愈合的药粉 三天的时间 后背的伤口已经开始结痂 正常的行动已经无案 他回忆着前身昨天病情恶化前 接触的事物 应该是昨天的药汤有问题 黄武昌在药汤里面动了手脚 现在最不想他活着 最害怕他活着的 只有黄武昌 他没死 那么黄武昌袭杀同门 冒领功劳这两条大罪 足够被邦归处死 昨天的药汤 很可能被黄武昌动了手脚 导致前身一直高烧不退 这手段还算隐秘 前身这种情况暴毙 旁人也只会认为是 重伤不治而死 根本不会引起任何的怀疑 前身死了倒是一了百了 但在黄武昌的眼中 魏征还好好活着 魏征神色沉宁 即便现在告到帮中 说黄武昌袭杀同门 冒领我的功劳 这也只是我的一面之词 没有任何证据 帮中派人调查 最好的结果是查清事实 处死黄武昌 最坏的结果就是查无证据 黄武昌不会有任何事情 按照现在情况 查清事实的可能性比较小 黄武昌很可能会没事 黄武昌要是没事 那他就危险了 这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事情 风险太大了 魏征摇摇头 随即做出决定 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养伤 到时候再看情况 大不了换个地方从头再来 前世受过影视 小说等文化的熏陶 他深知 刘德青山再不怕煤柴烧的道理 重活一世 他可不想再这么早死了 魏征下床 却猛地揉了揉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向前方 这不是我设计的游戏人物属性面板吗 魏征看着眼前出现的虚拟页面 姓名 魏征 年龄 十七 职业 武者 修为 炼体进后期 可突破 气血单龄三 很简洁的一个属性面板 上面是人物的简介 下面则是人物技能的子栏目 炼体进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八重 八十九一百 十二路五虎刀法 这是前身修炼的炼体进攻法 看到攻法 魏征平复着激动的内心 按照游戏设定 只要使用了的技能 就会增加熟练度 当技能熟练度满之后 技能可以自动提升 根本没有瓶颈 但我现在并不是游戏人物 也不知道 我学的攻法 在属性面板中有没有效果 先试试看 魏征视线扫过房间内的环境 很快便找到一根三尺长的黑灰色短棍 一棍做刀 脑海中的记忆和身体的肌肉记忆 让他连贯地将十二路五虎刀法施展了出来 棍风呼啸 虎虎生风 大开大合 练完整套的十二路五虎刀法 魏征连忙查看属性面板的技能一行 炼体进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八重 九十一百 增加了一点熟练度 哈哈 属性面板能用 五道有望 五道有望啊 魏征激动不已 根据前身的记忆 这个世界是个 妖舞世界 妖兽吞云吐雾 蓝江断河 舞者欲空而行 开山猎石 移山填海 这些都不是传说 而且 五道修为越高 寿命越长 能有机会领略五道强者的风采 又能获得悠长的寿命 谁不激动 谁不想试试啊 可惜 修为突破 不是直接加点 看着可突破修为后面的条件 魏征有些遗憾 游戏公司要求这么设计属性面板 他也没想到 自己会有穿越这么一出 但相较于这个世界的舞者来说 我只要满足条件 就能直接突破 也算没有修为瓶颈了 从功法的情况来看 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戏角色 即便没有满足 属性面板的突破条件 自行突破 应该也没有问题 现在有了属性面板这个金手指 倒是不用找地方躲起来了 此刻 魏征的想法已经改变 他有属性面板 无论是功法还是修为 都能提升得非常快 区区一个黄武长 对他来说 已经不足为虑 先把十二路五虎刀法 提升至第九重再说 魏征拿起短棍 开始练十二路五虎刀法 后背的伤口已经愈合结痂 练刀法的幅度稍微小点 不会有什么大碍 相反 作为练体径的功法 每一个动作锻炼的是舞者 全身的筋骨皮 促进身体血液循环 加速细胞的身体代谢 反而有助于身体伤口的愈合 在练了十遍整套 十二路五虎刀法后 魏征喘着粗气 心中却有些兴奋 他召唤出属性面板 找到十二路五虎刀法的紫栏目 练体径功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圆满 十二路五虎刀法只有九重 练到第九重 可滋生气血 完成整个身体的气血蜕变 即可突破至气血镜 如果没有其他修炼资源辅助 只靠日常的饮食进步 这个过程会很慢 需要一年以上 现在他有属性面板 只需得到三颗气血单 就能立刻突破至气血镜 嗯?有人来了 这时 魏征耳朵微动 两个沉重的脚步声靠近 在木门外停下 碰 就木门被蛮狠地踢开 两个身穿一身干净利索 短打五十服 腰间跨着一把长刀的男子 迈门而入 第二章 拿什么跟我们斗 咦?魏征你居然还没死 命够硬的呀 两个男子一进来 就看到魏征坐在凳子上 顿时惊讶不已 他们之所以会来这里 是黄武长登他们说 魏征昨天已经快不行了 很可能撑不到今天 帮中大夫让人把魏征送回来 是想让其余家里人 见最后一面 准备后事 但魏征孤身一人 哪来的家人 于是便让他们来收尸 这种好事 他们自然是愿意的 破船还有三千钉 一个绝户死了 多多少少能够搜刮到一些好处 但现在 魏征不仅没有死 反而都已经能下的行走了 魏征也打量着眼前的两人 这两个人 他并不陌生 两人分别叫赵大牛和赵二牛 他们是两兄弟 以前经常看到 他们和黄武长在一起 黄武长已经当上大头目了 魏征没有回答赵大牛的问题 而是反问了起来 三天的时间 清燕帮基本已经论功行赏完毕 赵大牛顿时呵斥道 放肆 你应该喊黄头目 黄头目 魏征吃笑一声 黄武长在我斩杀铁掌帮的大头目后 从背后袭杀我 现在冒领我的功劳 他这个大头目能做得安稳 什么 黄头目的功劳是冒领的 赵大牛和赵二牛互相对视一眼 面露惊异之色 这事他们还真不知道 这种隐秘的事情 黄武长也不可能告诉他们 赵大牛恍然道 怪不得黄头目这么关心你的生死 还特意吩咐 我们来替你收尸 原本他还以为是黄武长 拿他们当兄弟 所以安排这种好事给他们做 现在看来 分明是想确定 魏征有没有死掉 他昨天在我的药汤里动了手脚 自然要确认一下 有没有死 魏征之前只是猜测 不确定是不是汤药的问题 但黄武长让赵大牛和赵二牛 来给他收尸 如此笃定他会死 只能是在他喝的药汤里 动了手脚 严格来说 黄武长的计划 其实已经成功了 因为 魏征 确实已经死了 嘿嘿 看来黄武长运气不好 失败了 赵大牛突然笑道 魏征瞥了一眼赵大牛 既然你们没有参与 那这是就与你们无关 牵连不到你们 确实牵连不到我们 赵大牛点头 却是突然转身 关闭房门 但现在你跟我们说了 就和我们有关了 说着 他抽出腰间的长刀 不掩饰杀意的 看着面色并白的魏征 赵二牛见自家大哥拔刀 一副要杀魏征的样子 不由得一愣 大哥 你这是 赵大牛目录疯狂之色 解释道 二牛 魏征坐上大头目的位置 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黄武昌现在坐上了大头目的位置 又刚刚领了帮里的奖赏 手上有不少好东西 这小子重伤未遇 杀了他 黄武昌的把柄 就落在了我们手上 到时候 不仅那些奖赏 现在黄武昌掌管林江坊 以后获得的收益 也会有我们的一份 财博动人心 穷文富武 练武是很花钱的 修为要想快速提升 就需要钱财来购买修炼资源 一座林江坊的收益 可以让他们快速提升修为 可以摆脱普通帮众的身份 大哥 干了 赵二牛眼睛一亮 仿佛看到了自己一片光明的前途 迅速拔出腰间的长刀 凶狠地砍向魏征 黄武昌都敢冒着违反邦规的巨大风险 袭杀魏征 冒领其功劳 他们两兄弟也不弱于黄武昌 见到这一幕 魏征轻笑一声 你们跟黄武昌不愧是一丘之和 说话间 他已经抄起身旁刚刚用过的短棍 赵大牛看了看魏征手中的短棍 还敢成口舌之力 你连武器都没有 就凭这条短棍 拿什么跟我们斗 二牛 一起上 弄死他 赵二牛应了一声 两人同时动手 一左一右 挥舞着长刀向魏征砍去 两兄弟都是练体进中期 修炼的狂风刀法都达到了第六重 狂风刀法迅疾 讲究一个快字 让敌人躲避不及 再加上 他们经常互相配合 有着相当不错的默契 两人连起手来 可以立敌练体进后期 三天前 他们两人更是联手斩杀了铁掌帮 一名练体进后期 如今魏征重伤未遇 又没有趁手的力气 他们自信可以将其斩杀 这根短棍 杀你们 足够了 魏征握着短棍的异端 以棍作刀 第九重的十二路 五虎刀法批出 棍是迅猛呼啸 宛若虎啸声一般 呼呼作响 短棍伴随着呼啸声 将赵大牛和赵二牛的长刀荡开 你没受重伤 感受到魏征迅猛的攻势 赵大牛瞳孔猛的一缩 这一点也不像是受到重创的样子 不是说魏征伤势很重吗 大夫不是送回来 让准备后事吗 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魏征是为了养伤 才故意装作重伤 来蒙蔽黄武昌 重要吗 魏征手中的短棍批出 强大的力量 直接震得赵二牛 后退竖步 魏征 没想到 你竟如此隐忍阴险 赵大牛面色阴沉 现在他们已经是骑虎难下 没有了退路 确实如魏征所说的 他受没受重伤 已经不重要了 既然已经动手 不是魏征死 就是他们兄弟俩死 回答赵大牛的 是魏征那呼啸而至的短棍 他是练体静后期 十二路五虎刀法 又修炼至第九重 手中的短棍虽然不是力气 但力量足够 不管是赵大牛还是赵二牛 都接不住他的一棍 一棍震退赵大牛 魏征棍势一变 转而扫向实力较弱一筹的赵二牛 赵二牛挥刀抵挡 短棍传来的强劲力量 让他身形晃动 魏征抓住其身形不稳的时机 直接一棍击中赵二牛的手腕 赵二牛痛叫一声 手掌松开刀柄 长刀落地 手腕处已燃黑紫一片 魏征杀星已起 攻势未减 施展十二路五虎刀法 直接对着赵二牛的脑袋 一棍劈下 第三章 不是良人 住手 赵大牛怒吼 挥刀斩向魏征 想要阻止 却根本来不及 咔 头骨破裂声响起 烟红的血液 从赵二牛的头顶流出 黑灰色的短棍 沾染了一抹血色 魏征手中的短棍一转 挡住了赵大牛迟来的攻击 魏征 看到弟弟身死 赵大牛双目通红 旋即撞弱 癫狂地挥舞着长刀 斩向魏征 想和我拨命 看到赵大牛不要命的攻势 魏征立刻暂避锋芒 以防守为主 免得被赵大牛以命换伤 现在剧烈战斗 他已经感受到 后背结痂的伤口 又再次裂开 就没那么容易了 赵大牛这种不要命的攻势 看似凶猛 却根本坚持不了多久的 随着体力和真气消耗过大 赵大牛恢复了一些理智 脸上泛起惊惧和退却之意 他立刻转身就跑 一根短棍却突兀出现 扫中他的额头 赵大牛眸光涣散 身体如同一滩烂泥一般 倒在地上 就这点实力 也想学黄武昌杀我 还想以袭杀同门 冒领功劳的把柄 要挟黄武昌 你们兄弟两个 即便不死在我的手上 也会死在黄武昌的手上 我这算是送你们早点上路 让你们早点去投胎 你们应该对我说一声谢谢 魏征面色平静地 看着地上赵大牛和赵二牛的尸体 不知为何 第一次杀人的他 没有半分的犹豫 看到这飞剑的鲜血 竟然也没有一丁点不适应 也许是因为两世记忆的融合 这一世的魏征 虽然才17岁 但前身手上 却已经有过人命 魏征扔掉短棍 捡起赵二牛的长刀 在两人心脏位置各捅了一刀 这才收刀入鞘 接着便蹲下来 搜刮赵大牛和赵二牛身上的钱财 很快便搜出三两三钱银子 四十文铜钱 以及五张银票 五十两的银票 这两兄弟居然这么有钱 魏征看着手中的五张银票 有些诧异 像他们这种最底层的练武之人 为了修炼 日常基本的肉食不能少 这对普通帮众来说 就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想要购买一份 辅助炼体静修炼的药物 就需要积蓄几个月 甚至一年的余钱 是了 清燕帮刚刚灭了铁掌帮 赵大牛和赵二牛 趁着这次机会 应该立下了一些功劳 得到了银两的奖励 杀死铁掌帮的成员 也能搜刮到一些钱财 普通帮众的收益都这么高 黄武长冒领我的功劳 当上了大头目 得到的奖励肯定更多 想到这 魏征的目光微宁 那些奖励 原本就是他的 我的功劳 可不是那么好抢的 魏征将所有钱财 收进钱袋中 没去管赵大牛 和赵二牛的尸体 就让他们在这里放着 毕竟处理两具尸体 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他要趁黄武长 还会反应过来 先下手为强 关好房门 魏征走在大街上 闻到肉香 脚步骤然停住 这三天的时间 前身都没怎么吃过东西 他刚刚又和赵大牛 两胸地战斗了一场 肚子早饿了 磨刀不误砍柴功 先吃饱再说 魏征转身走向 传来肉香味的馄饨摊 这个馄饨摊不大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正在擀着面皮 在老头身旁 一个盘着双发剂 至多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女 正在包着馄饨 只见他将擀好的面皮 放在左手掌上 右手拿起一根筷子 从白瓷盆里 挑了一指甲盖的馅料 左手一合 五指一捏 如同变戏法一般 一个造型好看的馄饨 就捏好了 魏征走到摊位前 少女顿时抬头 可呀 灵动的双眼带着一丝惊喜 见到少女的面容 魏征脑海顿时出现 和这个少女有关的记忆 这个摊位距离她的住处 并不算很远 过节的时候 爷爷偶尔会带她 来吃一碗馄饨 两人年龄相差不大 一来二去 也就熟悉了 少女名叫周小若 是这个馄饨摊老周头的孙女 嗯 来两碗馄饨 魏征从钱袋 拿出四十文铜钱 放到摊位上 魏哥哥 多了十文铜钱 周小若道 一碗馄饨 是十五文铜钱 没多 每碗多加几个馄饨 好嘞 周小若应了一声 快速捏好上个客人的 那一碗馄饨 紧接着就开始捏 魏征要的馄饨 魏征坐下没一会 周小若就端着一个大碗 走了过来 魏哥哥 你的馄饨来了 慢慢吃 第二碗还要等一会 好 魏征接过大碗 喝了一口大骨熬成的汤 感觉自己的体力恢复了一些 他拿起勺子 摇起一个皮包肉厚的馄饨 这肉馅都有一颗葡萄大小 馅料明显比别人的要多 三天没怎么吃东西 魏征胡伦吞早的 迅速干掉一大碗 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身体的饥饿感顿时消散 这时 周小若端着第二碗走了过来 魏哥哥 我包的馄饨怎么样 说完 他还眨了眨眼睛 好吃 堪称广宁府一决 魏征竖起大拇指笑道 周小若顿时笑了起来 笑声清脆 如银银般动听 魏哥哥瞎说 小若来包馄饨了 那边 老周头呼喊道 来了 来了 周小若应了一声 随即对魏征道 魏哥哥你吃着 我先去忙了 好 魏征吃完第二碗馄饨 见周小若还在忙 也就没有打扰 起身离开馄饨摊 正在包着馄饨的周小若 眼睛的余光看到魏征离开 神色微微一正 一旁的老周头叹息一声 开口道 小若 这魏征虽然长得俊朗 但不是良人 三天前的铁掌帮 以前多么威风 现在死得死 逃得逃 这魏征在清燕帮做事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 周小若眼神一按 看着魏征已经远去的身影 轻声道 知道了 爷爷 魏征走在街道上 在路过一家兵器铺时 停了下来 这位客官 请问需要什么武器 进入店铺 就有一个虎背熊腰的中年男子 上前问道 你这套绣件怎么卖 二十两银子 第四章 他们已经回不来了 广宁府四十九方 清燕帮占据着十二座方式的地盘 铁掌帮则占据了十座方式的地盘 如今铁掌帮被灭 这十座方式的地盘 也就落到了清燕帮的手中 按照规矩 清燕帮的大头目 可以获得一座方式的地盘来管理 魏征斩杀了铁掌帮的大头目 论功行赏 可以晋升为帮中的大头目 黄武昌没有什么背景和靠山 冒领了魏征的功劳 也只能分得以前铁掌帮最穷的一座方式 方式内有一条长春街 有着客栈、赌方、青楼、米铺 布庄等等店铺 包含了日常的衣食住行、娱乐 有着不小的人流量 铁掌帮在这条街的街道两旁 划分了大量的摊位 单单依靠摊位费 就能获得持续可观的收益 此刻 长春街内原本属于铁掌帮的分布驻地 如今已经变成了清燕帮的分布驻地 大院内 黄武昌身穿锦衣 意气风发地坐在主位上 听着几名手下汇报林江芳的情况 黄头目 按照铁掌帮在林江芳的账目 我们每月大概可以获得三百两银子的摊位费 一个身材瘦弱男子汇报道 他是林江芳的账房先生 黄武昌眉头一簇 问道 我们刚刚接管的赌方和印子钱呢 每月能够获利多少 三百两的摊位费 其中七成要上交给邦里 剩下的三成才是他们林江芳自己的 三成也就是九十两银子 九十两银子要养活林江芳几十个弟兄 根本不可能 不过 林江芳中 他们也接管了铁掌帮的其他产业 那就是赌方和印子钱 这两个才是他们在林江芳最暴力的产业 账房先生摇头无奈道 我们昨天才刚刚接手赌方 今天才重新开业 盈利暂时无法确定 至于印子钱 虽然有账本 但那些气质不知所踪 那些借印子钱的人 他们当初是向铁掌帮借的 我们又没有气质证明 他们不承认那些印子钱 我们想要追回 恐怕 哼 没有气质又怎样 黄武长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嚣张道 现在半个广陵府都是我们青燕帮的 他们敢不承认那些印子钱 传话下去 谁不承认借的印子钱 就给我狠狠地打 只要不打死 有多狠就给我打多狠 只要不弄出人命 官府那边就不会管 他们青燕帮 每个月交的钱 可不是白交的 是 我这就去告诉弟兄们 旁边一个手下 应了一句 转身向外跑去 黄武长享受着发好石令的威风 满意地坐了下来 他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为的不就是现在的位置吗 等林江坊的收益到手 他就可以大肆购买修炼 所需的物品 争取早日突破之气血镜 只有突破之气血镜 他这个大头目的位置 才能坐得安稳 炼体经后期的境界 在如今有着半个广宁府地盘的青燕帮中 终究是差了一些 但现在 他要坐稳大头目的位置 得先把魏征给解决掉 袭杀同门 冒领功劳 按照青燕帮的帮规 是妥妥的死罪 前天听到魏征没死 他着实被吓了一跳 好在 魏征虽然还没死 但也昏迷不醒 无法将他做的事说出来 想到自己昨天在药汤里冻的手脚 他对着手下问道 赵大牛兄弟俩回来了没有 他今天早上 让赵大牛兄弟俩去给魏征收尸 等他们回来 就可以确定魏征是否死亡 回黄头目 他们还没有回来 一个手下回道 还没回来 黄武昌微微皱眉 你现在去找他们两个 让他们回来 这都快到中午了 哪怕要处理魏征的尸体 也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估计赵大牛兄弟俩 可能从魏征的住处搜刮到了好处 正在外面潇洒快活 是 黄头目 手下应了一声 转身就要离开 不用去找了 他们已经回不来了 一道轻烈的声音 从门口传进大院内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魏征面色带着些微并白 肩上扛着一柄长刀 缓缓走进大院中 魏征 黄武昌瞳孔猛的一缩 身形豁的站起 眼中带着一丝意外和慌张 魏征看了眼 一身紧衣的黄武昌 也遇到 黄武昌 看来这个位置 你做得很不错嘛 威风得很啊 大胆魏征 竟敢对黄头目 如此不敬 黄武昌下手 一名帮众 顿时出声呵斥道 魏征瞥了那名帮众一眼 随即看向黄武昌 质问道 黄武昌 三天前 你出手偷袭我 让我差点身死 又抢了我斩杀铁掌 帮大头目的功劳 之后又在我的药汤中下毒 想要毒杀我灭口 你认不认罪 毒杀你 黄武昌一愣 他是在魏征的药中 动了手脚 不过却并没有下毒 而是放了大补之药 下毒虽然更快致死 但却能够被大夫看出来 容易节外生枝 所以 他放的是血仓丸 这是一种大补气血的药物 适合气血进武者服用 重伤之人突然大补气血 那就不是致病之药 反而会成为毒药 魏征浑身发烫 高烧不退 就是气血沸腾形成的 虽然不清楚 魏征为什么诬陷他下毒 但偷袭和冒领功劳 这两件事是真的 这是死罪 他打死都不能认 满口胡言 魏征 你是受伤失了之吗 在这胡言乱语 黄武常怒喝道 受伤疯掉的病症 自古到今 一直都有 胡言乱语 魏征嘴角勾起一丝冷练 我就知道 你不会认罪 话音落下 他的刀已然出鞘 他只需要一个 当仲下杀手的借口罢了 长刀出鞘 魏征一跃而起 直接施展十二路 五虎刀法中的猛虎 下山招式 劈向黄武长 这魏征愤怒 我冒领了他的功劳 失去理智了 黄武常看着呼啸 而指的长刀 不禁反省 三天前那一刀 他没有杀死魏征 但肯定将其重伤了 这三天的时间 魏征必然还是受伤 未愈的状态 同为练体精后期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如今 魏征率先动手 反而给了他灭口的机会 他从桌上 抄起自己刚买不久的九环大刀 挥舞而出 抵挡魏征的攻击 第五章 还有人有问题吗 当浪浪 两刀碰撞 九环大刀 刀背上的九个铁环 撞击刀身 发出声响 一股强大的力量传来 震得黄武常双手一晃 身形后退半步 他骇然地看向魏征 怎么可能 你没受众 他的话还未说完 便戛然而止 一只袖剑 已然贯穿了黄武常的喉咙 这二十两银子花得直 魏征满意地放下左手 隐约可以见到 手腕处绑着的袖剑套 黄武常一个回合 就被魏征斩杀 这戏剧的一幕 让在场的帮众始料未及 此刻 有不少帮众 已经有些相信魏征说的话 黄武常是冒领了他的功劳 魏征如今展现出的实力 才更符合 斩杀铁掌帮大头目的人 这时 之前呵斥魏征的那名帮众 眼睛一转 野心顿时生气 魏征的功劳也罢 黄武常的功劳也罢 这都不重要 现在黄武常死了 按照帮规 魏征斩杀同门 这可是死罪 他顿时站出来 上前怒斥道 魏征 你竟敢当众杀死黄头目 简直是邦规如无物 你就等着被惩罚吧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顿时有一名 同样有野心的帮众附和道 没错 就算黄头目真的偷袭你 冒领了你的功劳 也有帮众来处理 什么时候轮到你魏征擅自动手 魏征恍若未闻 上前伸手进黄武常的衣服里面 然后就拿出一小包毒药 他晃了晃手中的这包毒药 对在场的帮众道 这就是黄武常用来毒杀我的毒药 这包毒药是他买的 反正黄武常已经死了 他说这包毒药是黄武常的 那就是 就跟黄武常冒领他的功劳一个道理 只要人死了 那就死无对证 接着 魏征目光看向那名呵斥他的帮众 给我送药的是你 看来你也参与了这件事 闻言 那名帮众惊怒得大声便解道 你胡 破 刀光一闪 魏征手中的长刀 划过这名帮众的咽喉 见起一串泄话 扑通 尸体倒地 整个大院内一时间鸦雀无声 魏征闭逆全场 淡淡地问道 现在 还有人有问题吗 说着 目光看向刚刚那名嚷嚷轮不到 他魏征来动手的帮众 要不是送药只需一个人 这个人 他也一起斩杀了 现在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也只能暂时放过了 咕噜 那名帮众咽了咽喉咙 额头冷汗冒起 一股死亡的恐惧萦绕全身 他一个哆嗦 连忙攻身行礼道 拜见魏头目 黄武昌冒领了魏征的功劳 那这大头目的位置 原本就属于魏征 拜见魏头目 在场十几名帮众反应了过来 齐声喊道 杀人并不可怕 清燕帮刚刚灭掉铁掌帮 他们个个都是见过血的 但是他们怕魏征这个疯狂的劲 帮众击杀黄武昌 和刚刚的帮众 是帮规如无物 出手狠辣 实力又强 这简直就是一个 无所顾忌的疯子 面对这样一个疯子 谁敢再跳出来造次 先保住小命要紧 反正这件事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帮众的高层知道 自然会有人来处理 魏征满意地点点头 随即吩咐道 过来几个人 把尸体抬走 把地洗干净 说完 他转身坐到了之前 黄武昌的位置上 都看着干什么 没听到魏头目的话吗 快点把尸体抬走 提水过来清洗血解 刚刚得罪魏征的这名帮众 连忙站出来 吩咐着其他人 他现在只想在魏征面前 保住自己的小命 有命在 才有机会 坐上临江坊大头目的位置 魏征斩杀黄武昌 能不能坐稳 这个大头目的位置 还不一定 他还有机会 魏征没有理会这名帮众 他坐在主位上 考虑选择哪一条路 现在前身的大仇已报 我有两条路可选 第一条就是直接跑路 离开清雁邦 离开广宁府 去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但路途中 可能会有不确定的风险 第二条 就是留在清雁邦内 我虽然当众斩杀了黄武昌 但我之前差点身死 功劳又被黄武昌冒领 愤怒失去理智 属于情有可原 我有斩杀铁掌帮大头目的功劳 黄武昌在帮内 也没有什么背景 功过向帝 最坏的情况 我也不过是被驱逐出帮派 不会有性命之忧 而且还可以留在广宁府内 但这是最坏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 就是不会有什么惩罚 还能继续坐着 临江坊大头目的位置 想到这 魏征做出决定 先留在清雁邦室室 如果驱逐出帮派 那就再谋其他的后路 清雁邦如今占据 广宁府22座方式的地盘 势力发展得不错 可以作为落脚处 有了决定 魏征目光看向旁边的帐房先生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帐房先生一愣 没想到魏征会突然问他 刚刚亲眼见过魏征的封禁 他连忙恭敬地行礼道 回味头目 小人名叫周元 是临江坊的帐房先生 目前临江坊 还有多少银两 魏征问道 无论是最坏的情况 还是最好的情况 至少现在 他是临江坊的大头目 先把好处拿了再说 穷文富武 修炼武道的花销是很大的 日常饮食的进步 对普通武者来说 就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但这也只能满足 正常的修炼罢了 想要快速提升修为 就要购买大量辅助修炼的东西 哪怕他有游戏属性炼板 可以干武学 功法的熟练度 但修炼的武学功法 单药 武器 食物等 这些都需要钱 突破至气血镜 属性面板 也有钳制的条件 需要三颗气血丹 这同样需要不少钱财 这 周元面对魏征 这等毫无顾忌的疯子 他忐忑地答道 一分钱都没有了 嗯 魏征眉头一挑 临江坊 这么一大做方式 你告诉我一分钱 都没有了 一分钱都没有 这让他怎么捞好处 第六章 突破 气血镜 真的没有了 我们才刚接手临江坊 之前搜刮到的钱财 全都被赵堂主给拿走了 赌方今天也才刚刚开业 印子钱那边也刚开始收账 周元苦着脸解释着 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连忙道 不过 黄武昌冒领了您的功劳 帮中给的赏赐肯定还在 据说有三百两银子 还有五颗气血丹 以及一次挑选功法的机会 听到五颗气血丹 魏征神色一喜 他突破之气血镜 就刚好需要气血丹 走 速速带我去黄武昌的住处 魏征立刻起身 他刚刚已经搜过黄武昌的身体 其身上并没有什么东西 那么气血丹和银两很大 可能就在其住处放着 是 魏头目 周元在前面带路 往大院的后厢房走去 这座大院已经成了 青燕帮的分布驻地 黄武昌作为临江房的大头目 自然也住进了这里 很快 魏征就从黄武昌的房间内 搜刮出二百八十两银票 一瓶丹药 以及一枚刻着青燕标记的银色令牌 这枚银色令牌 是帮中下发的凭证 手持令牌就能进入青燕帮的藏书阁 挑选一门武学功法 周元在一旁解释道 魏征微微点头 将银色令牌收好 他有属性面板 可以快速提升武学功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也已经修炼至圆满 正需要再修炼一门武学功法 这枚令牌对他有大用 看到只剩下二百八十两的银票 魏征心中暗暗吐槽 帮中奖励的就有三百两银子 黄武昌自己身上 肯定也有一些银子 现在剩下二百八十两银子 就买了那柄九环大刀 这黄武昌真是败价 在他看来 花这么多钱去购买一柄利器 还不如拿来购买辅助修炼的丹药 迅速提升自己的修为 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 这才是真的 还好五颗气血丹还在 没有被他浪费掉 魏征打开瓶子 里面赫然有着五颗暗红色的丹药 正是他突破至气血镜 属性面板所需要的气血丹 不过 属性面板只需要三颗气血丹 这里有五颗 还有两颗负鱼的 对了 魏征的兵 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一旁的周园见魏征 搜刮完了黄武昌的住处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问了出来 你说 魏征摆摆手 示意周园说下去 得到了魏征的允许 周园这才缓缓道 魏征 您当众击杀了黄武昌 这事肯定瞒不住 最好早做打算 魏征击杀了黄武昌 事出有因 情有可原 死罪肯定不至于 但能不能坐稳 大头目这个位置 可就不一定了 魏征听罢 微微笑道 此事 我也有打算 你先在外面等一会 等我出来再说 既然已经获得了 足够的气血丹 满足了属性面板里 突破的所有条件 那自然是先突破了再说 是 魏头目 周园见魏征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也就不再多言 转身走出房间 把房门关好 房间内 魏征倒出三颗气血丹 放到自己的掌上 修为达到炼体静后期 炼体静功法修炼之第九重 就能滋生气血 气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身体就能完成气血蜕变 即可突破至气血静 寿命的上限可达120岁 如果没有服用 加速气血积累的丹药 只靠日常的饮食进补 这个过程会很缓慢 需要一年以上 如果充足服用 加速气血积累的丹药 则可以在一两个月内 完成蜕变 气血丹 就是其中一种 加速气血积累的丹药 而它有属性面板 只需要满足突破的条件 根本无需积累气血 就能直接突破 魏征手里握着三颗气血丹 查看属性面板修为一栏 修为 炼体静后期 可突破 气血丹03 属性面板没有变化 这气血丹需要吞进去 反正有五颗气血丹 浪费一颗也没事 魏征直接吞下一颗气血丹 接着继续查看 属性面板修为一栏 修为 炼体静后期 可突破 气血丹13 果然是要吞服 见属性面板终于有了变化 魏征再次吞下两颗气血丹 突破 煞时间 三颗气血丹 化作精纯的药力 一缕缕气血 迅速在身体内滋生 它感觉自己 仿佛置身于火炉之中 随着气血迅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一股强大的热流贯穿全身 好似要将它的皮肤 与肌肉融化一般 紧接着 它体内的真气迅速暴涨 属性蓝之上 代表着修为境界的那一栏骤然变化 转变成全新的信息 修为 气血静初期 这就是气血静吗 魏征感受着身体内澎湃的气血 以及暴涨的真气 嘴角微微勾起 真气增加了一倍不止 而且 这只是刚刚突破 等稳定境界之后 真气还会上涨不少 现在的我 无需动用锈剑偷袭 正面一个回合 就能将黄武场斩杀 有了气血静的修为 现在帮中要惩罚我 最坏的情况 无非就是撤了我的功劳 不给我坐这凌江方大头目的位置 但也不会成为普通帮众 气血静的修为 在清燕帮中 也属于小高手了 没有人会为了一个偷袭同门 抢同门功劳的练体静普通帮众 去赶走一个为帮派立下过功劳 还是气血静的精英成员 不过 最好还是保住这凌江方大头目的位置 怎么说 也是掌管着一座方式的实权位置 以我前世的见识 能够从中获得不少好处 魏征适应了一下现在的身体状态后 这才打开房门走了出来 周元一直在外面等着 见魏征出来 立刻上前 他还未说话 就感受到了一道热浪扑面来 令他气息都有些微紊乱 这时魏征刚刚突破至气血静 对自身的气血掌控还不是很好 旁人靠得太近 就会被他的气血所影响 第七章 赵胜东 这 周元一正 惊讶到 魏头目 您突破了 我的气血积累 本就到了一定的程度 刚好从黄武昌这里 获得了气血单 顺势就突破了 魏征随意扯了个借口 他要让青雁帮 看到他的价值 这气血静修为 自然无需隐藏 当然 他现在也没有隐藏修为的功法 恭喜魏头目 周元立刻恭贺道 对于魏征能够这么快突破 他虽然惊讶 但并不意外 魏征能够斩杀铁掌帮大头目 又能轻易斩杀黄武昌 就已经说明了其实力 接着 他欣喜到 一魏头目 现在气血静的修为 即便受到帮中惩罚 林江坊的大头目 青雁帮的大头目 一直都是气血静修为 才能担任 只不过 这次灭了铁掌帮 不少人立下了大功劳 地盘扩大了一倍 多了十座方式 这才有一小部分 炼体静后气的武者 坐上了大头目的位置 也只是有机会 但还不够稳 魏征道 你之前说 你们在林江坊搜刮到的钱财 全都被赵堂主给拿走了 是 赵堂主在帮中 是出了名的贪财 周元道 他是青雁帮的帐房先生 而且一直都在赵堂主 管辖下的方式做事 负责管一个方式的账目 经常有钱财上的交接 对其算是有些了解 贪财 贪财好啊 魏征笑道 他要是不贪财 我还真没有办法 走 我们去见一见赵堂主 是 魏头目 周元硬道 同时也非常好奇 魏征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赵堂主 帮他保住大头目这个位置 给钱财 魏征确实刚刚从黄武长这里 搜到了280两银子 其身上或许还有一些积蓄 但魏征之前一直是普通帮众 积蓄肯定不多 这点钱 赵堂主能够看得上 清燕邦除了帮主之外 还有一个副帮主 左右护法 三个堂主 帮主和副帮主都不管日常事物 左右护法只处理大事 各个方式则由三个堂主来管理 邦内各个方式的大头目 自然分属三个堂主管辖 如今清燕邦有22座方式 每个堂主都要管辖这七八座方式 负责管辖临江方大头目的 正是三个堂主之一的赵堂主 所居住的地方 是他管辖的七座方式中 最繁华的金月坊 赵堂主在金月坊有自己的宅院 是三进三出的大宅子 周元感慨道 也不知道我这辈子 有没有机会住上这种大宅子 像他们这种 处于帮派底层的小人物 想的不是在大乾皇朝中扬名立万 反而是成为帮中的高层 生活安稳 美积环绕 又有手下可以使欢 简直就是一生的梦想 宅院外 有两名穿着青燕帮服式的帮重站岗 周元凑上去 谄媚道 原来是吴老大和田哥 今天是你两个职守 周元 你也是来报信的 不过 你来晚了 已然有人抢先了你一步 回去吧 吴老大开口说道 魏征听到已经有人报信 面色平静 没有一丝波澜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他斩杀黄武昌和一名普通帮重 只是暂时镇住了陵江房的帮重而已 他一离开 去黄武昌的住处搜刮东西 又将修为突破至气血镜 这么长的时间 自然有陵江房的帮重 前来赵堂主这里报信 周元笑着解释道 吴老大误会了 我不是来报信的 麻烦您二位前去通报一声 就说陵江房魏征求见 魏征 那个杀了黄武昌的魏征 吴老大和田哥一惊 随即看向周元身边的青年 他们认识周元 是周元账房先生的身份 以前经常来赵堂主这里核对账本 以及上交方式的立钱 但魏征以前只是普通帮重 和他们没有什么交集 自然不认识 你就是魏征 吴老大一脸玩味之色地 打量着魏征 魏征笑道 现在应该没人敢假冒我的身份吧 吴老大哈哈一笑 确实没人敢做这种找死的事情 那就不用通报了 你们进去吧 赵堂主在里面等着呢 一旁的田哥打开大门 让出道路 魏征带着周元 直接进入宅院内 田哥在后面把门关上 凑到吴老大身边 我说老吴 你说魏征这小子 会受到什么惩罚 杀死黄武昌这个大头目 可不是小事 惩罚 这可不一定 吴老大摇摇头道 说不定他还会做上林江房大头目的位置 哦 怎么说 黄武昌偷袭魏征 冒领其功劳 本来就是妥妥的死罪 吴老大咧嘴一笑 魏征将其斩杀 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事 至于能不能做上林江房大头目的位置 就看他能给赵堂主多少好处了 吴老大一眼 就看穿了魏征来找赵堂主的目的 赵堂主在帮中出了名的贪财 只要钱足够的话 这件事还真不算什么 一个有死罪的普通帮众而已 死了也就死了 进入大厅 魏征就看到一个三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坐在主位上 正是这座宅院的主人 赵堂主 进来的第一眼 他就注意到了对方那双有着厚厚拳俭的手掌 赵堂主修炼的是通脉镜的拳法 破山拳 据说已经修炼至第十重 修炼更是达到了通脉镜后期 只差将破山拳修炼至第十一重圆满 贯通十二条主经脉 再配合辅助突破的宝物 就能突破至先天镜 魏征 周元 见过赵堂主 魏征和周元微微一礼 气血镜 赵堂主感应到魏征身上散发的气息 略微差异后冷声道 你就是魏征 竟敢无事邦归 斩杀黄武昌 好大的胆子 请堂主大人降罪 魏征没有反驳 一副甘愿受罚的样子 一旁的周元 按照来之前 魏征吩咐好的 上前开口解释道 堂主大人 黄武昌不仅袭杀魏征 还冒领击杀铁掌帮大头目的功劳 在得知魏征没死后 又在药汤里下毒 魏征也是因为愤怒 这才施了理智 在众人面前斩杀了黄武昌 实乃情有可原 第八章 无明 等周元说完 魏征这才开口道 此事 人正物正皆在 说着 他将那包毒药 以及三百两银票 一并放到旁边的桌上 这是我当众 从黄武昌身上搜出来的毒药 和我要汤里的毒药一模一样 还请堂主大人明察 这些东西 只不过是个形式 他能够轻易斩杀黄武昌 就已经是最好的证据 照堂主看了眼桌上的银票 手指有节奏地敲了敲桌子 淡淡道 即便有人证物证 可以确定黄武昌的罪名 但你 未将此事上报 就冲动斩杀了黄武昌 你当我们亲艳帮的帮归是儿戏吗 不敢 魏征老实道 表达了不满之后 赵堂主话锋一转 不过 念你是冲动犯错 三天前又斩杀了铁掌帮的大头目 立下了功劳 此事就攻过向底 不处罚你了 他简单的几句话 就赚了三百两银子 听到赵堂主说攻过向底 一旁的周园心中一叹 既然功劳没了 那临江坊大头目的位置 肯定不会让魏征来做 好在魏征已经突破至了气血镜 再怎样也不会成为普通帮众 倒是之前魏征说 有办法保住林江坊大头目的位置 也不知道是什么办法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除非魏征能够拿出让赵堂主心动的钱财 否则根本没有机会 但魏征要是有这么多钱 肯定早就拿出来了 多谢赵堂主 魏征道谢一声 却没有告退 而是向一旁周园问道 周园 不知道林江坊每个月 要上交帮众多少利钱 周园一愣 不知道魏征为什么突然问他这个 但他还是回道 按照铁掌帮以前的账本 林江坊每月上交帮众的利钱 大概在一千两银子 林江坊除了摊位费之外 还有赌方 印子钱等产业的收益 这些收益的期成 每个月都要上交给帮众 清燕帮如今 接管了铁掌帮的所有地盘 正常情况 这些产业恢复正常运作后 每月的利钱也还是上交这么多 毕竟林江坊能够获得的利润 基本已经饱和 魏征微微汗手 随即看向赵堂主 拱手道 从下个月开始 林江坊每月至少上交帮中 一千二百两银子的利钱 每个月多出二百两银子 一年就是二千四百两银子 常年累月下去 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周园亚然 没想到魏征之前说的办法是这个 如此 确实可以保住大头目的位置 但是 每个月要多出二百两银子 以林江坊那里的产业收益 哪有那么容易办到 到时候 魏征这个林江坊的大头目 不仅没能获得什么好处 搞不好还要倒贴银子 把不足的银钱补上 一千二百两银子 赵堂主迷眼道 林江坊虽说现在属于我们青雁帮的地盘 但也不是我们能为所欲为的地方 一旦出了乱子 官府可不会坐视不理 名义上 他们青雁帮 占据着二十二座方式的地盘 但那是在规则之内 而且他们青雁帮背后也有靠山 这才能发展壮大到这个地步 可要是破坏了规则 惹出了乱子 别说是魏征 就是他赵盛东也要完蛋 唐主大人请放心 魏征自信道 林江坊不会乱 一千二百两银子 也分文不差 哦 赵唐主看着自信的魏征 考虑了一会后 开口道 魏征 既然你有这个手段 那就让你继续做林江坊大头目这个位置 他相信 魏征不是傻子 更不会拿自己的命来开玩笑 那他何不让魏征试试 要是魏征真的能够做到 他就能多一笔额外的收益 多谢赵唐主 魏征谢道 周元见魏征 保住了林江坊大头目的位置 脸上没有高兴之色 反而露出一丝担忧 赵唐主微微点头 随即正色道 魏征 你记住 你是先来我这里 揭发了黄武昌偷袭你 冒领你功劳之事 罪证确凿 此乃死罪 我派你击杀黄武昌 以正帮归 想要保住魏征大头目的位置 又要符合帮中规矩 自然要耍些手段 明白 魏征硬道 赵唐主微微汗手 接着吩咐道 周元 你去叫吴明进来 是 周元离开大厅 很快就带着吴老大走了进来 见过唐主大人 吴明行了一礼 站在原地静等吩咐 赵唐主对魏征介绍道 这是吴明 刚刚你们在门外都见过了 现在林江芳那边死了几个帮众 正是缺人手的时候 就让吴明暂时过去帮你吧 多谢唐主支持 魏征笑着谢道 没有一丝犹豫 他很清楚 这吴明就是赵唐主派来盯着他的 毕竟林江芳要是出了乱子 哪怕他魏征死了 赵唐主作为上司 也会受到责罚 说到底 赵唐主对他 其实没有丝毫的信任 吴明 以后你就跟着卫头目 赵唐主又对吴明吩咐道 是 唐主大人 吴明应了一声 有些惊讶地 看向一旁的魏征 赵唐主这个称呼 带来的信息可不小 这魏征还真保住了 林江芳大头目的位置 他笑着向着魏征拱手道 见过魏头目 以后小弟可就跟着您混饭吃了 吴兄客气了 以后还要请你多多帮忙 魏征谦虚道 两人在互相寒暄 赵唐主则有些不耐烦的白白手道 行了 你们都回林江芳去吧 我等告退 第九章 铁骨金身宫 走出赵唐主的宅院 吴明称要去收拾东西 再过去林江芳 先行离开 周元见吴明离开 这才开口道 魏头目 黄武昌他们四人被你斩杀 倒是可以节省二十两的银子的月钱 只是要多给一百八十两银子 你的收益就很低了 青燕帮的普通帮众 每个人的月钱是五两银子 各个方式每个月能得到三成的收益 所以 房室内做事的普通帮众 他们的月钱都是由方式负责发放 这三成的收益 发放完普通帮众的月钱后 剩下的全都属于方式的大头目 周元按照以往铁掌帮在林江芳的账本 魏征多给一百八十两银子后 那他最终剩下的收益就很少了 当然 再怎么少 也比他们这些普通帮众要多 就是想要购买其他修炼资源 快速提升实力 就不太可能了 是节省十五两银子 那吴明的月钱 你不会以为赵堂主会帮我给吧 魏征纠正道 周元默然 他差点忘了 赵堂主还派吴明过来帮忙 以赵堂主那贪财的性格 吴明的月钱肯定要他们林江芳这边给 至于林江芳的收益 我有办法提升上去 你就放心吧 魏征笑道 拥有钱式的一些见识 他如今又掌管一个林江芳 有的是办法将收益提升上去 这也是他费了一番功夫 也要继续做林江芳大头目的主要原因 有钱才能有钱 闻言 周元稍稍放心地点点头 既然魏征这么说 肯定是已经有了打算 就跟之前魏征说 能够保住自己大头目的位置 现在不也做到了吗 走 周元 跟我去一趟总堂 魏征道 魏头目 我们去总堂干嘛 周元好奇 当然 是去藏书阁兑换功法呀 魏征从怀里拿出那块银色令牌 扬了扬道 他已经突破至气血镜 想要快速提升修为 十二路五虎刀法 这门练体镜的功法就不适合了 至少也要是气血镜的功法才能做到 而且 他有属性面板 十二路五虎刀法 也已经修炼至第九重圆满 也同样需要再挑一门功法 将属性面板的优势发挥出来 清燕邦总堂 位于广宁府东城门的位置 占地面积广阔 有藏书阁 练武场 仓库 银库 兵器库 单药店 主店 偏店等 一应俱全 进入清燕邦总堂的大门 就是占地差不多两个足球场大小的练武场 此时练武场内 有着上百个清燕邦邦众在修炼功法 这是这几天加入进来的新邦众 三天前 清燕邦灭了铁掌邦 邦内人员的损失也不小 再加上地盘扩大 增加了实作方式 正需要大量新人的加入 魏征没有在练武场铸留 在周园的带路下 来到了藏书阁外 藏书阁的大门敞开着 一个头发半白的老头 正在为一个邦众登记信息 清燕邦灭掉铁掌邦 不少邦众都获得了功劳 可以进入藏书阁挑选功法 很快就轮到了魏征 魏征拿出那块银色的令牌 递给老头 老头接过令牌 便认了一下 确认误后 这才开口道 银色令牌 可在第二层挑选功法 挑好了 就来我这里登记 明白 魏征点头 迈步进入藏书阁 登上第二层 第二层里面 有着整整十二个书架 每个书架上 都放置了数十本功法 魏征就近翻了几本 全都是气血镜的功法 咦 铁爪功 这不是铁掌帮那边的功法吗 看来清燕帮 把铁掌帮收藏的功法 都带回来了 魏征心中一喜 这么说 这里的功法 要比以前多不少 这对他来说 算是好事 能够挑选的功法多了 他找到 满意功法的机会 就更大一些 不过 这铁爪功 在气血镜的功法中 属于一般 我有属性面板 自然要挑 最好最适合我的功法 魏征 直接放下铁爪功 继续挑选其他的功法 铁腿功 清燕手 魏征一个个书架 筛选过去 他准备把所有功法 都粗略过一遍 然后再选出这里面 最好最合适他的功法 嗯 这三本居然都是 通脉镜的功法 魏征目光顿住 最后一个书架的最后一格 只有三本功法 其对应的位置下方 赫然标注着 通脉镜功法的字样 乱披风双刀绝 九环剑法 铁骨金身功 魏征掠过前面 两门通脉镜功法 直接拿起 铁骨金身功 看了起来 前身要是修炼一门 注重身体防御的功法 哪还能被黄武昌 偷袭重创 这种能打又能抗的功法 也是他的首选 现在他的实力太低 前期要以保命 和低调发育为主 有属性面板 这个金手指 他只要活着 就有无限的未来 铁骨金身功 气血偏 服以牛骨断体膏 搬运周身气血 炼至第三重 皮肤坚韧如牛皮 配合真气 可以抵挡普通刀剑等 利刃炼至第六重 皮肤如铁甲炼至第九重 金身出城 通脉篇 服以虎骨断体膏 助炼金骨 除了功法的修炼方法之外 后面还有经脉图 以及青燕帮修炼过 这门功法的一些经验注视等 这就是一个实力的底蕴呈现 接着 魏征在最后一页 看到一段告见 铁骨金身功 虽是通脉进功法 却入门容易 后续修炼进度缓慢 且需要消耗 大量炼体资源 相比较于其他 和钱财过多 请谨慎挑选 魏征恍然 怪不得这通脉进的铁骨金 身功会放在第二层 显然是青燕帮不太看得上 但又是通脉进的功法 颇有种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感觉 估计另外两本通脉进的功法 也是一样 都有这些弊端 后续修炼进度缓慢 需要消耗大量的炼体资源 魏征嘴角微微勾起 我有属性面板 修炼进度缓慢 这个弊端根本不是问题 现在又坐稳了 临将方大头目的位置 搞到钱财也不算太难 足以支撑炼体的花销 就他了 第十章 开始搞钱 藏书阁大门处 魏征将功法放到桌上进行登记 铁骨金身功 老头微微一顿 浑浊的双眼看了看魏征 小子 功法并不是品阶越高就越好 品阶越高 修炼的难度相对也大一些 挑选适合自己的弃血进攻法 反而能更快突破至通脉进 特别是这门铁骨金身功 不仅修炼进度缓慢 辅助断体的膏药也不便宜 你确定要挑选这门功法 多谢提醒 魏征将自己的身份腰牌放到桌上 面色平静道 我感觉铁骨金身功就很适合我 老头微微摇了摇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一边登记魏征腰牌上的信息 一边嘱咐道 尽快记住这本功法的内容 三天后将其归还藏书阁 如若丢失功法 按照邦规重法 还有 不得私下传授给他人 不得向外授卖功法 已经发现 死罪 明白 魏征拿回自己的身份腰牌 将铁骨金身功 收好 走出藏书阁大门 周元一直在门外不远等着 见到魏征出来 连忙上前问道 魏头目 你挑好功法了 魏征微微点头 走吧 我们回临江房 临江房 魏征安然无恙地回来 并且继续坐着大头目的位置 这一情况 顿时让临江房的帮众 惊讶无比 魏征去见了赵堂主 怎么不仅没受到处罚 反而还能继续坐临江房的大头目 你没听周元说吗 魏征早就跟赵堂主汇报过黄武昌的事情了 是得到了赵堂主的命令 才来机杀黄武昌的 原来是这样 我说这魏征怎么这么大胆呢 何着是奉命行事 接着 在吴明出现后 临江房的几十名帮众对魏征这个大头目 再没有任何意义 吴明是赵堂主的人 现在来到临江房做事 显然是赵堂主承认了 魏征这个大头目 可以说 从现在开始 魏征才算真正初步掌控了临江房这个底盘 此刻 大院后面的厢房内 魏征身上涂抹了牛骨断体膏 按照铁骨 金身工上的方法 搬运周身气血 淬炼皮肤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气血会缓慢壮大 真气也会缓慢增加 带一份牛骨断体膏消耗完 魏征这才停止修炼 接着就查看 属性面板的功法一栏 炼体进功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铁骨金身工这门功法并未出现在面板中 看来要将铁骨金身工入门后 才会在面板中显示 魏征想到 按照书本里面记录的经验注释 大概需要二十份牛骨断体膏 才能将这门铁骨金身工入门 一份牛骨断体膏 就要五两银子 我这里只有六份 远远不够啊 他从赵大牛兄弟俩身上 获得了五十三两银子 从黄武长这里搜刮到了二百八十两银子 但为了不受任何惩罚 给了赵堂主三百两银子 他身上也只剩下三十三两的银子 现在购买了六份牛骨断体膏 全身上下也只有三两银子 和一柄九环大刀 等铁骨金身工入门后 属性面板固然可以快速提升功法 但也一样要练 牛骨断体膏同样少不了 必须快点搞钱了 魏征穿好衣服 离开厢房 在大院内召来周园 老周 以我的名义 邀请长春街的青楼 酒楼 客栈的老板过来 就说我有生意 要和他们谈 是 林江芳这边的青雁帮分部驻地 就在长春街内 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周园就带着两男一女 来到分部驻地的大厅内 魏头木 凤鸣楼 太和酒楼 月封客栈的老板到了 周园说完 退到一旁 后面的三人让出位置 柳飘飘见过魏头木 穿着粉色如裙 徐娘伴老的女子率先建立 其身旁站着的两个男子 一个身材肥胖 穿着好似一名富家翁 是太和酒楼的老板 王太 另外一个儒雅方正 穿着蓝色长袍 倒向是一个秀才 是月封客栈的老板 李峰 两人也跟着建立 王太 李峰 建国魏头木 如今 青雁帮占据半个广宁府的地盘 魏征又是负责临江房的大头木 他们自然要恭敬 客气一些 柳老板 王老板 李老板 三位请坐 魏征笑着和三人打招呼 邀请入座 周元立刻让人送上茶水点心 三人和魏征闲扯了一番后 互相对视了一下眼神 柳飘飘这才开口问道 魏头木 听周账房说 你是想和我们谈一笔生意 没错 魏征点头 不知适合生意 需要用到我们三人 王太好奇地问道 李峰并未说话 但也端着茶杯 竖耳倾听 魏征开口道 王老板 如果我这边长期 从你们酒楼购买酒食 不知 你能打多少折扣 闻言 王太笑道 给魏头木专供酒食 我可以做主 给你酒折的折扣 这种专供酒食 酒楼向来都有 不过基本都是几次 或者短时间供应 很少有长期的 魏征微微摇头 王老板 你会错我的意了 我指的并不是 专供我一人的酒食 哦 难道是专供你们堂口 几十人的酒食 王太脸色一洗 几十个人的酒食 这可是大买卖啊 而且还是 长期稳定的买卖 他立刻承诺道 如此的话 太和酒楼 可以给你打八折 如果人数 再翻个一两倍呢 魏征问道 人数翻个一两倍 那不是一百多人 王太惊讶又好奇 不知道魏征 哪来这么多人 需要他太和酒楼 专供酒食 清燕帮在 临江坊这边的分布 所有帮众加起来 也就几十人而已 见魏征不像是说笑后 他犹豫了一下道 如果真要长期 供应这么多人的酒食 我太和酒楼 可以给你打七折 薄利多消 每天的酒食数量上去 材料成本会降低不少 他赚得绝不会少 七折 魏征点点头 笑道 好 那就立气为正 他对一旁的周元道 老周 写几份气书 是 周元拿出准备好的纸墨 开始写气书的内容 王太神色一洗 立气为正 说明魏征说的是真的 并不是在跟他开玩笑 第十一章 美女和官在线摇头子 魏征和王太谈好交易 目光转向另外一旁的李峰 李老板 我们这边每天都需要一部分的客房 不知 你能给我多少折扣 李峰拱手回道 既然王老板给魏头目你打七折 那我这边也给你打七折 除了大行赶集日 节日之外 平常的时候 客栈的入住率并不高 对于客栈来说 房间空着也是空着 别说打七折 就是打一折 有人入住 那就是赚的 李老板爽快 魏征笑道 虽然我们的交易暂时比较小 但也要力气为正 理应如此 李峰汉手道 和李老板谈完 魏征看向柳飘飘 柳飘飘玩耳一笑 抢先道 魏头目 奴家的凤鸣楼可打不了折扣 你若常来 奴家倒是可以为您留一间包厢 凤鸣楼的姑娘 都有着各自的价位 钱也有一部分是他们的 他虽然是老板 但也不可能做主打折 而且 自古勾拦欢愉 姑娘头怀送抱 甘愿献身的友 但还没有听说过逛青楼打折的 嗨嗨 这个包厢可以留 魏征觉得 修炼一道 讲究松弛有度 偶尔去勾兰听取一番 也是极好的 接着 他继续道 不过 我不是想让你凤鸣楼打折 而是想雇佣凤鸣楼的姑娘 为我做事 雇佣我凤鸣楼的姑娘做事 柳飘飘一愣 这种事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连听都没听过 他们这种行业 除了才艺和身体 还能做其他什么事情 他好奇地问道 不知为头目 想让我凤鸣楼的姑娘做什么 来我金风赌方摇头子 发牌 魏征道 他们在临江方的产业 除了摊位费的收入外 还有印子钱和一间赌方 摊位费的收入 暂时比较固定 也赚不了大钱 印子钱和赌方都是暴利产业 但印子钱的业务 大部分都来自赌方 所以 只要把赌方发展好 收益就会水涨船高 拥有钱式的一些见识 对他来说 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摇头子 发牌 柳飘飘一脸愕然 找他们凤鸣楼姑娘的 要么是为了逍遥快活 要么是为了听取 再赌方摇头子 发牌 这简直闻所未闻 怎么 做不了吗 魏征问道 要是做不了 那他也只能去 其他方式的青楼找人了 不 做得了 柳飘飘回过神来 笑道 我们凤鸣楼的姑娘 也经常有外出表演才艺的 这摇头子和发牌 和表演才艺 也差不了太多 姑娘们肯定有愿意做的 虽然他还是难以理解 但只要魏征给钱 他们凤鸣楼 就能把这份钱赚了 那就好 魏征点头 接着问道 柳老板要立弃书吗 他和王太 李峰两人 是生意合作 自然要立弃为正 才能更牢固地合作 和凤鸣楼这边 则最多算是临时雇佣关系 可以立弃书 也可以不立弃书 弃书就不用力了 奴家信的郭卫头目 柳飘飘笑道 魏征都已经跟太和酒楼 岳峰客栈签了契书 肯定不会来他们凤鸣楼的账 很快 周元就将两家的契书内容写好 一试三分 王太看了眼契书的内容 和魏征说的 没有任何差别 倒是违约的赔偿那里 让他不禁眉头一挑 魏头目 这违背契约 要赔偿三千两银子这么多 李峰也发现这一条规定 三千两银子 对他们来说 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魏征笑道 只要不违背契约 这条规定形同虚设 不影响我们的合作 而且这条规定 对你们更有利不是 他设立这么高的违约金 自然是为了防止以后 一旦金峰赌方经营大火 赚了大钱 免不了有人眼红 前世他可是见过 听过不少生意合作 因为利益问题而闹翻的 现在有了这么高的违约金 这两人就不敢乱来 那倒也是 王太和李峰都微微点头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确实对他们更有利 他们也没有任何一点违约的想法 于是 两人很爽快地签下名字 按下指纹 弃指一试三份 他们各自一份 还有一份 会送到官府那边备案 黄昏时刻 长春街这个临江坊内 最繁华的商业街 开始热闹了起来 作为娱乐行业的翘楚 此时正是青楼和赌方生意 最好的时候 一辆辆马车行驶在街道上 大部分都前往青楼或者赌方 富盛街叶家的叶公子 走下马车 看着重新开业的金峰赌方 欣喜道 金峰赌方果然重新开业了 这几天可憋死我了 也今天要好好玩一玩 叶公子家在广宁府 有着好几家布店 平时除了逛青楼的爱好 就是喜欢赌棘手 几天前 青雁帮灭掉铁掌帮 这金峰赌方 自然也暂时毕业 如今 青雁帮已经完全接手了 铁掌帮的地盘和产业 就在昨天 他就听说金峰赌方重新开业了 是已按捺不住 今晚就过来试试自己的手气 死 进入金峰赌方里面 叶公子就愣在原地 倒吸一口凉气 这 这是金峰赌方 只见赌方内 一个个穿着薄纱的姑娘 站在了庄家的位置 摇着头子 随着身体的晃动 那片半路的雪白晃动着 颇为赏心悦目 这不是凤鸣楼的翠月姑娘吗 她怎么在这 作为凤鸣楼的熟客 她一眼就认出了 其中一个摇头中的姑娘 哈哈 叶兄 很惊讶吧 这时 一个身穿警服的青年 笑着过来打招呼 我下午来的时候 也很惊讶 何止惊讶 简直是大开眼界了 叶公子惊叹道 赌方内 除了摇头中 和发牌酒的姑娘 还有几个小厮 端着一个装着酒水 茶水的托盘走来走去 这些都是免费的 警服青年从托盘上 拿起一杯茶水 喝了一口 笑道 这才哪到哪 金峰赌方 还有其他有意思的 哦 看来 今晚在这金峰赌方 要好好见识见识了 叶公子兴致勃勃道 这时 一个小厮提着一个餐盒 来到警服青年面前 庞公子 这是您订的餐 第十二章 假账 这么快就送过来了 庞公子一愣 随机笑道 快丢安排个位置 好的 庞公子 小厮应道 订餐 一旁的叶公子好奇 庞公子介绍道 这是金峰赌方推出的一个新服务 在他们这里 可以订购 太和酒楼的酒食 会有人专门送过来 并且提供吃饭的位置 省得我们这些顾客来回跑 有意思 这还真不错啊 叶公子叹道 可惜我已经吃过了 不然倒是可以试试这个服务 下次你一定要试试 在这里订餐 比太和酒楼那边还要便宜 据说是金峰赌方给的补贴 我们在这订餐 可以享受九折的折扣 庞公子道 接着 他继续道 别小看这九折 就今天下午 有人订了餐 拿着多出的五文钱下注 连赢了十把 赢了五钱银子 一千文等于十钱银子 等于一两银子 死 翻了百倍啊 叶公子倒吸一口凉气 惊讶道 嘿嘿 不说了 叶兄你先玩着 我去吃饭了 待会也试试手气 庞公子说着 走向小四安排的吃饭位置 庞兄慢吃 看我大杀四方 叶公子拿出随身带着的钱袋 走向翠月姑娘所在的牌桌 叶公子从钱袋拿出一张银票 拍到赌桌上 压大 也今天要来个开门红 叶公子 母家给您开个大出来 翠月姑娘倾起朱唇 揭开头中 只见桌面上的三个头子 分别是六 五 六 哈哈 接着个本公子的手气 真是忘得很啊 叶公子喜笑颜开 双手一拢 将那堆银子都拢到了自己跟前 紧接着 他信手捏起一块碎银 塞进翠月姑娘的胸衣里 还顺势摸了一把 笑嘻嘻道 赏你的 翠月姑娘娇称地扭了扭腰 咯咯直笑 多谢叶公子 这块碎银是三千银子 以往他都要赔半天客人 才能赚这么多 现在一个打赏就能有这么多 这还没算金风赌方雇佣他的费用 到了亥时 金风赌方的小厮 在一个个排桌询问客人 是否需要客栈住店 在他们这里预定 同样有补贴 可以九折入住 这是针对外地人 或者准备夜不归宿的客人 今晚手气不错的叶公子 在收到翠月姑娘的暗示后 当即意气风发地预定了一间客房 另外一个外地过来游玩的顾客 也订了一间客房 第二天晌午 叶公子从月峰客栈出来 想到昨天晚上的快活 咋把嘴笑了起来 泽泽 这金风赌方真有意思 今晚就带老赵 他们来见识见识 绝对让他们也流连忘返 焕然一新的金风赌方 已经在叶公子这等客人心里 留下了新奇的印象 广宁府四十九方 规模适中 新消息一经传出 一日之内便能传遍 不多时 临江方长春街的金风赌方 便已名闻整个广宁府 但凡来此玩过之人 皆对其赞誉有加 于是乎 第二天开始 长春街的客流 开始呈现井喷式的增长 人流量暴涨 长春街摆摊的小贩 也多了不少 摊位费的收入 也随之增加 印子前的收益 就更不用说 直接翻了三四倍 广宁府的其他赌方也不傻 自家客流量减少 又看到金风赌方 客流量大涨 他们也很快学起了 金风赌方的操作 无论是订餐 住宿 还是青楼姑娘摇头中和发牌 对他们来说 也不难安排到位 仅仅五天的时间 广宁府的所有赌方 都来了一次大改革 但这五天的时间 也已经让金风赌方 赚得盆满钵满了 分布驻地的大厅内 周元带着一摞账本 来到魏征面前 后面两个帮众 抬着一大口箱子进来 位头目 林江坊这五天的收益 全都在这 这是所有产业收支的详细记录 以及我核算出的总账目 请过目 周元说完 双手捧着一摞账本 递给魏征 辛苦你了 老周 魏征接过账本 不辛苦 这本就是 我这个账房要做的事 周元笑道 你先坐一会 我先看看账本 是 周元应道 随即在下方的一个位置坐下 魏征目光微闪 对抬箱子进来的 两个帮众吩咐道 你们也别站着了 我看账本要不少时间 你们先出去休息一下 等我核对完账本 再叫你们进来抬箱子 是 位头目 等两个帮众离开大厅 魏征这才拿起账本 开始翻看了起来 摊位费收支账本比较简单 每天只需收钱 把每天收的钱加起来 就是当天的收益 印子钱的收支账本 就比较复杂了 借出去多少 收回多少 减去当天因收回的本钱 以及坏账 剩下的 才算真正的收益 金风赌方就更加繁杂了 每一桌 每一场的盈亏 都会有人记录 账目是最多最乱的 不过 魏征前世 受过高等教育 这些账目都能看得明白 好在这是五天的账本 数量并不算很多 足足一注香的时间 魏征才看完账本 他促瞎地看了看 下方作者的周元 笑道 周元 你账目做得不错 除了金风赌方的账本 有十文钱盈利没算上 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 他第一次这么认真检查 就是想看看 周元有没有从中贪污 做假账 结果让他很满意 周元果然不是老实人 魏头目 周元惊讶地站起来 有些局促不安 他确实中宝四囊了十文钱 这是一笔很小的数目 魏征刚刚翻看账本的速度很快 没想到 居然不是乱看 而是真的看懂了 这和他印象中的大头目 完全不一样 他之前跟着的大头目 完全就是一个粗笔武夫 根本看不懂账本 他悄悄做了假账都不知道 魏征连少算十文钱都能看出来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这要是做账房 绝对是个极其厉害的角色 周元连忙压制住惊慌的内心 忐忑地辩解道 我 我应该是漏算了 第十三章 你不拿 我怎么拿 魏征白手指住了周元的话 他笑道 你的胆子也太小了 十文钱 只敢贪这么一点 说着 他起身走到大箱子旁边 伸手一掀 哐荡 大箱子打开 露出里面白花花一片的银子 有碎银 有银钉 以及一叠银票 他拿起那叠银票 找出其中一张二十两的银票 放到周元的手上 这是你的 啊 周元惊愕地看着魏征 我的 怎么 你不要 魏征眉头一挑 你不拿 我怎么拿 周元紧张道 可二十两银子 这也太多了 一旦被查 我们就完了 你拿二十两银子 算什么 魏征呵呵一笑 从那叠银票中 抽出一半的银票 加起来 总共有二百两银子 看到魏征 直接拿走二百两银票 周元瞪大着眼睛 提醒道 魏征默 你拿这么多 很容易被发现的 做好假账 就不会被发现了 魏征笑道 老周 账目你也清楚 我们这五天 就赚了八百五十二两银子 我问你 以前铁掌帮在林江方的账目 你也看过 五天的收益是多少 是三百两银子左右 周元立刻回到 他任命为林江方的账房先生 接手林江方的账目后 第一时间就去查看了以前的账本 自然清楚无比 是啊 才三百两银子 而我们现在就赚了八百五十二两银子 现在只拿走其中的二百二十两银子 还有六百三十二两 足足以前的两倍 魏征拍了拍周元的肩膀 老周 我们帮亲燕帮赚的已经够多了 就拿这么一点银两 只要做好假账 谁能发现 他接着问道 难道你不想进步 想 周元死死捏着手中的银票 他虽然是个账房先生 但也有修炼功法 突破至器械镜 正常情况 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谁不想活得久一点 更别说器械镜之后 还有通麦镜 可以活一百五十岁 要是每个月都有二十两银子 他就能够买单要加快修炼 器械镜指日可待 那就好好干 这二十两银子 是这五天的 魏征继续加筹码道 以后还会有更多 多谢魏头目 周元顿时激动道 以后还会有更多 他不敢想象 以后他能得到多少钱 有这么多钱财 别说器械镜 连通麦镜都有机会达到 别叫我魏头目了 显得太生分 叫我老大 魏征笑道 是 老大 魏征点头 老周 你既然叫我老大 那么跟太和酒楼 和月峰客栈的合作收益 也会有你的一份 太和酒楼和月峰客栈 给他们提供的酒食和客房 都是七折的价格 他们金风赌方 以补贴的名义 以九折的价格 卖给赌客 不仅汇集了顾客 还从中赚取两成的利润 但太和酒楼 和月峰客栈的生意 是他以自己的名义 跟王太和李峰合作的 这两个生意 都不属于青雁帮的产业 获得的收益 自然都是他的 这就是权利 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至于凤鸣楼的姑娘 那是为金风赌方做事 雇佣的费用 自然由金风赌方这边来给 周元联盟摆手道 老大 我有这边的钱就够了 不用再丢分那边的钱 倒不是他不想要更多 而是跟太和酒楼 和月峰客栈的合作收益 都是魏征的 他又没有参与 哪敢真要啊 他也不清楚魏征是真给 还是在试探 他是不是贪得无厌的人 五天前 魏征一人一刀 一个回合斩杀黄武昌的一幕 他还历历在目 他可不认为魏征是个善茶 魏征摇头解释道 你这一份还是要的 我跟太和酒楼 和月峰客栈的合作收益 是能够见得光的额外收益 我们有钱了 即使仅剩购买辅助修炼的东西 也难免会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有这份收益在 多少可以遮掩一二 周元恍然赞叹道 原来如此 老大真是深谋远虑 周元佩服 接着 他继续道 不过 我只需要一个名义就行了 至于钱 老大就不用争给我 魏征笑道 放心 这一份钱也不是白给你的 太和酒楼和月峰客栈那边的账目 还要麻烦你盯着 他们给了我七折的优惠 现在估计已经后悔死了 不过 有企书在 他们违约就要赔偿我三千两银子 他们不敢违约的 但或许会在账目上动心思 这次 他还真没有试探周元的意思 他现在有钱了 可以购买大量的牛骨断体高 可以全心全力的干弓法 还真没多少时间来盯着这个账目 周元在里面有一份钱 自然会尽力尽力地帮他盯好账目 老大请放心 我肯定盯好他们的账目 不会让他们有机会做假账 周元立刻保证道 魏征点头 你盯着那边的账目 金风赌方的假账也要做好 周元愁愁道 老大 做假账倒是不难 林江房这边 除了我们 没有其他人能够看懂账本 怕就怕赵堂主那边要审查账本 所有产业的收支 详细记录都是其他人写的 字迹都不一样 这个可没办法做假 一般来说 没有人会去仔细看整个月的收支详细记录 因为太过于繁杂 但真要较真去仔细审查核算的话 就和魏征刚刚那样 是可以查出数目不对的 要不我们花点钱收买吴明 周元想了想 说道 吴明是赵堂主的人 有他做内应 他们也就游刃有余 不担心被赵堂主审查账本 不妥 魏征摇头拒绝道 吴明终究是赵堂主身边的人 这个做法太冒险了 一旦给了钱 那他们就是不打自招 承认自己中宝私囊 要是吴明没被成功贿赂 那他们就真的完蛋了 相反 不给钱 吴明就不知道 最多也就是怀疑 无法确定 至于审查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解决 你做好假账就行 魏征淡然道 到时候 赵堂主真要派人过来 仔细审查账本 那他就一把火将那些 详细记录的账本烧了 没了那些详细的收支记录 自然就核对不了 第十四章 入门 是 老大 周元应道 经过这两次的事情 他已经相信 魏征是真的有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只不过他不清楚 魏征想的解决办法 是物理解决 魏征将手里少了 七八张的一碟银票 放回箱子内 重新盖上 去吧 叫人进来抬钱箱 入银库 是 周元应了一声 立刻出去 将外面抬箱子的两个 帮众叫了进来 随即四人 一同前往后院内的银库 后院银库重地 是由帮内派人住手 不受他魏征调遣 也不会擅自离开银库 不过要是在他的手上 这些驻守银库的帮众 无法坚守自盗 魏征想要从里面拿银子 也需要理由 还要记录 这也是魏征 要在大厅内 先把钱拿了 再入银库的主要原因 把钱箱入了银库 魏征则悄然离开 分不住地的大院 广宁府 万宝阁 万宝阁 是云州有名的大商会之一 在广宁府这边的分隔 已经经营了数百年 信誉很好 此时 魏征已经穿着黑色斗篷 兜帽遮住面容 又对面部 经过了简单的伪装后 来到万宝阁内 这位客人 想要购买什么 看到魏征进来 一个小厮热情地上前招待 牛骨断体高 魏征声音嘶哑地开口道 牛骨断体高在二楼 请跟我来 小厮带着魏征 上了万宝阁二楼 二楼有不少展柜 摆放着武器 工法 丹药 药材等物品 此时 一个富泰的中年人 正在悠闲地喝着茶 小厮上前 向富泰的中年人禀报道 赵管事 这位客人 想要购买牛骨断体高 赵管事微微汗手 起身 对着魏征拱手道 在下万宝阁管事 牛骨断体高五两银子一份 不知阁下要购买多少份 牛骨断体高 是不少炼体功法 需要用到的高药 每次炼体 都需要用一份 一般来购买牛骨断体高的 都会一次买多几份 我需要四十份牛骨断体高 魏征严谨一概 四十份 赵管事亚然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 有人一次购买 这么多份牛骨断体高的 怎么 没这么多份吗 魏征问道 赵管事很快恢复过来 笑道 有 当然有 客人请稍坐 我这就去拿牛骨断体高 魏征微微汗手 在离他最近的一个座位坐下 赵管事立即吩咐小厮凤茶 然后才前往密库 展柜上虽然摆放了不少物品 也有牛骨断体高 但只有一份用于展示 其他的都放在密库中 很快 赵管事就拿着一个小箱子出来 将其放到桌上打开 客人请看 这是我们万宝阁的牛骨断体高 箱子里面 正好放着一瓶瓶黑色的膏药 总共四十瓶 魏征随即挑出一瓶牛骨断体高 打开检查 他之前已经用过六份牛骨断体高 对这个膏药非常熟悉 确认无误后 他把瓶子放回小箱子内 膏药没有问题 接着 他拿出一叠银票 放到桌上 这是二百两 赵管事拿起银票 迅速数了一遍 笑道 钱货两气 客人还需要什么 不需要了 到此 魏征拿起小箱子 起身离开 客人慢走 赵管事笑着拱手送客 离开万宝阁 魏征没有立刻返回临江坊 而是随意地绕了几圈 并未发现有人跟踪他 看来是我想多了 不过 小心无大错 在一个无人的偏僻角落 魏征去掉伪装 摘下兜帽 卸下黑色斗篷 随后悄无声息地返回临江坊 一回到住处 他就开始修炼铁骨金身弓 只见他身上涂抹着一份牛骨断体膏 催动着真气 催炼着自身的皮肤 第七份了 之前他已经使用了六份牛骨断体膏 按照书本里面记录的经验注释 大概需要二十份牛骨断体膏 才能将这门铁骨金身弓入门 他只需再使用十四份左右的牛骨断体膏 就能入门 现在他手上有足足四十份 不仅能够入门 还能修炼一段十 第十九份 在使用第十九份牛骨断体膏时 魏征的皮肤上 隐隐可见一层淡淡的真气薄膜浮现 呼 终于将铁骨金身弓入门了 待这份牛骨断体膏消耗完 魏征这才停止修炼 接着就查看属性面板的功法一栏 炼体进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攻法 铁骨金身弓 第一重 一一百 很好 只要晾出了血条 我就能把你干抱 魏征感觉自己现在充满了干劲 仅仅休息了一会 就开始再次涂抹牛骨断体膏 这一次 他明显感受到了不同 无论搬运气血运转周身 还是真气淬炼自身的皮肤 都感到游刃有余 气血每运转周身一变 就多出一缕血气 虽然这缕血气比毛发还要细微 但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按照气血镜的正常修炼 等气血积蓄壮大到极限 真气积累足够 就可以开始尝试冲击身体的12条主经脉 成功冲破一条主经脉 就是突破至通脉镜 嗯 这缕气血在运转一个周身后 便细了一半 魏征感受到 这个异常的情况 顿时开始找寻原因 随着他一遍又一遍地 搬运气血运转周身 很快就找到了原因 每次运转一个周身后 多出的那一缕气血 有一半会消耗在皮肤上 魏征恍然 怪不得说 铁骨精深宫入门容易 修炼进度会越来越缓慢 现在生出的气血 有一半消耗在练体上 就相当于壮大气血的速度 比别人慢了一倍 修炼到越后面 身体的韧性和密度提升上去 消耗的气血可能还会更多 倒是壮大气血的速度 更是比别人慢几倍 但我有属性面板 不需要消耗多少次气血 只要熟练度积累足够 就能将铁骨精深宫 直接提升上去 功法提升上去了 生出的气血也会更多 这样一算 我壮大气血的速度 不仅不会拖慢 反而还会更快一点 第十五章 干功法 熟练度的加成 带一份牛骨断体高消耗完 魏征立刻查看 属性面板的功法一栏 通脉进功法 铁骨精深宫 第一重 五一百 嗯 长了四点熟练度 魏征诧异 一份牛骨断体高 可以修炼两次铁骨精深宫 一次居然能够 长两点熟练度 这可是通脉进的功法 虽然是其中的气血篇 但修炼难度 要比十二路五虎刀法 要难好几倍 他之前干十二路五虎刀法的时候 修炼一次 也才长一点熟练度 按理来说 铁骨精深宫的熟练度 应该长得更慢 修炼两次 或者三次 才会增加一点熟练度 而现在 他只修炼了一次 就长了两点的熟练度 这根本不合常理 难道 是牛骨断体高的原因 魏征突然想到 修炼铁骨精深宫 并不是一定要用牛骨断体高 牛骨断体高 是提升练体的效率 以及避免身体受到损伤 很多练体功法 都会使用它来辅助练体 如果不使用牛骨断体高 再练完一次 铁骨精深宫后 就需要休息半天 吃肉滋补一番身体后 就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修炼 否则 过度频繁的修炼 又没有牛骨断体高滋养身体 必定会使身体受到损伤 试试 不用牛骨断体高 魏征心中一动 这一次没有涂抹牛骨断体高 开始修炼铁骨精深宫 但修炼了两次后 熟练度面板终于有了变化 通脉进攻法 铁骨精深宫 第一重 6100 熟练度涨了一点 果然是牛骨断体高的原因 在不使用牛骨断体高的情况下 修炼两次才涨一点熟练度 使用牛骨断体高 一次就能涨两点熟练度 达到了四倍的修炼速度 得到了确认 魏征脸色一喜 这么说 以后修炼其他功法 也可以用类似的办法 让熟练度更快增加 牛骨断体高 让铁骨精深宫的熟练度更快增加 魏征甘镇门功法的镜头就更足了 接下来的日子 魏征全身新的干铁骨精深宫 每隔五天 就从金风赌方的抽走200两银票 用于购买牛骨断体高 24天后 魏征将一份牛骨断体高用完 接着查看属性面板的功法一栏 链体进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攻法 铁骨精深宫第五重 十二一板 铁骨精深宫的第五重 即便使用牛骨断体高 修炼一次也只增加一点熟练度 越到后面 铁骨精深宫的进度就会越慢 但他已经很满意了 有属性面板 每次修炼都能进步 比别人可强太多了 接着 他感受了一下 如今身体内的气血 气血积累也已经达到了初期的极限 突破至气血镜中期 就在这两天之内 他突破气血镜到现在 满打满算都不足一个月 这个修炼速度要是传出去 恐怕都会让不少人惊呼妖念 嗯 有人过来了 魏征耳朵微动 听到门外有脚步声 对方显然是故意加重了脚步 让他能够听见 很快 敲门声响起 周园的声音传了进来 老大 今天是发跃前的日子 临江房的弟兄们都已经到齐了 魏征打开门 走了出来 已经一个月了吗 接着 他看向周园 打量了一下后笑道 老周 不错呀 你已经练体精后期了 周园微微一礼 笑道 全靠老大观照 他帮魏征做假账 魏征每隔五天抽二百两银票 他也能够获得二十两的银票 有了充足的钱财 他购买了不少 辅助练体精修炼的丹药 提升速度自然不慢 这是你应得的 魏征摆摆手 接着道 走吧 叫几个弟兄 和我们一起去银库 是 老大 周园立刻去大厅 叫了几个帮众 一起去银库抬银子 大院内 吴明坐在左侧 下方四十几名帮众成四排站立 兴奋地交头接耳 因为今天是发放月钱的日子 你们说 这个月盈利了多少 应该超过了两千两银子 这么多啊 听说铁掌帮掌管林江坊的时候 一个月才盈利一千四百两银子 也不看看 现在我们金风赌方客流量多高 赚这么多 也很正常 盈利了这么多 不知道出了正常的月钱发放 魏头目会不会有其他的赏赐 希望有吧 清燕帮的普通帮众 每个人的月钱是五两银子 各个方式每个月能得到三成的收益 所以 房室内做事的普通帮众 他们的月钱都是由方式负责发放 至于其他的赏赐 就看自家掌管方式的大头目给不给了 很快 魏征就带着周园 还有四个抬着两口大箱子的帮众走了进来 原本交头接耳的四十几个帮众顿时站好 齐声大喊道 见过魏头目 见过魏头目 吴明也从座位上起来 赵堂主派他来盯着魏征 防止林江芳出什么乱子 结果这一个月来 魏征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闭关修炼 两人压根没什么机会打交道 当然 林江芳也没出什么乱子 反而越发的兴盛 魏征微微点头 走到众人面前 面对四十几名帮众 他目光扫视全场 随即一掌拍下 真气翻动 将两口大箱子打开 哐荡 白花花的银子赫然出现在众多帮众眼前 不少帮众眯起双眼 紧接着又睁大了眼睛 紧紧盯着那两大箱银子 银子他们并非没见过 可如此多的银子堆积一处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还是很震撼的 魏征开口问道 周元 我们这一个月 盈利了多少 周元上前汇报道 回味头目 我们这个月 一共盈利了2657两 在林江芳这么多帮众面前 他自然不能直接喊魏征老大 而是跟着普通帮众一样 直接喊魏头目 第十六章 立威 嗯 这么多 魏征听到2657两银子 微微感到诧异 他和周元每隔五天 抽取220两银子 这个月已经抽取了六次 总共是1320两银子 也就是说 林江芳一个月的真正收益 是近4000两银子 而铁掌帮掌管林江芳时 每个月也才1400两银子 盈利直接翻了差不多三倍 当然 现在账面上的数目是 2657两银子 连两倍都不够 相对现在客流量翻了几倍的林江芳来说 其实并不是很多 周元站在一旁 嘴角微扯 他知道魏征是惊讶 自己抽了这么多钱 账面上居然还有这么多 他开口称赞道 全靠魏头目金银有方 我们这个月才能赚这么多 他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要是没有魏征 改革金风赌方 他们的收益 肯定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甚至可能会更少 因为灭掉铁掌帮 接管地盘的那几天 金风赌方可没有开门 魏头目文武双全 无名佩服 无名笑道 下方的帮众也跟着喊道 魏头目 你是最棒的 魏头目威武 哈哈 各位弟兄过奖了 魏征笑着白白手 接着示意下方的帮众安静下来 他接着道 既然大家跟着我魏征混 我也不会亏待你们 这个月的月前 每人七两银子 二千六百五十七两银子 其中七成要上交帮众 三成才是他们的 即便是三成 那也有七百八十两银子 每个帮众七两银子 也才三百多两 至于剩下的四百多两 那就是属于 他这个大头目的 这笔钱财 魏征是可以光明正大使用的 哇 七两 我没听错吧 这么多 魏头目大气 魏头目威武 在场的帮众 兴奋地欢呼起来 因为魏征给的月钱 要比他们想象的太多太多了 足足多出了二两银子 广宁府普通人的收入 一个月也就二三两银子 这笔钱刚好能养活一家子 但亲艳帮的帮众 他们不仅要养家 还要练武 哪怕不够买辅助修炼的物品 普通的肉食 是绝对少不了的 否则身体亏空 只会练坏自己的身体 五两银子的月钱 只够他们正常生活 即便有余钱 也不会太多 如今多出二两 积攒几个月 就可以购买一份 辅助修炼的资源 对他们这些底层帮众来说 突破至气血镜的希望 就更大了 如何不让他们兴奋欢呼 就连吴明也都内心激动 天可怜见 他虽然跟着赵堂主 看似比普通帮众的地位要高 但月钱依旧只有五两银子 赵堂主贪财 可不会给他们多发一文钱 等众人兴奋得差不多 魏征这才抬了抬手 让他们再次安静下来 不过 他话音一转 肃然道 拿了银子 你们就要守规矩 据我所知 你们这一个月 没少在长春间内的小摊位 要武扬威 吃了东西不给钱 拿了东西就走 魏征还事一周 在场很多帮众都低下了头 不敢和他对视 这种事 不少帮众都已经当成了惯例 有的甚至更加过分 在收摊位费的时候 还故意要多一点 趁机中饱私囊 魏征冷声道 你们占了小摊位的便宜 是不是还洋洋得意 哼 愚蠢 你们这是 在损害自己 和我们整个林江坊的收益 小摊位坐不下去 或者离开我们林江坊 我们的摊位费的收入就少了 小摊位少了 长春街的客流量 必然会有所下降 就会导致更多的小摊位赚不到钱 从而坐不下去 选择离开林江坊 来长春街的客流少了 我们金风赌方的客人 也会跟着变少 难道你们想和以前 铁掌帮掌管的林江坊一样 一个月只盈利1400两银子吗 真到那个时候 你们还能有每人7两银子的月钱 文言 众多帮众也反映了过来 他们要是影响了林江坊的收益 最后吃亏的是 他们自己 能够领到7两银子的月钱 谁想只领5两银子的月钱 他们占那些小摊位的便宜 能一个月占到2两银子的便宜 能占到2千银子就不错了 既然你们拿了钱 又坏了规矩 就休怪我魏征无情 魏征拿出一个小本子 这个本子是来大厅之前 周元给他的 他虽然不怎么管理林江坊 但也不是什么都不过问 他特意让周元暗中收集消息 将不守规矩的帮众名字记下 魏征就是在今天立威 好方便以后管理这些帮众 当然 让周元收集消息的事 肯定不能让在场的帮众知道 毕竟这会得罪不少人 小本子上的字迹 也是周元的 所以 魏征自己打开小本子 开始念了起来 王二玛 李东 张峰 随着二十多个名字念出来 被点到名字的帮众 纷纷神色紧张起来 周元 这些点到名的 美人石棍 现在就打 魏征收起小本子 冷声道 是 魏头目 周元指挥剩下 没被点到名的帮众 让他们拎来棍子 开始执行命令 一时间 棍棒到肉的声音 鬼哭嚎叫的声音 此起彼伏 很快 石棍打完 二十余人皆 面色痛苦 强撑着身躯 缓缓站起 毕竟都是练过舞的 最弱的都是练体径 而且打的还是屁股 这石棍还要不了他们的命 还可以正常地练舞 最多让他们痛个五六天 魏征手指 敲了敲桌子 看向下方的帮众 今天这石棍 是让你们记住 什么是规矩 以后如果再翻 可就不是石棍那么简单了 当然 如果你们谁不想守我的规矩 现在就可以拿着月前走 我魏征绝不会拦着 现在清烟帮的不少方式 正式缺人的时候 普通帮众换个方式做事并不难 他们临江方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帮众 那完全是赵堂主安排过来的 赵堂主把自己方式 没事可做的帮众 都调到其他方式 这样就可以节省 一笔普通帮众月前的支出 听到魏征的话 二十多个被打的帮众没人出声 更没人选择离开 每个月七两银子的月前 他们谁要是真的离开临江方 那就真的太傻了 更别说以后临江方盈利增加 他们的月前可能还会上涨 第十七章 亲验帮总堂 行了 该罚得也罚了 大家上来领月钱吧 被打的二十几个弟兄 我个人出二千银子 你们去找大夫买几副爹打的羔药 最多两天就好了 魏征这一招大棒加萝卜 算是真正完全掌控了整个临江方 不说另行禁止 至少威望已经足够 可以轻易使唤地 动这些临江方的帮众 听到魏征私人出钱给他们买羔药 二十多名被打的帮众 原本心底还有一丝怨气的 此刻也烟消云散 虽然挨了顿打 但也不是白挨的 更何况 他们确实也做错了事情 本就该受到处罚 魏征今天立威的效果达到 也就不再搞事 笑着吩咐道 周元 给大家发月钱 是 魏头目 周元则应了一声 开始给各个帮众登记 领钱 画鸭 魏征从箱子里 挑出一块十两的银子 来到吴明的面前 吴明 你不是我们临江坊的人 不过既然赵堂主派你来临江坊帮我 这月钱肯定是我们这边给 这是你的月钱 十两银子 吴明一愣 即便临江坊这边给他发钱 但不是说好的七两银子吗 魏征笑道 多出了三两银子 是我私人给你的 算是感谢你在临江坊帮我的忙 魏头目客气了 我可没有帮什么忙 吴明尴尬 笑着摆摆手 他哪有帮什么忙 在临江坊这边 每天吃好喝好 大把空余的时间练舞 他这个月的武道修为都增长了一点 只差最后一步 就能将自己的炼体径 功法修炼至第九中 滋生气血 到了这一步 他只需积累气血 等气血达到一定程度 身体完成气血的蜕变 即可突破至气血径 可惜 他跟着的赵堂主太过于贪财 每个月 只给他五两银子的基本月钱 他需要积攒好几个月的钱财 才能购买一份辅助修炼的丹药 如今魏征给他十两银子 要是每个月都有这么多的话 他有信心在半年后突破至气血径 这一刻 他突然觉着 眼前的魏征是个很好的头领 他是亲眼见证魏征崛起的 有勇有谋 经营有道 又对待手下大方 比跟着赵堂主要好多了 现在就有了 魏征嘱咐道 待会上交这个月的利钱 你在赵堂主面前 帮我多说几句好话 等发放完帮众的月钱 他们就要把这个月的七成利钱交上去 吴明慧一道 魏头目把临江坊管理得很好 没出任何乱子 赵堂主肯定很满意 我自然也希望赵堂主满意 魏征轻声道 临江坊上交七成的利钱 就是1860两银子 可比他之前承诺 给赵堂主的1200两银子 要多了整整660两 但赵堂主出了名的摊财 他也没有把握 这些钱能不能真的满足对方 想到这 魏征眼睛微微一眯 希望赵堂主能够知足 有钱大家一起赚 否则 四十几个帮众的月钱很快就发完 周元拿着账本来到魏征的面前 魏头目 弟兄们的月钱都已经发完了 这是剩下的所有钱 说着 他将460两的银票递给魏征 魏征接过银票 当着众人的面 拿出一张十两的银票 放到周元的手上 周元一愣 魏头目 我这个月的月钱已经领过了 这是你替我管理太和酒楼 和月峰客栈账本的月钱 魏征笑道 文言 在场的众多帮众 羡慕又极度地看着周元 羡慕极度周元能够获得这么高的收益 这可是十两银子啊 奈何他们连账本都看不懂 更别说管理账本了 多谢魏头目 周元笑着收下银票 他知道 这是魏征在兑现以前给他的沉默 有了这两笔月钱 接下来他花钱也能少一些顾忌 购买辅助炼体净修炼的丹药 快速提升修为 在众人眼中也变得合情合理 走吧 叫几个人把钱箱抬上 我们去总堂那边 把这个月的利钱交上去 是 魏头目 来四个人抬箱子 去东城区总堂 清燕邦总堂 此时堂口的大厅热闹无比 今天是清燕邦统一发放月钱的日子 也是各大方式上交利钱的日子 清燕邦如今坐拥22座方式 每个堂主都管辖着七八座方式 收益差不多翻了一倍 三个堂主坐在大厅的主位上 看着下方帐房清点各个方式送来的银两 坐在最中间的是内务堂堂主张志虎 坐在左边的是站堂堂主陈忠 坐在右边的行堂堂主赵胜东 陈忠对着赵胜东不满道 赵堂主 你凌江坊那边的金风赌方 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现在我这边的赌方生意都差了很多 广宁府的市场就这么大 凌江坊的客流量暴涨 那么其他方式的客流量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仅挨着凌江坊的其他方式最为明显 刚好陈忠管辖的七座方式中 就有两座方式挨着凌江坊 即便这两个方式的赌方 也都学了金风赌方 但赌方的名气和先入为主的观念 也已经让他们流失了一部分的老客户 赵胜东淡淡道 陈堂主 客人想去哪我可管不着 你要是有手段 也搞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让客人都去你那边的赌方 陈忠冷哼一声道 赌方的事情暂且不论 那凌江坊的味争又是怎么回事 斩杀大头目黄武长 残害同门 你这个邢堂的堂主不仅不治他的罪 反而让其做凌江坊的大头目 你这是包庇 乱用职权 不配做这行堂堂主 赵胜东冷笑道 我配不配做邢堂堂主 不是你说了算的 黄武长袭杀同门 冒领魏征的功劳 此事罪证确凿 此乃死罪 我让魏征亲自出手击杀 是顺便让他报仇罢了 至于凌江坊的大头目 这功劳本就是魏征的 这个位置自然也是他的 我可没有乱用职权 所以郑呢 拿出来让我看看 陈忠伸手道 人证物证都有 赵胜东呵呵一笑 不过 我何须拿给你看 黄武长要是真有实力 斩杀铁掌帮的大头目 也不至于被受伤的魏征一刀斩了 这还需要给你证据吗 哼 这算狗屁的证据 那是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 说魏征冒领了他的功劳 然后当场把魏征杀了 就是他说的对 陈忠继续纠道 我刚刚不是说 有人证物证吗 那你倒是拿出来给我看看啊 你说给你看 就给你看啊 够了 别吵了 内务堂堂主张智虎出声 制止了两人的争论 他沉声道 这点利益算什么 等第四位堂主选出来 我们都要让一部分利益出来给他 你们还是想想 该给多少利益吧 第十八章 宁丹进密库的消息 什么 邦里要选第四位堂主 张堂主 你从哪得到的消息 赵盛东和陈忠听到这个消息 两人的面色顿时一沉 好不容易灭掉铁掌帮 地盘扩大了一倍 收益也翻了差不多一倍 正是他们大转特转的时候 现在居然要多出一位堂主 来分配他们的利益 前几天我和左护法 追查铁掌帮余孽的时候 听他提了一句 张智虎道 嗯 铁掌帮余孽 他们居然还没离开广宁府 赵盛东惊讶 他们留在广宁府 难道还想替他们的帮主报仇 陈忠疑惑地问道 报仇 张智虎摇头道 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 哪来的实力报仇 要不是府城大人那边开了口 让我们清燕帮放他们一条生路 他们连离开广宁府的机会都没有 府城乃是广宁府的二把手 铁掌帮以前没少上贡 这才有了这么一条活路 他们清燕帮除了自己背后的靠山 也会上贡一部分收益 给广宁府的一把手 广宁府的辅主 那他们留在广宁府干嘛 赵盛东问道 根据帮主他们获得的情报 铁掌帮帮主有一处密库 里面不仅有宁丹镜的功法 还有几种辅助突破境界的宝药 有辅助突破至先天镜的 也可能有辅助突破至远海镜的 张智虎道 辅助突破至先天镜的宝药 赵盛东和陈忠精神一阵 他们都是同迈镜后期 只差一步就能突破至先天镜 这种辅助突破的宝药 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怪不得他们要留在广宁府 陈忠兴奋到 铁掌帮帮主已死 这处密库谁能找到 获得里面的东西 不仅可以突破至先天镜 就连远海镜也有望突破 不过 这和帮内选第四堂主 又有什么关系 赵盛东问道 帮主和副帮主 有一把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公布出来 青燕帮内 谁先找到这处密库 就可以成为青燕帮的第四位堂主 张智虎道 不论实力吗 陈忠咒梅问道 在座的三个堂主 哪一个不是敢打敢拼 才坐到这个位置的 如果靠运气 就能成为堂主 和他们平起平坐 他觉得太不公平了 这个就不清楚了 张智虎道 但能够找到铁掌帮帮主密库的人 实力肯定不会弱到哪里去 一个宁丹镜强者的密库宝藏 不是那么容易开启的 赵盛东心中一动 开口道 张堂主 你说 如果是我们找到的密库 那选第四位堂主这是 既然找到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就能成为青燕帮第四位堂主 那他们这些堂主找到 那就没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了 张智虎摇头道 即便是我们找到密库 这第四位堂主也会选出来的 你以为帮主和副帮主 是为了密库才给出的堂主之位吗 真正的原因 是我们青燕帮如今地盘翻了一番 帮众又再逐渐增加 需要再挑选出一位堂主出来 才能更好地掌控这22座方式 赵盛东和陈忠默然 他们作为管理者 自然清楚 这个月以来 对各个方式的掌控 确实下降了很多 赵堂主 陈堂主 张智虎接着道 既然第四位堂主必定会选出来 你们肯定都想让自己人来做这个位置 但我们三人各自为战 找到密库的机会不大 假如我率先找到了线索 你们两个怕事 不会让我如愿找到密库吧 到时候 我们争来争去 不仅密库没找到 这第四位堂主的位置 也不知道会便宜了谁 张堂主 那你的意思是 赵盛东和陈忠 看向张智虎 张智虎神色一正 这才说出自己的真正目的 所以合作吧 我们三方联手 一起把铁掌帮帮主的密库找出来 只有找出密库 我们才能真正获得突破境界的保药 到时候 我们再推出一人来做这第四位堂主 明面上让出一部分利益给这个堂主 暗地里可以把属于我们的利益收回来 大家都能保持现在的收益 张智虎说完 目光看向赵盛东和陈忠 两位觉得如何 赵盛东听得非常心动 这个合作 他不仅可以获得突破境界的保药 还能保持现在的收益 所以几乎没怎么犹豫 他就汗手道 我同意合作 得到赵盛东的答复 张智虎的目光转而看向陈忠 陈忠歪头笑了笑道 这种好事 我自然也愿意合作 三人达成了共识 气氛顿时缓和了不少 这时 魏征带着人进入堂口的大厅 来到三位堂主面前 见过赵堂主 张堂主 陈堂主 一行人拱手一礼 赵盛东微微汗手 笑问道 魏征 这个月临江坊上交多少利钱 如今临江坊的金风赌方爆火 之前魏征向他承诺的 一千二百两银子的利钱 绝对可以做到 甚至会超出不少 但他就是特意开口询问 魏征就是在陈忠面前嘚瑟一下 顺便气一气陈忠 魏征不知道赵盛东的心思 他回道 陈江坊这个月上交一千八百六十两银子 好 好 好 干得不错 赵堂主拍手叫好道 每个方式上交的利钱 有两成是属于堂主的 一旁的陈忠面色微沉 对着魏征冷哼一声 目光泛着怒意 陈江坊多赚的钱 有不少是他两个赌方的一部分老顾客所贡献 魏征听到声音 看向陈忠 顿时就看到了 对方那不满怒意的目光 想到刚刚赵盛东开口询问他 这个月的利钱 他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他这是被赵盛东当成刀子 插了陈忠一刀 也怪不得陈忠对他摆着这种臭脸 对此 魏征选择无事 臭脸就臭脸吧 反正对我没啥损失 至于陈忠会不会报复 这一点他倒是不担心 如今他是青雁帮的大头目 顶头上司又是赵盛东 即便犯错 也是由赵盛东来处罚 陈忠根本奈何他不得 赵盛东见成功气到了陈忠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笑了一会后 他才开口道 魏征 把账本和钱箱交给账房合算吧 离开的时候 别忘了去丹药店领取你的丹药 大头目的职位 可不仅仅是权利 每个月还可以在丹药店 领取一瓶辅助修炼的丹药 魏征应了一声 随即吩咐周元他们 把账本和钱箱交给总堂的账房 第十九章 左护法公布密库消息 交给总堂的账本 自然不是什么详细的账本 总堂的账房 也没那么多时间和人手来 一一审查这么多详细的账目 他们只需看每个方式的总账本 以及确定钱箱内银两的数目 基本上和以往的数目相差不大 或者没有少太多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等银两数目和总账本都核对完 确认没有问题后 管理方式的大头目 只需签字 画押 就可以离开总堂 当然 即使核算完了账本和银两 也没有哪个大头目 真的敢直接离开 毕竟三位堂主都还在这坐着 他们要是谁率先离开 恐怕前脚刚跨出门 后脚就有人来审查方式的详细账目 查查有没有少算一文钱 所以 除了魏征之外 此刻二十一个大头目 全都在大厅内坐着 即便核算完了 也没有离开 不过 这二十一个大头目 却明显分成了三个派系 魏征扫视眼 就向着赵堂主那边的派系走去 无论他承不承认 现在他归赵东来管 就是他们一个派系的 二十一个大头目 也都打量着走过来的魏征 有的只是好奇 有的微微点头致意 也有的面露不悦之色 魏征看到 对他面露不悦之色的大头目 不用猜也知道 肯定是临江坊附近几个方式的大头目 魏征 坐我这边 一个有着一脸落腮糊的壮汉 向魏征招手 邓老大 魏征走到壮汉面前拱手一礼 眼前的这位壮汉 名叫邓旭峰 是前身以前跟着的大头目 邓旭峰有些责怪道 你还叫我邓老大 看来你还没忘了我邓旭峰 邓老大说笑了 我怎么可能忘了你 魏征笑着坐了下来 邓旭峰拿起茶杯抿了一口 没忘了我 怎么这么久都没来找我 我还以为你当上了林江坊的大头目 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魏征岂敢不把邓老大放在眼里 魏征解释道 我刚刚接手林江坊 第一次管理这么多人 这么大的方式 一时间忙得疏忽了 邓老大勿怪 待会我在最新楼设宴 罚酒三杯给你赔罪 这一个月 他确实有意避开 和前身比较熟悉的人 甚至直接住在林江坊的堂口 没有回自己的住处 毕竟他终究不是真正的魏征 万一有些行为不对 难免会被人怀疑 但有了这一个月时间的过渡 加上他已经当上了大头目 即便和以前不太一样 别人也只以为 是他坐上大头目的位置后 变了 并不会想太多 听到魏征的解释 邓旭峰也不再责怪 笑道 三杯太少了 怎么也要三碗才够近 没问题 魏征一定让邓老大 你喝得尽兴 就在这时 一道凌厉的气势破空而来 一个身穿轻袍 身材消瘦的中年男子 飞略进入大厅 刚戒 先天境强者 真气宁刚 踏空而行 这是先天境强者的标志 见过左护法 看到来人 原本作者的三个堂主 顿时立刻起身行李 见过左护法 大厅内的所有帮众 连忙停下手中的杂事 又或者起身 齐齐行李 左护法目光 扫视一眼大厅 微微点头 刚好今日人齐 我来传达帮主的一道命令 文言 张志虎等三个堂主 彼此对视一眼 已然心中有数 在场的帮众 则都好奇疑惑 是什么命令 左护法也没卖关子 直接宣布到 帮主不久前获得消息 铁掌帮帮主 在广宁府 留有一处密库 里面有宁丹静的功法 以及突破境界的保药 帮主有意 找出这一处密库 所以 凡我亲眼帮帮众 只要谁能找到这一处密库 就能成为我亲眼帮的 帮众顿时哗然一片 死 第四位堂主 我要是找到密库 那不是一步登天了 哈哈 老子的机会来了 只要我坐上堂主之位 之前欺负过我的都要付出代价 我一定要找到密库 在场的帮众 不少人激动得恨不得 立刻离开大厅 现在就去找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但大厅内 还有左护法和三个堂主在 谁也不敢第一个离开 左护法似乎知道 在场帮众的心思 他右手抬起 是以所有人安静 待大厅内喧哗的声音沉寂 他这才开口道 张之虎 赵盛东 陈忠 你们三位堂主 跟我去见一下帮主 是 左护法 三个堂主齐声应道 他们知道 这第四位堂主要是选出来 肯定要他们 让出一部分权利和利益 帮主见他们 肯定是 谈这方面的事情 左护法和三位堂主一离开 在场的帮众 就如同脱江的野马一般 鱼贯而出地离开大厅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 把整个广宁府翻一遍 把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给找出来 在场的大头目 请客间走了一大半 清燕帮的第四位堂主 有几个人会不心动 魏征 倒是安然地坐在座位上 一点也没有着急离开的意思 他有属性面板 这个金手指 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对他的吸引力 其实并不是很大 当然 他的账本和银两数目 都还未核对完 也没那么快能够离开 魏征 最新楼我是去不了了 邓旭峰兴奋 知色异于言表 这次是个 难得的机会 如果我能成为堂主 到时候请你到天香楼 搓一顿好的 邓老大 那我就等着天香楼的 这一顿饭了 魏征笑着祝福道 天香楼乃是广宁府 第一酒楼 其做的药膳 不仅好吃 还能提升舞者的修为 哈哈 多谢你吉言 我先走了 邓旭峰摆摆手 随即大不留心地离开大厅 原本热闹的大厅 不过片刻之间 其中一半还是在负责核对账本 和银两的账房 一直跟在魏征后面的周园 并未离开 他来到魏征面前 低声问道 老大 要不我先回邻江房 让弟兄们 先在邻江房找找 万一这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就在我们邻江房呢 邻江房上个月 还是铁掌帮的底盘 密库藏在他们邻江房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各个大头目回去 肯定也是第一时间 先搜查自己掌控的方式 第二十章 单药店 不用急 魏征淡淡的摇头 要是这个密库 这么容易找到 咱们帮主 也不会公布出来了 老大说的有道理 周园恍然 魏征笑了笑 其实他还有话未说完 一个宁丹静的密库 清燕帮的帮主 怎么可能不想要 估计早就派人找过了 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清燕帮 突然把这个密库 公布了出来 这里面 定然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隐情 毕竟这个密库 看似在清燕帮公布 但跟通告 整个广宁府 有什么区别 估计要不了多久 找寻密库的 就不止他们清燕帮 而是整个广宁府 各个大大小小的势力 这里面的水很深 他已经察觉到了 一丝不对劲 所以 对找铁掌帮帮主 密库的事情 他并不太伤心 与其浪费时间 去找那虚无缥缈的密库 他还不如继续 干铁骨金身宫 将自己的实力 快速提升上去 办住箱后 总堂的帐房 将临江房的帐本 和银两树木盒兑完 魏征签字 画押后 这才带着周园 离开大厅 前往丹药店 作为亲燕帮的大头目 每个月 可以在总堂这边 领取一瓶丹药 用于修炼 还未靠近丹药店 一股淡淡的药香 就扑面来 一座青色的阁楼 映入魏征的视线之中 阁楼的正中间 挂着一块牌匾 上面写着 丹药店 三个字 魏征带着周园 进入丹药店内 一个有着灰白头发的 半百老者 正指挥着徒弟 归拢丹药瓶 都仔细点 药瓶别放错了位置 大头目和堂主的丹药 可不一样 这要是搞混了 你的麻烦就大了 见到魏征带着人进来 老者连忙上前招呼 两位是来领丹药 还是购买丹药的 既领丹药 也购买丹药 魏征拱拱手道 在下魏征 临江房的大头目 不知道丹师如何称呼 领取丹药 需要出示什么评证 原来是魏头目 老者拱手回礼 在这里 大家都称我魏丹师 至于领取丹药 只需出示腰牌即可 大头目 是一块银色的腰牌 上面有名字和职位 至于堂主 则是金色的腰牌 魏丹师 这是我的腰牌 魏征将自己的银色 腰牌摘下 放到桌上 魏丹师拿起 腰牌辨认了一下 确认真伪后 从归拢好的药框内 拿起一瓶丹药 递给魏征 魏头目 这是你这个月的丹药 里面是十粒血餐丸 能够加快真气 和气血的提升 说着 他在账本上 书写魏征的信息 你现在可以在这里 检查丹药 没有问题的话 就在这里签字画压 出了这个门 有任何问题 都与我丹药店无关 闻言 魏征打开药瓶 将里面的十粒血餐丸 导在手心 血餐丸呈暗红色 整体饱满圆润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餐香 闻一下 就感受到了气血的躁动 血餐丸没有问题 魏征将十粒血餐丸 倒回药瓶中 在账本上签字画压 这是证明他 已经领过了丹药 领完丹药 魏征没有带着周元离开 而是开口问道 魏丹师 不知道邦里的气血丹 血餐丸和牛骨断体膏 都是怎么卖的 邦里的丹药店 是专门售卖丹药 给邦种的 价格比外面的市场价 稍低一些 这算是加入 青燕邦的小福利 只不过之前 他和周元获得的钱财 是贪污所得 无法光明正大的拿出来用 所以只能在外面 偷偷购买东西 但现在 他和周元 刚刚获得这个月的月钱 这些钱 都是能够见光的 那就不用顾忌什么了 魏丹师摸了摸灰白的胡子 气血丹45两银子一颗 血身丸9两银子一粒 牛骨断体膏 9两银子两份 九折优惠啊 魏征买过牛骨断体膏 市场价两份就是10两银子 而青燕邦内的丹药店 只需九两银子 当然 即便九两银子 邦内的丹药店 也是很赚的 只不过赚得少一些罢了 魏征 从身上拿出一叠银票 今天刚到手的 450两银票 还未午热 现在就要花销掉一大半 他点出360两的银票 放到桌上 我要买20粒血参丸 和40份牛骨断体膏 他免费领取了10粒血参丸 现在再购买20粒 刚好一天一粒 足够一个月用了 牛骨断体膏 能够加成铁骨金身工的熟练度 这个 是必须要买的 看到桌上的一叠银票 魏丹师微微一愣 一个新进的大头目 能够一下子 拿出360两个银票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 难道是哪个 帮中高层的子嗣 可帮中高层 也没有行为的啊 见魏丹师 没有去拿丹药 魏征问道 怎么 难道不能一次购买这么多丹药 老者回过神来 笑道 当然不是 血参丸和牛骨断体膏的储量 一直很足 帮中也没限制购买的数量 胃头目请稍等 接着 他吩咐一旁的徒弟 小叶 去拿40份牛骨断体膏过来 至于血参丸 药框这里 就有足够的份额 不需要再去拿 一旁的周园 犹豫了一下 并没有开口购买汽血丹 他这个月明面上 获得的月钱 可买不起价值 这么高的丹药 一旦在这里 购买汽血丹 太过引人注意 道士不仅害了自己 还可能害了魏征 外面买是贵了一点 但至少不会引人注意 很快 魏丹师的徒弟 就双手捧着一个小箱子 走了出来 将其放到桌上 魏丹师也从药框拿出两个 装着血参丸的药瓶 一起放在小箱子旁 胃头目 这是你要的20粒血参丸 和40份牛骨断体膏 魏征打开检查了一下 药没问题 树木也对 也就交给旁边的周园拿着 前或两期后 魏征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他开口道 魏丹师 魏某还有件事想向您请教 请教不敢当 魏头目想知道什么 魏丹师笑呵呵道 现在魏征在他眼中 就是妥妥的大客户 魏某想知道 广宁府的市面上 有哪些宝药 能极快提升气血 和真气的积累 并且没有副作用 魏征问道 虽然和普通的 气血进武者相比 他现在的修炼速度 已经很快了 但修炼铁骨精神功 生出的气血 一半都要用于炼体的消耗 终究是拖慢了气血 和真气的提升速度 既然如此 那他就购买好的宝药 弥补这方面的短板 血餐丸是其中一种 但血餐丸只是相对来说 性价比高的丹药 比血餐丸效果 更好的宝药 还有不少 只是 圆主以前只是普通帮众 对于气血进辅助修炼的宝药 了解的不多 但作为丹药店的丹师 魏丹师肯定比较清楚 第21章 三种宝药 迅速提升气血 和真气的积累 并且没有副作用 魏丹师摸了摸胡子 目前广宁府的市面上 我知道的 就有三种 一种是药兔 以药材饲养的益兽 据说是兔类妖兽 和普通兔子繁衍的后代 这兔肉蕴含大量的药力 一般用于气血镜 突破小境界使用 当然 也可以用来迅速壮大气血 提升真气 就是有点浪费 第二种 就是云参血淋丹 是云州骨家所研制的丹药 魏丹师说到云州骨家 眼中泛着一丝尊崇 云州骨家乃是传承了数千年的 古老世家 以炼丹至丹文明 我们大前皇朝 这一颗云参血淋丹 就堪比二十例血餐丸 而且药力温和一炼化 是辅助气血进武者 修炼的极品丹药 魏丹点点头 第三种是什么 这第三种是三叶桂圆汤 据说是用人参 血餐和雇圆草的叶子 熬制而成的药膳 不仅美味 也能迅速壮大气血 提升真气 这三种宝药 在哪里可以买到 魏丹师道 药徒饲养不易 市面上很难见到 一般只出现在 每月一次的拍卖会上 据说广宁府的黑市也有 但我没去过黑市 就不清楚这个消息 是不是真的 至于云参血淋丹 广宁府各个大商会 或者和谷家 有合作的丹药铺 都会有卖 三叶桂圆汤 就只有天香楼才有 也是他们的独门药膳 而且想要喝 还得预定 天香楼被誉为 广宁府第一酒楼 就是因为其药膳乃是一绝 得到了想要的消息 魏征拱手道谢 多谢魏丹师不吝相告 魏头目客气了 这些保药又不是什么密文 只要稍加打听 就能知道 无需言谢 魏丹师笑着白手 话虽如此 但魏征知道 这些保药的信息 对魏丹师 这个圈内人来说 不算什么 但真要让他去打听 花费数日的时间 才能了解得这么清楚 丹药已买 消息也打听到了 魏征没有多留 和魏丹师道别后 带着周园离开总堂 临江房堂口 后院 魏征让周园 把小箱子放到桌上 随即拿出一个药瓶 老周 这是给你的 老大 这是 周园接过药瓶打开 里面赫然有两颗 暗红色的丹药 他眼睛一亮 惊喜到 气泻丹 如今 他已是炼体经后期 虽说功法 还未达到第九重 气血还未滋生 但有着充足资源 辅助修炼的他 有信心这个月 将功法炼至第九重 达到第九重 滋生气血 就需要气血丹 这种宝药来加速气血的积累 魏征道 老周 跟着我魏征 不会亏待你的 这两颗气血丹 是他之前突破气血镜后剩下的 突破至气血镜 这气血丹就用不上了 现在正好拿来送给周园 多谢老大 周园感动不已 这两颗气血丹 哪怕在青燕邦的丹药店内购买 也要九十两银子 这笔钱 按照他以前 每个月无两银子的月钱 去除日常的花销 两年半都不一定能够凑够 这两颗气血丹 可以减少你半年积累气血的时间 魏征交代道 你想要突破至气血镜 估计还要三四颗气血丹 到时候 你在邦内的丹药店购买就行了 在丹药店购买气血丹 不仅有九折优惠 到时候 你这么快突破至气血镜 也有迹可循 以你现在一个月十五两银子的月钱 加上积蓄 再去找别人借一点钱 购买几颗气血丹 不会引起什么注意的 是 老大 周园应道 好了 我要开始修炼了 丹江房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魏征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刚刚购买的血餐丸 和牛骨断体高 他现在的气血积累 已经达到了初期的极限 如今有了血餐丸 他想试试今天 能不能让修为突破至气血镜中气 对了 差点忘了 铁掌帮 帮主密库的事情 你也通知下去 让我们丹江房的帮众 开始搜找 虽说 他对这什么宁丹静密库 没太大的兴趣 但也要做做样子 假装很想要获得 免得太过于特立独行 毕竟现在整个青燕帮上下 都在疯狂地找着 这个密库 周园嘴角微扯 他怎么感觉老大 对宁丹静的密库一点 也不上心 这都能差点忘掉 老大 估计不用我通知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那四个台前箱的 比我们先回来 好一阵了 那也要通知他们 顺便告诫一下 丹江房 他们可以随便搜找 但不可以给我弄出什么乱子 魏征对宁丹静的密库 不怎么上心 但自己的钱袋子 还是很看重的 没有丹江房 他哪有这么富裕的钱财 来购买丹药修炼啊 明白 周园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保证道 老大请放心 我会盯着他们的 绝不会让丹江房出乱子 去吧 要是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来找我 是 老大 周园离开房间 魏征则开始往身上 涂抹牛骨断体膏 然后吞下一粒血餐丸 开始修炼 铁骨精身工 带一份牛骨断体膏消耗完 魏征开始查看 属性面板的功法一栏 通脉进功法 铁骨精身工 第五重 十四一百 一份牛骨断体膏 可以修炼两次铁骨精身工 到了第五重 每次修炼 只长一点的熟练度 熟练度增加了两点 和以前的还是一样 不过 吞服了血餐丸 这次生出的气血 比之前的多了三分之一 这样一算 血餐丸让我的气血增长速度 提升了三分之一 血生丸的药力还在 也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 魏征也是第一次吃血生丸 而且也没有人能像他这样 这么一直修炼功法 不过 管他药力能够持续多久 我现在血餐丸充足 牛骨断体膏也充足 今晚加加班 有希望将修为突破至气血镜中期 想到可以修为突破 虽然只是一个小境界 但魏征依然干尽十足 在休息了一小会后 继续干铁骨精身工 第22章 突破气血镜中期 结算收益 皎洁的月光的灰洒而下 空旷的街道上 打根人手提铜锣 敲着竹帮子 关门关窗 防盗防偷 竹帮子连续两次有节奏的敲打 代表已经来到了 害时二等时分 临将防后院 房间内 魏征周身气血如虹 热浪生腾 将整个房间的温度 都提升了十几度 终于突破了 气血镜中期 魏征感受着自身 越发强盛的气血之力 气血凝实如虹 真气也涨幅了一半 气血镜初期的气血如烟 因为气是一缕一缕的 如烟一般 到了气血镜中期 气血如虹 不再是一缕一缕 而是汇聚成一条 细细的长虹 流转周身 至于气血镜后期 就是气血如龙 气血凝实 如龙似虎 能够将身体的力量 发挥到极致 突破的愉悦心情 渐渐退却 魏征开始考虑 接下来的安排 如今突破至气血镜中期 这个月应该可以将 铁骨金生宫的气血篇 修炼至第九重 现在又有了血餐丸 在购买其中一种 能够迅速提升 气血和蒸汽的保药 这个月或许还可以将 修为突破至气血镜后期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从刚刚迈入 气血镜初期 到气血镜后期 这修炼速度传出去 太过于引人注意 也需要购买一本 可以隐藏修为的 辅助功法来修炼了 购买丹药 药膏还有功法 都需要钱啊 是时候跟太和酒楼 和月峰客栈结算 上个月的收益了 丹药和药膏 他刚刚从丹药店 购买了不少 这段时日是够用的 暂时不用花钱 但隐藏修为的辅助功法 他现在身上 也才一百两银子不到 根本买不起 至于上个月 每隔五天 从账上抽的二百两银子 他购买四十份 牛骨断体高 五天就能消耗完 根本没能存下一点钱 一日一早 魏征就派人 去通知王太和李峰 让他们带钱 过来结算 上个月的分成收益 他这钱来路很正 自然要光明正大的药 别人知道他有钱 看他购买这么多丹药和药膏 也不会太过于惹人注意 很快 王太和李峰 就连妹来到 林江坊的堂口 进入大厅 王太 李峰 见过魏头目 两人拱手见李 王老板 李老板 两位请坐 魏征坐在主位上 邀请两人入座 随即对门外的帮众喊道 上茶 吩咐完手下 他看向王太和李峰 两位老板 我这林江坊堂口 都是普通的茶 还请两位不要嫌弃 哈哈 魏头目客气了 你这茶 我巴不得经常来喝呢 王太笑道 李峰也是笑道 正是如此 魏头目的 经营手段 着实让人佩服 现在不知道 有多少老板 想和你品茶闲聊 获取一些见识 两人一开口 就是连连不断的马屁 听得魏征心花怒放 毕竟好听的话 谁不喜欢听呢 两位今天的心情这么好 看来上个月赚的不少 魏征嘴角微扬 他深知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这两人 对自己这般夸赞 是有利可图 哪里哪里 我们现在 能够赚这么多 全靠魏头目 你的照顾 王太道 比起魏头目的 金峰赌方 我们赚的这点时 再不值一提 李峰也是附和道 两人话里 虽然谦虚 但上个月 确实比以前赚得多 先不说 金峰赌方的这边的客单 随着林江坊的客流上涨 来这边 吃饭住宿的顾客 也跟着多了不少 他们的生意 自然越来越好 两人说完 彼此对视一眼 从怀里 掏出一叠银票 虽然我们赚得不多 不过按照我们签订的契书 我们这里 要退给你两成的银子 他们很清楚 今天魏征 喊他们来躺口的目的 所以早就将钱 都带来了 说吧 两人起身 上前把银票 放到魏征的桌前 魏头目 你手上也有 上个月我们交易的账本 你点点银票 看看数目对不对 金峰赌方的顾客 是从赌方内下单的 然后订单 到太和酒楼 和月峰客栈 所以 魏征手上 有详细的账本 由周元负责管理 王太和李峰 看着魏征清点银票 即便昨天 他们算总账的时候 已经知道了数目 也不由得有些肉疼 这两成的银子 可不是利润的两成 而是营收的两成 特别是王太 他太和酒楼那边 除去成本和人工 赚到的利润 居然还没有魏征赚得多 李峰是成本低 这才能做到 赚得比魏征多一些 当计算出总账后 他们才明白 当初为什么魏征 在违约赔偿那里 要设置三千两银子 那么高 当时他们还真信了 魏征的鬼话 认为 这个规定 对他们更有利 现在他们只能 硬着头皮认了 至于毁约 那可是要赔偿三千两银子的 而且总体来说 他们也是赚的 还比以前赚得更多 没有必要去毁约 只是商人的本性 让他们觉得 有些吃亏罢了 183两银子 不错 数目对了 魏征满意地 将银票收进怀中 接着 他端起茶杯 进道 王老板 李老板 希望接下来的十日 我们依旧能合作愉快 有钱大家一起赚 魏征目客气了 大家一起发财 对 一起发财 王太和李峰 也端起茶杯回敬 查过三盏 三人继续闲聊了一会后 魏征见王太和李峰 迟迟没有提出告词 顿时感到有些郁闷 这一仗都已经结了 怎么王太和李峰还不走 难不成真的想和他品茶闲谈 掌掌见识 这不是客气话吗 他还想回后院的房间 继续干铁古金深宫的 似乎察觉到了魏征 没有继续闲谈的心思 王太和李峰 交换了一下眼神后 问道 魏头目 昨天我在太和酒楼听到一则消息 说是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在我们广宁府 这消息 还是你们亲眼帮传出来的 不知是真是假 能否告知 无论是酒楼还是客栈 都是消息 比较灵通且混杂的地方 他们当晚就得到了消息 即便魏征 今天不来找他们 他们也会主动上门 把钱交给魏征 顺便证实这一下 这道消息的真假 第23章 无相脸西宫 魏征眉头微条 怪不得王太和李峰 一直赖着不走 原来是想向他打听 密库真假的消息 果然 清燕帮帮主将消息公布出来 就相当于 向广宁府大大小小的事例 公布没啥区别 他感觉 清燕帮帮主的目的 很可能就是要让所有人 都参与进来 有种要把广宁府的水搅浑的意思 广宁府的水很深 密库的消息 在清燕帮内已经不是秘密 所以魏征很爽快地告诉他们 王老板 李老板 这消息是真的 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就在广宁府 从魏征这里确认消息为真 王太和李峰两人眼睛一亮 脸上透着一丝兴奋 多谢魏头目不吝相告 两位老板 也对铁掌帮帮主的密库感兴趣 魏征没想到 一个酒楼老板 和一个客栈老板 也想参与进去 这不是找死吗 王太和李峰要是死了 他的七折优惠不就没了 为了自己的钱袋子 他觉得有必要劝一劝他们两个 魏头目 一个宁丹靖的密库 我们两个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去跟广宁府的各个势力争抢 无异于以卵击石 王太说出他们的目的 我们确认 这消息是真的后 就可以开始收集相关的消息 然后免费在酒楼和客栈公布 以此吸引客人吃饭或者入住 李峰笑道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上一次这么热闹 还是九年前云州吕家的 九霄恋煞金深绝 那时云州吕家被灭 吕家一位嫡脉 逃到我们广宁府 不少人涌进广宁府来找他 那一个多月 我们就赚到了一年的利润 虽然铁掌帮帮主比不了云州吕家 但好歹 也是一位宁丹静的秘苦 想必会有不少人来广宁府凑这个热闹 这是我们赚钱的好时机 原来两位是想趁机捞一笔块钱 魏征恍然 只能说不愧是精明的商人 既然不是找死 那他就不用劝说了 得到确认消息的王太和李峰 也不再逗留 向魏征告辞 匆匆离去 身上有了钱 魏征也悄然离开堂口 乔装打扮一番后 魏征穿着黑色斗篷 斗帽遮住面容 进入万宝阁 张爷宁来了 赵管是在二楼 小四见到魏征进来 顿时热情地上前招待 一个月的时间 眼前的张爷 已经成为了他们万宝阁的老客户 而且还是大客户 每次来 都会购买40份的牛骨断体高 虽然小四从未见到过这个张爷的面容 但其穿着的黑色斗篷 和戴着的斗帽 还有身高 他都已经可以辨认出来 魏征微汗手 迈步登上二楼的阶梯 来万宝阁的次数多了 他也和赵管是相熟 事宜取了个 张三 的假名 用以交易 万宝阁二楼 赵管是正悠闲地坐着喝茶 见到魏征上来 顿时笑道 张老弟来了 快请坐 来试试我刚到的云雾茶 说着 顺手从茶壶里 给魏征倒了一杯 云雾茶 这可是好茶 市面上 要十两银子一两 魏征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 顿感柔和清香 回味甘甜 是发大财了 嘿嘿 小赚一笔 赵管是咧嘴一笑 不过并未透露太多 非常有职业操守 接着 他转移话题 张老弟 这次还是购买 四十份牛骨断体膏 虽然每次魏征来 都是购买牛骨断体膏 但他知道 迟早有一天 魏征会购买其他的东西 所以 他还是按例询问了一下 魏征摇头 赵老哥 我这次来 是想购买一本 隐藏修为的辅助功法 赵管是点点头 问道 还是先天镜功法 亦或是远海镜的功法 至于炼体镜 和气血镜的功法 他没问 魏征也不可能需要 魏征想到 自己身上 总共也才三百一十两银子 不由苦笑道 不怕赵老哥笑话 我身上的钱不多 不知道这三种品质的功法 坐价几何 赵管是笑道 张老弟放心 我这卖的功法 都是手抄本 几乎可以说是无成本 价格本就不贵 而且 你购买的还是辅助功法 价格就更便宜了 通拜镜的辅助功法 是一百两银子一本 先天镜的辅助功法 是三百两银子一本 远海镜的辅助功法 是五百两银子一本 而且这种手抄本的功法 我有不小的权限 可以直接给你七折的折扣 怎么样 老哥 我够意思吧 原本 得功法 是有图 有注释 有前人的修炼经验记载 最重要的是 无错漏 所以 价格才贵 而手抄本功法 不仅没图 没注释 更没前人修炼经验记载 还可能存在错漏 所以 价格一直很低 不过 万宝格的信誉在这 几乎不太可能 有错漏的情况出现 多谢赵老哥 那就给我先天镜的辅助功法 魏征道 既然钱足够买得起 自然是选比较好的 先天镜功法 你先喝着茶 我去给你拿功法 赵管氏招呼一声 起身前往秘库 很快 他就捧着五本功法回来 将这些功法 放到魏征桌前 这五本先天镜的功法 都是隐藏修为的辅助功法 你随便挑 说吧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 端起茶杯 悠闲地喝了起来 魏征拿起一本功法 快速地浏览一遍 接着继续看下一本 将五本功法 都看了一遍后 他挑出其中 比较满意的一本 赵老哥就这本 无相脸西弓 吧 无相脸西弓 不仅可以隐藏修为 还能变换面容 和改变自身的气息 属于比较全面一点的 先天镜辅助功法 炼制第九重圆满 可以在远海镜强者面前 隐藏住修为 当然 前提是 这只是普通的远海镜强者 说吧 他拿出210两的银票 放到桌上 将无相脸西弓 收进怀中 前获两气 赵管氏笑呵呵地 拉着魏征 继续品查闲聊 而且话题 直接扯到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这可是 当下最令人关注的事情 魏征在万宝阁 购买功法之时 金月房那边 也有人找上了赵堂主 第24章 他这是在中宝私囊 金月房 赵盛东住宅 一个普通帮众 正在和赵盛东 汇报着临江房的事情 堂主大人 魏征以金峰赌方的名义 跟太和酒楼 月峰客栈合作 从中获取 183两银子的收益 小的发现 魏征并未将这份收益 归入临江房的账本 183两银子的收益 赵盛东目光一宁 张峰 说说怎么回事 眼前的普通帮众 正是临江房的帮众张峰 如果魏征在这里 就会认出此人 当时魏征斩杀皇武裳后 后面跟着嚷嚷 要按帮规来处理 轮不到魏征 来动手的人 就是这个张峰 只不过那时魏征 已经先找了个借口 触手斩杀了 另外一个 先跳出来的帮众 后来这个张峰也算安分 魏征也就忘了 这个小喽喽 如今张峰来找赵堂主告状 显然是依旧存有野心 是 堂主大人 张峰欣喜地硬道 他就知道 贪财的赵堂主 肯定会对这笔额外的 钱财感兴趣 魏征独吞这笔钱财 已经犯了大错 只要赵堂主对魏征不满 他成为赵堂主的心腹 只需等待时机 就能上位 成为临江房新的大头目 他接着道 这魏征跟太和酒楼月峰客栈 签了契书 以七折的折扣出售酒食 和提供住宿给金峰赌方 而魏征则以九折的价格 卖给赌方的客人 这中间就有着两成的差价 今天上午 太和酒楼月峰客栈的老板 将这两成差价的钱交给魏征 总共183两银子 魏征并未将钱入账 而是离开了堂口 不知所踪 小的认为这份收益 应该属于咱们青雁邦 而不是他魏征 他这是在中宝私囊 说完 他眼角的余光 小心地观察赵胜东的神色 不过很可惜 赵胜东神色沉稳 并未显露出愤怒 或者一丝不满 原来如此 这魏征在经商方面 果然有一手 赵胜东淡淡一笑 他知道 金峰赌方以九折的折扣 出售太和酒楼 月峰客栈的酒食和住宿 以此吸引了不少客流 没想到魏征 居然还能从这里面 赚取额外的收益 而且赚得还不少 赵胜东继续道 至于魏征 有没有中宝私囊 如果太和酒楼 月峰客栈 是和金峰赌房签的气书 那这笔钱 确实属于青雁邦 但要是他们 是和魏征签的气书 那这笔钱 就是属于魏征的 这可不是中宝私囊 加入了青雁邦 又不是自己所有的一切 都属于青雁邦 青雁邦的帮众 也有一些人在外 是有自己产业的 就他赵胜东 自己也购买了几处商铺 每个月 会有额外的月租收入 说吧 赵胜东看向张峰 你可确定太和酒楼 月峰客栈 是和金峰赌房签的气书 这 张峰整个人一颤 心慌了起来 这个他还真不清楚 见张峰如此模样 赵胜东面色一沉 冷横道 事情没有弄清楚 便来我这里 搬弄口舌 你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 堂主大人息怒 是晓得考虑不周 甘愿领发 张峰赶忙跪地请罪 他知道 既然做错了事 狡辩是没用的 承认错误 才是最好的选择 同时 也能看出赵胜东 对魏征的真正态度 惩罚暂且免了 赵堂主挥斥道 现在滚回临江房去吧 至于魏征那边 我会派人调查的 是 堂主大人 我这就滚 张峰连忙拱着身子 退出大厅 心中却也松口气 虽然此次 没能成为赵堂主的心腹 但也没受到责罚 这说明赵堂主 对魏征 还是有一点不满的 他还有机会 大厅内 赵胜东看着张峰离去的身影 眼睛微微一眯 即便魏征没有中宝私囊 那也应该孝敬他一些银两 在他看来 魏征能够坐稳林江房的大头目 全靠他的扶持 理应给他上供 不过 如果太和酒楼 月峰客栈 适合金峰赌房间的奇书 那就好办多了 这笔钱可就不属于魏征了 想到这 他走到门外 吩咐道 老田 去林江房喊无名过来一趟 是 堂主 林江房 魏征刚进入堂口 就看到周园迎了上来 老大 你总算回来了 无名有急事找你 在后院已经等了很久了 无名有急事找我 魏征好奇 一边和周园前往后院 一边问道 可有说是什么事 这个他倒是没说 说是要等你回来再说 周园回道 而且他还特意去后院等 并且让我不要声张此事 魏征微微点头 不过虽然还不清楚是什么事 但他猜测 可能跟赵堂主有关 毕竟无名之前是跟着赵堂主的 很快 两人就来到后院 看到正在等待的无名 看到魏征回来 无名神色一喜 连忙行礼 见过魏头目 魏征汉手 无名 听周园说 你有急事找我 无名并未立刻说 而是看了看魏征身旁的周园 周园见状 时区道 老大 我那边 还有账目 为核算完 就先行告退了 账目待会再去核算 魏征制止 要走的周园 目光看向无名 周园是我的人 无名一愣 随即恍然 怪不得魏征给周园的 月钱这么高 原来是自己人 这一刻 他有些羡慕周园 他是赵堂主的人 但待遇和普通帮众 没有什么差别 唯一的好处 无非就是 可以借着堂主威风 高其他普通帮众一等罢了 说说是什么事吧 魏征在后院的石凳上坐下 无名道 今天赵堂主 喊我过去了一趟 让我调查太和酒楼 月峰客栈 是和你签的气书 还是和金峰 赌方签的气书 魏征眉头微挑 笑道 看来赵堂主的消息 很灵通啊 他今天上午 才刚刚拿到钱 下午赵堂主 就知道了 而且 听无名的意思 此事并不是 他跟赵堂主说的 而是另有其人 这就有意思了 第25章 老大 我这里 还存了一些钱 无名探手道 有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想要砸我的饭碗 他被赵堂主派来临江房 就是盯着魏征的 虽然一开始的目的是 为了避免出乱子 但现在有人跟赵堂主说 魏征中饱私囊 而他却没跟赵堂主说这事 这不是间接的 说他没盯好魏征吗 今天 他被赵堂主喊过去 除了让他调查 弃书这件事之外 还听出了赵堂主 对他的不满 估计这事 要是没办好 这饭碗 就真的要被砸了 现在他在临江房 一个月 是十两银子的月前 他可舍不得 这个饭碗砸了 所以 他直接来找魏征的原因 一个是想要保住饭碗 另外一个嘛 就是想要 给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一个教训 魏征听出无名的话外之意 也明白 其为什么会直接来找他 他看向无名 你知道是谁 无名点点头 魏头目还记得 第一次去赵堂主那里 和我一起职守的老田吧 他告诉我 是我们临江房的张峰 来找的赵堂主 张峰 原来是他 魏征恍然 这个张峰得罪过他 自然不可能忘记 这个月他一直都在 干功法的熟练度 倒是暂且 把这个人给忘了 毕竟这种小人物 在他面前 随手可解决掉 实在没太在意 没想到对方 居然野心不小 敢到赵堂主面前 告他的状 看来魏头目认得他 那就交给您解决了 相信魏头目 会给他一个难忘的教训 无名很清楚 魏征可不是什么善查 得罪了魏征 这个张峰 肯定没啥好下场 不过 即便如此 他也只认为 魏征会给对方 一个惨痛的教训 毕竟清燕帮的帮规 禁止残杀同门 魏征淡淡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将话题 转移到赵堂主要调查 他的事情 无名 既然你直接来找我 又告诉我这些 那我也不会让你难做 赵堂主那边 我把气书交给你 你带回去 足够给他一个交代了吧 反正气书上 是他跟太和酒楼 月峰客栈的交易 他可不怕任何人查 多谢魏头目 有气书足够了 无名欣喜谢道 这么快就拿到气书 他也能在赵堂主面前 展现自己的能力 魏征起身 进入房间 很快便走了出来 将气书交给无名 无名打开一看 看到了王太 李峰和魏征的签字画鸭 魏头目 有这份气书 足以证明那份收益 是属于你的 不过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 无名提醒道 虽然这份收益属于你 但据我对赵堂主的了解 他让我调查你 其实真正的目的 是想让你也分一份给他 没想到我临江房上交 1860两银子 还是没能满足赵堂主 魏征凯探道 每个方式上交的利钱 有两成是属于堂主的 1860两银子 两成就是372两银子 这还只是一个方式 如今每个堂主掌管 七八座方式 收益很高 昨天上交银两 赵堂主对他还很满意 现在知道他还有额外的收益 又想要更多 只能说 赵堂主在贪财这方面 名不虚传 就当破财免灾吧 无名道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找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都想做帮内的第四位堂主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刚好每个月月初 都是药田 助手轮换的时候 各个大头目都不想 自己调过去首药田 这个时候 惹得赵堂主不满 万一被调去首药田 那可就彻底错失这个机会了 首药田 魏征眼中掠过一抹金光 他原本也是打算破财免灾的 毕竟他现在需要时间 和安稳的环境来修炼 多给一些钱给赵堂主而已 等他实力超过赵堂主 迟早有一天 能够十倍百倍地要回来 但听无名的意思 惹得赵堂主不满 就很大 可能会被调去首药田 这对密库没啥兴趣 又需要安稳环境 修炼的魏征来说 简直就是意外之喜 待在广宁府内 即便他不去找密库 也身处于这巨大的漩涡之中 难保不会被殃及吃鱼 并不一定安稳 但去了药田 那就是跳出了这个漩涡 可以安稳地干他的功法 想到这 魏征心中一动 装作一副焦急的模样 完了 我今天把所有的钱 都拿去购买牛骨断体高了 哪还有 钱给赵堂主 我怕是要被调去首药田 没机会 争取这第四堂主之位了 铁骨金身宫 是他从藏书阁兑换的功法 这不算什么秘密 至少临江房内 不少帮众知道 他修炼的是铁骨金身宫 需要大量牛骨断体高 来辅助修炼 老大 我这里还存了一些钱 周元见魏征这副着急的模样 连忙表示倾囊相助 魏征嘴角一扯 周元这是没领会他的意图 随即 他脸色一正 周元 你现在已经是炼体精后期 正是需要气血单 来积累气血的关键时刻 你把钱给了我 你拿什么去买气血单 你的钱我不能要 周元一愣 魏征昨天给了他两颗气血单 还交代他一个月后 再去丹药店购买气血单 所以 魏征是知道他现在不急用钱的 他接着就反应了过来 魏征这是想去首药田 不想待在广宁府 明白了魏征的真正意图 他直接沉默了下来 一副被魏征说得 哑口无言的样子 一旁的吴明 倒是惊讶地看向周元 没想到周元不声不响 居然已经修炼到了这一步 他对魏征道 魏头目 或许你可以去太和酒楼 岳峰客栈那里借 以你们现在的合作关系 应该不难借到 这可不一定 魏征苦笑道 我从他们手里赚了这么多钱 今天早上他们给我钱的时候 都还有些不情不愿 恐怕现在巴不得我倒霉呢 怎么可能会轻易借钱给我 那就只能想想其他办法了 吴明道 算了 到时候 如果赵堂主真要调我去首药田 那就去吧 反正留在广宁府 我找到铁掌帮 帮主秘库的机会也很小 就当我没找到秘库就是了 魏征一副无奈放弃的样子 第26章 唐主调令 临江方后院 等吴明带着气书离开 一直沉默的周元这才开口 老大 你想去驻守药田 魏征点点头 广宁府现在就是一个是非之地 去药田那边 反而可以安稳地修炼 可去了药田那边 就没有找到秘库的机会了 周元说道 他是希望魏征坐上唐主之位的 留在广宁府 还有碰碰运气的机会 或许运气好 突然就找到了铁掌帮帮主的秘库 去驻守药田 连碰运气的机会都没有 秘库 魏征呵呵一笑 老周 就算你找到了秘库 你觉得 你能坐稳这个唐主之位吗 你一个炼体镜 别说指挥我们这些大头目 就连炼体镜后期的普通帮众 你也不一定管得住 青燕帮的敌对势力也有几个 别的不说 就说已经灭掉的铁掌帮 那些想要给亲朋好友报仇的人 看到你这个炼体镜的唐主 你说他们会不会动手 这所谓的唐主 怕是福都没想几天 就伸手一出了 老大 我没想做这唐主 周元连忙摆手 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是想让你来做 魏征摇头 即便我来做这唐主 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不过情况要好一些罢了 说着 他道解道 老周 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才是真的 如果我现在是通迈境 哪怕有了第四位唐主 你说帮主会不会为了我 增设第五位唐主之位 肯定会 周元眼中泛着神采的硬道 青燕邦之前有十二个方式 只有三个唐主 现在青燕邦有二十二个方式 也还是三个唐主 这是因为青燕邦的通迈境武者 只有三个 目前掌管方式的大头目 也还有两个 是练体境后期的修为 青燕邦虽然吞掉了铁掌邦的底盘 但要真正壮大 将其转化为邦派底蕴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 与其去靠什么运气找密库 还不如快点提升自己的实力 魏征拍了拍周元的肩膀 你也一样 等你突破至气血镜 如若邦内大头目的位置出现空缺 你就有机会成为新的大头目 独掌一座方式 而且 这次或许就有机会 铁掌邦帮主的密库 有不少实力也想获得 争斗不可避免 要是咱们邦内有哪个大头目 倒霉一点死了 这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 想到自己最多不超过三个月 就能突破至气血镜 周元听得无比心动 老大 我会尽快突破至气血镜的 嗯 好好修炼吧 魏征点头 对了 老大 那个吃里爬外的张峰 你打算怎么教训他 周元也同样痛恨张峰 如今 魏征就是他的靠山 就是他进步的希望 要是魏征倒了 那他就会被打回原形 重新变回一个月 只能拿五两银子月钱的普通帮众 这张峰 不仅是要砸无名的饭碗 也相当于要砸他周元的饭碗 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他如何不痛恨张峰 魏征冷冷一笑 去助手药田时 我会带他一起离开 在广宁府 有邦规不好直接下杀手 但药田那边就容易多了 这张峰接二连三地得罪他 拿他七两银子的月钱 还吃里爬外 已经取死有道 第二天一大早 魏征就起来修炼 铁骨金身弓正门弓法 将一份牛骨断体膏用完 他开始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魏征 年龄 十七 职业 五者 修为 气血静中期 炼体静弓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弓法 铁骨金身弓 第五重 二十八一板 气血静中期的修为 修炼一次铁骨金身弓的时间 减少了三分之一 熟练度则还是和以前一样 修炼一次只增加一点熟练度 果然 修为的突破 对弓法的修炼也有帮助 如果我 突破至气血静后期 修炼一次铁骨金身弓的时间 估计可以减少一半 看来这云餐雪灵丹 也要尽快购买了 魏丹师说的三种宝药 药兔需要拍卖 或者去黑市才能买到 三叶归缘 汤则要在天香楼预定才能喝到 这太过于显眼 唯有云餐雪灵丹 比较容易购买获得 也没那么引人注意 这时 一名帮众来到后院 汇报道 魏头目 有人持堂主调令找你 现在正在大厅等候 知道了 我待会就过去 魏征平静道 照堂主的这办事速度 比他预想的还要快一点 这一大早的 就把调令都送过来了 简单收拾了一下 魏征就来到堂口的大厅 只见大厅内 吴明正和一人在喝茶闲聊 见到魏征到来 两人顿时起身行礼 见过魏头目 月田见过魏头目 送堂主调令过来的 正是曾经和吴明 一起指手的月田 不必多礼 魏征摆摆摆手 在主位上坐下 听汇报的人说 你是来送堂主调令的 是的 魏头目 月田从怀中 拿出一块紫色的令牌 双手捧着上前 照堂主有令 邻江方大头目 魏征即日起 前往青兰山药田 轮换助手 为时一个月 魏征面色一沉 时数息之后 才不情不愿地 将这块紫色的令牌接过 见魏征已经接令 月田拱手道 魏头目 堂主调令已经送达 小的就先行告退了 说吧 他转身对吴明使了个眼色 随即快步离开堂口大厅 吴明 则将昨天带走的气书 拿了出来 递给魏征 魏头目 我和赵堂主说 这份气书 是我从你房间偷出来的 现在物归原主 接着 他有些愧疚道 至于这个堂主调令 我昨天向赵堂主汇报之时 跟他提了一句 说你从太和酒楼 月峰客栈获得的收益 已经全部购买了牛股断体高 本来是想让赵堂主 看到我的能力 让他知道 我一直在好好盯着你 没想到他这么快 就把你调往青兰山药田 让你连借银子的时间都没有 实在惭愧 在他看来 要是他不提那一句 或许魏征还能有时间去借银子 只要分一份钱给赵堂主 那肯定不会被派去青兰山助手药田 魏征心里暗暗给吴明竖了个大拇指 这个助攻干得漂亮 吴明 这不怪你 魏征一副接受了现实的样子 即便有时间 我也没有办法借到这么多的银子 这堂主调令 早晚都会来的 接着 他吩咐道 此次去青兰山药田助手 我要带你和张峰一起过去 你去通知他准备 听到张峰的名字 吴明眼睛一亮 知道魏征这是要对张峰出手 是 魏头目 第27章 青兰山 临江方大厅 张峰忐忑地跟着吴明走了进来 他自己做的事情 他心里非常清楚 现在魏征突然要带他 一起去青兰山药田助手 又怎么会不心虚多想 他稳了稳心神 低头行礼 见过魏头目 张峰 你是练体筋后期 差不多也要开始积累气血了吧 魏征一副关心的样子 是的 魏头目 张峰应道 其实他已经开始积累气血了 否则也不会一直基于魏征这个 林江方大头目的位置 如今的林江方收益高 一旦他坐上这个大头目的位置 不出两个月 他就有钱购买足够的气血单 突破至气血境 现在只是普通帮众的他 要积累多久的月钱 才能买得起一颗气血单 至于靠食补去积累气血 快一点的话 也要一两年的时间 慢一点 可能就需要两三年 两三年的时间 以如今青燕帮 能够获取的各种资源 那个时候估计已经有不少气血境的舞者了 到时候 即便有大头目的位置 空缺出来 恐怕都很难得到他 想要加快气血的积累 就需要气血单 魏征笑着画大饼道 此次去青蓝山药田助手 虽然辛苦了一点 但这个月 我给你掌五两银子的月钱 你可要好好做事 别说是掌五两银子的月钱 要不是怕给的太多 引起张峰的怀疑 他都敢开口掌五十两银子的月钱 反正张峰是不可能活着回来了 给多少不过是一句话而已 又不是真的会给 多谢位头目 张峰神色一喜 感激得行礼道谢 直到此时 他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魏征给他掌月钱 那说明不知道 他去找赵堂主的事情 否则早就对他不满 哪还会给他这么好的福利 一旁的无名道 是心中一惊 魏征给张峰掌月钱 这乃是教训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想到以前魏征 对付黄武尝这个敌人的狠辣手段 他心中一颤 已然有些猜到了张峰的下场 清燕邦严禁同门自相残杀 他原本以为魏征只会给张峰 一个深刻的教训 让其以后老实一点 没想到居然是要下这么狠的手 行了 你们两个去收拾一下东西吧 待会在堂口这边集合 我们出发前往青蓝山药田 魏征摆摆手 吩咐道 是 魏头目 无名和张峰应声一礼后 离开了大厅 魏征喝了一口茶水 润了润喉 老周 我去青蓝山驻守药田后 临江房就交给你了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直接叫人来喊我 去了青蓝山药田 并不是要一直待在那边不准离开 只要药田没出什么事 离开个一两天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是 老大 周元应道 上个月 魏征一直在堂口内修炼 临江房大部分事物都是他处理的 这对他来说没啥太大的变化 至于账本 魏征想了想到 每隔十天我会回来一趟 到时候再入账 明白 周元自然知道魏征的意思 上个月是五天抽一次钱 这个月要去青蓝山药田 就改为十天抽一次 交代完周元 魏征也回到后院住处 戴上自己换洗的衣服 修炼要用的药膏和丹药等东西 半炷香后 吴明和张峰背着包袱来到堂口 走吧 魏征带着吴明和张峰 用堂主的吊令 去帮内的马房领了三匹剑状的大马 出了城门后 直接策马向着青蓝山的而去 青蓝山距离广宁府有十几里地 山林耸立 绿树成荫 其山脉之中 有着两座中型的矿山 盛产青蓝石 是已被命名为青蓝山 这两座矿山分别被广宁府的官府 和世家豪族所掌控 因常年运输大量矿石出入 青蓝山的山路还算比较宽阔 沿着山路 可以策马进入深山之中 青蓝帮没资格燃指矿山的利益 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青蓝山深处开辟药田 青蓝山深处 有一座地势广阔平坦的古地 旁边有一条山剑清泉 光照充足 极其适合种植各种药材 经过十数年的经营 这片古地增添了不少建筑 形成一个小型山寨 魏征三人骑着马 来到山寨的大门外 大门上方的瞭望台上 有两个青蓝帮的帮众正在职守 看到魏征三人到来 顿时戒备地看着 魏征勒马止步 拿出唐主调令 在下邻将防魏征 前来轮换助手药田 原来是魏头木 我们这就打开大门 很快 大门打开 魏征带着吴明和张峰进入寨子内 一个帮众上 潜行礼道 魏头木 你是第一次来药田助手 请跟我去建优护法 安排你的助手任务 魏征心中一动 优护法居然在药田这边 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 要知道 清燕帮的左右护法 都是仙天静的强者 一般只负责处理帮内大事 现在却来药田这边助手 显然是药田这边 有比较重要的药材 要成熟了 不过 有一位仙天静强者在这边 药田这边也能更加安稳 有劳这位弟兄前面带路 说吧 魏征将手中的缰绳递给吴明 你们先把马鞍盾好 等我回来 是 魏头木 吴明和张峰应道 魏征则在这名帮众的带领下 往药田里面走去 一亩亩药田中 种植着各种药材 有段谷草 牛津花 血餐 这些药材 大部分都是 用来炼制辅助炼体静 和气血静修炼的丹药 药田深处 更是出现了凝落花 天心草 这些是炼制通麦丹的主药 已然生长了 有些年份 估计药不了多久 就可以成熟 怪不得帮主要增设一位 唐主之位 凭借这些药材 炼制出通麦丹 培养一个唐主出来 并不难 魏征心道 不过 这些通麦丹的主药 应该不至于 让一位先天境的强者 来助手 很快 进入药田的中心位置 魏征看到的药材 就没有一个人似的 看来以后要买一些 药材方面的书籍 否则见到天才地宝 都不知道是什么 魏征现在有种书 盗用十方恨少的感觉 接着 他就被一棵果树所吸引 第28章 诱护法 玄圆果树 这棵果树 有着褐色枝干 蓝色叶子 其上阵 结着蓝红相间的果子 果子总共有三个 散发着浓郁的元气 魏征 虽然不知道这棵果树 是什么天才地宝 但元气这种天地能量 是只有圆海径 才能动用 真气转换为真元 就是圆海径的标志 不用猜也知道 又护法会来要填助手 定然是为了这一棵 即将成熟的果子 刷 这时 一道身影 出现在魏征两人面前 来人身材偏胖 穿着一袭轻衣 有些圆润的脸上 挂着一张严肃的面容 见过护法大人 魏征见过幼护法 待魏征过来的帮众上 前一步汇报 幼护法 这位是这个月 轮换助手的魏头目 幼护法 打量了一下魏征 严肃的面容微微汗手 不错 这么年轻 就突破至气血镜 未来的堂主之位 必有你一席之地 17岁的气血镜 就足以证明 魏征的资质不会差 现在又是掌管 一座房室的大头目 资源也不会太缺 可以说 只要不中途陨落 迟早会突破至通迈进 幼护法过奖了 魏征谦虚回道 你是谁调来耀田这边的 幼护法本 就不管房室的事情 现在轻艳 帮多了十座房室的地盘 也就多了十个大头目 像魏征他们 这些大头目 他还真不熟悉 是邢堂的赵堂主 小赵 呵呵 看来 你这个月 没给足他好处 幼护法一笑 显然对赵堂主的为人很清楚 魏征苦笑一声 并未多言 幼护法 可以埋台赵盛东 他这个大头目 可不行 至少明面上不可以 幼护法健壮 笑道 小子 现在来耀田这边 未必就是坏事 好好在这边待着吧 是 幼护法 幼护法微微汗手 开始介绍这边的情况 古地的耀田 南面是大门 北面是蓄水湖 只有东面和西面 需要人手巡逻 以防妖兽 闯入耀田内 啃食药材 妖兽 魏征心中一动 无论前身 还是他自己 到现在都还未见到 过活着的妖兽 不过 这个世界 确实是个妖舞事件 之所以没见过 主要是广宁府 是人族的城池 又有大量 实力强大的舞者居住 妖兽根本不敢闯入其中 这跟找死没有区别 人族舞者 可以用药材 炼制丹药 辅助修炼 增长气血 野兽在山野之中 吞浮天才地宝 气血蜕变 打破智骨 就会成为妖兽 妖兽可以 和人族舞者一样 增长气血 变得更加强大 寿命也一样变得 更加悠长 而且成为了妖兽 孕育的后代 也很大概率会成为妖兽 或者是特殊的异兽 像之前魏丹师 跟他提过的药兔 就是兔类妖兽孕育的后代 只不过并未成为妖兽 而是成了特殊的异兽 也不知道 这次能不能遇到妖兽 魏征 反而有一些期待 又护法介绍完药田的情况 给魏征选择的机会 你来得比较早 另外一个大头目 还未到来 东面和西面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 我选东面 魏征刚刚走过一亩亩药田 靠近东面种植的药材 有大半部分都是 用于炼制炼体进丹药的药材 靠近西面种植的药材 则有一半部分是 用于炼制气血进丹药的药材 妖兽都是有智慧的 虽然还是不怎么聪明 但既然要啃食药材 那肯定是奔着好的药材去吃 妖兽从西面 闯进药田的概率 肯定比较大 幼护法一愣 看向一旁给魏征带路的帮众 你跟魏征介绍过 药田这边的情况 魏征没有犹豫 直接就选了东面 很明显不是乱选 是看出了一点门道 回护法大人 没有 不错 是个精明的小子 幼护法那严肃的面容 难得露出一丝笑容 接着他提醒道 不过 东面虽然 闯入妖兽的次数比较少 但也会有 你可不要大意 是 还有 幼护法转身 看向不远处的果树 这棵玄圆果树的 果实即将成熟 这是能够让仙天境 突破一个小境界的天才地宝 一旦成熟 有可能会吸引通脉镜 甚至仙天境的妖兽过来 到时候 你只需拦截气血镜之下的妖兽 至于气血镜之上的妖兽 放它们进来即可 我会对付它们 明白 魏征应道 即便幼护法不说 他也不会拿自己的命 去对付气血镜之上的妖兽 他现在在青雁邦内 一个月才几百两银子的月前 他可不会玩什么命 甚至到时候 如果挡不住气血镜的妖兽 他都会选择第一时间跑路 先保命再说 安排好了魏征的驻守任务 又护法摆摆手 去吧 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不用再来我这边了 驻守时间一到 就可以直接回广宁府 魏征应了一声 和带他来的帮众一起离开 回到寨子那边 安排好住宿 魏征则带着人 开始在古地的东面巡逻 先熟悉一下地形 除了吴明和张峰之外 耀田这边还给他安排了 十个恋体经后期的帮众 这十个恋体经后期的帮众 各个全副武装 手握长枪 不仅有对付妖兽的经验 并且还熟悉古地 东面设置的各个陷阱 下午临近黄昏 这个月轮换住手的 第二个大头目 才匆匆赶到 这个大头目叫刘长仁 是陈忠的手下 刘长仁掌管的食品房 就在临江房的旁边 据说是这次上交的利前太守 让陈忠很不满 所以这次才调到了耀田助手 食品房的收益锐减 自然和临江房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 刘长仁来到耀田这边 去见完又护反回来 连招呼都不合谓争打 直接带着人去了西面巡逻 这刘头目怎么回事 东面和西面虽然分开巡逻 但按照惯例 也要商量一下 互相支援的事情 怎么这次 直接就去西面巡逻了 耀田这边的帮众不明原因 对刘长仁的行为感到疑惑 第二十九章 张峰被树根绊倒了 青蓝山 青燕邦耀田 魏征很快适应了这边的生活 白天上午 在房间内睡觉 下午修炼铁骨精神工 无项脸戏工 这两门工法 晚上则带着人 在古地东面巡逻 说是巡逻 但他是大头目 只需例行巡逻一次 后面的来回巡逻 自然全都交给手下去做 他只需在巡逻路径的 一座瞭望台上待着 一旦有动静 能够立刻赶过去 支援即可 在瞭望台 他依旧可以继续 干功法术练度 夜空下 月光挥洒 在瞭望台上 一道身影 正在修炼功法 只见其爆发出 强大的气血 已然达到了 气血镜中期的程度 但下一刻 气血突然开始减弱 稳固在气血镜初期 仿佛刚刚强盛的气血 是错觉一般 无相脸戏工 总算入门了 不愧是先天进辅助功法 刚刚入门第一种 就能将我气血镜中期的修为 收敛至气血镜初期 魏征查看属性面板的功法一栏 炼体进功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功法 铁骨精深功 第六重 七十五一百 先天进功法 无相脸戏弓 第一重 一一百 在要填这九天的时间 他大部分时间 修炼的是铁骨精深功 少部分时间 才拿来修炼无相脸戏弓 如今 铁骨精深功 已经达到了第六重 距离第七重 也已经不远 牛骨断体高 已经用完 明天刚好是第十天 可以回灵江房一趟 拿到钱 再购买一批牛骨断体高 牛骨断体高 上个月月底 抽了二百两银票 他购买了四十份 然后这个月月初 发放月前 他在帮派的丹药店内 又购买了四十份 总共八十份牛骨断体高 也就刚好十天的用量 还有云餐血灵丹 突破至气血镜中期 血餐完增长气血的速度 明显变慢 想要快点 突破至气血镜后期 也要购买云餐血灵丹 哎 灵江房获得的收益 也不太够花销啊 魏征这么一算 感觉灵江房的收益 居然有些不太够了 这还只是气血镜 等他突破至通脉镜 花销肯定更大 仅仅灵江房的收益 满足不了他 修炼意图 所谓的财侣法地 彩排在第一位 不是没有道理 秀 这时 夜空中 一道亮眼的光芒 升空而起 在风中 发出刺耳的尖笑声 接着便在空中炸开 有情况 魏征带上九环大刀 身上的真气爆发 脚下一撮 身形如同离弦的箭矢一般 非略想发出信号的位置 密林中 五头野猪正在横冲直撞 想要闯入谷地的药田之中 秀秀秀秀 魏征手下的十二人巡逻小队 立刻射出箭矢 但最小的野猪 都有着六尺之高 浑身裹着一层厚厚的泥甲 普通的箭矢 根本对他造不成有效的伤害 最大的野猪 更是高达九尺 一对尖锐的獠牙 在月光下 泛着森冷的寒光 周身更是爆发着强盛的气血 四头炼体进妖兽 一头气血进妖兽 后撤 引到陷阱那边 巡逻小队的十二个人 除了吴明和张峰之外 另外的十人 常年待在药田这边 有着丰富应对妖兽的经验 面对气血进的妖兽 他们并不具备优势 所以立刻选择暂避锋芒 该死 怎么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头妖兽 张峰第一次见到妖兽 还这么多头 顿时惊慌地跟着队伍后撤 这是野猪 蜕变而成的妖兽 他们繁殖力强 还喜欢群居 五头已经算少了 不用慌 到了布置陷阱的区域 对付他们并不难 等位头目到来 足以将他们斩杀 不好 那头气血进的猪妖追上来了 扔护盾减重 快跑 十二人的巡逻小队 迅速扔掉手中的护盾 甚至连弓箭和箭带 都一起卸掉 只带着武器奔逃 无明看着身旁 一起奔逃的张峰 目光微闪 到了这一刻 他突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此次来药田 魏征要带上他和张峰了 他终究是赵堂主的人 又把张峰的事情 告诉给了魏征 魏征想要干掉张峰 那么他这个知情人 就需要做出选择 要么同流合污 要么可能就要陪张峰 一起上路了 而现在 就是他做出选择的时候 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贪心了 想到自己的饭碗 差点被张峰砸掉 无明犹豫了一下 就做出了决定 只见他摸出一块碎银 接着运转真气 对着张峰的膝盖 屈指一弹 动 膝盖猛然遭受一击 正在全力奔逃的张峰 顿时惨叫一声 飞扑出去 在地面上 翻滚了几圈 张峰 无明依附关心地大叫一声 该死 张峰被树根绊倒了 别停下来 你救他 连你也跑不了 他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他的运气了 快走 前面就是布置陷阱的区域 除了无明 其他识人 连看都没向后看一眼 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继续向着 布置陷阱的区域 奔逃过去 衰猛的张峰刚回过神来 就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直冲而来 伴随着这股压迫感 还有那猪腰身上的腥臭气味 不 碰 气血镜的猪腰 直接将张峰撞飞了出去 旋即继续追向前面的11个人 而有了张峰的牺牲 无明等人 顺利地奔逃至 布置陷阱的地方 他们熟练地 避开陷阱的位置 然后握着武器严阵以待 看向直冲而来的 气血镜猪腰 这头气血镜猪腰横 冲着进一堆落叶处 哗啦啦 一张大网 从落叶中升起收缩 将这头气血镜猪腰 给束缚住 哼哼 气血镜猪腰 顿时焦急地挣扎起来 让大网剧烈地晃动着 不过 能够对付妖兽的大网 自然不是普通的大网 其韧性极佳 自然没有那么容易挣脱 但巡逻小队的成员 并未因此而开心 这大网 是用炼体镜的蛇皮所缝制 捆腹炼体镜的妖兽 没有问题 但不一定能够困住 气血镜的妖兽 哼哼 后面四头 炼体镜的猪腰 终于追赶了过来 看到被大网困住的老大 愁愁着不敢靠近 下一刻 他们身上的猪毛 陡然炸开 一根根猪毛 如同钢针一般 飞射向大网 第三十章 硬钢气血镜猪腰 夜空下 数百根钢针一般的猪毛 仿佛密于笼罩整张大网 大部分攻击 在了大网的绳子上 小部分则穿过缝隙 攻击在气血镜猪腰身上 留下一点一点的血孔 这种程度的伤害 对气血镜的猪腰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束缚着 气血镜猪腰的大网 就不同了 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大网在如此多猪毛的穿刺下 有一部分 已经出现了细微的裂痕 蹦 蹦 蹦 伴随着气血镜猪腰的剧烈挣扎 有着气血镜猪腰的细子 开始一一崩断 这气血镜猪腰 快要挣脱大网了 我们还有四个陷阱 不知道 能不能拖到卫头目过来 当当当 清脆的铁环碰撞声 在夜空中响起 让在场巡逻小队的所有人 脸色一洗 卫正的九环大刀 他们都已经见过 卫头目来了 哈哈 这五头猪腰跑不了了 伴随着众人的欣喜的声音 卫正的身影 从树梢上窜出 飞掠而下 稳稳地落在地面上 他看了看 被大网束缚着的气血镜猪腰 以及那正在崩断的大网 这里什么情况 总共多少头妖兽 旁边的帮众立刻回到 回味头目 一共五头妖兽 一头气血镜猪腰 四头炼体镜猪腰 还有张峰 他在撤退的时候 被树根绊倒了 目前生死不知 吴明接着在后面补充道 卫正眉头微挑 不动声色地看了眼吴明 显然 吴明已经做出了选择 先解决了这五头猪腰 再去找张峰 未争手握久环大刀 不过并未立刻动手 前面的区域 不止有陷阱 冲上去动手 在这阴暗的月色下 他自己都有危险 还不如等这五头妖兽冲过来 先让陷阱 对他们造成伤亡 他们再以意代劳 动手斩杀 蹦 束缚着气血镜猪腰的大网 最终还是被崩裂成两半 蹦 气血镜猪腰的庞大身躯 砸在地面上 震得的地面 微微一晃 啊 他那双猪眼充斥着 暴虐和愤怒之色 对着魏征等人 嘶吼一声 其身后的四头 练体镜猪腰 顿时一个接着一个的 率先往前冲 显然 遭受过一次陷阱的 气血镜猪腰 已经警惕了起来 不再自己往前冲 而是让小弟先冲上去 低头冲在前面的 练体镜猪腰 刚刚冲出七八米 就掉入坑洞之中 坑洞深达十米 下方布置 有一根根尖锐无比的 特质尖刺 这些特质尖刺 稳稳地贯穿 这头练体镜猪腰的身躯 让其发出惨烈的嚎叫声 后面的三头 练体镜猪腰绕开坑洞 继续冲向卫征它们 气血镜猪腰 则紧随后面 咔 咔 咔 八个一米大小的 捕兽夹出发 第二头 练体镜猪腰的速度 虽然快 但也只躲开了五个捕兽夹 剩下的三个捕兽夹 成功地夹住猪蹄 啊 第二头 练体镜的猪腰嚎叫着满地打滚 然而三只猪蹄 被捕兽夹死死的潜注 任它如何翻滚 也正不脱不了这厚实的捕兽夹 接着 第三头练体镜猪腰 冲在了最前面 刚冲出五米左右 就一猪蹄踩在了 一块两米大小的石板上 石板瞬间下沉 七八米外的地面 瞬间升起五个暗格 刷 刷 两米长的特制长矛 从暗格中积射而出 第三头练体镜猪腰 正好迎面冲来 顿时被五只长矛贯穿 庞大的身躯惯性地冲出数米 轰然倒地 第四头练体镜猪腰眼中 闪过未举 但看到未睁它们距离 不过数十米 后面的气血镜猪腰 发出催促的声音 它猪叫一声 发狂式地埋头猛冲 气血镜猪腰跟在其后面 双眼充斥着暴虐和血色 就现在 拉我 带着第四头练体 静野猪冲 到十几米之内时 无名它们站在两边 分别拉动两边的一条铁链 哗 一张铁网从地面升起 形成一道网墙 拦住了去路 铁网上 缠着一个个铁吉梨 第四头练体镜猪腰 根本来不及停下来 直接就撞在了铁网上 松开铁链 随着铁链松开 铁网落下 直接将整头猪腰覆盖 大量的铁吉梨 如同钉子一般 扎向这头练体镜的猪腰 这头练体镜猪腰慌张 吃痛翻滚 反而让铁网缠得更紧 铁吉梨扎得更深 啊 气血镜猪腰一跃而起 那庞大的身躯 加上强盛的气血 散发出射人的压迫感 在场的练体镜舞者 全都感到一阵心悸和胆怯 帮我掠阵 未真化阴未落 真气已然震荡开来 周身气血 瞬间爆发 铁骨金身弓 十二路五虎刀法 真气在他的身体表面 形成一道淡淡的金色薄膜 脚下一撮 身形略出 居然是打算和这头 气血镜猪腰正面硬钢 快帮胃头目 气血镜猪腰以力量和速度著称 胃头目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在他们眼中 胃睁才突破气血镜没多久 如何有实力 正面硬钢这么一头气血镜的猪腰 气血镜的猪腰 以力量著称 正面硬钢 实属下策 但现在胃睁都已经上了 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否则一旦胃睁身死 他们能不能在这头猪腰的獠牙下 活下来暂且不说 惩罚也不会轻 啊 气血镜猪腰剑 胃睁正面冲来 爆发出的威势更猛 泛着寒光的獠牙 如同尖刺一般向着胃睁的身躯刺去 胃睁剑撞 不闪不避 在第六重铁古金身弓的加持下 手中的九环大刀施斩 十二路五虎刀法 直刺向这头气血镜猪腰的头颅 扑刺 九环大刀稳稳地插进猪头 气血镜猪腰的獠牙也刺在 魏征的胸膛上 却仿佛刺中了铁块一般 但强大的力量震荡 让魏征的胸口疼痛不已 接着就被挑飞了出去 魏头目 快救魏头目 嘿嘿 我没事 快给我刀 魏征从地上翻滚了一下 爬了起来 依旧生龙活虎 铁古金身弓 是通脉镜的弓法 他已经炼之第六种根本不具气血镜的猪腰 但他的九环大刀还插在气血镜猪腰的头颅上 这头气血镜猪腰的生命力强大 此时不仅没死 反而瀕临绝境 越发地发狂 再次向着他冲来 第31章 即便你没事 也一样要死 魏头目接刀 魏征反应最快 直接把自己手中的刀扔了过去 魏征伸手一抓 握住刀柄 挽了一个刀花 看向冲过来的气血镜猪腰 在气血镜猪腰靠近之时 他没再硬钢 而是选择了躲避 气血镜猪腰的獠牙 虽然破不了他第六重铁骨精鼠弓的防御 但痛是真的痛 他第一击已经重创了这头气血镜猪腰 接下来只需游动 将其耗死即可 没必要再去正面硬钢 侧身躲过发狂的气血镜猪腰 魏征脚下一点 身形窜出 调动全身气血 在真气的加持 施展十二路五虎刀法 对着猪腰的后腿 斩了过去 刀锋伴随着呼啸声 划过猪腰的后腿 绽开一朵血花 啊 气血镜猪腰后腿受伤 速度骤减 其浑身的猪毛陡然乍起 一根根猪毛 如同箭矢一般击射而出 魏征不退反镜 在铁骨精深宫的加持下 这些猪毛刺在他的身上 进阶被弹飞落地 趁此时机 他一鼓作气 身形移动 来到这头猪腰的侧边 在气血和真气的加持下 对着气脖子捅了进去 杀过猪的都知道 猪的心脏就在前腿上方 离脖子很近 从脖子处捅进去 就能顺势刺破其心脏 啊 气血镜猪腰绝望地挣扎 魏征立刻拔刀后退 煞时间 气血镜猪腰的脖梗处 大量的鲜血 如泉涌一般喷涌而出 一双暴虐血红的猪眼 渐渐失去神采 直至暗淡无光 巡逻小队的成员见状 顿时欢呼起来 胃头目威武 胃头目的炼体 居然这么强 哈哈 发了发了 这头气血镜猪腰的价值 可不低 妖兽浑身都是宝 可以卖出一个高架 魏征把插在猪头上的 九环大刀拔出 行了 你们先把那三头 没死的炼体镜的猪腰解决掉 我去找张峰 陷阱只弄死了一头炼体 镜猪腰 还有三头炼体 镜猪腰被陷阱困住 他们受了伤 但并不致死 是 胃头目 十一人手握武器 开始对付在陷阱中 挣扎的炼体镜猪腰 在场的 都是炼体镜后期武者 又有武器 对付被困住的 炼体镜猪腰 根本没有什么危险 魏征身形一跃 沿着猪腰一路追来的 大量痕迹 开始寻找张峰的身影 很快 他便在一棵大树下 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张峰 哼 喂 救我 张峰穿着制式护甲 一口鲜血夹杂着 少许内脏吐出 已经是出气多于进气 但看到魏征 他那绝望的双眼 逐渐明亮了起来 魏征摇摇头 你五脏六腑已裂 已经活不了了 他这话 并不是匡骗张峰 被一头气血进猪腰 撞个满怀 张峰现在没死 全靠穿了一身护甲 再加上 已经滋生气血 生命力比较强一点 但没有灵丹妙药 快速恢复五脏六腑 撑不了多久就会死 闻言 张峰那原本 犯着求生的目光一致 接着就变为对死亡的恐惧和不甘 见状 魏征安慰道 张峰 别说你已经活不了 即便你没事 也一样要死 张峰看着魏征 绝望的目光中带着一丝疑惑 不太理解魏征为什么这么说 你下意识 不要再做两面三刀的人了 魏征划落 脚尖发力 对着张峰的心脏位置一踢 直接震碎了他的心脉 张峰惊讶的目光 迅速失去神采 直到死亡的这一刻 他终于知道 魏征为什么带他来药田这边 从一开始 他就注定无法活着 回到广宁府 让你少受一点罪死 我也算是 对你已得抱怨了 魏征一把 拎起张峰的尸体 沿路返回 布置陷阱的区域 那三头 还活着的炼体静珠妖 已经被巡逻小队斩杀 并且收射出来 五头妖兽 整齐地摆放在地面上 巡逻小队十一人 此时正在恢复陷阱的布置 除了第一张大网 被撕破 需要更换 其他四个陷阱都能重新按照原位布置 魏征 你回来了 见到魏征手里拎着的张峰 不少人心中一灵 张峰他 死了 魏征严谨一概 语气略显沉重 明天我们将这五头妖兽 带回广宁府售卖 张峰的尸体也带回去 让其家人好好安葬 是 魏征一日下午 睡了一上午的魏征和巡逻小队 在吃过午饭后 带着五头妖兽 以及张峰的尸体 赶回广宁府 五头妖兽和张峰的尸体 魏征交给吴明和巡逻小队去处理 他则回到了临江房堂口 老大 你回来了 堂口大厅 周元早已经等待多时 魏征点头 怎么样 临江房这十天有没有什么事情 周元会报道 倒是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比上个月乱了一点 都在找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不过 这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倒是吸引了不少人来广宁府 我们金峰赌方是最先改革的 名气不小 倒也吸引了一些人 过来见识见识 生意比上个月要好一些 听到临江房的生意比上个月好 魏征顿时来了兴趣 这十天的收益是多少 金峰赌方的收益 可关系着他的钱袋子 1761两银子 那这次我抽500两银子 你抽60两银子 魏征现在就很缺钱 购买修炼资源 既然生意好 那就多抽一点 是 老大 周元也需要钱来购买汽血单 当然乐意多抽一些 做好假账 放心吧老大 第32章 云餐血铃丹的效果 500两银子到手 魏征离开临江房 伪装过后 从万宝阁购买了三颗 云餐血铃丹 和40份牛骨断体高 三颗云餐血铃丹 就是300两银子 40份牛骨断体高 是200两银子 500两银子 还没午热 就直接全花完 穷文负武 无论在哪里都一样啊 魏征感慨一声 500两银子 如果按照清燕邦普通帮众 一个月无两银子的月前 哪怕不吃不喝 也要八年才能凑够 当然 炼体精的花销 也没那么大 但仅仅气血单 这一种丹药 就不是普通帮众 能够买得起的 不过 如今清燕邦的地盘 扩大的差不多一倍 又掌握了更多的资源 以后气血精的帮众 肯定会增加不少 无名他们 应该已经卖掉了 那五头妖兽 该去总堂 和他们会合了 魏征离开万宝阁 卸掉伪装后 前往清燕邦总堂 之所以 选择在总堂会合 主要还是大家获得 这么一大笔钱 都想在总堂的丹药店 购买修炼所需的丹药 毕竟邦内的丹药店 有九折优惠 在这里 购买丹药就很划算 清燕邦总堂 魏征进入总堂大门 来到练武场 一眼就看到 正在等他的 无名和巡逻小队 无名和巡逻小队的成员 也看到了魏征 都上前见礼 魏头目 魏征摆摆手 没让你们久等吧 没有 我们也是刚到总堂这边 没多久 无名回道 怎么样 那五头猪妖卖了多少钱 回魏头目 气血进猪妖 卖了五百五十两银子 至于那四头练体精的猪妖 则卖了四百三十两银子 无名说着 把所有银票都拿了出来 交到魏征的手上 这里是九百八十两银子的银票 魏征接过银票 看向巡逻小队十人 这售卖妖兽获得的钱 药田那边案例怎么分 这是他第一次猎杀妖兽 药田那边的规矩也不清楚 但巡逻小队肯定知道 回魏头目 售卖妖兽的钱 案例六四分 大头目分六成 我们巡逻小队 所有人分剩下的四成 四成 魏征点点头 随即点出四百两银票 这里是四百两银票 多出了八两银子 你们商量 这分了也好 拿去好好吃喝一顿野城 你们自己决定 既然是六四分成 他也不打算搞什么特例 按照规矩分就行了 要是打破规矩 他不仅少赚一笔钱 还可能无形中 得罪一些大头目 毕竟其他大头目 去助手药田 猎杀妖兽获得的收益 都是按照这个比例分钱 他要是多分一成的钱出去 那就相当于触及了 其他大头目的利益 多谢魏头目 魏头目大窃 巡逻小队的成员 听到多给了八两银子 让他们好好吃喝一顿 个个都喜笑颜开 很快 他们十一人就把银两分好 魏征等他们分好银票 这才招呼一声 走吧 我们去丹药店 在丹药店 魏征直接购买了 120份牛骨断体膏 打了九折 花了540两银子 加上来之前 在万宝阁那边购买的40份 总共160份牛骨断体膏 这个月还剩下20天 刚好够他用 魏征将剩下的40两银子收好 见巡逻小队所有人 都购买完了丹药 他抱起装着牛骨断体膏的小箱子 时间不早了 晚上还要巡逻 九时就打包回药田那边吃吧 多出的八两银子 他们十一个人也不好分 所以打算购买九时 好好吃一顿 是 魏头目 青蓝山 药田 明月高挂 在巡逻完一遍古地的东面 魏征立刻涂抹牛骨断体膏 然后吞服 今天购买的云餐血灵丹 开始修炼 待云餐血灵丹的药效耗尽 天已经蒙蒙亮 魏征的牛骨断体膏 都已经用了五分 一晚上的修炼 魏征此刻 却没有丝毫的疲惫 眼中反而透着 兴奋之色 不愧是魏丹师推崇的 云餐血灵丹 一颗就能顶得 上我之前十天增长的气血和真气 如此算来 一颗云餐血灵丹 比十里血灿完的效果 还要好 感受到云餐血灵丹 对气血和真气的大幅度提升 虽然一百两银子 一颗有些贵 但此刻 它又觉得很值 这三颗云餐血灵丹用完 就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月 气血和真气的积累 按照现在的速度 再购买三颗云餐血灵丹 这个月突破至气血镜 后期就稳了 除了云餐血灵丹 魏征每天也还用了血灵丹 虽说效果一般 对真气和气血的涨幅较小 但也聊胜于无 哇哇哇 随着鸡鸣之声响起 巡逻任务结束 魏征虽然处于 略显亢奋的状态 也带着巡逻小队回去休息 接下来的日子 他又回到了之前的生活节奏 白天上午睡觉 下午修炼 晚上巡逻一遍后 继续修炼 十天之期一到 就回邻江房入账 这次依旧是抽五百两银子 然后去万宝阁 再购买了三颗云餐血灵丹 至于妖兽 接连十几天的时间 他都没有再遇到 不过 古地西面 刘长仁他们的巡逻小队 就遭遇了一头爆雷妖兽 但因为速度太快 莫能将其留下 啥也没有获得 还死了两个帮众 按照一直待在药田的巡逻小队所说 古地东面这边 一个月都不一定能够遇到一次妖兽 即便遇到妖兽 也可能会逃掉 如果要是遇到实力强大的妖兽 他们可能还会出现伤亡 这次能够遇到五头猪妖 并且全都斩杀 完全就是运气再加上实力 不过 魏征并没有因此大意 如果这个月悬缘果成熟 有很大 可能会有妖兽出现 他可没有忘记 药田的中间区域 幼护法守着的那一棵悬缘果树 只不过 这棵悬缘果树 什么时候成熟 他也不清楚 估计幼护法也不清楚 否则幼护法完全可以等到 悬缘果树快熟的那几天再过来 没有必要一直在药田这边守着 第33章 你又能如何 药田的一处房间内 魏征身上气血的汹涌 每游走一次全身 就快速壮大几分 下一刻 如红的气血骤然凝食 游走间形成一条气血长龙 接着 魏征身上的磅礴真气 迅速攀升 气势越来越强盛 啊 气血爆发 一道如龙银一般的声音 在房间内回荡 突破气血静后期 比我预算的时间还早了几天 不枉费我用了 这么多辅助修炼的资源 魏征感受了一番 气血静后期的状态 随即查看其属性面板 姓名 魏征 年龄 时期 职业 舞者 修为 气血静后期 炼体进攻法 十二路无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攻法 铁骨精深攻 第八重 九十一百 先天进攻法 无相脸吸攻 第二重 十二一百 修为后面没有 可突破 的后缀 看来气血和真气 还需要继续壮大 达到可以冲破一条主经脉的条件 才会出现可突破的后缀 上次炼体进后期 已经滋生气血 就是达到了可以突破气血静的条件 才出现了可突破的后缀 铁骨精深攻 修炼至了第八重 最迟明天 就能突破至第九重 到时候 以铁骨精深攻的强大防御 即便通脉镜的舞者 也可以过过招 不对 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居然想和通脉镜舞者交手 这是刚刚突破 有些飘了啊 魏征顿时施展无相脸戏功 将气血静后期的修为 收敛至气血静中期 不仅如此 他身上的气息也逐渐平稳 丝毫看不出刚刚突破的样子 因突破而狂妄起来的心神 也渐渐归于平静 即便突破至气血静后期 在青燕邦 也只是个无足轻重的精英帮重 在广宁府 更是什么都不是 只有突破至通脉镜 才能在青燕邦内有一定的话语权 成为青燕邦的堂主 才算在广宁府有一席之地 以我现在的修炼进度 下一个月 就可以着手突破通脉镜的事情 甚至顺利的话 未必不能突破至通脉镜 他有属性炼板 只要修为后面的 可突破 后缀出现 获得突破所需的宝物 就能立刻突破 不过 按照之前突破气血静时需要的 气血单 估计突破通脉镜所需要的宝物 价格也不会低 以现在临江方的收益 能不能获得足够的钱财 来购买所需的宝物 他自己也不确定 黄昏时分 魏征和巡逻小队的成员 一起吃完饭 还未动身前往谷地东面 一个帮众就飞速赶来 汇报道 见过魏头目 幼护法有令 今晚药田全面戒严 增加巡逻的人数 知道了 魏征点点头 立刻就想到了幼护法 守着的悬原果树 能够让其如此谨慎 也只有这一件事 各位 你们都听到了吧 魏征神色严肃 今晚很可能会出现妖兽 而且还是实力很强的妖兽 立刻做好准备 穿戴好护甲 多带一些布置陷阱的东西 我们在谷地东面 再增加一处陷阱 上次斩杀那五头猪妖 陷阱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魏征自然要将这个优势扩大 要不是药田这边 布置陷阱的装备 只有这么多 他都想多布置几处陷阱 是 魏头目 吴明和巡逻小队的成员 齐声应道 吴明 帮我拿一件护甲 魏征吩咐一声 之前他晚上要修炼 为了方便 也就没有穿戴护甲 今晚可能有大战要打 修炼是不可能修炼了 护甲自然要穿上 即便他的铁骨精身弓 达到了第八重 但多一件护甲 也能让防御提一个层次 如果遇到危险 也能多一些保命的机会 是 魏头目 很快 整个药田的人都忙碌了起来 除了那些种植药材的普通人 所有练武的帮众 都穿着护甲 带上武器来到一处空地集合 这些在空地集合的帮众 他们原先是负责后勤 或者运输药材的事情 但现在是全面戒严 自然也要参与进 巡逻的队伍中来 魏征穿着护甲 带着巡逻小队来到空地这边 刘长仁同样穿着护甲 带着他的巡逻小队走了过来 两个大头目 都在药田这边助手 但今天才算第一次见面 刘长仁瞥了眼魏征 连招呼都不打 直接看向空地上 集合的32个帮众 来20人 跟我一起去古地西面巡逻 等等 魏征眉头一簇 刘长仁 你什么意思 这里32个人 你要带走20个人 只给我留12个人 刘长仁的食品房 因为他的临江房 抢了不少客源 收益降低了不少 所以 对于刘长仁不给他好脸色 他并不在意 但现在 想多带走更多人的 这就触及他的利益了 今晚很可能会遭遇不少妖兽 正是缺人的时候 刘长仁多带走一些人 那他就少了一些帮手 说言重点 这关系着他的性命安危之势 这种事他可不会让步 刘长仁冷哼一声 我古地西面 被妖兽袭击的次数多 自然要多带一些人过去 魏征呵呵一笑 袭击次数多 不代表妖兽就多 我们古地 东面十几天前 还遭遇了五头妖兽袭击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 古地东面的妖兽 比较多 也要多带一些人过去 哼 魏征 我没时间和你多沸口舌 刘长仁身上的气血爆发 气血萦绕周身 这是气血镜中期的标志 我今天就是要带二十人离开 你又能如何 在他看来 魏征刚刚突破气血镜 才两个月不到 不仅还在气血镜初期 甚至连弓法 也都没练到多少重 而他是气血镜中期 疾风刀法 更是已经达到了第五重 魏征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这二十个帮重 他势必要带着离开 魏征敢阻拦 他就出手教训一顿 不仅可以让魏征当众丢面 还会失去一部分威信 而且魏征受了伤 今晚对付妖兽的风险 也会增加 说不定倒霉一点 就死在了妖兽的手里 第34章 来二十人 跟我去东面谷地巡逻 想跟我来硬的 魏征目光一冷 微微摇头 不如何 但今天这二十人 你带不走 随着魏征的话落 气氛顿时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无名和巡逻小队的成员 有些担忧地看着魏征 他们虽然见识过魏征的实力 也知道魏征的炼体不弱 但刘长仁终究是老牌的气血镜 弓法必然修炼到了 比较精深的地步 就平民 刘长仁吃笑一声 大言不惭 口气这么大 我倒要看看 你的本事有没有这么大 花音落下 他腰间的长刀出鞘 气血和真气瞬间爆发 刀光一闪 迅疾如风 斩向魏征的手臂 疾风刀法 魏征是清燕邦的人 对清燕邦比较普遍的弓法 自然是认识的 刘长仁施展的弓法 正是清燕邦的气血镜弓法 疾风刀法 这出手的速度 明显已经练到了一定的境界 叮 刘长仁的长刀 斩在魏征的手臂上 仿佛斩中的是一根铁块 看到魏征身上 那淡淡的真气薄膜 他瞳孔猛的一锁 炼体弓法 他惊讶的不仅仅是炼体弓法 还有魏征 居然挡住了他第五中的疾风刀法 这说明魏征 已经将这门炼体弓法 修炼到了一定的境界 就这 魏征右手抬起一握 直接抓住 刘长仁握刀的手腕 随即气血和真气爆发 气血镜中期 该死 刘长仁看到 魏征爆发的气血 面色顿时俱变 魏征的修为 居然已经突破了 他连忙运转真气 左手拍向魏征的右手 想要挣脱手腕的束缚 魏征没有理会 刘长仁的攻击 左手握拳 一拳砸在其右手臂的腋下 咔 精准地击打 直接让刘长仁的肩胛骨脱臼 啊 刘长仁痛得惨叫一声 右手无力地松开刀柄 面色惨白一片 魏征松手 直接一脚 将刘长仁踢飞出去 就这点实力 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我刚刚要是不收力 你的右手臂 就可以直接废了 那一拳砸出 他已经收力了 否则这一击 可以直接震断刘长仁的手臂 让其无法再握斗 但今晚就要面对妖兽 青燕帮内也禁止同门相残 在场这么多人看着 他也不好下狠手 不过 肩胛骨脱臼 即便接回去 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至少短时间内 无法再承受强力的战斗 而且这还是刘长仁握刀的手 今晚刘长仁 别说斩杀气血净妖兽 能够挡得住一头气血净妖兽 就已经很不错了 看到魏征 居然轻松击败了刘长仁 吴明和巡逻小队的成员 顿时欢呼起来 气血净中气 魏头目居然突破了 哈哈 魏头目威武 刘长仁右手撑着地面 调准角度 接着一用力 咔嚓 一声就将脱臼的肩胛骨接好 他沉着面容 右手微微抖动着 你练的是什么功法 铁骨金身功 魏征这门功法 是在藏书阁选的 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居然是这门功法 刘长仁惊讶地看向魏征 我记得这门功法有人也修炼过 进度缓慢 你成为大头目 才两个月不到 得到这门功法 也不会超过两个月 怎么可能修炼到这个境界 能够挡住他第五重的疾风刀法 魏征至少将铁骨金属 修炼至了第四重 甚至第五重 进度缓慢吗 魏征装作一副疑惑的样子 我没有觉得 反正我修炼起来挺轻松的 进度也一直很快 拥有属性面板的他 修为和功法突破的速度 都会很快 既然如此 他也要表现出比较强的天赋和实力 在别人面前打造一个天才的人设 有了天才的人设 他的修为和功法突破的快一点 也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他是天才 那么修为进步的快一点点 功法修炼的快一点点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做不到 那说明你资质一般 如果表现得资质平平 然后修为进步快 功法又修炼快 这反而会让别人以为你 得到了什么宝物 引起别人的觊觎 毕竟天赋这种东西是天生的 别人也夺不走 但宝物可就不同了 在别人看来 你这个资质平平的家伙 拿着未知的宝物 就能由此修炼速度 那我得到 岂不是起飞了 杀身之祸 可能无形中就来了 没想到 魏头目的天赋资质 居然如此之好 刘长仁苦涩一笑 恭身一礼 开口道歉 魏头目 这次刘某得罪了 还望物怪 魏征的天赋这么好 现在就已经超过了他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能成为青雁邦内 唐主之下的第一人 甚至可能 未来还会成为青雁邦的唐主 得罪一位唐主 他即便不死 再帮那也不会好过 好在两人刚刚虽然结仇 但也不是什么生死大仇 而且现在吃亏的还是他 他如今低头认错 或许可以让魏征 不计较这一次的事情 魏征不满地淡淡开口 一句道歉的话 可算不上什么诚意 他要的是这种 没有实质的道歉吗 想结过此事 至少也要给个 一二百两银子吧 刘长仁哪还听不出 魏征的意思 连忙从怀里 拿出数张银票 递给魏征 魏征接过银票一看 有一百四十两银票 他微微点头 还行吧 此事就此结果 反正现在当着众人的面 他也不好动手 杀了刘长仁 先搞一笔好处再说 如果有合适的时机 倒是可以动手杀了 这次他是没受伤 要是受伤的话 今晚面对妖兽 就有死亡的风险 在他眼中 刘长仁动手的那一刻 就已经和他是死仇了 多谢魏征 刘长仁松了一口气 再次攻身一礼 虽说这次受了伤 还损失了一笔钱财 就当花钱消灾了 魏征将银票色入怀中 随即看向空地上 站着的帮众 来二十人 跟我去谷地东面巡逻 既然已经动过手了 作为胜利者 他自然可以带二十人离开 刘长仁见状 只能选择沉默 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寻我 魏头目 我是炼体经后期的使劣 魏头目 我擅长制作毒药 可以在陷阱里加毒 在场的帮众很清楚 此次全面戒严 很可能会遭遇 实力强大的妖兽 他们自然希望 跟着实力更强的魏征 第35章 玄元果成熟 赤脸蛇 青蓝山 药田古地东面 魏征带着三十一个手下 迅速布置着 另一个陷阱区域 古地东面 有两个陷阱区域 防守的压力 就会小一点 带所有陷阱都布置好 魏征下令吩咐 给所有陷阱 都涂抹上剧毒 这是在挑选二十人离开的时候 一个帮众提到了毒药 给了他这个想法 胃头目 涂抹剧毒的话 妖兽肉就卖不出去了 一个帮众开口道 先天境之下的妖兽 除了比较特殊的妖兽 一般身上 最值钱的 就是身上的肉 妖兽的肉 经过药扇烹饪 效果堪比丹药 并且 药力极其温和 更容易吸收 还没有任何副作用 不少有钱的世家 豪祖子弟 都会经常吃这种药扇 然后再配合丹药 来辅助修炼 魏征自然知道 这样做 会让收益大幅度减少 但赚再多的钱 也要有命去花呀 所以 他丝毫没有改变想法 妖兽肉是卖不出去 但他身上的皮 古等材料 还是值一些钱的 而且 涂抹了剧毒 我们对付妖兽 也可以轻松不少 也能减少一部分的风险 你们也不想死在这里吧 听到魏征的话 在场的帮众 立刻去给陷阱涂抹上剧毒 在命和钱财的选择下 在场的 只要不是疯子 自然都是选择命 而且 就像魏征说的 即便妖兽肉卖不了 但妖兽身上的材料 还是可以卖出价钱的 他们也不是毫无收获 很快 所有陷阱都被涂抹上了剧毒 而且考虑 妖兽的生命力更强 体型更大 他们涂抹的 都是剑血疯猴的剧毒 并且量还不小 魏头目 剧毒已经涂完了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在场的除了巡逻小队 还有以前负责后勤 和运输药材的帮众 大家都是第一次合作对抗妖兽 自然是听魏征这个大头目的 15人一队 交叉巡逻 一旦遇到妖兽 直接发射信号 魏征想到 玄云国可能会吸引 通脉镜的妖兽 他提醒在场的帮众 如果遇到的是 练体镜妖兽 数量少的话 你们自己出手解决掉 每一队 有15个练体镜的舞者 对付一两头 练体镜的妖兽 并不危险 如果是气血镜妖兽 就立刻引到陷阱这边来 我会负责解决 至于通脉镜妖兽 就直接跑 让其进入药田里面 自有诱护法大人 去对付 如果真出现了通脉镜妖兽 那也肯定是为了玄云国而来 只要不去招惹他 放他进去 在玄云国的吸引下 通脉镜的妖兽 也不会在意 他们这些小楼了 是 魏头目 31人 迅速分成两支巡逻小队 开始交叉巡逻 交叉巡逻的好处 在一方遇到妖兽时候 另一支队伍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支援 魏征则跟以前一样 在古地东面的廖望台坐镇 养精蓄锐 随时准备支援 至于功法 他并没有再修炼 毕竟今晚 很可能会有大战 他要保持全胜的状态 三更十分 一股亲人心提的清香 从药田那边吹拂而来 廖望台上 魏征吸了一口清香 顿时感觉到 气血有些许的躁动 仅仅散发出的味道 都能对我这个气血镜后期 产生一丁点的影响 能够有如此功效的 定然是玄源果 即将成熟了 隔着这么远 我都能闻到玄源果 散发的清香 以妖兽比我们强十几倍 甚至几十倍的敏锐鼻子 肯定也能闻到这股清香 今晚必定会有妖兽过来 咻 碰 一刻钟不到 夜空中 一道亮眼的光芒 升空而起 在风中 发出刺耳的尖笑声 接着便在空中炸开 这时有人在发信号 表示 那边有妖兽 古地西面 出现妖兽了 魏征没有动身 他是负责古地东面的大头目 自然不会去古地西面那边支援 而且东面这边 估计要不了多久 也会出现妖兽 因为玄源果散发的清香 越发的浓郁了 咻 碰 半刻钟的时间 古地东面这边 也发射出一道信号 魏征手握九环大刀 身形从瞭望台飞掠而起 赶往离信号最近的陷阱区域 如果是气血镜的妖兽 那么巡逻小队 必然会将妖兽 引到陷阱这边 魏征赶到的时候 就看到巡逻小队的成员 也刚好到达 过来的是什么妖兽 魏征直接询问 回味头目 是一头气血镜的赤链蛇 它来了 随着话音落下 一头有着水桶粗壮 长达十米的红色大蛇 在地面上飞速行进着 蛇躯和地面妈撒 发出沙沙的声响 陡然 这头气血镜的赤链蛇 在陷阱区域外停下 一条长长的蛇性吞吐着 仿佛嗅到了危险的气味 下一刻 只见这头赤链蛇凭借 相对纤细的蛇区 绕开一个个陷阱 向着魏征和巡逻小队 快速靠近 这一幕 顿时让巡逻小队的 十几人惊讶不已 不好 这赤链蛇 发现了我们的陷阱 怎么可能 它是怎么做到的 不是说蛇的眼睛 是看不到的吗 笨蛋 这是妖兽 又不是普通的蛇 可能这头赤链蛇 就能看得见东西吧 是气味 魏征看着赤链蛇 一直吐着的蛇性 我们在每一个陷阱 都涂抹了剧毒 这头赤链蛇的蛇性 分辨出了特殊的气味 这气味 让它感觉到了危险 所以避开了 散发特殊气味的区域 因此躲开了陷阱 说完 它握着九环大刀 站在最前面 你们退后 替我压阵 我来对付它 以它现在气血镜后期的修为 以及第八重的铁骨精神弓 这头气血镜的赤链蛇 对它造不成太大的威胁 不过即便如此 为了以防万一 它还是让巡逻小队替它压阵 真要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也能有人帮它一把 是 胃头目 巡逻小队十几人 退后了一段距离 不过全都握着武器 进入战斗状态 随时可以冲上去帮魏征 第36章 赤链蛇毒液 腰狼群 赤链蛇的速度并不慢 实习不到的时间 就成功通过了 布置陷阱的区域 一个陷阱都没有出发 当当当 铁环碰撞着刀身 而至的刀光 嗖 赤链蛇的反应能力很快 舌头往后一缩 显显地避开魏征的九环大刀 接着 它的蛇躯卷起一弹 如同弹簧一般跃起 扑向魏征 魏征见状 维持着铁骨金身弓的运转 故意没有躲避 眨眼间 赤链蛇的蛇身处碰到魏征 立刻如同卷齿 一般迅速卷了起来 将魏征的 下半身死死的捆腹主 开始收缩绞杀 蛇头也张开血盆大口 向着魏征的头颅咬去 扑 九环大刀 在魏征的气血和真气的加持下 直接将赤链蛇的蛇头 斩飞了出去 失去了蛇头的蛇躯 依旧还在用力地收缩 但却被魏征 直接撑开 摔在地上 扭动起来 注意蛇头 它还没死透 还能咬人的 魏征见巡逻小队的一名帮众 往蛇头那边过去 顿时开口提醒 赤链蛇是有毒的 而且这头 还是气血镜的赤链蛇 这一口毒 估计没有哪个炼体进武者 能够撑得住 那名靠近舌头的帮众 连忙止住脚步 说出自己的目的 魏征这条是气血镜的赤链蛇 他的毒爵 对可以毒杀气血镜的妖兽 我想提取他牙齿中的毒液 涂抹在箭头上 这样就可以对付 气血镜妖兽了 魏征这才认出 这人正是当时他挑选20人时 主动表示 自己会制作毒药的那名帮众 好主意 不过 还是让我来剃取毒液吧 好的 魏征目 这是装毒液的罐子 说着 这名帮众 把两个小酒坛子大小的罐子 递给魏征 魏征接过两个罐子 眉头微条 不过想到这条赤链蛇的硕大舌头 那牙齿肯定也不小 确实需要这么大的罐子 旋即 他走到距离赤链蛇舌头 四五米的距离停下 此时这个舌头 正安静地搭了 在地上 仿佛已经没有了危险 魏征自然不信 这头赤链蛇真的死了 普通的蛇被斩断舌头 都还能活一个小时左右 而这头赤链蛇 是气血镜的妖兽 生命力更加强大 估计活个几天都没问题 魏征运转真气 身形一跃而起 配合气血之力 将手中的九环大刀 对着舌头投掷而出 当当当 扑斥 九环大刀 如同一枚大号的钉子 直接插在赤链蛇的舌头中间 死死地将其定住 死死死 原本安静的赤链蛇舌头 顿时张开血盆大口 剧烈地扭动挣扎起来 发出凄厉的叫声 但九环大刀 将舌头死死地定住 它能够动弹的幅度并不大 就是现在 魏征带着两个罐子 脚下一撮 身形窜出 来到赤链蛇的舌头面前 趁着舌头 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两根尖锐狭长的蛇牙 一把将两个罐子 塞进蛇牙里面 蛇牙咬到了东西 即便处于疼痛 疯狂之中的蛇头 也下意识地喷 吐出大量的毒液 数息的时间 就装了半罐子的毒液 剑赤链蛇的蛇头 不再释放毒液 魏征运 转针器和气血 在蛇头的位置 砸了十几圈 直到蛇头再也没有动弹 他才停了下来 随即 他将两个罐子 从蛇口中取出 这两个罐子 各装了大半罐子的赤链蛇毒液 不过也已经够在场 所有人使用了 魏征将两个罐子 放到地上 哎 你们将箭头 都拿到罐子里面 浸泡一下 是 魏头目 巡逻小队十几人 顿时摘下箭袋 将里面的箭矢取了出来 轮流浸泡赤链蛇的毒液 这时 另外一支巡逻小队 也赶了过来支援 他们惊讶地看了看地上 巨大的蛇区 随即行礼 见过魏头目 他们的速度 其实已经不慢了 看到信号之后 立刻就赶了过来 只不过魏征两个回合 就斩杀了这条 气血镜的赤链蛇 速度太快了 魏征微微点头 你们来得正好 都把箭袋里面的箭矢取下来 让箭头浸泡一下 赤链蛇的毒液 是 魏头目 等两支巡逻小队 都把箭头都浸泡了一遍 魏征这才拔出 插在舌头上的九环大刀 随即将剩下的赤链蛇毒液 都倒在了刀身上 九环大刀 涂抹了赤链蛇的毒液 再加上第八重的铁骨金身弓 哪怕倒霉到极致 被通脉镜妖兽缠上 也有搏杀的能力 魏征虽然不会去招惹 通脉镜的妖兽 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而且 涂抹了赤链蛇的毒液 他对付气血镜的妖兽 也能更加地轻松 哦 哦 哦 古地东面的山林之中 一道道狼笑的声音 接连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巡逻小队的一部分人面色巨变 该死 是妖狼群 听这声音 至少也有十几头妖狼 多的话 可能有几十头妖狼 未投目 妖狼群都有头领 战斗的时候 非常狡猾 甚至懂得战术 我们的陷阱 未必对他们有用 显然 巡逻小队中 有一部分人知道 妖狼群的难缠程度 魏征神色威宁 先确定这个妖狼群的头领 是不是通脉镜妖兽 如果是 就放他们进入药田 他在清燕邦一个月 才几百两的银子 自然不可能为其拼命 而且 幼护法也跟他说过 如果遇到通脉镜的妖兽 是可以直接放任妖兽 进入药田 如果只是 气血镜的妖兽 对他来说 那威胁就很小了 走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魏征带着两支巡逻小队 一共三十一人 浩浩荡荡地向着狼叫声的位置赶去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狼 叫声传出的区域 远远就看到了 一头体型有着 六七米高大的妖兽 趴在地上 这头妖兽 已然身死 数十头妖狼 正在进食 显然 雪原果的药香味 吸引了不少妖兽过来 但妖兽之间 也不是和气一片 这头妖兽 遭遇了妖狼群 被围殴致死 成为了妖狼群的食物 哦 就在魏征 他们看到 那数十头妖狼时 一头警戒的妖狼 也看到了他们 立刻嚎叫了起来 提醒同伴 我们被发现了 撤回陷阱那边 魏征立刻下令 第37章 银背青狼 翠纹宝�禅 山林中 魏征带着两支巡逻小队 全速行进 撤向陷阱区域 这数十头妖狼 都是炼体径的 白背青狼 他们的头领 最多也就是 气血径的银背青狼 魏征心中一定 只要不是通脉镜妖兽 那就对他造不成 任何威胁 不过 妖狼群好歹 也有数十头 白背青狼 他们的人数 并不占据优势 撤退到陷阱那边 反而可以占据 低力的优势 对付起来 就轻松多了 白背青狼的速度 比巡逻小队 要快了一倍不止 时数息的时间 便有七八头白背青狼 冲在了最前面 距离他们 也就百米左右 而且 这个距离 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张弓拉剑 射一轮箭矢 逼退白背青狼 魏征剑撞 有条不稳的指挥 两支巡逻小队 两支巡逻小队 三十一人 顿时停下脚步 张弓拉剑 射出箭矢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只用了两秒的时间 秀 秀 秀 三十一支箭矢 如同密集的雨点一般 飞射向 冲在最前面的七八头 白背青狼 此时 最前面的白背青狼 已经靠近他们 四五十米的距离 如此近的距离 白背青狼 又全速奔跑 面对密集的箭矢 根本来不及躲避 煞时间 冲在最前面的七八头 白背青狼拳 都中箭 除了两头倒霉的白背青狼 被射中要害 直接倒地 另外几头 倒是狂奔了数十米后 摔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这是箭头表面 涂抹的赤链蛇剧毒 发挥了作用 气血镜赤链蛇的剧毒 可不是 炼体镜的白背青狼 能够承受的 哦 这时 月光下 一道银线窜出 对着妖狼群 低沉地叫了一声 正在追赶的妖狼群 在听到这声狼叫后 纷纷停了下来 魏征和巡逻小队 射完一轮箭矢 就立刻继续逃往陷阱的方向 见到白背青狼 不再追赶他们 不由得疑惑不已 是白背青狼的头领 赢背青狼 他居然让白背青狼 停止了追击 这是见识到箭矢的威力 怕了吗 管他什么原因 他们不敢追上来 岂不是更好 魏征也很疑惑 妖狼群之所以难缠 不仅仅是狡猾 还牙字必报 非常记仇 他们射杀了 七八头白背青狼 按理来说 应该更加疯狂地追击他们 甚至跟他们拼命 而不是害怕他们 连追击都不敢 不对 是通迈进妖兽 魏征面色微变 他感应到一股强横的气息 正在飞速靠近 往药田这边来 这一刻 他总算明白赢 被青狼 为什么制止了小弟追击 这头银被青狼 是个欺软怕硬的妖兽 魏征吐槽一句 随即吩咐两只巡逻小队的人 通迈进妖兽来了 所有人立刻隐蔽 通迈进妖兽 显然是冲着药田的玄元果而来 只要不去阻拦 不在他面前乱晃 对方在玄元果的吸引下 对他们的兴趣 肯定不大 听到魏征的话 巡逻小队的所有人一惊 连忙就近找一棵树 隐蔽身形 我说白背青狼 怎么不敢追了 原来是通迈进妖兽来了 不知道是什么妖兽 能够有如此威势 让白背青狼这么忌惮 该不会不是通迈进妖兽 是先天进妖兽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魏征隐藏在一棵树梢上 施展第二种的无向脸西弓 尽力收敛自身的所有气息 虽然第二种的无向脸西弓 不一定能瞒得过通迈进妖兽的感知 但在场有这么多的人 他收敛了气息 这头通迈进妖兽想要动手的话 也是先对付巡逻小队 他可以趁机逃走 虽说以他现在的实力 未尝不能和通迈进妖兽一战 但除非是没办法逃 否则他可不会尝试和通迈进妖兽拼命 他也只是气血镜而已 面对通迈进妖兽 大家自求多福罢了 呱 就在这时 一道嘹亮的声音响彻山林 动 紧接着 一个四五米巨大的身影 从山林中跃出 然后重重地落在地面上 强大的力量 震得山林轻微晃动着 通迈进妖兽 翠文宝禅 魏征躲在树梢上 看得比较远 也比较清晰 自从见识过妖兽后 他这个月特意看了不少 关于妖兽的书籍 对于比较有特点的妖兽 比较常见的妖兽 已经可以辨认出来 呱 翠文宝禅树息之间 就跳跃了几下 来到巡逻小队 和白被青狼的区域 他停了一下 明显是 发现了巡逻小队 和白被青狼的存在 下一刻 他又跳跃而起 眨眼的功夫 就进入了药田里面 显然 相较于巡逻小队 和白被青狼 学圆果对他更有吸引力 哦 随着翠文宝禅禅离开 一道银线从山林中窜出 正是银被青狼 他发出类似进攻的狼叫声 巡逻小队所有人 立刻撤往陷阱那边 魏征听到银被青狼的叫声 哪还不知道 这头欺软怕硬的妖兽 已经把他们当成软柿子了 哼 等到了陷阱那边 让你尝尝 踢到铁板的滋味 魏征看了眼淫被青狼的身影 脚下一撮 带着巡逻小队全速后撤 哦 哦 哦 一头头白被青狼 从后面追赶着 待靠近百米之内 魏征就让巡逻小队 放一轮毒箭 不过 这一次 却没有对白被青狼 造成任何伤亡 这些白被青狼 非常的狡猾聪明 刚刚见识过毒箭的厉害 知道不能被射中 所以 一看到巡逻小队张弓搭箭 他们就立刻就近靠树或者石头 躲避这些毒箭 双方拉扯之间 很快便来到了陷阱的区域 魏征他们 根据陷阱的标记 避开陷阱的位置 成功通过 而冲在最前面的五六头白被青狼 并未发现这个地方的特殊之处 刚冲进来 要么被大王网住 要么就掉进十米深的坑洞中 被特殊尖刺贯穿 一时间 追赶的白被青狼全都停了下来 不敢再追击 哦 低沉的狼叫声从后面响起 剩下的二十几头白被青狼 顿时让出一条道路 第38章 砸死银被青狼 一头后背有着银色毛发 比白被青狼大几圈的妖狼 缓缓走到群狼的前面 一双绿色的眼睛 在夜空下闪烁着清光 仿佛一头责人而适的凶兽 银被青狼咫牙咧嘴地怒瞪着魏征等人 他的妖狼裙接连两次遭受了伤亡 损失不可畏不小 魏征瞥了眼银被青狼 随即抬手一挥 放箭 羞 羞 羞 三十一只箭矢飞射而出 被大网束缚的三头白被青狼 顿时被射杀在银被青狼的面前 哦 清眼看着自己的手下被射杀 银被青狼的愤怒达到了极致 他看了看四周的地形环境 中间是一条宽阔的空地 但布满了陷阱 陷阱两边都是一排排高大的树木 里外都定着铁网和尖刺 封死了两侧的道路 想要继续前进 只有中间的空地 或者绕一个大圈进入药田 从后方突入 接着 他的目光抬起 看向空地两边的高大树木 刷 他身形一跃而起 踩到树木的枝干上 接着以枝干为借力点 在树上飞速跳跃 向着魏征他们靠近了一段距离 见到这一幕 众人一愣 大意了 这几年的时间 树木长高了不少 多出了不少枝干 这银被青狼也太聪明了吧 居然还能想到这个办法 看来这次是免不了一场恶战了 哦 银被青狼不仅聪明 还非常的谨慎 即便找到了这个办法 他也没有轻身涉险 而是招呼着小弟上来 刷 刷 刷 地上的二十几头白被青狼 听到命令 纷纷一跃而起 跳上枝干 然后飞速跳跃着 向着魏征他们冲去 放箭 魏征不慌不忙地指挥着两支巡逻小队 有了魏征这个主心骨 两支巡逻小队的成员心中烧定 对着枝干上跳跃的白被青狼射出箭矢 不过 效果非常的差 在场的帮众都不是专业的射手 大树的主干 枝叶挡住了大部分的毒箭 只有一小部分毒箭射向白被青狼 但白被青狼也不是站在那里不动的靶子 他们身形一跳 就轻松躲过了毒箭 这一轮的远程攻击 只是阻拦了白被青狼靠近的速度 时数息的时间 一头头白被青狼从树干上一跃而下 扑向魏征和巡逻小队 弟兄们 杀 魏征见一头白被青狼扑来 刚准备动用九环大刀 直接斩了 但想到自己的九环大刀 涂抹了赤链蛇的毒液 这要是斩杀了 肉就浪费了 他索性不出刀 对着这头白被青狼一拳砸了过去 碰 以他铁骨金身弓的强横 还有气血镜的真气和气血 这头白被青狼 直接就被他当场砸飞出去 重重地落在地上 失去了生命气息 哦 荧光一闪 银被青狼趁此时机 从树干上飞扑向魏征 一对锋利的狼爪 直接抓向魏征的心脏位置 吃 魏征身上的护甲 没能挡住这头银被青狼的利爪 直接被撕裂开来 衣服破碎 露出里面紧致的肌肉 以及那淡淡的金色的薄膜 好锋利的爪子 这头银被青狼的实力 绝对已经达到了气血镜中气 魏征迅速抓住银被青狼的前腿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接下来该我了 话音未落 他已经一拳 砸向银被青狼的头颅 银被青狼目露凶光 面对魏征的拳头 直接张开锋利的牙齿 撕咬了过去 咔 下一刻 银被青狼就感觉自己 咬到了一根铁棍 牙齿直接崩断了两颗 血液顺着狼嘴流淌了下来 他那一双泛着青光的瞳孔 猛的一缩 此刻终于意识到了 眼前男子的强大 碰 魏征可不会给银被青狼喘息的机会 左手一拳砸在银被青狼的脑袋上 哦 银被青狼吃痛地惨叫着 狼身拼命地挣扎着 想要逃离 他那惊恐的目光看着魏征 仿佛在说 之前他让白被青狼一直追击魏征他们 就是想弄清楚敌人的实力 结果魏征他们一直在逃跑 这在他看来 按照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这群人连白被青狼都害怕 那么实力肯定很弱 无非就是借助陷阱和毒箭 才给他们造成了威胁 原本以为吃定了这群人 没想到对方居然有这么强的实力 早知道魏征的实力这么强 他哪还敢招惹啊 然而 现在知道的已经太晚了 魏征自然不会让到手的鸭子给飞了 他一直没有动用九环大刀 就是不想浪费了这头银被青狼的一身血肉 所以他右手一直没有从狼嘴中抽出来 反而死死地抓住其牙齿 左手则猛烈地锤打着银被青狼的脑袋 在十几拳之后 银被青狼的脑袋都凹陷了进去 也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 魏征这才停了下来 哈哈 魏头目威武 弟兄们 别让这些白被青狼逃了 这可都是钱啊 周围的白被青狼 见到头领被杀 顿时惊惊退 然而 他们过来容易 想要离开可就难了 空地上都是陷阱 他们慌不择路地逃跑 直接就冲进了陷阱中 不过 大部分都被巡逻小队拖住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魏征腾出手来 帮巡逻小队他们击杀一头头白被青狼 哈哈 发了发了 这里大部分的白被青狼都没有中毒 他们能够卖出不错的价钱 看着一地的白被青狼尸体 巡逻小队兴奋地欢呼起来 虽然在场有几十个人 但架不住这里的妖兽尸体多 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不小的收益 魏征巍巍抬手 让所有人安静了下来 那些中毒而死的白被青狼 也别浪费了 他们的皮 骨头和牙齿 也值一些钱 还有之前我们看到 白被妖狼啃食的那头妖兽 好像还剩下不少妖兽肉 其骨头那些材料 同样也值不少钱 无名 你带一只巡逻小队去抬回来 是 魏头目 两只巡逻小队 开始忙碌了起来 处理满地的妖兽尸体 魏征则带着九环大刀 在一旁休息 恢复真气 虽说这一战打得并不久 真气消耗也不多 但他也不确定 还会不会再出现其他的妖兽 他必须保持自己全胜的状态 第39章 刘长仁之死 魏头目 白被青狼一共有34头 没有中毒的白被青狼 有19头 中毒的有15头 除了赤链蛇和银被青狼 那头捡回来的黑棕牛 也是气血精妖兽 不过被啃食的只剩下一半 两个巡逻小队 处理完所有的妖兽尸体 上前汇报着所有的收获 魏征微微汗兽 开口询问 有多少弟兄受伤了 回味头目 有六个弟兄受伤了 不过只有三个弟兄伤得比较重一些 已经不能再战斗 但并不危及性命 一个伤得比较重的帮众 顿时庆幸不已 还好之前毒剑弄死了十几头白被青狼 不然我这次很可能会死在这里 是啊 当时要是再多一头白被青狼 我根本挡不住 必死无疑 少了十几头白被青狼 他们都有三人受了重伤 另外三人轻伤 这要是多出十几头白被青狼 他们必然会有一些人 死在这场战斗中 这一刻 巡逻小队的所有人都非常佩服魏征的果断 要不是魏征坚持在陷阱涂抹剧毒 又吩咐他们将箭头 放入赤链蛇的毒液中浸泡 他们也很难先射杀这么多头白被青狼 魏征微微一笑 刚想说什么 他鼻子用力一嗅 目光看向药田那边 玄圆果的青香味消失了 闻言 在场的所有人纷纷深吸一口气 接着便是松了口气 兴奋了起来 那股特殊的青香味 还真消失了 原来这股青香味 是玄圆果散发出来的 怪不得会吸引这么多妖兽过来 太好了 没有了玄圆果的青香味 妖兽总该不会再来了吧 今晚总算是撑过去了 魏征抬手 让兴奋的众人安静下来 虽然玄圆果的青香味消失了 但我们也不能大意 他接着吩咐到 受伤的弟兄就待在陷阱这边 其他人先原地休息 恢复真气后再巡逻 是 胃头目 救 救 救 碰 碰 碰 这时 三个信号烟花升起 在夜空中爆炸开来 是古地西面那边的求救信号 一个信号烟花 代表着有妖兽袭击 三个信号烟花 则代表着求救 这说明 古地西面那边的情况很不妙 已经出现了重大伤亡 魏正想到负责古地西面巡逻的 刘长仁 不由的心思一动 这不就是一个很好除掉他的机会吗 他顿时改变刚刚的安排 所有人待在陷阱这边 我去古地西面支援 如果我们这边出现妖兽 你们就释放信号烟花 等我回来 至于这段时间 要是有妖兽冲进药田里面 那他就不管了 他们这里有这么多妖兽尸体 已经足够给诱护法一个交代了 是 魏头目 魏头目 要不要让一支巡逻小队跟你一起过去 无名开口询问 不用了 我的速度更快 支援更及时 而且 要是连我也解决不了的妖兽 你们过去也没意义 魏正有理有据地拒绝 要是带着一支巡逻小队过去 他还怎么干掉刘长仁 当然 最好是他赶到的时候 刘长仁就已经死在了妖兽的手中 那样 他就不用自己出手了 做好安排 魏正抄起九环大刀 进入药田里面 穿过数十亩的药田 越过五米高的围栏 就进入了谷地溪面 魏正听到临终一处战斗的动静 立刻赶了过去 此时 谷地溪面布置陷阱的位置 九哥还活着的帮众 正在和六头炼体径的紫晶元厮杀着 陷阱处 躺着树头血脚路 刘长仁这个大头目 倒是不见踪命 魏正握着九环大刀 身形窜出 一刀 就瞬间斩杀了一头炼体径的紫晶元 接着继续挥刀 剩下的四头紫晶元 根本不是他的义合之敌 竟接亡于他的刀下 活下来的九个帮众 连忙感激行礼 多谢魏头目 感谢魏头目的救命之恩 你们的刘头目呢 他怎么不在这儿 魏正故作关心地询问 刘头目不敌气血径的紫晶元 往那边跑了 一个帮众指了指右边的方向 那头气血径的紫晶元 也追了过去 魏正目光微闪 你们先待在这疗伤 恢复真气 我去帮你们的刘头目 对了 我的刀有毒 这六头紫晶元的肉 要不了了 他对付这六头紫晶元 就没有顾忌了 反正杀了这六头紫晶元 他也分不到多少钱 说完 他拎着九环大刀 向着对方刚刚指的方向追去 山林中 刘长人搭拉着右手 拼命狂奔着 其身后 一头气血径的紫晶元咆哮着 追赶而至 可恶 要不是 魏正这杂种将我的 肩胛骨打脱落 我何至于落得如此经典 紫晶元的力量强横 他的肩胛骨受伤 根本挡不住连连重击 现在不仅脱臼 手骨还断了 哼 魏正 天才是吧 等我回去 一定花钱找人弄死你 看你怎么天才 此刻的刘长人 脸上布满了怨毒之色 不过 现在还是先解决了 这头紫晶元再说 如今玄元果的清香 已经消失 幼护法那边 肯定收取了玄元果 我把这头紫晶元引过去 他顺手 就能解决掉 也不会怪罪我 想到这 他稍稍改变的方向 往药田那边跑去 后面的紫晶元紧追不舍 奈何速度 并不是紫晶元擅长的 而周围的树木 对紫晶元来说比较小 根本无法支撑 他在林中飞荡 只能在地面上 追击刘长人 片刻 刘长人 就来到了谷地西面的围栏这边 看到了成片的药田 他心中一喜 身形一跃而起 准备翻越五米高的围栏 进入药田里面 下一刻 三颗拳头大小的石头 从山林中飞掠而出 砸向刘长人 处在半空中的刘长人 没有借力的地方 只能硬生生地 承受这三块石头 三块石头 一块砸中他的脑袋 一块砸中他的腰部 一块砸中他的腿 动 刘长人遭受杂击 身形从半空中 重重地摔下 脑袋挨了一石头 也让他一时间 头痛昏沉起来 第四十章 奖励 收益 好 售吼声 伴随着一股腥臭的气味 扑面而来 不好 求生的欲望 让刘长人清醒了几分 迅速运转真气和气血 想要反抗 但此时他的状态已经极差 根本不是紫金元的义合之敌 只见紫金元冲了上去 两息不到的时间 就将刘长人撕咬而死 接着 这头紫金元 对着后方的一棵大树咆哮一声 眼中泛着一丝忌惮和疑惑 刚刚他明显感受到了一股强横的气息 现在却有一点气息都感觉不到 在等待了树西之后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紫金元看了看刘长人的尸体 以及围栏后面的大片药田 他再也忍不住诱惑 扑了上去 一棵高树上 魏征背靠之干 敲着二郎腿 悠闲地半躺着 待天色来到银时 魏征伸了身懒腰 时间差不多了 该回去了 他从树上一跃而下 穿过药田 回到了谷地东面 待天蒙蒙亮 魏征带着两只巡逻小队 以及大量的妖兽尸体 返回寨子 当他们回到寨子时 就看到幼护法 已经从药田深处回来 见过幼护法 魏征带着两只巡逻小队 来到幼护法面前 幼护法看见巡逻小队 抬着的大量妖兽尸体 满意地点点头 魏征 你们谷地东面的防守 做得不错 斩杀了这么多妖兽 这次能够顺利摘取玄元果 你们也有一份功劳 接着 他宣布道 这个月 你们所有人的月钱翻一倍 听到月钱翻倍 在场的所有人 顿时欢呼起来 多谢幼护法 幼护法豪气 哈哈 月钱翻倍 再加上 售卖妖兽分的钱 这个月获得的收益 足以让我购买 几份修炼资源 气血镜有望了 我也气血镜有望了 但滋生气血 只是刚刚开始 积累气血到 真正突破之气血镜 也要两三年的时间 慢慢熬吧 唉 要是每个月 都能有这样的收益 我必定可以半年内 突破之气血镜 两支巡逻小队 不少人 失恋体经后期 如今获得如此高的收益 很快就可以达到 滋生气血的条件 魏征听着 欢呼的巡逻小队 心中感慨 青燕帮吞下 铁掌帮的地盘和资源 出手也大放了起来 只需要再过一两年 就能培养出 更多的气血镜帮众 成为帮派的底蕴 药田这边 仅仅是青燕帮内的一个缩影 幼护法 笑着白白手 看向魏征 魏征 你是临江房大头目 没有月钱 不过 丹药店那边 我会让魏丹师 多给你一瓶血餐丸 魏征这么年轻 就成为了气血镜舞者 天赋明显很不错 他也有一些培养的意思 一瓶血身丸 在丹药店是90两银子 这个奖励 即便对大头目来说 也不算少了 多谢幼护法 魏征拱手谢道 虽然已经突破至气血镜后期的他 血餐丸对他的作用极小 但好歹也值点钱 到时候 可以转手卖给万宝哥 也能获得一笔银两 再加上此次售卖妖兽 能够获得的收益 只要突破至通卖镜所需的宝物 能够买到 他手上的钱财 应该足够了 幼护法微微点头 接着吩咐到 距离下个月的轮换职守 还有四天的时间 魏征你这几天 就暂且负责整个药田的巡房 魏征一愣 幼护法 那刘头目呢 刘长人已经死了 幼护法神色漠然 一头气血镜的紫禁元 冲进药田内啃食药材 我发现后 将其击杀 沿着踪迹 找到了刘长人的遗物 没想到 刘头目居然死在了妖兽手中 魏征叹息一声 刘长人成为大头目后 这些年只顾享乐 懈怠了修炼 这才死于妖兽手中 幼护法告诫道 魏征 你的天赋不错 万万不可像刘长人一样 懈怠修炼 是 仅听幼护法教会 魏征拱手 这里就交给你了 药田里的玄源国已经摘取 幼护法自然不会再留在这边 安排好药田的事物 他连早饭都没吃 直接返回了广宁府 魏征吃完早饭 睡了一觉 下午直接安排两支巡逻小队 带着妖兽尸体 返回广宁府售卖 至于他 则待在药田这边 整个药田就他一个气血镜 就不是想离开 就能随便离开的 好在 只需只守四天 时间并不长 黄昏时分 售卖妖兽尸体的两支巡逻小队 回到药田 将售卖所得的银票 尽数交到魏征手里 魏征牧 古地东面的所有妖兽血肉 材料 一共售卖了3588两银子 古地西面的妖兽血肉 材料也卖了 他们给了你120两的银票 这次斩杀的妖兽虽然多 但有一部分是中了毒的 血肉不值钱 只能卖骨架 狼皮这些材料 而白背青狼这些妖兽 身躯相对比较瘦小 血肉不压秤 所以价值并不是很高 按照规矩 其中四成是你们的 是1435两银子 魏征从这一大叠银票中 数出1550两的银票 你们总共31人 那我就给你凑个整 1550两 刚好一人50两银子 这次的收益很高 只是多给了十几两银子而已 并不算打破规矩 多谢魏头目 魏头目大窃 在场的两支巡逻小队成员 欣喜地道谢 哪怕平均一下 每个人也相当于 多得了五千的银子 已经不少了 魏征将2158两银票收好 这就是他昨晚的收益了 等众人都分完了钱 他这才抬手 让众人安静了下来 接下来四天 我要负责东西两面的巡房 所以就在药田里面待着 随时支援 昨晚虽然死了那么多妖兽 又没了玄渊果的吸引 不太可能会再出现妖兽 但你们也不能大意 你们巡逻要是遇到妖兽 就释放信号烟花 我会第一时间过去支援 现在他负责古地两面的巡房 自然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是 未头目 第41章 铁骨金身宫第九重 青蓝山 药田 夜空下 一处小院内 魏征涂抹完牛骨断体膏 吞服血仓完 修炼着铁骨金身宫 昨天下午 他的铁骨金身宫 就已经达到了第八重 有着90点的熟练度 只差10点的熟练度 就能达到第九重 昨晚因为战斗没有修炼 但今天晚上 必定能够突破 铁骨金身宫这门功法 共有11重 突破至第九重 金身出城 按照对应的境界 已经达到了 突破通脉镜的条件 气血镜后期的修为后面 或许会因此出现 可突破的后缀 可惜 青燕邦内 没有人把这门功法 修炼到这个境界 没有可参考的经验 他现在已经是青燕邦内 将铁骨金身宫 修炼到最精神的人 带一份牛骨断体膏用完 魏征继续涂抹下一份 第八重的铁骨金身宫 在真气和气血的加持下 皮肤泛着淡淡的金色薄膜 随着魏征的一次次修炼 皮肤上的金色薄膜 隐隐加深了一点 丑时十分 魏征皮肤泛着的金色 越发深邃 给我破 随着铁骨金身宫 再一次练完一遍 他全身已然泛着淡淡的金光 全身骨骼发出雷鸣般的爆响 真气和气血 也陡然暴涨一小节 他立刻查看属性面板 姓名 魏征 年龄 十七 职业 武者 修为 气血进后期 可突破 通脉单领五 链体进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攻法 铁骨金身宫 第九重 一一百 先天进攻法 无相脸吸攻 第二重 十八一百 铁骨金身宫达到第九重 修为后面果然出现了 可突破 的后缀 魏征脸色一洗 属性面板果然给力 突破至通脉镜 要五颗通脉单吗 通脉单 是气血进后期 突破至通脉 进食服用的单药 可以迅速产生 大量的真气和气血 辅助冲击打通主经脉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它的药力极其温和 可以护助经脉 不被冲击时受损 通脉单的市场价 是五百两银子一颗 五颗就是二千五百两 魏征算了算 自己现在身上的钱 我现在身上 满打满算 也才二千三百两的银子 还差了一点点 昨晚的售卖妖兽 获得的总收益 是二千一百五十八两 但他之前买 无香脸细工时 还剩下一点 上次购买云餐血灵单 也剩了一点 不过 再过三天的时间 就是临江芳上交例前的日子 我又能获得一笔收入 足够我购买五颗通脉单了 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他等得起 还好昨晚的收益不小 否则我要突破至通脉镜 恐怕就要等到 下个月的月底了 蓝耀田这边助手 真是英明的决定 魏征暗暗自喜 一开始 他只想远离广宁府 这个是非之地 换个安稳的地方修炼 没想到歪打正着 刚好遇到 耀田这边的玄元果成熟 因此 获得这么高的收益 等消息传回去 估计青燕帮的大头目 有不少人都会后悔 毕竟铁掌帮帮主的密库就一个 先不说 是不是青燕帮的人找到 就算是 那也只有一个人获利 其他没有获利的大头目 肯定想着 还不如来耀田这边 二千多两的银子 都可以购买四颗通卖单了 要是手上有积蓄的大头目 未尝不可以购买更多的通卖单 尝试突破至通卖境 只要突破至通卖境 找没找到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堂主之位也稳了 突破后的喜悦 渐渐恢复平静 魏征开始考虑接下来的安排 在耀田这边 还有三天的时间 那就全力修炼 无相脸西弓 将其修炼至第四重 否则这么快突破至通卖境 必然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甚至可能会被亲眼帮帮主注意 这不利于我稳健修炼 第四重的无相脸西弓 可以将通卖境初期的修为 收敛至气血境后期 只要不在远海境以上的强者面前动手 正常情况 没人能够看穿我的修为 不过 即便他下个月 展露气血境后期的修为 也已经很引人瞩目了 好在他早就已经打造自己天才的人设 如今又获得这么高的收益 再加上林江芳的收益 拥有这么多钱财 能够购买大量的修炼资源 修为进步的快一点点 也不算太突兀 毕竟练武也讲究 财屡法地 财 位列第一是有原因的 如果有充足的资源辅助修炼 即便在愚钝的人 也能成为一方的强者 妖兽就是最好的例子 普通妖兽的智慧低下 他们的成长 就是依靠吃山林中孕育的宝药 于是 在药田剩下三天的时间 魏征直接全力修炼 无相脸西弓这门功法 至于铁骨金身弓 他没有在修炼 而且按照功法所述 到了第九重之后 修炼这门功法 就不再是牛骨断体高 而是虎骨断体高 他现在也没有虎骨断体高 虽然有属性面板 可以直接修炼 也能增加熟练度 但这样不仅速度慢 还有可能会对身体 造成一定损伤 八月初第一天早上 三支巡逻队全副武装 整装待发 全都洋溢着兴奋之色 因为今天是发放月钱的日子 又护法四天前更是承诺 给他们双倍的月钱 钱今天就能拿到手了 魏同木 所有药材都装好了 我们可以出发了 吴明来到魏征面前 汇报道 耀田这边的队伍回广宁府 自然要带着这个月 成熟了的药材回去 然后领取月钱 魏征微微汗手 随即看向全副武装的队伍 还有三辆装满了药材的马车 这三车药材的价值可不低 回去的路上依旧不能大意 虽说以现在亲眼帮广宁府的威势 没人会轻易招惹 但却不代表着就没危险 当然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只要不是通迈进的强者出手 他无所畏惧 魏征踩着马凳 翻身上马 抬手一挥 出发 随着一声令下 四五十人的队伍 浩浩荡荡地离开药田 沿着山路而行 第四十二章 密库的结果 早上的太阳温序宁人 一支四五十人的车队 行走在关道上 当广宁府的高大城门 映入视线之中 魏征警惕的心 稍稍放松了不少 到了这个地方 只要不是疯子 都不会在这里出手截略车队 这跟在官差的眼皮子底下打劫 没啥区别 也不知道广宁府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有没有被找出来 魏征骑马走在队伍的中间 想着如今广宁府的局势 十天前 他回过一次广宁府 入仗临江方的银两 顺便购买了云餐血灵丹 从周远口中得知 广宁府出现了 好几个疑似密库的地方 引发了血战 不过那些密库都是假的 如今十天过去 密库或许被找到 也有可能还未被找到 要是密库还没有找出来 广宁府还要混乱一段时间 可惜 耀田助手的任务是轮换的 否则可以在耀田多待上一两个月 等这场风波彻底结束后 再回广宁府 在青蓝山耀田 是少又安稳 魏征还是很乐意 多待几个月的 不过 等我买到通卖单 突破至通卖境 即便留在广宁府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他对密库本就不感兴趣 也不会真的去找 去抢 只要不作死 低调一点 对手最多 也就是弃血镜的武者 对他已经构不成任何的威胁 不过 虽然没啥威胁 但广宁府混乱 他肯定是 无法像以前一样 能够安稳修炼了 毕竟青雁帮也在找密库 他这个临江房的大头目 肯定也无法置身事外 一刻钟后 车队进入广宁府 魏征叫来吴明 吩咐道 吴明 你带车队把药材运往总堂 我先回临江房 发放月钱 进了广宁府 车队就很安全了 是 魏头目 吴明应道 魏征骑马走出队伍 拱手道 弟兄们 我们待会总堂见 这三支巡逻小队 也要在总堂那边领月钱 他们的月钱 是由丹药店那边发放 恭送魏头目 三支巡逻小队 一共四五十人 纷纷攻身一礼 特别是之前 跟着魏征的三十个帮众 他们对魏征的实力 有更清晰的认知 是真心的佩服 车队弄出的动静不小 引得街道 不少行人注目 是青燕邦的人 撕着小伙子 这么年轻 居然是青燕邦的大头目 好俊朗的小哥 不知其姓甚名谁 有无婚配 爷爷 是位哥哥 人群中 一个盘着双发际的少女 看着骑马离开的味争 欣喜地惊呼起来 少女不是别人 正是馄饨摊的周小弱 他们是来早是购买 制作馄饨皮的面粉 其身旁 头发花白的老头 看着魏征骑马远去的身影 有些发愣 之前听别人说 这魏征成为了青燕邦的大头目 没想到是真的 怪不得魏哥哥 这两个月都没来吃馄饨了 周小弱有些怅然失落地看着街道 魏征的身影 早已经消失在了热闹的街道中 老周头微微叹息一声 小弱 听说青燕邦前几天 就死了三个大头目 这魏征不是良人 文言 周小弱那双灵动的眼睛 泛着担忧之色 临江方 魏征刚刚进入堂口 周元就带着数十个帮众 从大厅走了出来 见过魏头目 众人行了一礼 魏征微微点头 看向周元 这十天临江方没什么事吧 虽说周元没派人来找他 说明临江方没什么大事 但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临江方那没事 不过六天前 铁掌帮余孽找到了密库 广宁府各大势力 都有人出手争夺 引发了一场血战 我们临江方 有五个帮众死在那场血战中 周元有些心有余悸地回到 看到身边的人因密库而死 他看到后也是一阵后怕 要不是魏征提醒过他 让他放弃了找密库的心思 他可能也会卷入这场血战中而死 听到密库已经找到 魏征脸色一洗 如此一来 广宁府要不了多久 就会重新恢复安稳的环境 魏征好奇地问道 密库里面的东西 落到了谁的手中 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闹得沸沸扬扬 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 他虽然没有找寻密库的心思 但也想知道 密库里面究竟有什么好的宝物 至于那五个死在血战中的帮众 他懒得过问 这种自寻死路的手下 死了也好 还给他省了一部分的月钱 东西被各个势力瓜分了 我只知道 咱们青雁帮得到了一本 远海径的功法和一个 巨猿果 铁掌帮余孽 带着宁丹靖的功法跑了 周元说道 魏征眉头微挑 这么多势力在 居然让铁掌帮的余孽跑了 就是在场的人多 势力多 才让他有了逃跑的机会 周元继续道 铁掌帮的余孽 为了逃命 把一本假的宁丹靖功法 和密库里的其他功法 丹药 天才地宝 银票等 都扔了出来 各大势力都在抢东西 乱成了一团 他则趁机溜走 现在各个势力还在找他 广宁府现在四个城门进来容易 出城 就会审查很严 能够让各大势力感兴趣的 自然是宁丹靖的功法 毕竟品阶越高的功法 数量自然也越少 一本宁丹靖的功法 可以大大增强一个势力的抵御 而且 同品阶的功法 也有优劣之分 铁掌帮帮主 能够在广宁府称霸一方 功法自然不弱 至于密库的丹药 天才地宝 银票这些 他们反而兴趣不是很大 要是有能够助援海境 宁丹靖突破的宝物 铁掌帮帮主 自己早就用了 哪里还会留着 没想到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最后会是这个结果 魏征感慨不已 如此说来 这场闹剧 根本没有真正的赢家 而且 铁掌帮鱼聂 成功带着宁丹靖的功法逃走 估计广宁府的风波 还要持续一些时间 不过 这对他已经没什么影响了 他只要待在林江坊内 就能继续和以前一样 安稳地修炼 第43章 要选第四个堂主 了解了广宁府如今的局势 魏征接着听了一下 林江坊现在的情况 随即进入大厅 准备发放这个月的月前 此时大厅中正放着一个密封的钱箱 周元拿出账本 递给魏征 这个钱箱里面 是这个月最后十天的总收益 这是账本 银库的钥匙一直在魏征的手中 这笔钱也只能等到魏征今天回来 才能入库 当然 今天是发放月钱和上交利钱的日子 入库自然就不用了 魏征接过账本 直接看最后的数字 看到1030两的银子 心中已然有数 周元显然已经做好了假账 将属于他的500两银子抽了出来 他合上账本 看向林江芳的帮众 这个月 我们林江芳的总收益 是3270两的银子 比上个月 多了足足600多两银子 收益上涨这么多 主要是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吸引了不少舞者来广宁府 舞者向来比较有钱 又听说了金风赌方的名头 不少人想来见识见识 魏林江芳增加了不少客流 听到魏征说出 这个月林江芳的收益 在场的帮众顿时惊喜不已 此居然多了这么多 哈哈 这个月该不会又要涨月钱了吧 涨不涨月钱先不说 这个月七两银子的月钱 肯定是稳了 魏同睦 我们这个月的月钱是多少 一个帮众兴奋地问道 这个问题 顿时让在场的帮众 都安静了下来 纷纷看向魏征 林江芳这个月的总收益 增加这么多 他们自然也想涨一点月钱 魏征看了一眼中人 笑道 我说过 只要你们守我的规矩 林江芳的收益增加 你们的月钱也会涨 所以 这个月的月钱 每人扒两银子 话音一落 大厅内的所有帮众 顿时兴奋地欢呼起来 魏同睦大窃 多谢魏同睦 魏同睦万岁 魏征压了压首 让众人安静下来 随即打开地上的钱箱 周园 这里的钱 刚好够我们林江芳三成的收益 就先在这里 把月钱发了 再去银库那边 拿上交帮内的利钱 林江芳这边的收益 七成要上交帮内 三成属于他们林江芳 这个月的三成 是981两银子 是 魏同睦 周园拿出发放月钱的账本 开始给在场的帮众记账 发月钱 签字 画鸭 这个月 张峰和五个帮众生死 如今林江芳的普通帮众 算上无名 满打满算 也才41个人 这样一算 魏征虽然给大家 涨了一两银子的月钱 但给的钱 跟上个月居然一样 很快 所有人的月钱都发完 周园拿着账本 和剩下的银票 来到魏征面前 魏同睦 弟兄们的月钱 都已经发完了 无名的月钱 我先替他收着 这是剩下的钱 总共651两 魏征接过银票 当众抽出20两的银票 放到周园的手上 这个月你 不仅帮我管酒楼 和客栈那边交易的账本 还负责林江芳的事务 这20两银子 是你应得的 多谢魏同睦 周园欣喜地接过银票 他知道 老大这是特意 当众多给他钱 让他可以在丹药店那边 光明正大的购买汽血单 这一个月 魏征每隔10天 抽500两的银票 他则抽60两的银票 如今他的积蓄 早已经突破了200两银子 购买四五颗汽血单都没有问题 只要顺利的话 下个月 他就能突破至汽血镜 走吧 时间差不多了 该去总堂那边上交利钱了 是 为头目 亲眼帮总堂 堂口大厅内 各个方式 都在有条不紊地上交这个月的利钱 总堂这边的账房先生 再仔细地核算 清点 不过 和上个月的人生顶费相比 此时大厅虽然也热闹 却多了一丝压抑的气氛 只见三个堂主坐在主位上 面色微沉 不见一丝笑容 只要不是瞎子 都能够看得出 三个堂主的心情很不好 魏征上交利钱 见了一礼 赵堂主也只是微微点头回应 并未多说什么 带着疑惑 魏征来到邓旭峰的旁边坐下 低声问道 邓老大 我刚从药田那边回来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三位堂主 似乎很不高兴 邓旭峰作为亲眼帮老牌的大头目 消息还是很灵通的 他倾壳一声 声音明显不如以前中气十足 显然是受了内伤 得到的消息 邦内虽然没人找到铁掌帮帮主的秘库 但帮主有意要选第四个堂主出来 原来如此 魏征恍然 第四个堂主要是选出来了 那么势必会分走现在三个堂主的利益 最直接的利益 就是方式的收益 现在三个堂主分别掌管六七座方式 每个方式上交的利钱 他们能够获得其中的两成 要是多出一个堂主 那么肯定要分出去一两座方式 其他的利益 就是权力和邦内修炼资源的分配 权力小了一点 在邦内的话语权自然就没那么重了 清燕邦内 供应通脉镜武者修炼的资源就这些 吞下铁掌帮后 资源大大增加了 但现在要多出一个堂主 就会分走一份 也怪不得三个堂主如此面容 这第四个堂主 有说怎么选吗 魏征心中一动 问道 如今清燕邦内 还未有第四个通脉镜的武者 既然要选 肯定是从他们这些大头目中选出来 他只展露气血镜后期的修为 也有很大的机会 争取到这个位置 突破至通脉镜 仅凭临江方的收益 想要维持他快速提升功法熟练度和修为 很难很难 要是坐上了堂主之位 那就很容易了 不过 在这之前 他要先搞清楚 这第四个堂主是怎么选的 要是有各种限制条件 比如功劳 年龄 甚至能力什么的 那他就直接放弃这个想法 一点参与的心思都不会有 这么多条件 百名帮主已经有了人选 这分明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位置 他还参与个屁 第四十四章 你安敢如此小觑我 怎么选倒是不清楚 邓旭峰摸了摸自己的洛塞壶 不过 不管怎么选 至少实力要不输于各个大头目吧 要是堂主连手下都打不过 谁会听从他的号令 魏征微微点头 表示赞同 即便帮主有了人选 那实力也肯定不会弱 否则难以扶重 目前我们青燕帮二十二个大头目 有这等实力的 只有三人 邓旭峰竖起三根手指 哪三人 魏征感兴趣地问道 这三人很可能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 六岩房大头目描绘 林全方大头目秦志勇 邓旭峰最后指了指自己 最后一个就是我了 我们都是气血镜后期的修为 并且将气血镜功法 都修炼至了第九中 只差打通一条主经脉 就能成为通脉镜的强者 我如今已经服用过了四颗通脉单 虽然还未打通一条主经脉 但真气凝实 气血翻了一倍 普通的气血镜后期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邓旭峰将自己的实力说了出来 在他眼中 魏征刚刚突破气血镜才两个月 怎么都不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 所以丝毫没有防备的心思 当然 他特意在魏征面前说这些 也不是没有目的的 如果他成为堂主 那么肯定会管辖 几座方式和几个大头目 要是魏征愿意跟着他 有这么一个帮手 他的堂主之位 也会做得比较稳固一些 所以 他说这么多 就是想向魏征表露出 把他当自己人的意思 也相当于展现自己的价值 魏征嘴角 琴着一丝微笑 那苗辉和秦志勇呢 邓旭峰摇头 他们两个我就不清楚了 但实力肯定和我相差不大 魏征点点头 想到邓旭峰跟他说了这么多 他忍不住提了一句 邓老大 你也不可大意 或许还有其他大头目 也有实力争夺 这堂主之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邓旭峰左手摆了摆 清燕帮所有大头目我都熟悉 除了我们三个 另外两个 虽然也是气血镜后期的修为 但功法连第九重都还未达到 怎么可能有实力 和我们竞争这堂主之位 不过 或许会有认不清 自己实力的大头目 站出来和我们竞争 但这种连自知之明都没有的人 不足为虑 邓旭峰眼中 只有苗辉和秦志勇 才是他的竞争对手 魏征眉头微条 要是到时候 他站出来竞争堂主之位 不知道邓旭峰看到他后 会是什么表情 当然 他站不站出来竞争 还要看帮主怎么选 接着 总堂这边已经核算 清点完了临江坊的账目 魏征则过去签字 画压 回到座位 两人则聊起了铁掌帮秘库的事情 魏征知道了更多的细节 比如秘库被找到时 在广宁府的大头目 都被召集了过去 最后的结果是 伤亡十八人 有两个大头目身死 十六个大头目受伤 邓旭峰双拳难敌四手 在混战中被人偷袭 导致受了一些内伤 听到这 魏征庆幸自己 去了药田那边 否则就有身亡的风险 两人正闲聊着 堂口的大厅外面 一道凌厉的气势 破空而来 下一刻 一个穿着一袭青袍 身材消瘦的中年男子 走了进来 见过左护法 郑辰拙面容的三个堂主 迅速站了起来 拱手建立 见过左护法 大厅内 所有人也都跟着建立 左护法微微点头 算是回应 他看向众人 我来时宣布一件事 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已经被别人找到 这第四位堂主 帮主决定 从你们之中挑选出来 左护法 请问如何挑选 一个穿着褐色短褂 腰夸一把圆月弯刀的男子 上前一礼 他就是苗辉 邓旭峰小声地 和魏征介绍 魏征看了眼苗辉 接着又看向左护法 他也想知道 这第四位堂主 是怎么挑选 左护法淡淡道 我们亲眼帮的堂主 实力自然要让大家服众 所以 挑选的方法也很简单 通迈进之下 实力最强的人 就能成为这第四位堂主 左护法 这不公平 我如今身受重伤 岂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一个气血镜后期的大头目 焦急道 他是秦志勇 魏征小声地问邓旭峰 邓旭峰摇头 不是 他是对自己实力认不清的王头目 那边描绘冷哼一声 王头目 你这不仅身体受了重伤 脑子也被伤到了吧 就你的实力 即便没受伤 也不会有一点机会 苗头目 你安敢如此小觑我 王头目怒视苗辉 气得面红耳赤 他好歹也是气血镜后期 虽然刚突破 才一个多月 但并不代表没机会 我说的是实话 你要不服气 咱们可以打一场 苗辉丝毫不把王头目 放在眼里 你欺人太甚 我如今身受重伤 怎会是你的对手 王头目又不蠢 现在自然不会和苗辉动手 行了 左护法制止了两人的争吵 开口道 此事帮主也有考虑 既然要让大家服众 那自然是要公平 此次密库之事 确实不少人都受了伤 所以 帮主决定让大家养伤一个月 下个月上交力前后 在练武场挑选出第四位堂主 帮主英明 王头目眼睛一亮 心喜道 一个月的时间 不仅可以养好伤 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 他定然有机会 夺得这堂主之位 邓旭峰也是脸色一喜 他自己也受了内伤 虽说养得差不多了 但能够以全胜的状态去竞争 把握也能更大一些 也好 有这一个月时间的缓冲 我明面上获得这么多的钱财 到时候展露出气血镜后期的修为 也不会太过于瞩目了 魏征星道 要填的2000多两银子 再加上这个月灵江方600多两的银子 这还没算太和酒楼 和月峰客栈那边的合作收益 这些都是可以光明正大 拿出来花销的 有这么多钱财 购买修炼资源 加上他打造的天才人设 修为和功法进步的快一点点 合情合理 宣布完挑选第四位堂主的事情 左护法没有多呆 直接离开了堂口大厅 很快 所有方式上交的利钱都合算 清点完毕 三个堂主也带着利钱离开大厅 各个大头目 也都心思各异地返回方式 第四十五章 安排 临江方 堂口后院 周元从怀中拿出一叠银票 交给魏征 老大 这是抽出来的五百两银票 老周 干得不错 魏征接过银票 对了 无名的月钱在你手中吧 是的 我已经替他带领了 周元接着道 我记得上个月 老大你给了他十两银子的月钱 所以我这个月 也给他留了这么多 等他回到临江方 签字画鸭 就可以领走月钱了 魏征微微汗手 随即抽出十两银票 这十两银子 到时候你一起给他 老大 怎么给无名双倍的月钱 他是自己人 周元接过钱 想了想 还是开口问了出来 给无名十两银子 可以说是因为他是赵堂主的人 但现在给双倍 明显是有其他原因 想到无名这次跟着魏征去了药田一个月 他才有这个猜想 魏征摇头 笑道 他要是自己人 我会给他这么少 那倒也是 周元想到 自己刚刚跟着魏征的时候 五天就能分到二十两银子 无名一个月才二十两 确实少了 这要是哥以前 二十两银子一个月 他会觉得很多很多 但跟着魏征的这两个月 他的眼光和见识 都已经大大提高 魏征道出原油 这次无名在药田那边干得不错 我很满意 所以多给他十两银子 无名选择干掉张锋 算是给了一个投名状 不过 其现在还是赵堂主的人 所以他也没真正把无名当自己人 周元心中一动 这么说 张锋是他 魏征微微点头 肯定了周元的猜测 对了 提前跟你说一声 接下来这个月 你只需负责账本的事情 林江方的其他事物 我准备交给无名处理 周元连忙表示道 老大 那些事物也不多 也不辛苦 我能够处理的 你看上个月 我也将林江方管得很好 收益还上涨了这么多 他为了让林江方的收益上涨 上个月每天都是尽心尽力的 老周 我知道你把林江方管得很好 魏征知道 周元误会了他的意思 他解释道 我让无名处理林江方一个月的事物 是想让你多出一点时间来修炼 最好在这一个月突破之气血镜 你在总堂那边也听到了 下个月会选出第四位堂主 到时大头目的位置 就会出现一个空缺 文言 无名眼睛一亮 老大 你打算让我竞争大头目的位置 没错 魏征点头 既然帮主没有任何要求 以实力来决定 这第四位堂主 那他自然要参与 等他坐上堂主之位 这林江方大头目的位置 就要让给别人 如今林江方的收益这么高 他自然希望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周元突破之气血镜 就可以顺利接手林江方 放心吧 老大 我如今已经用了三颗气血单 这个月再用两三颗 必定可以突破之气血镜 周元对自己 还是有信心的 这两个月以来 有充足的修炼资源给他使用 他即便负责林江方的账本和事物 每天积累的气血 也在飞速上涨 这个月只需管账本 他有更充足的时间来修炼 突破之气血镜 还是有七八成把握的 好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魏征汉首笑道 老大 我这就去大厅等无名回来 去吧 周元对着魏征行了一礼 随即转身前往堂口大厅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把林江方的事物都交给吴明 然后开始努力修炼 魏征回到房间 则开始清点自己身上的所有钱财 要填那边的收益 加上这个月林江方的明面收益 还有这五百两的抽成 总共是3421两银子 通卖单的市场价 是五百两银子一颗 我只需五颗 完全足够了 有了充足的钱财 魏征一颗都不想多等 悄然离开林江方堂口 伪装打扮了一番 又施展无相脸戏功 魏征来到万宝阁 这位客人要购买什么 小四这一次没有认出魏征 是我 魏征嘶哑着声音开口 赵老哥在二楼吗 如今他的无相脸戏功 已经修炼至了第三重 可以略微改变身高和体型 小四自然无法一眼就看出他 但声音没有变化 小四辨认出了 张三的声音顿时笑着见礼 原来是张爷来了 赵管是在二楼 正在接待客人 魏征微微汗手 迈步登上二楼的阶梯 来到二楼 魏征并未看到赵管是和其他人的身影 倒是二楼的包厢中 隐隐有声音传出 一部分客人比较注重隐私 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购买的物品 所以会选择进入包厢内进行交易 魏征随即在二楼的大厅坐下 见茶壶依旧温热 就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没一会 一个全身包裹在黑色斗篷中的身影 打开包厢大门 然后迅速下楼离开 赵管是慢慢地走出来 看到大厅的魏征 微微一愣 随即笑道 张老爹 你什么时候来的 魏征喝茶的动作一顿 哑然地看向赵管是 赵老哥 你能认得出我 他虽然穿的还和以前一样 但穿着黑色斗篷来万宝阁的 又不止他一个 刚刚离开的人 也一样穿着黑色斗篷 而他的无相脸戏功 已经修炼至了第三重 体型和气息都略有改变 先天进舞者 都不一定能够看得穿 赵管是却把他认出来了 哈哈 我倒是没有认出你 我是猜的 赵管是笑道 魏征却是认真了起来 赵老哥说说 你是怎么猜到的 无相脸戏功没有问题 那就是 他自己的问题 这要是不注意 以后岂不是有人 也能像赵管是一样 看穿他的伪装 从而将他找出来 在我万宝阁这里这么随意的 可没有几个 赵管是说出自己猜中的原因 算算时间 你也差不多要来我这里 购买修炼用的膏药了 虽然你的体型有些变化 但我恰好知道你 修炼了无相脸戏功 所以这才能猜到是你 第46章 突破 通脉镜 原来如此 魏征恍然 虽然赵管是猜出是他 是有多种因素的原因 但他也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行为习惯 他按顿时按告诫自己 以后进行伪装时 在认识自己的人面前 要注意规避一下 平时的行为习惯 赵管是笑呵呵地坐了下来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张老弟 这次还是购买40份牛骨断体膏 不 我这次来 是要购买5颗通脉单 以及40份虎骨断体膏 魏征道 有属性面板在 他只需5颗通脉单 就能立刻突破直通脉镜 等他突破之后 铁骨精深弓 就可以继续干起来了 到了第九重 修炼铁骨精深弓 就需要用到虎骨断体膏 他这几天的时间 虽然都在修炼无相联系功 但也抽出一点时间 练了铁骨精深弓 还涂抹了剩余不多的 牛骨断体膏 结果是 修炼了十次 才涨了一点熟练度 这还是涂抹了 牛骨断体膏后才有的效果 要是没有涂抹膏药 估计速度还会更慢 按照这速度 他一天最多 涨三点的熟练度 要一个多月 才能将功法干制第十重 张老爹 你这是发大财了 赵管师惊讶 这些东西加起来 需要数千两的银子 魏征没有回答赵管师的问题 而是问道 赵老哥 你这万宝阁 有没有我要的东西 没有的话 我可就去其他地方买了 赵管师也是个人精 知道魏征不想多说 顿时接话查道 有 当然有 我这就去给你拿 说着 他立刻起身 前往万宝阁的密库 片刻 他就抱着两个小木箱回来 将其放到魏征面前的小桌子 啪哒 两个小木箱打开 里面的东西 呈现在魏征面前 一个放置着五个小盒子 一个叠放着四十罐的药膏 赵管师笑道 五颗通麦丹 四十罐虎骨断体膏都在这了 张老弟先检查检查 说完 他就在旁边坐下 喝茶等着 有劳赵老哥稍待片刻 魏征也没有马虎 但要放久了 也是会失效的 自然要认真检查一遍 他先拿起 装着通麦丹的小盒子打开 随着小盒子打开 一股药箱扩散出来 令他精神一阵 气血都躁动起来 通麦丹色泽成阴白色 通体圆润 散发着浓郁的药箱 闻之可使人精气焕发 气血易动 这是真正通麦丹的描述 和眼前的通麦丹一模一样 不错 这些通麦丹都是 保存完好的正品 魏征满意的点点头 接着继续打开 剩下的四个小盒子 一一检查 确认无误后 再放回小箱子内 盖上箱子 接着 他随机抽取一罐虎骨断体膏 检查了起来 虎骨断体膏成乳白色 涂抹于身上 随着真气和气血的运转周身 会被迅速吸收 魏征占取了一丁点 涂抹于手背 接着真气运转至手背 气血涌动 熟悉之后 手背上那一丁点的乳白 如同血溶与水一般 肉眼可见的化开 融入皮肤之中 是虎骨断体膏没错 魏征点点头 将这罐虎骨断体膏 放回小箱子内 就没有必要再检查了 这么多罐 一罐罐的检查 非常浪费时间 而且 膏药不同于丹药 膏药相对来说 比较耐放 不易失去药效 价钱也无法和通卖单相比 所以 随机抽取一罐检查就可以了 再则 真要一罐一罐的检查虎骨断体膏 这样做 明显就是对赵管事 没有任何信任了 张老弟 通卖单和虎骨断体膏 都没问题吧 赵管事兼卫征盖上了箱子 顿时将茶杯放下 笑呵呵道 我这拿的 可都是今年下半年的货 绝对是最新最好的 确实很不错 魏征点头 接着问道 不知这个价格怎么算 虽说通卖单的市场价 是五百两银子一颗 但市场价这东西 仅供参考 按照市场价 通卖单是五百两银子一颗 虎骨断体膏是 二十五两银子一贯 赵管事接着道 不过 你购买的数量这么多 我这边可以做主 给你九五折的折扣 所以 张老弟 你只需给我万宝格 三千三百二十五两银子即可 魏征微微点头 从怀中拿出一叠银票 数出对应的数目 放到桌上 推到赵管事的面前 这么一大笔生意 赵管事也不敢大意 拿起银票检查了一下 确认没有问题后 他拱手笑道 钱货两弃 张老弟 我就先预祝你 顺利突破至通卖境了 魏征购买这么多通卖单 明显就是要打通主经脉 突破至通卖境 虎骨断体膏 也是为通卖境之后 魏征必然有七八成的把握 可以成功突破 借赵老哥的急言 魏征笑着拱手回礼 虽说他自己清楚 可以百分百突破 但赵管事说了好话 他自然也要 给足赵管事面子 毕竟今天能打九五折 说不定以后 可以打九折呢 购买到了所需的丹药 魏征也没有心思 在万宝格多呆了 将自己的茶喝完 起声告辞 离开万宝格 魏征没有回灵江房 直接来到一处客栈 开了一间上房 房间内 魏征打开装着通卖单的箱子 将五颗通卖单都倒了出来 将五颗通卖单一口全吞了下去 魏征直接打开属性面板的修为一栏 姓名 魏征 年龄 十七 职业 五者 修为 气血镜后期 可突破 通卖单五五 面板上 已经显示着他满足了 突破瓶颈的条件 突破 煞时间 魏征能够感受到 五颗通卖单的药力 瞬间释放出来 磅礴的真气和充盈的气血 布满全身 开始冲向他身体中 十二条经脉的其中一条 在别人身上 难以冲击打通的经脉 遇到魏征的真气和气血 就像是遇到了克星一般 迅速贯通 仅仅十数期的时间 这条主经脉就成功打通 第四十七章 缺钱了 一条主经脉打通 魏征身上的真气 开始暴涨 逐渐凝食 气血镜的真气 如同飘荡的淡淡烟雾 而通脉镜的真气就像是烟雾 逐渐向云雾凝聚 不仅如此 通脉丹的残余药力 也在迅速增长着魏征全身的气血 并且气血流转间 魏征能够感受到极其旺盛的生机 比突破前要让他更加的精神 更有力量感 这就是通脉镜吗 我现在的力量 至少是突破前的五倍 等境界稳固后 还会继续增加 刚刚突破时 气血流转间 隐隐带着活性 这是通脉镜 能够活150岁的原因吗 魏征以前只知道 修为境界突破后 能够使寿命极限增加 这是这个世界舞者的常识 至于是什么原因增加 以前受限于身份和境界 不得而知 此次突破的时候 靠着属性面板 这个金手指 他更加直观地感受到 自己的身体状态 发现了气血中 蕴含的淡淡活性 显然 寿命和气血 有着密切的关联 如果舞蹈没有极限 或许还真能做到 传说中的滴血重生 肉身不朽 魏征眼中犯着一丝激动 他有属性面板 只要活着 就有机会达到这个地步 当然 前提是 舞蹈没有极限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他能活着 死了 一切都只是空谈 不过 这种境界对我来说 还太远太远 我现在只是通脉镜 在广宁府这种地方 也只能算是 刚刚上得了台面而已 还是要稳健一点 不能浪 魏征暗暗告诫自己一番 接着查看突破后的属性面板 姓名 魏征 年龄 十七 职业 舞者 修为 通脉镜初期 炼体进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攻法 铁骨精深攻 第九重 二一百 先天进攻法 无向脸西攻 第四重 一一百 接下来 该试试虎骨断体高 对铁骨精深攻的效果了 魏征拿出一罐虎骨断体高 开始涂抹 均匀地涂在身上 接着运转 铁骨精深攻的攻法 搬动周身的真气和气血 随着真气和气血的运转 表面上的膏药 缓缓融入身体之中 通脉进攻法 铁骨精深攻 第九重 三一百 随着铁骨精深攻的熟练度 增加一点 魏征停下修炼 使用虎骨断体高 只需修炼三次 就能增加一点熟练度 比使用牛骨 断体高少了七次 按照这速度 一天大概能够增加九点熟练度 需要十二天左右的时间 才能将铁骨精深攻 突破至第十重 但虎骨断体高的消耗也大 一贯只能维持我 修炼五次铁骨精深攻 一天就要 消耗五六贯虎骨断体高 这四十贯 只能撑七八天 四十贯虎骨断体高 就要一千两的银子 哪怕打了九五折 也要九百五十两银子 这还只是 弓法链体消耗的资源 要是算上提升 真气和气血的资源消耗 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果然 突破至通脉进 临江房的收益 已经无力支撑我全力修炼了 魏征微微一探 没想到 刚刚突破 就要开始为后续的资源而烦恼 临江房就这么大 再怎么折腾 也难以产生更赚钱的生意 好在 只需等一个月的时间 下个月他竞争 坐上堂主之位 到时获得的收益 就可以满足他 全力修炼的消耗了 魏征也没打算 在客栈住一晚 退了房 撤掉伪装 悄然地返回临江房 一日一早 魏征正在修炼着铁骨金身宫 浑身都泛着淡淡的金色 这是金身出成才会呈现的效果 这代表着铁骨金身宫达到了第九重 对此 他并不需要隐藏 反正到时候 他站出来竞争堂主之位 也会让众人知道 修为倒是施展无相连戏功 收敛至了气血镜后期 这时 周元和吴明一起来到后院 见过魏头目 两人行礼 见魏征还在修炼 就站在一旁看着 周元和吴明 都还是练体镜 还不够资格挑选 气血镜的功法修炼 所以 看到魏征身上 泛着淡淡的金色 只感觉魏征 一定把功法修炼到了高深的境界 并不清楚其代表的意义 魏征修炼完一遍铁骨金身宫 这才停了下来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 这几个月以来 周元和吴明 都知道他练功刻苦 所以 没什么事是不会来找他的 吴明拱手一礼 道明来意 我来是想感谢魏头目 这个月 魏征不仅给了他 二十两银子的月前 还让他处理临江芳的事务 这明显是要重用他 接着他继续道 顺便给魏头目 您提供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魏征好奇 赵堂主昨天找我 问了您在药田的事情 包括那二千多两银子的收益 吴明 昨天这么挽回临江芳 就是被赵堂主给叫了过去 显然 贪财的赵堂主 已经知道 魏征在药田的丰厚收益 起了一些心思 不愧是赵堂主 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 魏征面色平静 对此并不意外 毕竟昨天药田的帮众 也回到总堂领月前 个个都是双倍月前不说 还售卖妖兽获利丰厚 必然会有人忍不住炫耀出去 他这个大头目 作为收益最大的人 肯定会被提及 估计要不了几天 别说是赵堂主 整个青燕帮的大头目 都会知道 他这次在药田赚大了 吴明想了想到 魏头目 以我对赵堂主的了解 你要打发赵堂主 怕是至少要给个一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 魏征嘴角一扯 购买了通麦丹 和虎骨断体膏 他现在身上 也就只有一百两银子不到 除此之外 还有昨天在丹药店领到的 两瓶血身丸 哪怕算市场价 也才二百两银子 怎么也不可能 凑够一千两银子 给赵堂主 不过 就算能凑够 他也不打算给 下个月 他就要竞争堂主之位 到时他成为堂主 直接分走一部分的权利和收益 赵堂主这么贪财 肯定心疼得要死 迟早都是 看他不顺眼的 既然如此 那自然是不能 白白便宜了赵堂主 第四十八章 黑鹰 我要是不给 你觉得赵堂主会怎么做 魏征问吴明 既然有了决定 那就要魏语筹谋 他如今已是通麦境 和赵堂主同一个大境界 有这个底气 去应付这件事 吴明之前一直跟着赵堂主 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赵堂主的行事风格 啊 吴明一愣 惊诧地看着魏征 他想过 魏征可能会少给 但怎么也没想到 魏征居然是打算不给 这不是彻底得罪赵堂主了吗 林江坊目前归赵堂主管辖 得罪了对方 岂能不被针对 见魏征似乎并不是开玩笑 吴明斟酌了一下 开口道 赵堂主 应该会用各个堂主都用过的手段 我知道的就有三个 第一个手段 他会以各种名义 安排人进入林江坊 直到五十人满额为止 青燕帮的每个方式 都会安排五十个普通帮众做事 之前林江坊的大头目是黄武长 一个练体进后期 没实力更没背景 所以 刚刚接手林江坊 就被赵堂主塞满了五十人进来 一个方式 并不是说人越多越好 现在的林江坊 只有四十一人 维持林江坊的运转 都游刃有余 这么多人 每个月的月前 都要大头目来承担 而且这一部分人 还未必听大头目的号令 魏征微微点头 这个手段对他来说无伤大雅 大不了只给个五两银子的月前打发了 第二个手段 他会把危险 或者比较苦的差事 交给魏头目来做 这个手段 魏头目 其实已经领教过了 无名继续道 药田就是属于 比较苦的差事 在深山之中 待着不能出来 每晚都要巡逻 只不过 这次我们遇到了学员果成熟 引来这么多妖兽 获取了丰厚的收益 但丰厚的收益 也伴随着危险 刘头目 就死在了药田那边 第三个手段呢 魏征接着问道 第二个手段 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威胁 他如今是通卖禁武者 对气血禁武者危险的差事 对他来说 危险就很小了 甚至可以说 没有危险 第三个手段 那就是方氏的详细账本了 无名看了看旁边的周元 下个月上交例前 赵堂主肯定 会以临江房账目不对为由 派人仔细核算临江房 所有详细账本的账目 周元是管账本的 又是魏征的人 要说这里面没有猫腻 打死他都不行 不过 各个方氏的大头目 其实都会中饱私囊 只不过 没有谁会摆在明面上来而已 听到会查临江房的详细账目 一旁的周元 顿时有些惊慌起来 别人不清楚 他自己心里有数 虽说他做了假账 可一旦仔细核算 各个详细账本的账目 就能立刻发现 数目不对 毕竟他们抽的 实在太多了 我临江房 一直按规矩上交例前 倒是不怕他们来查账 魏征面色平静 丝毫不慌 这第三个手段 同样奈何不了他 不管赵堂主 会不会查临江房的详细账本 到上交例前的最后几天 他就一把 火烧了那些账本 来个死无对账 一旁的周元愣了愣 接着他就想到 以前魏征跟他说过 有办法解决账本的事情 让他不用担心 现在魏征面色平静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顿时也安心了下来 无名听魏征这么说 有些不敢相信 的确认道 魏头目 你这是来真的 魏征的话 明显就是已经做好了 被赵堂主 针对的打算了 当然是真的 钱我 都用来购买 修炼用的丹药了 魏征笑道 我现在身上 已经拿不出多少钱了 他这话是真的 没有骗无名 那赵堂主那边 无名没想到 魏征居然真的这么大胆 你如实跟他说就是了 魏征不在意地摆摆手 无名能够给他提醒 他自然也不会让其难做 反正赵堂主 即便不从无名口中得知 也有办法从其他人口中知道 毕竟林江方的帮众有几十人 如此一来 还不如让无名去说 反而能让无名 更深得赵堂主的信任 是 多谢魏头目 无名感激的行礼 魏征点点头 随即看向一旁的周元 老周 你找我是什么事 无名是来感谢他的 周元没必要陪着一起过来 显然是有其他的事情找他 老大 今天有人给了一封邀请帖 指明是给你的 周元从怀里拿出一封灰色的帖子 双手递给魏征 黑鹰 魏征接过这封灰黑色的帖子 帖子上画着一只 翱翔于灰色天空 目光锐利的黑色大鹰 下方只有两个字 黑鹰 魏头目 我以前在赵堂主那里 也见过这种帖子 这是黑市拍卖会的邀请帖 无名看了一眼帖子 说出发这封邀请帖的事例 黑市拍卖会 魏征眉头微挑 他们这么明目张胆吗 广宁府的黑市他自然知道 就在广宁府的西城那边 只不过一直没去过 一是他实力太弱 不敢去黑市这种 鱼龙混杂的地方冒险 二是 他已经有足够的资源 供自己全力修炼 也没有必要去黑市购买什么东西 不过 黑市拍卖会他倒是第一次听说 没想到 对方居然敢大肆发邀请帖举办 这可一点也不像是黑市 听照堂主说过 黑市的掌控者 黑鹰 是陈魏军的人 无名道 陈魏军是广宁府的官方势力之一 能够镇住整个广宁府 大大小小的势力 实力自然非常强 这 黑鹰 的背景居然这么硬 怪不得这么大胆 魏征恍然 不过稍稍一想也不意外 敢在广宁府开黑市 除了官方的人 谁有这个能力 虽说官方势力 都有大前皇朝提供钱财和各类资源 但能够多一份额外的收益 自然是多多益善 黑市拍卖会每年只举行四次 按照月份算 这次应该是第三次 无名道 以往我们亲眼帮内 只有堂主才会收到邀请帖 没想到 这次连大头目都能收到 应该是跟我们吞并了铁掌帮有关 青雁帮的实力壮大 他们靠着这棵大树 地位自然是水掌船高 第49章 为头目大财 那这个拍卖会 倒是可以去见识见识 魏征顿时来了兴趣 以前只有堂主才能收到邀请帖 说明这黑市拍卖会的质量比较高 拍卖的东西 至少是通卖镜以上能够用到的宝物 他已经突破至通卖镜 或许会有用的上的拍品 虽然他现在没钱 但可以先见识一下 了解一下价格 下次举行拍卖会时 就可以提前做好资金的准备 顺便把昨天在丹药店里的 那两瓶血身丸转手卖了 好歹 也能多买几罐虎骨断体高 魏征心道 血身丸只适合气血禁用 对通卖镜的效果就很差了 所以 他也不准备留着 这时 一个帮众快速小跑了过来 对着魏征躬身一礼 林卫头目 太和酒楼 月峰客栈的王老板 和李老板来了 正在大厅等候 跟他们说 我待会就过去 魏征吩咐道 是 这名帮众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后院 无名心中一动 现在魏征不就有钱了吗 他想了想 开口道 魏头目 要不我先不去赵堂主那里 在他看来 魏征现在有钱了 或许会改变主意 虽说这些钱凑不够一千两银子 但几百两银子 也能应付一下赵堂主 至少不会太过于被针对 魏征知道无名的意思 他微微摇头 不用 这笔钱我另有用处 无名亚然 魏征这是铁了心 不给赵堂主一点好处啊 他不理解魏征是怎么想的 但显然 魏征已经做出了决定 那我就过去了 无名微微一礼 提出告辞 去吧 魏征摆摆手 无名离开 魏征则带着周园前往堂口大厅 王太 李峰 见过魏头目 王太和李峰 见到魏征进来 立刻起身 王老板 李老板 魏征拱手回礼 接着 三人寒暄了几句 就进入正题 王太和李峰 各自拿出一叠银票 魏头目 这是上个月的那两成的钱 你核对一下数目 魏征接过银票 清点了一下 汉首道 二百八十两银子 不错 数目对了 上个月 金峰赌方 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来见识 收益自然也提高了不少 接着 他看向王太和李峰 心中一动 笑道 两位老板上个月赚的不少吧 哈哈 还要多谢魏头目给的准确消息 否则我们也不会准备的这么充足 王太笑着拱手谢道 因为确定了密库的真实性 他们太和酒楼早早就准备了足够的食材 早早就开始安排人手负责收集密库的消息 在酒楼免费公布 所以 他的酒楼几乎天天爆满 大转特转 我月峰客栈也得益于魏头目的金峰赌方 给客栈带来了不少客人 李峰也是笑容满面 这些涌进广宁府来找密库的 可都是外地人 自然是要住客栈的 而金峰赌方又闻名广宁府 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来见识 被酒折优惠吸引过来住客栈的人 自然也就越多 两位老板客气了 大家一起发财 有钱一起赚吗 魏征笑着摆摆手 魏头目说得对 大家一起发财 王太和李峰也是笑着迎合 魏征见时机成熟 顿时展露自己的目的 说到一起发财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文言 王太和李峰眼睛一亮 迫不及待地问道 魏头目请说 魏征微微一笑 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 并未说话 他之所以说这么多 就是想从王太和李峰这里 搞一笔银子 先不说黑市拍卖 会有没有他想要的东西 就是维持这个月的修炼消耗 也需要不少钱 他也是见到王太和李峰后 才临时有的想法 王太和李峰都是商人 哪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两人对视一眼后 王太表态道 魏头目 只要能赚钱 我们可以让出五成的收益 让出五成的收益 已经是很大的诚意了 也就是说 魏征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说出 这个赚钱的办法 就能获得一半的利润 但王太和李峰 却觉得很值 魏征不说 他们连多一份的收益 都没有 魏征摇头 我不需要五成的收益 只要八百两银子 王太和李峰 再次眼神交流了一下 后者微微汗手 表示同意 只要为头目说的办法能赚钱 八百两银子立刻奉上 王太拱手承诺 魏征这次没有要求利器为正 以他现在通卖进的修为 并不担心王太和李峰赖账 见王太和李峰 已经做出承诺 他说出能够赚钱的想法 李老板 你们月峰客栈 虽然也提供酒食 但终究不是专业做酒食的 口味一般 菜品也少 只能让客人饱腹对吧 确实如此 李峰点头 他要是有能力 请来大厨 哪还做什么客栈 直接开酒楼不好吗 想到这 他心中一动 看向旁边的王太 王太也是眼睛一亮 已经多少猜出魏征的想法了 那你不也可以 和太和酒楼合作 从王老板这里 购买酒食 至于折扣多少 就你们自己商量 魏征说出 另外一个收益的地方 除此之外 李老板 你可以解雇厨子 又少了购买食材的花销 虽说不多 但一年累积下来 也不少吧 正是如此 李峰脸色一洗 突然有种 醍醐灌顶的清醒 之前他从未想过 这方面的合作 一是和王太并不熟 要不是魏征 拉他们合作 两人甚至都没有交集 二是他的客栈 原本就提供酒食 自然不会想着 去和太和酒楼合作 还有一个受益的地方 魏征笑着继续道 还有 李峰惊讶 就魏征说的这两点 他就已经很满意了 没想到居然还有 王太顿时数耳倾听 一副认真学习的模样 魏征微微点头 客栈的酒食口味好 客人吃得满意 这些住过你客栈的人 你说 下次他们再来广宁府 会不会选择 你的客栈 魏头目大财 李峰躬身毅力 激动无比 按照魏征的办法 月峰客栈 必然客员滚滚而来 收益大涨 第五十章 准备 魏头目 王太 今天算是场建设 王太面露佩服之色 月峰客栈的酒食 都交给太和酒楼 他赚得自然不会少 甚至有了魏征 这个思路 他已经想到了 和另外其他人的合作 只要有酒食需求的店铺 他都可以用魏征的这个办法 比如酒馆 茶馆这些店铺 他们都是有着各自的特色 但在吃的的方面 就比不了他的太和酒楼 魏征笑着摆摆手 两位老板客气了 你们满意就行 满意 很满意 魏头目请捎带片刻 我们这就去把八百两银子送来 李峰说完 和王太一起离开临江方堂口 八百两银子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们两个自然不可能 带这么多钱在身上 好在他们的产业 就在长春街这边 只需片刻 就能把钱送过来 大厅内 只剩下魏征和周园 周园见李峰和王太已经离开 这才开口道 老大 你怎么不要五成收益 这五成的收益 虽说每个月并不是很多 可能也才几十两银子 但细水长流 不需要两年 绝对能赚得比八百两银子还多 直接要八百两银子 在他看来 有些亏了 老周 这点收益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我现在更需要这八百两银子 魏征说出原因 这次去黑市 说不定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有了这八百两银子 他这次去黑市拍卖会 如果遇到想要的东西 也有机会拍下来 即便没有 他也可以购买虎骨断体膏 满足他的修炼消耗 听到魏征需要钱 周园立刻道 老大 我这里还有一百五十两银子 你先拿去用吧 你的气血单呢 足够了 放心吧老大 购买气血单的钱 我已经留好了 足够购买三颗气血单 这个月必定能够突破至气血境 周园笑着继续道 你就等着我做上大头目后 带你去天香楼吃一顿好的 只要成为了大头目 掌管一座方式 一个月大概会有数百两银子的收益 请魏征去广宁府第一酒楼搓一顿 还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魏征这次没有推辞 既然周园这边有多余的钱 那他自然也不会迂腐 先拿来用着 我这就回去拿钱 周园立刻起身 迅速离开大厅 很快 李峰和王泰 就带着八百两的银票回来 魏头目 以后有其他赚钱的想法 您可别忘了照顾我们 将银票交给魏征后 王泰和李峰还特意讨好着 这次的交易 让他们明白 魏征是真的有实力 而不是靠运气 才将林江芳经营得这么好 既然有实力 那么就还会有赚钱的机会 作为商人 他们自然是不想错过这种机会 两位老板请放心 我们合作了这么多次 有机会肯定不会忘记你们的 魏征笑呵呵地 收起这八百两的银票 他有着前世的见识 赚钱的点子 其实有不少 只不过 以他如今的实力和地位 哪敢如此明目张胆的 大赚特赚 要是他一个月 能赚数万两银子 恐怕钱还没到手 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产业被别人夺走 在这个世界 实力才是根基 所以 在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之前 他不会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三人闲聊了几句 李峰和王太就告辞离开堂口 有了这个办法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回去改革一番 看看成效如何 李峰和王太刚走没多久 周元也带着钱回到堂口 老大 这是二百两的银票 周元从怀里拿出一叠银票 张数很多 不过面值都是比较小的 不是一百五十两银票吗 哪多出的五十两 魏征接过银票 好奇地问了一句 嘿嘿 老大 不是你说的吗 让我去借钱购买汽血单 到时候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借钱当然是借的 周元笑道 他的钱自然是足够购买汽血单的 借钱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如今魏征需要钱 他刚好需要借钱来遮掩 索性就今天借了 以他现在的高达二十两银子的月钱 又听到他是借来购买汽血单 有望突破这气血镜 多得是人借钱给他 只不过短短这点时间 就借到了五十两的银子 干得不错 魏征对周元竖了数大拇指 老大 既然你缺钱 也可以跟邓头目他们借啊 周元提醒道 魏征摇头道 我既然收到了黑市拍卖会的邀请帖 邓头目肯定也收到了 他还想着成为第四位堂主 这拍卖会必定会去 别说去找他借钱 他不来找我借就不错了 说的也是 周元点头 如今清燕帮的大头目 都是第一次收到黑市的邀请帖 估计都会去参加 还真没有人能够借钱给魏征 至于借印子钱 他们清燕帮就是放印子钱的 这是清燕帮其中一个暴力产业 即便魏征这个大头目借 也要收高利息 不然临江房的收益 就会少一部分 不过 我现在也不需要去借了 这笔钱 去参加黑市拍卖会 应该够用了 魏征道 今天获得的一千两银子 算上他现在手上剩余的钱 到时去黑市卖掉那两瓶血餐丸 加起来也已经不少了 老大 那就先祝 你在黑市拍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行了 少冰队 我要修炼了 你也回去 好好修炼 争取早一点突破这气血镜 是 老大 周元笑嘻嘻地一礼 这才离开堂口 打发走了周元 魏征则回到后院 涂抹虎骨断体膏 继续修炼铁骨精神功 距离黑市拍卖会 还有三天的时间 他能够把熟练度干上去一点 让身体的防御更强一些 毕竟黑市拍卖会鱼龙混杂 又正值拍卖会期间 必然会吸引不少强者 不过 他如今只展露气血镜的修为 也不会有太强的高手盯上他 最多也就是通脉镜的舞者 以他现在铁骨精神功的防御强度 足以应付通脉镜的舞者 第五十一章 黑市 三天后 临近骇时 夜色下 紧闭的西城门骤然打开 街道上 缓缓出现数十道身影 寂静无声地出了西城门 向着城外而去 不一会儿 陆陆续续地 有人来到西城门 有的浑身包裹在黑衣之下 有的坐着马车 有的成群结队 他们全都从西城门离开 向着一个方向赶去 能够令西城门在骇室打开 黑市的掌管者 黑鹰 恐怕不仅是陈卫军的人 地位还不低 魏征全身笼罩在黑色斗篷内 看着已经开启的西城门 晚上城门关闭 即便有官府的守令 都不一定能够令城门打开 还要看城卫军愿不愿意 当初清燕帮灭铁掌帮那一晚 据说铁掌帮的人 带着府城的守令 想要出城 结果城卫军并没有立刻开启城门 而是在收取了好处后 才把城门打开放行 清燕帮也是知道了府城的守令 这才给了铁掌帮的人一条活路 城门处并没有士兵助手 空荡荡一片 从城门走出 魏征向着城外的洪化林走去 洪化林距离西城门 只有两里之地 广宁府的黑市就坐落在里面 一路上 魏征遇到不少赶往黑市的人 不过大部分人都和他一样 一人独行 只有少部分人是结伴行 这里就是洪化林吗 魏征看着面前一大片红色的画树 见有人直接沿着路径进入林中 他也跟了上去 随着越来越深入山林里面 曹杂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 隐隐可见灯光 很快 沿着小路穿过密集的洪化树 视野迅速开阔 洪化林里面 赫然是一个有着树母地大小的空地 大量的摊位和人群 映入魏征的视线之中 摊位上的灯笼昏暗 来往的人流中 几乎各个都是遮掩着面目 毕竟黑市里的东西 大部分东西都是来路不正 谁也不想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魏征沿着摊位 一路看了过去 有卖功法的 有卖丹药的 也有卖武器的 不过 这些摊位的东西 对他的吸引力不大 黑市摊位的功法 即便有先天进的功法 他也不敢买 万一其中有错漏或者隐患 他到时候不仅花了钱 要是还练出了问题 那才是亏大了 丹药也同样如此 黑市的丹药 他也不敢去吃 至于武器 他担心买回去之后 惹上一些不清不楚的麻烦 同样也没购买的想法 毒药 魏征在一个摊位前停下 对这个摊位上的毒药 有些兴趣 在实力相差 悬殊的情况下 毒药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阁下这里可有对付先天进的毒药 魏征看了看摊位上 摆放着的瓶子和牌子 问道 瓶子里装的是毒药和解药 牌子是介绍毒药的名称 以及效果 摊位上 有对阴炼体镜 气血镜和通脉镜的毒药 但并未列出先天镜的毒药 不过 没有列出 却并不代表没有 没有 我只能制作对付通脉镜的毒药 摊主严谨意该地达到 魏征点点头 并未再多问 至于摊主的话是不是真的 估计只有他本人才知道 不过 无论真话假话 摊主的态度已经很明确 有也不可能卖给他 既然买不到对付先天镜的毒药 魏征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把目光放在了对付通脉镜的毒药上面 摊位上 能够对付通脉镜的毒药 只有三种 魏征看了一遍牌子上的毒药介绍 挑出自己想要的一瓶毒药 这个清玉章毒怎么慢 清玉章毒 可以破坏通脉镜武者的气血 并且压抑真气的运转 让通脉镜武者一身的实力 发挥不出五成 虽说不能直接毒杀通脉镜武者 却也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他不需要让敌人吞服 只需要涂抹在武器上 划伤敌人 即可让敌人中毒 或者直接将毒药涂在敌人的伤口处 一样可以让敌人中毒 也就是说 只要身体表面没受伤 这毒药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根本无法治敌人中毒 只有敌人身体表面有伤口 才能让毒药发挥作用 这对修炼了铁骨精神工的他来说 配合这毒药 有着不错的奇效 他可以把毒药涂抹在手上 直接和敌人硬拼 趁机在敌人的身上留下伤口 就能使敌人中毒 可谓是防不胜防 一百两银子 摊主依旧少言少语 不过 黑市这边的所有摊主 大部分也都是沉默寡言 五十两银子 魏征直接把价格砍一半 黑市这种地方的东西 来路不正 价格的波动很大 刚刚他路过一个摊位的时候 就看到有人直接将一把市场价 一百二十两银子的武器 砍到了六十两银子 令他大开眼界 也明白了黑市这边的套路 所以他也学着直接对半砍价 摊主抬眼看向魏征 能够看到他那跳动的眼角 沉默了树西 他才开口道 七十两银子 你要就给钱 不要就走吧 这毒药确实是我制作的 只不过制作的药材是别人的 显然 眼前的摊主也是一个打工的 而且还是一个技术工 趁着工作便利 客扣药材 制作出额外的毒药 然后拿到黑市来卖 当然 对方敢这样说出来 肯定是不怕茶的 好吧 七十两我要了 魏征拿出银票放到桌上 然后才去拿毒药和解药 装清预章毒的瓶子是青色的 白色的瓶子是解药 购买毒药这种东西 肯定要解药 要不然自己不小心中招了 那不是完蛋了 摊主收起银票 对魏征道 如果阁下用完了还想要 每个月的初五 二十 我都会来黑市这边摆摊 如果好用的话 我肯定会再来的 魏征笑着将两个瓶子 用布包着收进怀中 阁下请放心 我制作的毒药绝对好用 不会让你失望的 摊主自信道 对我来说 用不上毒药最好 魏征笑道 真到了要用毒药的时候 说明他的敌人 至少也是同境界的舞者 第五十二章 拍卖会场 购买了毒药 魏征继续在黑市的摊位上闲逛着 反正距离拍卖会开始 还有半个多时辰 他并不着急过去 第一次来黑市 他也要多见识见识 不过 黑市这么多摊位 能够吸引他的摊位 寥寥无几 虽说黑市的东西很多很杂 但大部分都是炼体镜 和气血镜的东西 毕竟无论在哪里 底层舞者 永远是最多的 通脉镜的东西倒也有 可要么是他用不上的 要么是他不敢用的 回收丹药 魏征看到一个摊位上 挂着的一幅帆布 上面正写着 回收丹药 四个字 想到自己带来的那两瓶血身丸 他走了过去 摊位上正坐着一个瘦弱的老头 留着山羊湖在黑市中少见的 没有遮掩面容 见到魏征来到摊位前 老头拱手笑道 阁下要出售丹药 魏征点头 直接将两瓶丹药放到桌上 两瓶血身丸 阁下请捎待片刻 我先检查一下 老头拿起瓶子 打开导出丹药 开始一粒一粒地检查 他检查的速度很快 明显是这一型的行家 不错 都是正品完好的血餐丸 老头将丹药都放回瓶子内 出价道 血餐丸的市场价是十两银子一粒 我这边一直以来都是七折回收 也是黑市中出价最高的 阁下可愿出售 魏征想了想 点头道 就这个价吧 血餐丸回收 自然不可能按照市场价 他们亲眼帮的丹药店 九折售卖都能有不小的利润 眼前的老头愿意七折回收 确实算是一个高价了 当然 主要的原因还是 丹药这种东西 只要确认是正品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和麻烦 毕竟就算是抢来的丹药 转手一卖 谁也不知道 这丹药是抢的 还是炼制出来的 根本不用担心 会有麻烦找上门来 当然 这只针对普通常见的丹药 要是独门的丹药 就难说了 这是140两银票 阁下请收好 老头笑呵呵地述出几张银票 放到桌上 魏征接过银票 点了一下 确认无误后 收紧怀中 刚准备离开 就听到老头喊道 阁下要是还有丹药 也可以不用到黑市来 我旁是丹药铺 也是七折回收好的丹药 魏征亚然 合着这老头 是来黑市进货的 怪不得一点 也不遮掩面容 连自己丹药铺的名字 都敢爆出来 那确实不用搞得这么麻烦 不过 不得不说 这也确实是一条财路 从黑市低价 收购丹药 转手就按照市场价 或者九折的价格卖出去 连药材都不用买 连丹药都不用练 就可以从中赚上一笔 当然 这种买卖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首先最重要的是 你要懂得鉴别各种丹药 以及判断丹药的好坏 其次就是安全的问题 丹药的价格有高有低 但累积起来 价值就不低了 在黑市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 可不是那么好离开的 当然 看着老头这么从容 又似乎在黑市这边干了很久 恐怕有保证自己安全的手段 庞氏丹药铺 魏征记住了这个名字 以后要是有用不上的丹药 就拿去老头那里卖掉 在广宁府内交易 至少要比黑市这边方便且安全 买完丹药 魏征看时间差不多了 也就向着黑市那最大的 一座建筑走去 黑市最里面的位置 有一个大仓房一样的房子 这里正是黑市拍卖会举办的地方 这个大仓房 整体用画树木所建造 门口处 有两个男子正在指手 见到魏征过来 其中一人客气地拱手道 请阁下出示邀请帖 能够收到邀请帖的人 要么是实力强大的武者 要么就是有钱的富商 亦或是有背景的人 无论是谁 都不是他们两个小喽喽 能够轻易得罪的 即便黑市的掌控者 黑鹰是成卫军的人 但别人要弄死的 又不是黑鹰 他们两个没有什么身份背景的人 自然不敢怠慢 前来参加拍卖会的客人 魏征微微汗手 从怀中拿出那张灰黑色的邀请帖 交给说话的人 男子接过邀请帖 只看了一眼 就辨认了真伪 阁下请进 魏征迈步进入这个大仓房 绕过一面黑色的大屏风 通明的灯火就将他照得眯起眼睛 和外面摊位昏暗的灯光不同 拍卖会场里面的布置虽然简单 但却挂满了灯笼 将里面照得透亮 此时拍卖会场里面 已经坐了差不多一半的人 大部分都是遮掩着面容 和他一样 穿着黑色斗篷的人也不少 魏征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 目光扫视着会场内的人 他敢肯定 会场里面肯定有他认识的人 别的不说 他们亲眼帮的大头目 不敢说全都来 至少也会有一半人会来 可惜 他扫了一圈也没找出一个认识的大头目 只能说 大家都很谨慎 不过想想也是 黑市拍卖会里面的东西 首先价值就不低 然后又来路不正 要是不谨慎一点 可能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拍卖会场 半烛箱不到的时间 会场里面已经坐满了八成的人 这时 一个留着山羊湖的瘦弱老头 走上拍卖台 拱手笑道 老夫庞磊 天为此次的拍卖师 感谢各位贵客 历临今晚的拍卖会 魏珍看到这个老头 眉头微调 这不是高价回收丹药的那个老头吗 现在 他算是明白 为什么这个老头 敢不遮掩面容 还敢爆出自己家的店铺了 能够背 黑鹰 请来当拍卖师 这庞磊绝对不简单 相信各位也已经久等了 那老夫就不多说废话 现在就开始进行拍卖 庞磊抬手 大家请看今晚的第一件拍品 话音一落 立刻有两个男子 抬着一个架子 走上拍卖台 架子上放着一块红布 无法看到里面的物品 但从形状上看 这明显是一个放置武器的架子 第53章 破缸连弩 庞磊掀开红布 一柄泛着淡淡金光的长剑 呈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此剑名为 金光 长三尺六寸 是宝气级别的武器 能够增幅先天进武者三成的真气 一般的武器 即使能够催精断育 锋利无比 也依旧属于繁气 只有能够增幅真气的武器 才属于宝气级别 而宝气之上 庞磊刚刚介绍完 会场中就有人认出了此剑的来历 居然是 金光剑 这不是灵济县先天进强者宋涛的配剑吗 他上个月在广宁府 找寻铁掌帮帮主的密库 后来销声匿迹 再没出现 看来他已经死了 贴身武器出现在黑市拍卖会之中 宋涛又没了踪迹 下场不用猜也知道 必然凶多吉少 灵济县宋家的家主 据说是远海静的强者 这 金光剑的麻烦可不小 有同迈镜和先天进武者心动 但又有一些顾虑 拍下金光剑 就有可能会被灵济县宋家找上门来 即便可以证明 是黑市拍卖会所得 但能不能保住金光剑 还不一定 当然 要是来路正 没有麻烦的东西 也不可能出现在黑市的拍卖会之中 庞磊见有人认出了金光剑的来历 也不以为意 他们黑市拍卖会 拍卖的就是这方面的东西 他看向拍卖台下的众人 宝器级别的金光剑 起拍价500两金子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两金子 一两金子等于十两银子 随着庞磊划落 顿时有人竞拍出价 530两金子 540两金子 有顾忌的人并不多 有实力有背景的通迈镜和先天进武者 并不惧怕灵济县宋家 像魏征 如今他备考青雁帮这棵大树 帮主是宁丹镜的强者 即便灵济县宋家找上来 他也无需担心金光剑会被抢走 当然 魏征也没钱去竞拍金光剑 有钱也不会有兴趣竞拍 目前对他来说 修为提升上去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一个通迈镜 拿着宝器级别的武器 就是小儿持经过闹事 容易引来杀身之祸 600两金子 这个价格喊出 拍卖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没人再出价 金光剑涉及到灵济县宋家 考虑到这个因素 继续加价竞拍 就有些不值了 600两金子第一次 600两金子第二次 600两金子第三次 庞磊喊了三次 剑没人再出价 顿时宣布道 恭喜这位贵宾 成功拍得金光剑 接着 就有两名舞者上台 将金光剑和架子 台下拍卖台 送到拍得金光剑的舞者面前 这名舞者交付完金票 金光剑也落在了他的手中 竟拍下东西 就当场交钱交货吗 魏征看着这一幕 只能说 不愧是黑市拍卖会 够直接 不过想想也是 参加黑市拍卖会的人 几乎都遮掩着身形面容 极难辨人 要是不当场交钱交货 万一有人乱喊架 拍卖会结束后直接溜走 那这乐子可就大了 各位贵宾 大家请看第二件拍品 拍卖台上 庞磊拍了拍手 十名舞者各端着一个托盘 走了上来 随着红布掀开 十个托盘上 赫然都放置着一把弓弩 破钢连弩 唐门的独门武器 能够破开先天进舞者的护体钢器 对付通卖进舞者 更是无往不利 庞磊介绍道 看到这十把弓弩 有人惊讶道 半个月前 传闻唐门有一批密矿路过云州被截掠 原来是真的 死 谁这么大胆 居然连唐门的货物也敢截掠 听说唐门的人已经来了云州 这破钢连弩 在我们广宁府出现 怕是要不了多久 就会来我们这边 唐门是大前八世家之一 传承了至少数千年 其底蕴和实力 对于广宁府的各个势力来说 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庞磊仿佛没听到台下的议论 他继续道 破钢连弩总共有十把 每一把的起拍架都是一百两金子 每次加架不得少于五两金子 话音落下 整个会场安静了树西 没有人率先出架 唐门的名头太大了 让不少人投鼠记起 而且这破钢连弩 最多也就破开先天进武者的钢器 有机会伤到先天进的武者 想要击杀先天进武者 除非数量足够 这对先天进的武者来说 没啥吸引力 还会招来唐门的麻烦 怎么可能会出架竞拍 而通迈进的武者 即便想要 同样也因为唐门的原因 不敢出架竞拍 庞伟见状也不拖延 他缓缓道 没人竞驾的话 那这十把破钢连弩就流拍了 我们继续看第三件拍品 这破钢连弩 应该是有人故意拿出来拍卖的 是为了引唐门的人过来吗 会场中 魏征看着撤下拍卖台的破钢连弩 心中暗暗猜测 敢劫掠掠唐门的势力 实力绝对不弱 否则也不可能成功 但成功之后 不仅没有躲藏起来 反而还特意把破钢连弩拿出来拍卖 显然是另有所图 毕竟这十把破钢连弩 哪怕全拍卖出去 也才一千两金子 劫掠唐门的势力 会缺这一千两金子 更别说因为唐门的缘故 现在这十把破钢连弩 在黑市拍卖会这里 还拍卖不出去 估计会场内 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没有人出价竞拍 拍卖继续进行 一件件拍品上来 虽说都是来路不正 但再也没有流拍 能够上拍卖台的东西 自然都是好东西 魏征看中几个想要的 奈何囊中羞涩 只能看着 或许等他坐上堂主之位 有了积蓄后 才真正有资格参与竞拍 他现在算是有些明白 为什么黑市拍卖会 以前不给他们青雁帮的大头目 发邀请帖了 此次突然给他们发邀请帖 应该是跟青雁帮 要选第四位堂主有些关系 各位贵宾 请看第二十一件拍品 拍卖台上 一个舞者捧着特制的玉盒 走上拍卖台 啪哒 旁围打开玉盒 磅礴的元气散发出来 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白玉瓶 一团青色的气体 在白玉瓶内缓缓流转着 仿佛有灵性一般 先天灵气 第五十四章 先天灵气 制式软甲 通脉镜突破至先天镜 不仅十二条主经脉 要全都贯通 还需要炼化一缕先天灵气洗经法水 将身体的精气绳合一 由后天反先天 所以 当先天灵气出现在拍卖台上 会场中的通脉镜舞者 全都如同恶狼看到了食物一般 眼中泛着渴望之色 魏征也是目不转睛地 看着白玉瓶内的青色灵气 经过两次大境界的突破 他也揣摩到了修为可突破时 属性面板所需的宝物 无论是气血丹还是通脉丹 都是突破大境界时 都要用到的东西 突破至先天镜 要用到先天灵气 那么等他修炼至通脉镜后期 满足可突破的条件时 属性面板所需的宝物 很大概率会是先天灵气 可惜 这屡先天灵气与我无缘 魏征心道 以他身上这一千出头的银子 根本不够资格参与镜拍 但会场内 不少通脉镜 早已经按耐不住的想要 开始出嫁了 不过 他们之中 也有人没有被先天灵气冲昏头脑 旁前辈 可否说说 这屡先天灵气的来历 出现在黑市拍卖会的物品 多多少少都会有麻烦 如果这先天灵气 涉及到的麻烦太大 那东西再好 他们也不会染指 会场内 明显没人知道 这屡先天灵气的来历 那就只能问 黑市拍卖会的人了 当然可以 庞磊点头 这屡先天灵气 是隔壁昌平府白家的东西 妙手白家 庞磊继续道 这白玉瓶也是白家特制的 需要特殊的手法 才能打开 至于暴力破开 会有什么后果 这就不清楚了 或许对先天灵气 没有影响 又或许 会让先天灵气一散 又或许会造成其他的问题 至于是谁 从昌平府白家 把东西拿出来 放到黑市这边拍卖 庞磊并未透露一丝信息 又或者 黑市这边也不清楚是谁 听到白玉瓶是特制的 会场的众人恍然 怪不得先天灵气 会被送来这里拍卖 这是在市面上 卖不出去啊 那这先天灵气 岂不是只能看 吃不着 要知何用 也不能这么说 万一破开白玉瓶 先天灵气 也没受到影响呢 这合着是要赌运气是吧 也有不用赌运气的办法 你拍下这先天灵气 然后去一趟昌平府白家 让他们帮你打开不就行了 好主意 就是不知道会以什么姿势 被抬出白家 这旅先天灵气的来历 和其中的弊端 我已告知各位 现在开始竞拍 庞磊接着道 这一旅先天灵气 起拍价是800两金子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10两金子 话音落下 顿时有人抬手出价 820两金子 850两金子 会场内 至少有20来个人出价竞拍 虽说打开白玉瓶 需要特殊的手法 但暴力破开 也不一定就会出问题 还是有人愿意去赌一赌的 特别是有远海镜 或者宁丹镜强者的势力 在绝对力量下 控制好力度 破开白玉瓶 举出先天灵气的机会不小 1150两金子 1200两金子 随着这个价格喊出 会场内 再也没有人出价 市面上 一般的先天灵气 也才2200两金子左右 1200两金子 已经是一个高价了 1200两金子第一次 1200两金子第二次 1200两金子第三次 再喊完三次 无人在出价后 庞磊宣布道 恭喜这位贵客 成功拍得这旅先天灵气 祝你成功突破至先天境 拍卖台上 捧着愈合的舞者走下台 和拍下这旅先天灵气的人 完成交易 不少人目光看着拍得者 似乎想要将其记住 这个拍得者 虽然和大部分人一样 都穿着黑衣 但其身形和衣服上的细节 还是略有不同的 很快 第二十二件拍品上来 转移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只见拍卖台上 二十个舞者端着托盘 走上拍卖台 红布掀开 每个托盘上 赫然都折叠着一套 上半身的软甲 不等庞磊介绍 在场就有不少人 就认出了这一批软甲 撕黑鹰疯了吧 大前智氏软甲 也敢拿出来卖 还得是黑市拍卖会啊 狠起来连自己的东西 都拿出来卖了 这要是拍回去 不会刚到家 就被抓去做大牢吧 姐姐姐 我待会回到广宁府 向府主告发 这里拍卖大前智氏装备 你们说府主大人 是扫平黑市 还是去镇压成卫军 阁下是何人 为何状告本官 哎呀 顿了 顿了 在场的人都遮掩了身形面容 说起话来毫无顾忌 庞前辈 你们不会是真的 要拍这批软甲吧 当然是真的 庞磊笑着解释道 这二十件制式软甲 都是残刺品 有一些瑕疵 但还未打上刚硬 算不上大前的正式装备 所以各位可以放心近拍 不过 虽然这批软甲有些瑕疵 但防御能力依旧不错 可以抵挡住 通迈进武者的攻击 关键时候 或许可以反杀敌人 甚至可以保命 各位通迈进的贵客 可不要错过了 庞前辈 起拍价多少 我要购买一件 庞磊不警不慢道 我们大前制式的装备 用的都是上好的材料 所以起拍价是八十两金子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五两金子 九十两金子 一百两金子 一百一十两金子 魏征也开口参与竞价 能够抵挡通迈进攻击的软甲 再配合上铁骨金身弓的防御力 挡住先天境强者的一两道攻击 应该没有问题 当然 他也不会作死去招惹先天境的武者 但意外这种东西 谁也难以预料 有准备好过 没有准备 再则 等他突破至先天境后 也可以转手将软甲卖掉 亏不了多少 拍卖台上有二十件软甲 竞争力并不大 魏征爆出的价格 成功拍下一件制式软甲 很快 黑市这边的武者 就把软甲送了过来 双方顺利完成交易 第55章 吃瓜吃到自己头上 大前制式软甲成暗金色 柔韧度很高 表面带着一层薄薄的片甲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兽皮制作 其里面填充了特殊的东西 摸起来有点像是橡胶之类的 魏征将软甲放在大腿上 随即运转真气 控制力度一掌拍下 透过软甲 魏征感受了一下力度 大概削减了三成的力量 残次品都有这样的防御程度 正品岂不是至少削减四成的力量 而且这还只是制式软甲 成魏军肯定还有更好的护甲 不愧是大前皇朝 抵运恐怖如斯 仅仅从一件软甲 魏征就能感受到 这个万年皇朝的强大 黑市拍卖会继续进行 拍卖台上 一件件拍品送了上来 魏征遇到感兴趣的 会留意一下价格 不感兴趣的 就全当掌掌见识了 临近此时 黑市拍卖会来到了尾声 只剩下最后一件拍品 一个舞者端着托盘 走上拍卖台 各位贵客 请看今晚拍卖会的 最后一件拍品 随着话音落下 旁磊伸手一拉 把盖着托盘的红布抽掉 托盘上赫然放着数十张纸 隐隐可见 上面写满了字 会场内 不少人都疑惑地 看着这最后一件拍品 能够作为今晚拍卖会压轴的东西 肯定不会是普通的东西 这是什么 难道是 某种厉害的功法秘籍 看着不太像 这种纸张 更像是某种东西的图纸 撕该不会是唐门 某种武器的铸造图吧 之前拍卖会出现的破纲连弩 顿时让人联想到了唐门 如果真是唐门 某种武器的铸造图 这种烫手山芋 谁敢接啊 各位不用猜了 旁磊笑着介绍道 这是铁掌帮在广宁府的所有产业地契 全都在这 一张不守 居然是铁掌帮的地契 哈哈 没想到青燕帮居然没能把地契抢到手 嘖嘖嘖 这是不是说 只要我抢了青燕帮内 以前属于铁掌帮的产业 那这个产业就是我的 青燕帮没地契 官府肯定不管 不过 青燕帮帮主可是宁丹靖的强者 你确定能守得住 嘿嘿 我守不住 可以让家里的老家伙 守吗 让他松松筋骨 铁掌帮所有产业的地契 居然不在青燕帮的手中 魏征看着拍卖台上的地契 顿时有种 吃瓜吃到自己头上的感觉 林江坊以前属于铁掌帮 那么金风赌方和堂口筑地的地契 肯定也在拍卖台上 我错了 黑市拍卖会此次连青燕帮大头目 都发了邀请帖 根本没有其他什么原因 完全就是恶趣味 不过 也不一定是黑市拍卖会 很可能是铁掌帮的人特意要求的 魏征觉得 第二个猜测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能够把铁掌帮所有产业地契拿出来的人 必然是铁掌帮的核心人物 对方此刻肯定也在拍卖会场中 铁掌帮被灭 对方又报复不了青燕帮 估计就想用这个办法来恶心青燕帮 拍卖台上 庞磊笑着介绍道 铁掌帮总堂 占地九亩三分 设有练武场 单药店 主店铁掌帮其他方式的产业 就不一一细说了 所有产业的地契分开买 一口价 不进拍 总堂地契一万两金子 其他方式产业的地契 每份只需五百两金子 这个价格看似很高 但几乎可以说是白送 魏征掌管林江芳 锦金峰赌方这个产业 一个月就能赚超过二百两的金子 只需两三个月 就能回本 听到庞磊喊出的价格 顿时不少人心动了起来 特别是 家里有宁丹静强者的势力 更是心动无比 反正大家都拍下几份地契 到时候去找青燕帮谈 或者转手一脉 怎么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不用拍了 所有地契 我们青燕帮要了 一道身影在会场中站了起来 掀开黑色冬帽 露出面容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相貌平平无奇 却带有一股威严 魏征顿时好奇地看向中年男子 对方必然是青燕帮内的高层 原来是青燕帮的副帮主于鹤 庞磊笑着拱手一礼 老庞 钱我没待那么多 但今晚我会让人把钱送过来 没问题吧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庞磊没有博鱼鹤的面子 他们只是黑市拍卖会 只为了赚钱 鱼鹤按照规矩给钱 他们自然不会去刁难 而且铁掌帮已灭 没有任何价值 他们也不可能为了一些余孽 去得罪青燕帮 青燕帮如今占据22座方式 真要乱起来 也是能够让成卫军头痛一阵的 随着鱼鹤站出来 把所有地契都买下 今晚的黑市拍卖会 有点虎头蛇尾的结束 会场内的人 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 红化林外 魏征将制式软甲穿好后 这才沿着路径走了出来 接着 他展露气血镜后期的修为 脚下一撮 身形向着西城门的方向赶去 刷 刷 刷 树气之间 就有数个通脉 镜舞者 低空飞掠 超过魏征 感应到魏征爆发出的 气血镜后期真气 都是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掠过 气血镜舞者的财力 根本不可能在黑市拍卖会中 拍下什么好东西 魏征保持警惕 继续前行着 他并不担心被人盯上 因为能够盯上他这个气血镜后期的人 哪怕是通脉镜的舞者 也肯定实力不怎么样 他身上有护体软甲 又有轻欲张毒 足以应付了 而且 红化林距离西城门 只有二里地 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 嗯 前面有人在厮杀 魏征感应到前面剧烈的蒸气波动 速度不由地慢了下来 在靠近西城门半里地的地方 顿时看到三个通脉镜 正在缠斗着 两个通脉镜联手 对付另外一个 破山拳 通脉镜后期 两个通脉镜舞者中 其中一人突然大笑道 哈哈 亲艳帮的赵盛东 别以为你遮住面容 我就认不出来 快把先天灵气交出来 第56章 成年 寂静的夜晚 空旷的郊外 声音传得很远 刚准备绕路 躲开这个是非之地的魏征 就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声音 赵盛东 魏征身形一顿 先天灵气是他拍下的 他看向战斗的双方 那名通脉镜后期的舞者 一对拳头刚猛无比 面对两位通脉镜后期的围攻 丝毫不落下风 以现在赵盛东掌管七座方式 获得的收益 也确实有这个财力 拍下先天灵气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这名通脉镜后期的舞者 还真有可能是赵盛东 如果真是赵盛东的话 他隐藏得也太神了 魏征神色一宁 战斗的三人都是通脉镜后期 赵盛东以一敌二都能势均力敌 恐怕十二条主经脉 已经全部贯通 只差最后一步 就能突破至先天境 而在亲艳帮内 大家都以为赵盛东的破山拳 只修炼至第十重 主经脉只贯通了九条 修为堪堪突破至通脉镜后期 果然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人 魏征暗暗警醒自己 以后哪怕遇到比自己弱的人 也不能大意 他能隐藏修为 别人也一样可以 接着 他不再关注前方的战斗 直接向着右边一侧 绕往西城门 进入广宁府 魏征的身形融入夜色中 悄然返回临江坊堂口 至于赵盛东 和另外两个通脉镜舞者的胜负 他没有兴趣知道 也没想着要当渔翁 黑市拍卖会结束 不少舞者都会通过西城门 进入广宁府 赵盛东和另外两个通脉镜 在那里缠斗了这么久 很大可能已经有人隐藏在暗中 正等着他们两败俱伤 然后出手 到时候谁是真正的渔翁还不一定呢 而且装着先天灵气的白玉瓶 也需要白家特殊的手法才能打开 在他看来 价值太低 不值得他去冒险 当然 他也不会去冒这个险 一日一早 魏征吃完早饭 就开始修炼铁骨精深宫 有虎骨断体高辅助修炼 他的修为又突破至通脉镜初期 这门功法的熟练度 开始快速上涨 消耗完一份虎骨断体高 魏征停止修炼铁骨精深宫 查看属性面板 姓名 魏征 年龄 十八 职业 武者 修为 通脉镜初期 炼体进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攻法 铁骨精深宫 第九重 四十一百 先天进攻法 无相脸系宫 第四重 三一百 十八岁了 今天居然是我的诞辰啊 魏征看到属性面板的岁数变化 微微一愣 昨晚凌晨回来 他睡觉前还看了一眼属性面板 那时候 岁数还没有任何变化 今天早上就发生变化了 他记得 前身确实是早上出生的 那就休息一天 顺便逛逛广宁府 吃一顿好的 即便干功法熟练度 也不差这一天 而且 修炼也要讲究松弛有度 魏征换了一身锦衣滑袍 刚走到堂口大门的位置 就看到吴明脚步匆匆地回来 见过魏头目 吴明见到魏征 脸色一洗 连忙行李 吴明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匆忙 魏征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他想到昨晚遇到的赵胜东 其手上有先天灵气 想要毫发无损地回来 恐怕没那么容易 第五十七章 请上生死台赴死 回味头目 凤鸣楼那边派人来说 要断绝和我们金风赌方的合作 吴明回道 魏征眉头微皱 居然不是赵胜东的事 而是凤鸣楼的事 凤鸣楼的姑娘 在金风赌方摇头子 发牌 已经成为了特色 突然断绝合作 这已经是动摇了她的钱袋子 知道怎么回事吗 魏征声音渐冷 这明显是有人 在针对他们 吴明点头 我打听过了 不止凤鸣楼 百花楼 翠苑楼 这几家青楼 也和我们青雁邦其他方式的赌方断绝了合作 这几家青楼背后的东家 都是广宁府柳家 居然是柳家 在针对我们青雁邦 魏征亚然 原本还以为是有人在针对林江方 没想到是整个青雁邦 他们林江方刚好被波及了 广宁府柳家的家主 是宁丹靖强者 也确实有这个底气和实力 吴明继续道 据小道消息 说是 这是和赵堂主有关 暂时不知道真假 还有 我还特意派人去打听了柳家那边的情况 今天他们府中正在办丧事 据说是有一个通卖镜的族人死了 魏征静静地听完吴明的汇报 不得不说 吴明不愧是之前跟在赵堂主身边的人 这做事就是周到 他汉手道 吴明 这小道消息是真的 我得到的消息 昨晚赵堂主在黑市拍卖会 拍得一缕先天灵气 返回途中遭遇了截杀 如今广宁府柳家 都已经明着和青雁邦作对 还有小道消息传出 和赵堂主有关 估计要不了多久 赵堂主拍得一缕先天灵气的消息 还有柳家和赵堂主结仇的原因 都会人尽皆知 所以 他现在说出来也没啥问题 先天灵气 赵堂主先天有望啊 吴明眼睛一亮 他是赵堂主的人 虽然不至于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但地位也会大大提高 接着 他恍然道 这么说 柳家的那名通卖镜出手截杀赵堂主 结果死在了赵堂主的手里 怪不得柳家会这么针对我们青雁邦 柳家出手的通卖镜可不止一个 而是两个 而且还都是通卖镜后期 不过 魏征并未多说 想到赵堂主居然能杀了其中一个通卖镜后脱身 魏征有些好奇赵堂主现在的状态 吴明 赵堂主那边什么情况 这事是赵堂主招惹出来的 他们这几个方式 算是遭受了无妄之灾 怎么也要站出来负责到底 吴明摇头 我还没去赵堂主那边 那就走吧 我们去找赵堂主 出了这事 也应该向他禀报 魏征说道 他们临江房 每个月上交七成的利钱 可不是白交的 有事自然要找上面的人来解决 更何况这事 还不关他们的事 而是赵堂主 自己搞出来的 金月房 赵圣东宅院 魏征带着吴明 进入大厅 就看到 已经有两个方式的大头目找到了 正坐在大厅内 瞧手以盼 等着赵堂主出来 显然 他们两个的赌方 也和金峰赌方一样 受到了波及 魏头目 见到魏征到来 另外两个方式的大头目 拱手打招呼 魏征也是拱手回礼 王头目 猪头目 王头目 正是上次在总堂大厅 邓旭封口中 那个认不清 自己实力的大头目 名叫王勇 几天不见 王勇的气色 明显好了不少 显然伤势 恢复得很不错 也不知道 是不是为了堂主之位 花了大价钱 去购买疗伤宝药 猪头目 则是一名气血境初期的舞者 名叫猪大东 魏征就近找了个空位坐下 立刻就有府上的下人 给他倒茶 半盏茶后 面色微微泛白 脚步虚浮的赵堂主 从大厅一侧走了出来 见过赵堂主 三人立刻起身见礼 赵堂主 在主位上坐下 后背靠着一背 都坐吧 你们的来意我 已经知道 我会跟另外四个方式的大头目 打一声招呼 你们可以去他们 方式的青楼请人 解决赌方的问题 广宁府的青楼多的是 没有了柳家开的青楼 还有其他势力开的青楼 只不过 现在各个方式的青楼 和赌方都有合作 去其他方式的青楼请人 肯定要打一声招呼 统一请人的价格 以免引起其他方式大头目的不满 多谢赵堂主 三人拱手谢道 他们来这里 就是为了这一句话 有了赵堂主发话 其他方式大头目 就会行得方便 这事就好办多了 赵堂主 你的伤 王勇一脸关心地问道 赵堂主微微摆手 不碍事 休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 魏征看着一脸虚弱的赵堂主 不知道其实真的不碍事 还是在强撑 亦或者 根本没受伤 赵堂主这种善于 隐藏自身的人 实在令人难以揣夺 碰 这时 门外一道剑鸣声响起 宅院的大门 陡然四分五裂地爆开 散碎一地 王勇和朱大东 京剧地看向外面 好强的剑气 这怕是已经达到了 通脉镜后期 是谁 剑鸣声消失 一个身穿白衣 邪卧剑饼的青年 迈门而入 柳家柳君浩 请青雁帮赵盛东 上生死台赴死 柳君浩 柳家的少主 王勇显然对这个青年 有些印象 没想到 他居然已经修炼制了 通脉镜后期 我记得 他才二十岁不到吧 赵盛东脸色凝重 二十岁不到的 通脉镜后期不算什么 能够在这个岁数 将剑法修炼到这个境界 才是真正的天才 五者的修为 前期只要辅助修炼的资源足够 提升还是很快的 但功法 就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提升的 需要水魔功夫般慢慢修炼 而且还很看天赋 资质愚钝的人 修炼一年半载 恐怕都比不上天赋绝伦的人 修炼一个月 这就是普通人和天才的区别 相同修为的情况下 如果功法威力相差不大 自然是功法境界越高的人的厉害 这就是为什么 同样是通脉镜后期 他以一敌二 还能杀了一名柳家通脉镜的原因 甚至功法威力大 境界高的人 还能越一个大境界击杀强敌 毕竟修为高 并不代表战力也很高 第58章 于鹤 20岁不到的天才 我现在也算是吧 魏征星道 他如今刚刚18岁 已经是通脉镜初期 铁骨金身宫也修炼至第九重 功法境界并不低 而且有属性面板 他的功法境界提升得很快 按照现在的修炼速度 不出半年的时间 他也能达到通脉镜后期 当然 他现在只用了虎骨断体高 这一种辅助修炼的资源 如果后面再加上其他提升真气和气血 或者辅助打通主经脉的丹药 他提升的速度还能更快 哇 剑铭声再次响起 一道剑光积射了进来 展向主位上的赵胜东 赵胜东冷哼一声 真气震荡 气血瞬间爆发 右手握拳轰向剑光 随着一拳轰出 一道凝实的拳硬浮现 真气凝实 浩强的真气掌控力 魏征昨晚只看到赵胜东 以一敌二 威猛无比 但当时夜色下 距离又远 他看得并不是很清楚 现在才真正见识到 赵胜东的强大之处 不过 这一拳轰出 赵胜东的气息 明显紊乱了起来 碰 真气拳硬和剑光同时崩散 一道白衣身影 从外面进入大厅 柳君浩握着长剑 冰冷的目光 看向主位上 作者的赵胜东 再次沉声道 赵胜东 请上升死台赴死 当两方势力 有着不可调解的矛盾 又不想拼得两败俱伤 造成重大的伤亡 就会选择用生死斗 来解决矛盾 生死台上 生死由命 恩怨两宵 柳家家主 虽然也是宁丹靖的强者 但柳家的武者数量 远远比不上青燕邦 而且家族势力 都会有内部矛盾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人 都同意和青燕邦结仇 这也是柳君浩 独自前来 找赵胜东 上升死台的主要原因 赵胜东调整了一下 紊乱的气息 冷声道 你们柳家的人 来劫杀我 死在了我的手上 居然还有脸 来找我上升死台 柳君浩眼中 犯着一抹悲伤 八叔想让我在20岁之前 突破至先天境 他劫杀你 是为了抢夺先天灵气 他是为了我才出手的 我其实并不在意能不能在20岁之前突破至先天境 无非就是个名头而已 若干年后 又有谁会记得 可惜 八叔没能看透这一点 他虽然做得不对 但你明明重创了八叔 可以脱身离开 却还是将他杀死了 八叔因我而死 我自然要为他报仇 可笑 你要为他报仇 我就要和你上升死台吗 赵胜东嗤笑一声 生死台 是要双方都同意的 另一方不同意 这种方法解决恩怨 自然没得谈 他如今受伤 当然不可能上什么生死台 你若不同意上升死台 我便退出柳家 从此和你们清燕邦不死不休 所有死在我剑下的帮众 全都是因你而死 柳君浩威胁道 魏征正坐在椅子上喝茶看戏 听到柳君浩的威胁 不由眉头一挑 这柳君浩居然这么疯狂 要是清燕邦不能短时间内解决他 那就要考虑跑路的问题了 清燕邦有宁丹晋帮主 远海晋副帮主 还有左右护法两个先天境强者 这要是还能让柳君浩好好活着 那只能说明清燕邦迟早要完 赵盛东刚想说什么 一道强横的气息迅速靠近 半空中一股威压席卷而下 将在场的众人笼罩 哼 好一个不死不休 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伴随着声音落下 上空顿时出现一道青色的手掌 拍向柳君浩 真圆凝形 远海竟强者 柳君浩面色俱变 刷 这时 一道残影窜出 挡在柳君浩面前 屈指并剑 点向青色的手掌 真圆剑气迸射而出 堪堪将青色手掌阻挡了下来 二长老 柳君浩原本京剧的面容 化为喜色 挡在他面前的是一个 四十来岁模样的男子 正是柳家的远海竞强者 柳志诚 于父帮主 小孩子年轻气盛 口出狂言 还请多多担待 柳志诚对着上空拱手道 一个面带威严的中年男子 踏空而下 陈声道 他可不止口出狂言 还令你们柳家各个产业 和我们青燕帮断绝合作 让我们青燕帮 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现在更是直见 打上我们青燕帮的地盘 好大的威风 欠过于父帮主 赵胜东和魏征三人 立刻上前见礼 于和微微汗手 接着看向柳志诚 冷声道 你们柳家先出手 截杀我们青燕帮的堂主 现在又给我们青燕帮 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不该先给个交代吗 柳志诚政策道 只要赵胜东答应上生死台 我们柳家立刻对青燕帮 做出赔偿 并且生死台上 赵胜东获胜 我们柳家的所有青楼产业 全都交与青燕帮 柳家的青楼产业 一共有六家 日进斗金 比赌方每个月的收益还高 毕竟能去青楼的 都是真正有钱的人 这么丰厚的赌注 于和听得有些心动 而且输了 他们青燕帮也没有什么损失 不过 他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看向赵胜东 赵堂主 你觉得如何 你是我们青燕帮的堂主 即便不上生死台 柳家有什么手段 我们青燕帮都接着 闻言 赵胜东犹豫了起来 接着他耳朵微动 眼睛微微一亮 目光看向于和 后者微微点头 显然 刚刚于和以真元传音入密 跟他说了什么 数息之后 赵胜东不再犹豫 对着于和躬身一礼 于父帮主 我愿意上生死台 不过 生死台上 公平一战 我如今身受重伤 需要休养一个月 再和柳君浩一决生死 于赫点点头 他看向柳志诚 问道 如何 自然可以 柳志诚汉手道 这原本就是柳家的真正目的 柳家人死在了 青燕帮堂主的手中 他们身为宁丹家族势力 自然不能无动于衷 需要讨个说法 奈何他们又不占领 而且也不可能为了一个死人 和青燕帮拼的两败俱伤 造成族人更多的伤亡 事已 他们才让柳君浩来找赵胜东 上生死台一战 当然 他们敢这样做 自然是有所底气的 第59章 封锁凤鸣楼 赵胜东 一个月后 生死台上 我会以你之血 祭奠八书 柳君浩目光灼灼 如同一柄叙事待发的利剑 锋芒毕露 赵胜东呵呵一笑 放心 我会送你下去见他的 魏征见赵胜东如此自信 心中一动 想到了装在白玉瓶中的 那一缕先天灵气 赵胜东推迟一个月 该不会是想趁机突破这先天境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在生死台上的胜率 确实会很大 怪不得那么自信 不过 柳家也不是傻子 不可能让柳家的天才少主上 生死台送死 恐怕也有所准备 下个月的生死台上 谁生谁死 还真不一定 柳志诚拿出三张金票 放到一旁的石桌上 于父帮主 这三百两金票 足够赔偿 你们亲眼帮此次的损失了 既然目的已经达到 他也信守承诺 先把赔偿给了 于赫瞥了眼桌上的金票 冷哼一声 我亲眼帮唐主的大门 就一文不值 这要是传出去 岂不是谁 都敢来我亲眼帮的地盘 把唐主的大门给拆了 柳志诚看着 已经被轰得四分五裂的大门 值得无奈 再拿出一张金票 放到石桌上 告辞 不等于赫再说什么 他直接带着柳君浩 化作一道残影 窜出大门 显然是担心 于赫又在找其他借口 再多额他一笔钱财 虽说他不至于 谁也不想做冤大头啊 哼 算你跑得快 于赫来到石桌前 一把将所有金票 揣进怀中 这一幕 看得魏征和赵堂主眼角直跳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方式遭受了损失 赵堂主的大门被毁坏 这笔赔偿 是有他们一份的 接着 于赫看向赵堂主 和魏征三人 下令道 从现在开始 各大方式 封锁柳家的青楼 敢跟我们亲眼帮作对 我让柳家的青楼 一个客人都借不到 赔偿归赔偿 柳家已经动了 青雁帮的利益 他们自然要展露獠牙 还击回去 震慑广宁府的其他势力 否则 要是什么都不做 别人还以为他们 青雁帮怕了柳家 甚至可能会有其他势力 趁机跳出来打秋风 这较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青雁帮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发展壮大到这个地步 除了有背景之外 也是靠着敢打敢杀 足够凶狠 才能在广宁府站稳脚跟 不过这样做 有些伤敌一千 自损二百的意思 毕竟青楼的存在 能给方氏增加不少人气 一旦封锁 肯定会造成一部分人气的流失 是 于父帮主 无论是赵堂主 还是魏征这些大头目 全都没有丝毫反对 反正收益少了 那上交的利钱也会少 损失最大的 还是青雁帮 于赫解决了这边的事情 并没有多待 吩咐赵堂主好好养伤后 就离开了金月坊 魏征他们和赵堂主 提出告辞 也各自返回方氏 林江芳 魏征一回到堂口 就召集方内的所有帮众 大厅内 四十名帮众 带着武器陆陆续续地赶来 半炷香后 周园轻点了一下人数 人都到齐后 这才上前道 魏头目 除了吴明 林江芳的四十名帮众 全都到齐了 魏征点点头 吴明还在召堂主那边 不用等他了 说着 他从主位上起身 来到四十名帮众面前 有两件事 第一件 周园带十个人 去邓头目的宜华坊 请那边的青楼姑娘 过来摇头子 发牌 维持金风赌方的正常经营 记住 价格要和宜华坊的一样 虽说赵堂主那边 已经派人去打了招呼 但他和邓旭峰更熟一些 自然是去宜华坊的青楼 更方便一些 是 魏头目 周园上前应道 魏征接着道 第二件事 去二十人 把凤明楼的前门后门都封锁 一个客人也不准放进去 一个姑娘也不准放出来 魏头目 官府那边怕是不好交代 周园提醒道 邻江坊名义上归他们青雁帮管没错 但他们 只负责方式各条街道的摊位 至于邻江坊的商铺 并不归他们管 商税也是由官府的人来收 即便他们金风赌方 每个月也都老老实实地交了商税 交了商税 就是受官府保护的合法生意 他们封锁凤明楼 很大可能会有官府的人找上门来 不用担心 这是于富邦主下的命令 魏征笑道 即便有官府的人来 那也有于富邦主 他们去解决 于富邦主赶下这个命令 必然是有所底气的 魏征现在虽然还不清楚 青雁帮背后的势力是谁 但隐隐猜到了一点 那就是 这个势力绝对在官面上的力量不弱 连广宁府的府主 都会卖一个面子 听到是于富邦主的命令 在场的帮众 顿时放心了下来 否则要他们面对官府的人 他们也有点虚啊 魏征则继续安排到 剩下的十个人 则负责好令江坊 各条街道的秩序 有任何解决不了的事情 直接来唐口这边找我 是 魏征摆摆手 煞时间 四十个帮众鱼贯而出 离开唐口大厅 以前唐口还会留有 十个左右的帮众巡逻指手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 魏征回到主位上坐下 昨晚黑市拍卖 会出现破纲连弩 估计唐门的人要不了多久 就会来广宁府 很快又要闹腾起来了 真是多时之秋 得尽快把实力提升上去 所以说他只要稳住 不被利益迷惑 双眼去冒险 危险就很小很小 甚至没啥危险 但自身的实力 才是真正最坚强的后盾 魏征起身 正准备回后院 甘铁骨金身宫的熟练度时 吴明就带着十个人 进入唐口大厅 见过魏头目 吴明攻身行礼 跟在吴明身后的十个人 也都齐齐见礼 见过魏头目 魏征眉头微挑 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他看向吴明 这些人是 第六十章 司空雨 吴明苦笑着回道 赵堂主闭关养伤了 他说我们临江坊 要封锁凤明楼 人手可能不够 就把他在总堂的人 借掉到我们临江坊一个月 魏征脸色一黑 赵堂主都要上生死台了 居然还没忘了搞钱 合着 是把修大门的钱 转嫁到他临江坊的头上来了 那啥 王头目和猪头目那边 也被借掉了总堂的人过去 吴明接着补充道 他觉得 赵堂主并不是只针对临江坊 魏征或许会好受一点 魏征呵呵一笑 不愧是赵堂主啊 说是借掉过来一个月 但以他现在对赵堂主的了解 一个月后 恐怕这十人还会留在临江坊 接着 他看向吴明后面的十人 索性来个眼不见为敬 吴明 以后就让他们巡视 临江坊的各条街道 正在巡视街道的帮众 以通知他们 全都回堂口这边职守 巡视街道 是最苦最累的活 既然要让他发月钱 那这种事 自然是交给他们来做 是 魏头目 吴明弓身硬道 接着便带着身后的十人 离开堂口 魏征也离开大厅 回到后院 开始干铁骨金身宫的熟练度 第二天五时 临江坊堂口 后院 魏征消耗完一罐虎骨断体膏 接着查看属性面板 姓名 魏征 年龄 十八 职业 五者 修为 通脉进出七 炼体进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攻法 铁骨金身宫 第九重 五十一百 先天进攻法 无相脸吸宫 第四重 五一百 它运转周身的真气和气血 铁骨金身宫的第九重 已经达到了五十点的熟练度 如今我积攒的真气和气血 应该可以尝试 冲击第二条主经脉了 虎骨断体膏的主要作用 是辅助练体 使身体不会受到损伤 但也会少量地增加真气和气血 加上有属性面板 它的每一次修炼 都是有效地增长 两者叠加 修炼次数上去 它的真气和气血 也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 而且我现在的真气浑厚 气血充盈 两者都能很好地掌控 即便不用护脉丹 冲击失败 也不会伤到主经脉 护脉丹 是冲击主经脉时 保护经脉的一种丹药 不过 一般用这种丹药的人 都是花费大量 修炼资源 快速提升了自己的真气和气血 导致无法很好地掌控 真气和气血 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冲击主经脉 就需要用到护脉丹 否则在冲击时 就容易造成经脉的损伤 它突破至通脉镜后 只用了虎骨断体高 真气和气血 都是一次次修炼提升上来的 两者都能够很好地掌控 自然无需护脉丹这种东西 那就试一试 魏珍回到房间 在床上盘膝而坐 将自身的状态调整到最好 接着 它运转全身的真气和气血 开始冲击第二条主经脉 上次冲击第一条主经脉时 它服用了通脉丹 又是在属性面板的加持下 突破的大境界 一丝阻力都没有 就轻松贯通了第一条主经脉 这次冲击第二条主经脉 真气和气血明显遇到了阻力 第二条主经脉中 好似有一层层的薄膜 每前进一点 阻力就会变强一点 冲击到后面 真气和气血的消耗 也越来越大 当感受到第二条主经脉 只差最后一层薄膜时 魏珍连忙调动全身 剩余不多的真气和气血 一鼓作气地冲击过去 给我破 第二条主经脉贯通 魏珍明显感觉到 真气和气血的运转 加快了几分 它开始恢复 冲击主经脉时 消耗的真气和气血 真气和气血运转一个周天的速度 比之前快了三分之一 恢复的量也提高了三分之一 魏珍一边恢复真气和气血 一边估算着 贯通第二条主经脉后的身体状态 待真气和气血恢复充盈时 两者明显比贯通第二条主经脉前 增长了三分之一 按照气血进食的经验 真气和气血大幅度提升后 修炼一边铁骨精深宫的速度 会加快一点 不过这次真气和气血提升的幅度并不大 估计加快不了多少 魏珍拿出一罐虎骨断体膏 准备继续干铁骨精深宫 看看修炼速度能够加快多少 这时 他耳朵微动 听到有脚步声靠近后院 难道林江芳又发生什么事了 魏珍皱眉 整个林江芳堂口的帮众都知道 他在后院刻苦修炼 没有比较重要的事情 一般都不会来打扰他 带着疑惑 魏珍放下虎骨断体膏 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后院的拱门 吴明带着一个先兽的青年走了进来 见到魏珍 他立刻上前躬身一礼 见过魏头目 其身后先兽的青年也立刻跟着剑里 见过魏头目 魏珍看了眼这个先兽的青年 其除了比较瘦之外 其他的倒是平平无奇 接着 他看向吴明 询问道 吴明 你和这位弟兄来我这 是有什么事吗 吴明开口道 回魏头目 是这位兄弟想找你 他叫司空宇 原本是在总堂那边跟着赵堂主的 这次被赵堂主 借掉到咱们林江芳这边来 现在他想回总堂那边去 回总堂那边 魏珍心中有些好奇 对于普通帮众来说 其实在哪带都差不多 反正都是底层 待遇相差并不大 而且 能不能回总堂 也不是随便一句话的事情 即便这样 吴明还是带对方来见他 这就有意思了 司空宇立刻解释道 魏头目 我最心于武学 在总堂那边 有练武场的教习指点 可以让我更快提升 还请成全 去总堂那边 也不是我说可以就行的 魏珍淡淡道 他巴不得少给一个人的月钱 奈何要把人调往总堂 是需要钱打点的 有这钱 还不如直接给对方发月钱 而且 司空宇和他非亲非故 刚刚才认识 他凭什么要帮忙 别说司空宇 就是吴明 他也不会去帮 嘿嘿 小的自然不会让位头目难做 司空宇咧嘴一笑 左手不知何时 已经多出两张银票 点头哈腰地递给魏珍 第六十一章 不对劲 四十两银子 魏珍眉头微挑 看着司空宇手上的两张银票 说起来 这还是他坐上大头目后 第一次有人给他送礼 但真正让他惊讶的是 一个普通帮众 居然拿出了四十两的银子 这可是普通帮众 足足八个月的月钱 司空宇似乎清楚自己 拿出这么多银子 也有些突兀 他笑着道 魏头目 小的家中是做小买卖的 还算颇有家资 魏珍似乎相信了 司空宇的话 他眼睛一亮 左手伸出五个手指晃了晃 五十两银子 我帮你调回总堂 司空宇犹豫了一下 一咬牙 一脸肉疼的 再拿出十两银票 全都递给魏珍 那就拜托魏头目了 魏珍一把将三张银票 抓到手中 看到司空宇 那十根细长的手指 微微顿了一下 旋即不动神色的 哈哈笑道 我办事 你放心 既然你给了钱 我肯定帮你办妥 多谢魏头目 司空宇笑着拱手 先去做事吧 最时四天 你就会调回总堂 魏珍摆摆手 打发这个司空宇离开 是 小的倒退 司空宇攻身一礼 随即快步离开后院 无名见司空宇离开 立刻上前道 魏头目 总堂那边我说 这司空宇调 王总堂的事情 交给我来办就行了 他之前 一直跟在赵堂主的身边 对总堂那边的调动流程很熟悉 之所以 带司空宇来找魏珍 一是调人离开 需要魏珍 这个临江房大头目同意 二是 也想让魏珍赚上一笔 调王总堂需要多少钱 魏珍问道 别人需要十两银子 不过魏照堂主的名义办事 只需五两银子 就能将司空宇调 王总堂那边 无名道 魏珍抽出那张十两的银票 递给无名 人是你带来的 钱也是我收的 我自然不会让你吃亏 拿着吧 无名没有接 笑着摆手 魏头目不用给我钱 司空宇请我带他来见你 已经给了我十两银子 我已经有赚了 这么说 他为了回到总堂 已经花了六十两银子了 魏珍神色微宁 这个司空宇 果然有问题 如此大费周折 就为了回总堂 六十两银子 对于炼体进武者来说 都可以购买不少 辅助修炼的资源了 总堂的炼武场 是有教习指点没错 但绝对不值得花费 六十两银子回去 他要是没钱 我怎么会帮他办事 更不会带他来找魏头目你 无名笑道 魏珍微微点头 叮嘱道 既然我们收了钱 那就要把事办好 尽快把这个司空宇 调回总堂那边 这个司空宇绝对有大问题 他自然希望 赶紧把对方调走 是 魏头目 无名应了一声 接着道 那我这就去一趟总堂 估计三天内 就能把他调走 去吧 魏珍汗手 待无名离开后院 魏珍看着手中的银票 这个司空宇的手指细长 刚刚他手上拿着银票 丝毫未抖动 手上功夫绝对不弱 一个炼体进的武者 可做不到这种程度 他在总堂那边 应该有什么目的 这次估计 是被赵堂主 借掉到临江房 遭受了无妄之灾 这才冒险花这么多钱 调回总堂 不过 不管这个司空宇 有什么目的 等掉去总堂那边 就不关我设了 虽然 他发现了司空宇的不对劲 但并不打算深究 更不会去找堂主告发 一是他没有证据 赵堂主又已经闭关 找另外两位堂主 恐怕根本不会理会他 二是司空宇的实力未知 他不想随便招惹这种实力未明的高手 反正对方的目标又不是他 他装作不知道 就不会卷入进去 于是 魏征没有声张 还是按照往常一样 继续干铁 古今深宫的熟练度 但有司空宇 这个未知的高手 在堂口这边 他多了一份警惕 即便睡觉 都穿着大前的制式软甲 三天后 司空宇顺利调回总堂 魏征这才真正放松了下来 不过 当看到最后一罐虎骨断体高 他又苦恼了起来 虎骨断体高用完了 这才八天的时间 看来 灵江房的收益 这次的提前抽了 如果按照上个月十天抽一次钱 那他这两天的时间 就会被耽搁 虽说没有虎骨断体高 也能修炼铁骨精深宫 但需要间隔比较长的时间 否则没有保药滋养身体 平凡的炼体 就容易损伤身体 只是这样一来 他一天也炼不了几次铁骨精深宫 即便他有属性面板 每次修炼都能提升 但和以前相比 提升的速度就太慢了 所以 魏征用完最后一罐虎骨断体高 就派人去喊周元来堂口 老大 你找我有什么事 周元来到后院 上前拱手问道 在这里 没有外人 他也可以 直接喊老大了 坐吧 魏征示意周元坐下 是 老大 待周元坐下 魏征给他倒了一杯茶 老周 现在灵江房的收益有多少 听到魏征问起灵江房的收益 周元脸色一苦 老大 自从封锁了凤鸣楼后 灵江房的客流 明显少了三成 这八天的收益 只有1030两银子 这么少 魏征眉头微挑 上个月 灵江房十天的收益 是1761两银子 虽说现在只有八天 还差了两天 但这差距 也已经很大了 毕竟两天的时间 怎么也不可能赚到700多两的银子 周元解释道 老大和上个月比 当然少了 上个月靠着铁掌帮帮主的秘库 吸引了不少外地武者过来 加上我们金风赌方的名头 这才赚了这么多 这个月 我们封锁了凤鸣楼 还能有一千多两银子的收益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按照现在的收益 和第一个月相比 我们每天只是少盈利了几十两银子而已 第62章 妙手白家 那也不少了 魏征估算道 每天几十两银子 一个月就是一千两银子左右 还好只封锁凤鸣楼一个月 下个月 生死台上 无论柳君后和赵盛东 谁赢谁输 秦彦帮和柳家都会恩怨两宵 不管是不是真的放下仇恨 至少明面上会恢复正常 到时候 自然就不用再封锁凤鸣楼了 接着 魏征直接道 老周 我这次喊你过来 是打算提前抽龄疆房的钱 老大 这倒是没有问题 无非就是两天后坐一下仗而已 反正都是假仗 周元问道 不过老大 你打算抽多少 魏征左手张开五指 五百两银子 周元顿时被这个数目吓到了 老大 上个月盈利高 抽这么多没有问题 咱们这个月盈利下降这么多 还抽这么狠啊 这八天才盈利 一千零三十两银子 魏征直接就要抽走一半 魏征早已想好了对策 咱们临江房 受到凤鸣楼的巨大影响 收益大大降低 所以这个月抽狠一点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让凤鸣楼来评了这个月的账 这 可以吗 周元忐忑道 我们很可能会被查的 是一定会被查 魏征道 赵堂主之前 在黑市拍卖会拍下 先天灵气 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 他肯定会查我们临江房的详细账本 不过 老周你也不用担心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有办法解决账本的事情 你就放心大胆地抽 既然要查账本 那么月底 他就会把全部账本烧掉 账本都要烧了 这个月抽狠一点也不用怕 反正有凤鸣楼背锅 即便魏征这么说 周元还是没那么大胆 他嫩嫩道 那我这次就抽十两银子好了 我手上已经有足够的钱 购买汽血单 这个月 也没什么需要花销的地方 这个月 就不抽这么多了 行 反正抽多少都是 你自己的 魏征笑着起身道 我们去拿钱 是 老大 两人一起离开堂口大厅 前往金峰赌方 清燕邦在临江房 三个产业的收益 每天都会送到金峰赌方这里 周元会进行核对入账 在银子 还没有送入堂口的银窟之前 这些钱 也都会暂时放在金峰赌方那边 金峰赌方日夜都会有人看守 而且放银子的钱箱 是放在地下室里面 不仅进入地下室要开锁 打开箱子也要开锁 并且还布置有机关 一般人根本拿不走 不过 对于魏征和周元来说 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要是就在他们手上 机关他们也熟悉 清燕就从金峰赌方里面 拿走了五百一十两的银子 离开金峰赌方 魏征和周元分道扬镳 虎骨断体膏已经用完 现在有钱了 自然要去一趟万宝阁 换了一身黑衣斗篷 魏征来到万宝阁 他看向小思 嘶哑着声音道 赵管是在二楼吗 小思听出了魏征的声音 连忙拱手一礼 张爷您来了 赵管是在二楼 正在招待雇人 您可以直接上去 雇人 魏征好奇 随即迈不登上二楼的阶梯 此时二楼的大厅内 赵管是正在和一名 身穿白衣的中年男子闲聊着 看到黑衣斗篷人进入大厅 赵管是立刻起身迎了上去 这次他并未认出魏征 而且魏征也提前了两天过来 不过 来万宝阁的都是客人 他自然不会怠慢 坐在椅子上的白衣中年男子 却在这时神色微变 目光灼灼地看向魏征 在下万宝阁馆市 不知这位客人要购买 赵管是刚开口 话还未说完 座位上的白衣男子 骤然出手 其身形灵动地 从赵管是身后跃起 左手涌出一道银白色的真气 直接抓向魏征 通脉尽后期 魏征瞳孔猛地一缩 来不及多想这个白衣男子 为什么突然对他出手 身上的真气和气血 瞬间爆发 铁骨精神功 只见他全身泛着淡淡的金光 对着白衣男子抓来的 左手一拳轰出 碰 两道强横的真气碰撞 魏征的斗篷崩裂 露出一个皮肤有黑 相貌普普通通的青年 白衣男子后退一步 左手微微发麻 刚刚他感觉自己 好像抓到了铁块一般 好强的炼铁 他看着魏征 惊讶到 没想到 你才通脉尽初期 就将炼体功法 修炼到了如此高深的境界 他是通脉尽后期的修为 结果在交手中 处于劣势 魏征没有理会白衣男子 而是看向一旁 刚刚反映过来的赵管氏 赵管氏 你这万宝阁什么时候 变成黑店了 商会向来 讲究信誉和安全 万宝阁内 是禁止动手的 现在 有人率先 对他这个客人动手 万宝阁自然要给他一个交代 长老爹 赵管氏这才认出魏征 以前魏征每次来 都是遮掩了身形面容 他也只能通过声音 来辨别 当然 他知道 魏征修炼了无相脸西工 现在的样貌 并不一定是魏征的真容 你放心 我万宝阁肯定给你一个 满意的交代 赵管氏承诺完 愤怒地瞪着白衣男子 白红文 你疯了 居然敢在万宝阁 对我的客人动手 事关万宝阁的声誉 还有他管氏的位置 即便白红文是他的好友 他也丝毫不留情面 赵兄息怒 误会 这是误会 我刚刚是一时激动 忘了 还在万宝阁这里 白红文苦笑着解释道 哼 想让我息怒 张老弟一个满意的交代在说 赵管氏气鼓鼓地坐下 猛喝了一杯茶 依旧难以消弃 想要将这件事 真正平息解决 自然需要魏征这个当事人 不再追究才行 闻言 白红文顿时看向魏征 拱手一礼 在下白红文 来自昌平府白家 刚刚多有得罪 还请阁下见谅 我白家愿意为这件事 做出赔偿 魏征心中一动 开口道 妙手白家 正是 白红文点头 第63章 白玄玉一香 赔偿 赔偿的时代会在说 我想知道 你刚刚为何突然对我出手 魏征志问道 先不说他来万宝阁之前 已经做了伪装 还施展了 无相脸西宫 就是他真正的身份 也和白家 没有任何一丝瓜葛 白红文莫名其妙 对他出手 还说是误会 这其中必然有原因 不搞清楚 南宝以后 不会再遇到这种事情 是因为他 白红文说着 从怀中拿出一个 预制的小笼子 预制笼子里面 有一只白玉般的小虫 此刻正发出 丝丝的轻微声 他介绍道 这是白玄玉香虫 是我们白家培育的一虫 能够闻到 十几帐内的 白玄玉一香 这白玄玉一香 乃是我们白家 研制的独门香料 常人难以闻到 只有白玄玉香虫 对这种一香比较敏感 我们白家 在制作存放 贵重物品的玉盒 或者玉瓶时 都会特意加入这种香料 一是 可以掩盖物品的气味 二是 可以轻易分辨出 我白家的东西 上个月 有人从我们白家 偷走了两份先天灵气 以及五瓶丹药 装先天灵气 和丹药的玉瓶 就有白玄玉一香 只要接触了 就一定会沾染上 两份先天灵气 魏征心中一动 黑市拍卖会上 只拍卖了一份 白红文继续说道 前几天 我们白家得到消息 广宁府的黑市拍卖会 有人拿出一缕 先天灵气出来拍卖 正是我们白家失窃的 其中一份 昨天四长老就带我们 来到了广宁府 开始寻找 偷走白家东西的小贼 我和赵兄是顾骄 今天过来是 和他叙旧 顺便跟他打听一下消息 一旁的赵管事点头道 红文兄今天过来 确实是来向我打听 先天灵气和丹药的事情 白红文对魏征苦笑道 在阁下踏上二楼时 白玄玉香虫 就发出了异动 我还以为 你是偷到我们白家的那个小贼 一时激动 这才对你出手 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魏征眉头一皱 你的意思 我身上有白玄玉一香 他几乎所有的时间 都待在堂口 努力干铁古今 深宫的熟练度 怎么可能沾染上 白玄玉一香 难道是在来万宝阁的路上 不小心沾染上的 或者有人知道 白红文在万宝阁 特意在门口等着 在他进来的时候 在他身上 留下了白玄玉一香 但一路上 他并未发现 任何异常 进入万宝阁的时候 也没有人靠近他 是的 白红文点头 他接着道 不过 刚刚交手时 我就知道 你不是那个小贼 他是通脉禁后妻 而且身法极其诡异 可没有阁下 这么强大的炼体境界 阁下身上 有白玄玉一香 可能近距离接触过那个小贼 或者近距离接触过 我们白家的白玄玉瓶 说着 白红文特意注意着魏征的神色 魏征 虽然不是那个小贼 但有可能 近距离接触过对方 听白红文这么说 魏征神色微宁 顿时就想到了赵堂主 赵堂主拍下了白家的那份 先天灵气 白玄玉瓶就在其身上 他刚好去找过赵堂主 见到魏征的神色变化 白红文顿时 拱手一礼 郑重道 阁下可是想到了什么 如果愿意告知 我们白家定有重力答谢 遮掩身形面容 来万宝阁购买东西的人 肯定是不想自己的身份 被别人知道 他也只能须以重力 以此来打动魏征 魏征淡淡摇头 抱歉 恕我不能相告 白家的重力 或许很诱人 那他真正的身份 就很大可能会暴露出来 这种会让自己暴露身份的事情 他自然不会去做 听到魏征拒绝 白红文叹息一声 不过并未就此放弃 既然阁下不愿告知 我们白家也不会强求 如果阁下改变了想法 可来万宝阁找赵兄 他会转告于我 我们白家依旧会重力答谢 我会好好考虑的 魏征敷衍道 白红文也不知道 魏征是不是真的会考虑 但他也只能等魏征改变想法了 接着 他拱手道 这次在万宝阁多有得罪 不知道阁下 想要什么赔偿 只要我白红文能够做到 定不推辞 误会已经解释清楚 那么现在 自然该谈赔偿的事情 他一时冲动 在万宝阁这里动手 给赵管事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他自然要全力平息这件事 否则影响了万宝阁的声誉 赵管事也会被他连累 有好处拿 魏征自然不会客气 我来万宝阁 是来购买虎骨断体高的 先把好处拿了再说 至于白家和白红文 他先记在小本门上 以后有实力再报 今日之仇 毕竟要不是 他实力够强 就要被白红文给伤到 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此仇可没那么容易 就这样结果 当然 现在该要的好处 还是要的 白红文听到魏征的话 顿时明白了魏征的意思 他从怀里 拿出数张金票和银票 我来广宁府带的钱不多 只有1900两银子 不知阁下 可满意这个赔偿 赵管事也是 适时开口道 张老弟 要是不够的话 我再借点钱给他 赵老哥 你都开口了 我岂能不给你一个面子 魏征看向白红文 此事我就不再追究了 1900两银子已经不少了 全都购买虎骨断体高的话 他这个月 就能全力修炼铁骨精神功 有希望将这门功法 修炼至十一重 多谢阁下 白红文拱手谢道 平息了这件事 他也算松了口气 总算没有连累 他的好友赵管事 张老弟 这些钱全都换成虎骨断体高 赵管事问道 魏征点头 还多拿出六百两银子 赵老哥 再凑个整数 我要买一百罐虎骨断体高 你这里有这么多存货吧 一罐虎骨断体高 是二十五两银子 他身上带的钱 加上白红文赔偿的钱 购买一百罐 绰绰有余了 哈哈哈哈 当然要 赵管事笑道 自从知道 你开始需要虎骨断体高后 我可是备足了货 别说是一百罐 就是两百罐 我这都有 他接着道 而且 你也不用给那么多钱 给你打个八折 魏征给他一个面子 没有追究 白红文在万宝阁动手的事情 他这个管事的位置 算是成功保住了 自然也要表示一下 第六十四章 外力破开白玉萍的后果 赵管事从魏征手里 抽了数张银票 接着就准备去密库 拿虎骨断体高 撕撕撕 在赵管事靠近白红文时 玉龙内的白玄玉香虫 开始发出强烈的撕叫声 明显比刚刚大了数倍 白红文眼睛一亮 看向赵管事手中的银票 激动到 白玄玉一香 就是从银票里散发出来的 银票 赵管事一愣 魏征眉头一挑 立刻就想到了 请他办事的司空语 赵兄 把银票拿过来 让白玄玉香虫辨别一下 是哪张银票 白红文兴奋地催促道 好 赵管事将银票递了过去 魏征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一瞬间 他恍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原本他以为是自己 接触过赵盛东的原因 所以身上才会沾染上白玄玉一香 但现在一香的源头在银票上 再加上司空语这个未知的高手 这么说 司空语就是偷到白家 先天灵气和丹药的人 怪不得司空语这么急着回总堂 他这是知道 白家有手段找回东西 所以特意躲在青雁帮总堂内 即便白家找上来 也只会认为 是赵盛东拍卖了那份先天灵气的原因 好一招祸水东瘾 掩人耳目 虚虚实实 不对 还有另外一招 白家装先天灵气的瓶子是特制的 暴力破开后会发生什么 谁也不清楚 按照白红文刚刚说的 司空语是通卖境后期 那么必然也想突破这先天境 他拿出一份先天灵气出来拍卖 这是把赵堂主当作小白鼠 不过 司空语肯定不知道 白家找回东西的手段 是依靠白玄玉香气 否则他要是知道的话 绝不会把银票拿出来 增加自己暴露的风险 司空语的手段很高明 甚至可以说是堪称完美 即便白家有找东西的手段 也很难抓到他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司空语倒霉遇到了贪财的赵堂主 将他调到了临江房 这才留下了这道明显的破绽 这边 白红文和赵管事 很快便找出了沾染白玄玉一箱的银票 是这三张银票 白红文激动地拿着三张银票 其中两张是20两的面值 一张是10两的面值 看到这三张银票 魏征已经可以百分百确定是司空语了 他目光微闪 开口道 这三张银票我有印象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三张银票来自何处 闻言 白红文脸色一喜 连忙道 阁下请说 我们白家必有重谢 魏征摇头 重谢就不必了 我们消息换消息 消息换消息 白红文好奇 他和魏征是第一次相见 能够有什么消息 能够令魏征感兴趣的 他开口道 阁下想知道什么 只要我知道的 肯定不令告知 魏征汉首道 黑市拍卖会 我也参与了 你们白家 装着先天灵气的白玉瓶 我也见过 我想知道 如果外力破开瓶子 会有什么后果 司空语身上 还有一份先天灵气 他或许有机会获得 现在司空语藏 在青雁邦总堂 有赵堂主 作为遮掩 白家找出他的可能性 很小 司空语躲在暗处 而他是暗中暗 以他通脉进初期的修为 铁骨精深宫 再突破至第十重 然后再准备好 其他的手段 有心算无心 他干掉司空语的把握 超过了九成 但白家特制的白玉瓶爆开后 会有什么后果 还未可知 所以 他想知道 这先天灵气值 不值得他出手 一旁的赵管师笑道 原来张老弟 也去了黑市拍卖会 我也好奇 破开白家的特制白玉瓶 会有什么后果 可以说 当时黑市拍卖会里面的人 大部分人都想知道 白红文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我只能告诉你们 外力破开白玉瓶 先天灵气 依旧可以让使用者 成功突破至先天境 但是绝对活不过一个月 至于是什么原因 就连我也不清楚 这是我们白家的秘密 我现在的身份 根本没资格知道 赵管师 倒吸一口凉气 嘶 我就知道 你们白家特制的玉瓶 没那么简单 活不过一个月 魏征魏 赵堂主默哀一秒钟 如果赵堂主 真的如他所想 在上升死台之前 突破至先天境 那么不管输赢 已经注定了会生死 白红文拱手道 现在阁下可以告诉我 这三张银票 是来自何处了吧 魏征点头 说出这三张银票的出处 这三张银票 是我和广宁福 柳家交易获得的 他当然不可能 直接把清燕帮说出来 但换成柳家 就没问题了 一来 这个月 柳家 让他临江坊损失 这么多钱 替他背个黑锅 是应该的 二来 柳家的两个通麦镜 和赵胜东 都贴身交过手 虽然死了一个 但另外一个还活着 其身上必然也有白玄玉一箱 白家到时候去找柳家 也能知道 赵胜东在黑市拍卖会 竟拍下了一份先天灵气 间接来说 他提供的消息 是可以让他们找上清燕帮 可以让他们有机会 找到司空宇 至于白家 能不能在清燕帮内 找出司空宇 就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广宁府柳家 白红文认真记了下来 白家并不是广宁府的家族 对广宁府这边的消息不太灵通 但赵管事却是想到了什么 他惊讶道 前几天 柳家对清燕帮出手 最终双方决定 以生死台来解决恩怨 据说是因为先天灵气 看来是这个消息是真的 柳家和清燕帮的消息已经传开 赵管事自然也听说了 只不过并没有太过于关注 对于上生死台的原因 各种消息都有 有的传是因为青楼的某个女子 柳家少主和清燕帮的赵堂主 争风吃醋 最终闹上生死台 有的传是柳家的一位通脉禁死在赵堂主的手上 柳家为了报仇 柳家少主打上清燕帮 逼赵圣东上生死台 有的则传两家是为了争夺先天灵气 以生死台的输赢来决定归属 这么多传闻 赵管事自然都持怀疑的态度 不会真的相信 这我就不清楚了 魏征淡淡道 第65章 静待时机 从万宝阁出来 魏征抱着两个木箱子 抬头看了看万宝阁的牌匾 今天在万宝阁施展了铁谷精神弓 赵管事又知道我 修炼了无相脸系弓 暴露的信息太多 以后万宝阁不能再来了 铁谷精神弓 虽然不是独属于清燕帮的弓法 但广宁府内 有这门弓法的势力很少 而能够将铁谷精神弓 修炼至第九重以上 又是通迈进的 清燕帮内 只有他一个 其他势力有没有 他并不是很清楚 但很大概率不会有 不过 赵管事应该认不出 铁谷精神弓这门弓法 魏征心道 他有属性面板 每次修炼都能得到提升 购买辅助链体的资源 都用了这么多钱 其他人修炼这门弓法 花费的钱财 绝对比他还要多一两倍 修炼的时间就更不用说了 说是十倍以上都不会夸张 这种弓法 即便有人选了 也坚持不了多久就会放弃 所以 能够达到他这样第九重的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赵管事没见过 第九重的铁谷精神弓 想要一眼就认出来 很难很难 即便赵管事认出了铁谷精神弓 我身上也没有什么 值得让他惦记的东西 他也不可能特意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就为了找出 我在广宁府的真正身份 魏征收回目光 离开万宝阁 临江方堂口 后院 有了一百贯的虎骨断体高 魏征一回来 立刻就开始修炼铁谷精神弓 只要白家没有离开广宁府 或者赵堂主 没有突破至先天境 司空瑜肯定会一直待在 清燕邦总堂那边 我必须在这段时间内 尽可能地把实力提升上去 实力提升一点 到时候对付司空瑜的时候 把握也能更大一分 虽然白红文已经告知 外力破开白玉瓶后 用里面的先天灵气 突破至先天境 会活不过一个月 但他也决定对司空瑜出手 抢夺其手中的先天灵气和丹药 得到那瓶先天灵气后 他可以尝试打开 如果能够打开 对他来说 先天境就没有了丝毫阻碍 如若无法打开 那就送到黑市拍卖会卖掉 上次黑市拍卖会 白家那瓶先天灵气 赵胜东出了1200两金子拍下 他也不贪心 拍卖获得1200两金子 那也很赚了 更别说 还有其他白家的丹药 那些装丹药的白玉瓶 都加入了白玄玉一箱 按照白红文所说 都是贵重的丹药 价值肯定不低 不过 如果没办法打开白玉瓶 他也不敢用那些丹药 也只能拿出去拍卖掉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 他能干掉司空语 拿到先天灵气和丹药 否则 一切都只是空谈 两天后 周元来到堂口后院 等魏征修炼完 这才上前回报道 老大 总堂那边有一道 关于赵堂主的消息 昌平府白家来我们青雁邦 找赵堂主了 魏征要全力修炼 铁骨金身宫 自然没时间 关注总堂那边的消息 所以 他特意安排周元 留意总堂的事情 他给出的名义 是想知道 赵堂主什么时候出关 当然 真正的目的是想知道 白家能不能找出司空语 只有司空语没被抓到 他才有机会 抢夺先天灵气和丹药 而白家去青雁邦 肯定是光明正大的过去 这消息随便都能打听 魏征微微汗手 他们是来找赵堂主 拿回先天灵气的吧 结果如何 周元回道 赵堂主并未出来 是于父帮主接待了白家 据说白家的四长老 提出要买回他们家的先天灵气 但被于父帮主拒绝了 先天灵气已经属于比较稀缺的资源 有钱都要等机会才能买到 像柳家的少主柳君浩 通麦境后期 12条主经麦已经全部贯通 已经达到了突破先天境的条件 奈何缺少一缕先天灵气 只能一直卡在这个境界 等待机会 于父帮主自然不会把 好不容易到手的先天灵气 重新迈回给白家 即便于父帮主同意 赵圣东也不可能会同意 周元继续道 不过 白家的四长老并未抢求 只是提醒于父帮主 不要外力破开白玉瓶 然后就带人离开了 魏征听到这里 就知道司空宇的计划成功了 白家果然 被这招虚虚实实给胡弄住 没能发现 他们要找的小贼 也在亲艳帮总堂 对了 于父帮主有没有请白家 帮忙打开那个 装着先天灵气的瓶子 魏征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周元摇头 没有 魏征眉头一挑 这么说 赵堂主很可能已经打开了瓶子 不知道他是外力破开的瓶子 还是找到了打开瓶子的方法 白家都找上来了 于父帮主都没尝试开口 请白家的人打开瓶子 赵堂主手中的那瓶先天灵气 已经打开的可能性很大 老周 这段时间你再辛苦一点 继续留意赵堂主那边的消息 魏征吩咐道 白家虽然带人离开了 看似没有抢求 要回那瓶先天灵气 但也不能保证 不会暗地里再调查 甚至白家也有 可能发现了司空雨 为了不打草惊蛇 故意先行离开 再伺机出手 所以 总堂那边的事情 还是要继续关注的 老大 不辛苦 我也就抽一点时间 请总堂那边的弟兄 吃个饭 就得到消息了 周元笑道 魏征点点头 叮嘱道 你的修炼也别落下了 尽快突破至气血境 老大你就放心吧 以我现在积攒的气血 十天后 肯定可以完成气血的蜕变 突破至气血境 周元信心十足道 五道境界 前面三个境界的突破 都不算难 炼体境突破至气血境 只要气血积累足够 完成身体气血的蜕变 就能顺利突破 那就好 你回去继续修炼吧 是 老大 周元离开后院 魏征一边涂抹虎骨断体高 一边打开手信念板 查看目前的修炼进度 姓名 魏征 年龄 十八 职业 五者 修为 通脉境初期 炼体境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境攻法 铁骨精深攻 第九重 九十二一百 先天境攻法 无相脸西攻 第四重 二十八一百 第六十六章 七日凝血毒 铁骨精深攻 突破至第十重 还差八点熟练度 今天熬一熬夜 就可以突破 魏征估算了一下 按照我现在的修炼进度 如果白家 在广宁府待的时间长一点 或许还可以突破至第十一重 第三条主经脉 也可以贯通 他选择对付 司空宇的时间 是准备等白家 离开广宁府之后 再出手 白家已经去过 清燕邦 司空宇必然会警惕起来 白家一日 没有离开广宁府 司空宇都不会真正放下戒备 只有等司空宇放下警惕 处于松懈状态时 再出手 把握 才能更大 这是天时 清燕邦是他的地盘 司空宇的动向 他都能掌控 这是地利 他有心算无心 做足了准备 再不只好陷阱动手 就是人和 天时 地利 人和 这三者的优势全在他 他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干掉司空宇 七天后 八月二时 魏征穿着黑色斗篷 从西城门离开 前往黑市 按照上次售卖毒药的 那位摊主所说 每个月的初五 二时 其都会在黑市摆摊 既然要对付司空宇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毒药 虽说他手上有清玉张毒 但清玉张毒 只有把毒触碰到 敌人的伤口后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 他这次准备购买 其他类型的毒药 售卖毒药的摊主 还在原来的位置摆摊 看到魏征过来 依旧沉默寡言地坐着 魏征看了眼摊位上的毒药 和他上次看到的毒药一模一样 对付通卖镜的毒药 还是那三种 他看向摊主 开口道 上次阁下说 制作不了对付先天镜的毒药 只能制作对付通卖镜的毒药 是你啊 摊主自然记得魏征 这个购买 轻欲张毒的客人 他以为魏征 还会放弃购买 对付先天镜的毒药 于是再次肯定道 我确实只能制作 对付通卖镜的毒药 魏征道明自己的来意 我需要一种 对付通卖镜的毒药 你这里没有 摊主沉默不语 似乎陷入了考虑之中 熟悉之后 他这才缓缓开口 问道 你想要什么样的毒药 魏征眼睛一亮 他就知道 这个摊主 能够制作三种 不同类型的毒药 其在毒药上的造诣 绝对不低 之所以 只拿出这三种毒药 来黑市脉 是受到了 药材来源的限制 并不是不会制作 其他对付通卖镜的毒药 他说出自己的要求 我想要一种无色无味 能够让通卖镜 不知不觉 就中毒的毒药 摊主谈到毒药 话就多了起来 几乎大部分毒药 都不可能做到无色无味 你想让敌人服下毒药 可以用食物 或者丹药的味道 来掩盖毒药的味道和颜色 至于让通卖镜 不知不觉中毒的毒药 我可以制作 不过都是慢性的毒药 那些能够让通卖镜 快速中毒 又难以察觉的毒药 我虽然也能制作 但我很难买到药材 慢性毒药 多久能够发挥作用 魏珍问道 他还不清楚 白家会在广宁府待多久 要是慢性毒药 要一两个月 才能发挥作用 那就太晚了 白家也不太可能 会在广宁府待这么久 他们在广宁府 迟迟未能找到司空宇 必然会认为 司空宇已经离开了广宁府 我制作的慢性毒药 要起到明显的作用 最快的慢性毒药 他也要七天的时间 后面拖的时间越久 效果越好 摊主回道 七天 魏珍汉首想道 应该没有问题 即便白家明天就离开 司空宇也不会那么快 离开清燕邦总堂 他肯定想看看 赵堂主能不能顺利突破 至先天静 如果这七天内 赵堂主出关 司空宇看到了结果 想要离开清燕邦总堂 那就只能直接动手了 毒药 只不过 是他为了确保 万无一失的另外一个手段 即便毒药 没能发挥作用 他也一样 可以动手 我要这个最快的慢性毒药 魏珍开口道 至于这个慢性毒药 是什么效果 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并不是很重要 能够让司空宇中毒 实力受到影响即可 司空宇中毒越深 实力受到的影响越大 对他就越有利 我这里刚好有 摊主说着 掀开侧身的黑袍 露出一个小木箱 他打开小木箱 开始翻找了起来 制作毒药 是需要时间的 很多时候 面对敌人 不可能临时制作毒药 所以 他早就制作了好了不少毒药 魏珍需要的毒药 他刚好有 魏珍眼睛一亮 有现成的毒药 自然更好 明天就能直接派上用场 很快 摊主就从小箱子内 拿出两个小药瓶 一个黑色 一个白色 他指了指黑色的药瓶 这个毒药 叫七日凝血毒 通脉进五者 持续服用七天 毒液就会遍布全身 平常的时候 修炼或者厮杀战斗 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接着 他拿起白色的药瓶 倒出一点里面的粉末 这是六纹蚕豆磨成的粉末 点燃后 会迅速散发一种香味 中了七日凝血毒的人 在闻到这股香味后 身体的血液 就会快速凝固 气血受损 真气阻塞 至于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就看其中 毒了多久 如果超过一个月 你根本不用动手 点燃六纹蚕豆的粉末 他全身血液凝固 必死无疑 魏征满意的点点头 不错 这七日凝血毒我要了 多少钱 五百两 谈主道 二百五十两 魏征直接砍了一半的架 谈主抬眼看向魏征 魏征再次看到 他那跳动的眼角 谈主沉默树息 这才开口道 这个毒药是特制的 药材也是我自己去买的 最低四百两 好吧 四百两就四百两 魏征拿出四百两的银票 还好上次在万宝阁购买虎骨断体高 赵管事给他打了八折 不然他还拿不出这么多钱 现在他身上 也就只剩下一百多两的银子 不过 再过两天 又可以再抽一次零浆房的钱 把钱放到摊位上 魏征将两个药瓶 小心地拿起 然后用布包好 放进怀中收了起来 摊主收起摊位上的银票 如果阁下 用完了还想要 还是和以前一样 每个月的初五 二十 我都会来黑市这边摆摊 在他看来 魏征接连两次来这里购买毒药 对毒药的需求明显很大 是个很优质的客人 需要的话 我会再来的 魏征点头 第67章 唐门踪迹 买到了想要的毒药 魏征并未离开黑市 而是继续闲逛起来 黑市的东西五花八门 虽然大部分 都是适合练体镜和气血镜使用 但也有一小部分 是适合通脉镜用的 上次他在黑市 就看到了几种 可以对付通脉镜的东西 只不过 黑市卖的东西 来源都有问题 甚至会带有一些麻烦 他当时 也没有想要对付的通脉镜 买了这些东西回去 就只能带在身上 为了避免 可能带来的麻烦 他也就没有购买 现在 要对付司空雨 这些东西 倒是可以买来用一次 等干掉司空雨后 再来黑市 转手卖出去 也不用担心 招惹什么麻烦 魏征正闲逛着 接着一道争吵的 声音传开 吸引了周围 不少人的注意 黑市的摊位 绝大部分摊主 都是寡言少语 很少会有跟客人争吵的 魏征也是好奇地 走过去看热闹 摊位上 一个脸上蒙着一块 黑布的少年 正在和一个全身裹着黑衣的男子争吵着 摊主正是这个 蒙着一块黑布的少年 我这个暗器的杀伤力 也见识过了 绝对强大 你说 只要没有问题 就会购买的 现在却说价格太高不要了 你这不是耍我吗 重新把暗器装回去 很耗费时间的 黑衣男子沉声道 你这暗器的杀伤力 确实很强 但价格 却和外面的市场价一样 这里是黑市 你这个价格 我还不如去外面买 听到这话 周围不少人顿时笑着附和了起来 小家伙 你是第一次来黑市吧 在黑市摊位上的东西 来路都不正 你卖的价格和外面一样 这怎么行 就是啊 你的暗器再怎么好 买了说不定 还有什么麻烦 这要是和外面的价格一样 我们还不如去商会买 不会有任何的麻烦 蒙面少年立刻反驳道 我堂我堂堂正正制作的暗器 哪会有什么麻烦 正在看热闹的味争 在听到蒙面少年的话 突然心中一动 蒙面少年的口误 别人或许不会想太多 又或者没有听清 但他却第一时间想到了唐门 上次拍卖会出现了破纲连弩 唐门必定会来广宁府 只不过 这么多天过去 唐门似乎没有得到消息一般 并未在广宁府出现 眼前的蒙面少年 说这暗器是他制作的 又不小心喊出了一个 唐 字 这么年轻 就能制作威力这么大 又这妖巧妙的暗器 这个蒙面少年来自唐门 的可能性很大 没有麻烦 你自己制作的暗器 黑衣男子明显不幸 那你怎么不卖给商会 来黑市卖干嘛 来路正规的东西 各个商会都会收购 虽说价格要比市场价低一些 但至少比黑市高 只能在黑市卖的 几乎都是各个商会 不会收购的东西 这 蒙面少年一时语色 他总不能说 他是第一次来黑市 看到这么多人摆摊 觉得好玩 然后也把自己制作的暗器 摆出来卖吧 反正 你这么高的价格 我是不会要的 你留着自己用吧 黑衣男子说完 直接转身离开了摊位 周围围观的人群 见没有热闹可看 也都各自散开 蒙面少年见状 顿时莫了兴致 在摆摊 他蹲下来 开始收拾摊位 魏征来到摊位前 看了看摊位上的东西 他指着其中的两件暗器问道 这两个 是对付通卖镜的暗器吗 见有人想买自己 摊位上的暗器 蒙面少年一愣 刚刚周围的人都说 他的价格太高 居然还有人会来购买他的暗器 既然有人要买 他也不急着收摊 介绍了起来 是的 一个是风血十二针 一个是九宫珠网 风血十二针 可以释放十二根长针 通卖镜舞者 只要身上重一根针 他重针的地方 周围的气血 都会暂时被封住 短时间内 难以逼出长针 九宫珠网 可以一瞬间发射出九张珠网 四散开来 笼罩前方十丈的地方 这些珠网 都是由气血镜珠腰的珠丝所制作 具有很强的韧性和粘性 通卖镜舞者 被珠网困住 短时间内 绝对挣脱不掉 都是好东西 怎么骂 魏珍问道 蒙面少年 刚准备报价格 突然想到 这里是黑市 按照刚刚周围的人所说 黑市的价格都比较低 见魏珍 似乎有心要买 他想了想 开口道 风血十二针 和九宫珠网 都是150两银子 一共300两银子 这是制作暗器 所需材料的价格 150两银子 在黑市购买一件暗器 其实价格也不低了 魏珍上次购买的清玉张毒 也是对付通卖镜的毒药 只花了70两银子 至于7日 凝血毒则不一样 这个毒药 是特制的 是摊主自己 花钱购买的材料 自己配置的 威力 也比清玉张毒还要大 清玉张毒只可以破坏 通卖镜舞者的气血 并且压抑真气的运转 让通卖镜舞者一身的实力 发挥不出五成 但无法毒死通卖镜的舞者 而7日凝血毒 是可以真正毒杀 通卖镜舞者的 所以 价格才这么高 我要了 魏珍没有奖价 300两银子 能够买到两件 唐门 制作的正宗暗器 绝对是赚大了 不过 当魏珍从怀里 摸出银票后 顿时就尴尬了 看着手中 只有175两的银票 魏珍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钱不太够 就要这个九公主网吧 根据白红文在万宝阁所说 司空宇身法 极其诡异 非常灵活 那么这件九公主网 就刚好适合 用来对付司空宇 完成了一桩交易 蒙面少年 显然很开心 他提点道 九公主网 在地方比较狭小的地方 最适合用 哪怕是修炼身法类功法的人 也很难逃脱 多谢 魏珍点点头 钱货两气 魏珍也没有多待 带着九公主网 离开了蒙面少年的摊位 蒙面少年见魏珍离开 他也没打算继续摆摊 迅速收起暗器 向着黑市拍卖会的仓库走去 第六十八章 下毒 黑市的拍卖会场内 灯火通明 照亮着整个拍卖台 两道身影并尖而立地站着 一个身穿黑衣 面目威严 一双眼睛 如同鹰眼一般锐利 正是黑市的掌控者 黑鹰 另外一个 穿着深蓝色的衣袍 手腕 腰部 脚踝都缠着一圈筋 属物体 两人看着地上 摆放着的十把破缸连弩 穿着深蓝色衣袍的男子开口道 我唐门护送这一批密矿的队伍 总共有十三个人 十个通脉镜 两个仙天镜 一个远海镜 他们全都携带了唐门的暗器 这十把破缸连弩 没有任何的损伤 其中五把连一只弩箭都没射出 这说明 他们死得很快 有五人 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 所以 杰柳唐家密矿的人 不仅人多 而且实力都不弱 最弱的 都是仙天镜 唐龙大人 按照你的推断 黑鹰缓缓道 广宁府内 符合条件的 只有三家势力 秦家 四方阁 血影楼 不过 未必是他们出的手 对方把破缸连弩 送到我们广宁府来拍卖 也有可能是声东击西 故意转移唐门的调查的方向 是不是他们 我会调查清楚的 唐龙接着问道 送破缸连弩来拍卖的人呢 黑鹰道 他是一个普通人 现在秘密关押在我们成卫军的大牢里面 我们审问过了 是有人给了他十两银子 把破缸连弩 送到黑市这里拍卖 给他银子的那个人遮掩了面容 他并没有见到 唯一有用的口供 是他听出对方的口音 并不是广宁府这边的 但并不清楚 对方是故意留下的这个破绽 还是不小心留下的破绽 是什么地方的口音 唐龙问道 这 那个人也不知道 他只能听出 并不是我们广宁府这边的口音 黑鹰回道 唐龙微微皱眉 带我去见他 不管是故意 还是不小心 总归是一条线索 是 唐龙大人 黑鹰并未立刻动身 他指了指地上的十把破缸连弩 那这十把破缸连弩 送给你了 唐龙微微摆手 十把破缸连弩的价值并不高 带走也不是很方便 黑鹰提供了这么多线索 送给他正合适 多谢唐龙大人 两人走出会场 顿时就看到一个少年 正站在门外 此时 少年已经摘掉了黑色面巾 露出一张清秀的面容 唐龙笑问道 小帆 你不是说 要去摆摊吗 已经摆过摊了 一点也不好玩 唐云帆颓然回道 并未多说什么 这次摆摊 一文钱都没有赚到 他也不好意思说出来 让唐龙看他笑话 那就和我们一起去 城卫军大牢吧 唐龙道 城卫军大牢 唐云帆眼睛一亮 好好好 我还没看过 官府关押犯人的大牢呢 魏征购买了九宫珠网 全身上下 只剩二十五两银子 即便黑市这里 还有能够对付通卖镜的东西 他也没钱去购买 索性直接离开黑市 前往西城门 返回广宁府 唐门的人出现在黑市 应该和上次拍卖会出现的 破纲连弩有关 如果劫走唐门秘矿的势力 就在广宁府 估计广宁府又要不安稳了 我想要真正安稳地修炼 只有尽快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 魏征想到 即便他现在背靠青燕邦 有了庇护 目前还算安稳 但也只是暂时的 毕竟广宁府内 并没有几个势力 是长久不衰的 广宁府传承最久远的势力 也才三个 秦家 四方阁 和血影楼 这三个 都是传承超过了五百年以上的势力 至于青燕邦 也才传承几十年罢了 回到临江方堂口 魏征建时间还不算太晚 索性涂抹了一份虎骨断体膏 开始干铁骨金生宫的熟练度 七天前 他的铁骨金生宫 就已经突破至第十重 到了第十重 铁骨金生宫的 熟练度提升变慢了一点 即使有充足的虎骨断体膏 主经脉也贯通了两条 铁骨金生宫一天 也只能提升七点的熟练度 消耗完一罐虎骨断体膏 魏征打开属性面板 查看了起来 姓名 魏征 年龄 十八 职业 链体进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攻法 铁骨金生宫 第十重 五十一百 先天进攻法 无相脸细弓 第四重 八十八一百 铁骨金生宫 已经达到了 第十重的五十点熟练度 按照现在的速度 七天的时间 刚好可以将铁骨金生宫 突破至第十一重 第三条主经脉 这几天也可以贯通 魏征想到购买的毒药 七日凝血毒药 发挥出明显的作用 也需要七天的时间 希望白家或者赵堂主 能够给力一点 撑过这七天的时间 无论是白家在广宁府 再继续待七天 亦或者赵堂主 七天后才出关 都可以让司空宇 在青燕帮总堂内 待上七天的时间 一日一早 魏征穿上青燕帮 普通帮众的服饰 来到青燕帮总堂 青燕帮灭掉了铁掌帮 扩大了差不多一倍的地盘 需要补充更多的 普通帮众来管理 这几个月以来 几乎每天都会有 新的帮众加入进来 像司空宇 就是这样轻松 混进青燕帮总堂的 所以 魏征施展第四重的 无相联系工 改变面容 轻易就混了进去 即便有帮众看到陌生人 也只会以为是 新来的帮众 并未有所怀疑 当然 以现在青燕帮的威势 他们也不怕别人 来青燕帮总堂搞事情 上次吴明 把司空宇调往总堂 说是调到了火房那边 魏征也来过 青燕帮总堂好几次 对这里的布局 了然于凶 直接向着总堂的火房走去 火房的杂质虽然多 但比较偏僻 一般人也不会过去 确实是个 很好的藏身地方 刚走到火房这边 魏征一眼就看到了 正在空地上 匹柴的司空宇 第69章 七天 啪 司空宇双手握着斧头 仙瘦的身体 仿佛蕴含强劲的力量 一斧头下去 就将木柴 劈成了两半 匹柴的不止他一个 旁边还有两个普通的帮众 也在干着匹柴的活 住在总堂的普通帮众 大概有一两百人 火房每天都要负责 这些人的餐食 活计还是比较重的 虽然比其他方式的 普通帮众要累 但待在总堂这边 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在总堂这边 只要事情做完了 就可以在练舞场那边 和新人一起练舞 还能得到练舞场教习的指点 之前司空宇 调回总堂的理由 也正是这一个 除此之外 总堂这里有堂主 护法在 相对其他方式的普通帮众 安全自然高了很多 魏征为了不引起注意 只是看了司空宇两眼 就移开了目光 接着 他便若无其事地 进入火房里面 既然顺利找到了司空宇 那就好办多了 只需找机会下毒即可 按照那个摊主所说 要想通迈进 毫无察觉地吃下毒药 可以用食物 或者丹药的味道 来掩盖毒药的味道和颜色 丹药肯定行不通 司空宇这么谨慎的人 自己服用的丹药 肯定会一直待在身上 只能通过食物下毒了 魏征进入火房里面 就看到 正有二十几个人 正在忙活着 他目光扫视了一下 来到一个 正在独自洗菜的男子身边 正在洗菜的男子 见到魏征过来 抬头好奇地看了一下 继续忙活着 魏征走到旁边 一边自来熟地 帮着洗菜 一边开口轻声道 这位兄台 我是上个月 进入青燕帮的 下个月 帮内就要安排事情 我找人问了一下 我要么会被调到火房这边 要么会调到其他的方式 所以我来这里打听一下 咱们火房 这里的待遇怎么样 说着 魏征还特意拿出二钱银子 递给这个洗菜的男子 男子迅速接过碎银 看了看周围 正在忙活的人 见没人看到 顿时马里地收了起来 他笑道 兄台 你是个聪明人 我当初 要是能像你一样 先打听清楚 再做选择 也不至于来火房这里了 这么说 火房这里不好 魏征一脸疑惑道 我听人说 火房这里不缺吃的 对我们练舞 不是更好吗 吃饱了有啥用 吃肉 才能滋补身体 男子养了养手中的青菜 我们吃的 都是这个 想要吃肉 得额外花钱买 接着 他指了指 不远处 正在熬着肉汤的大锅 我们火房这里 唯一的好处 是这里每天都能喝到一碗肉汤 但也就这样了 所以 我建议你 还是别来火房这边 去其他方式做事更好 如果你有钱 打点一下内务堂的管事 说不定可以给你 安排一个好一点的方式 临江房你知道吧 现在这个方式一个月是八两银子的月钱 这么高的月钱 每天吃肉都绰绰有余了 甚至还能存下一点钱 以后可以购买丹药来修炼 就这个月的月初 我听说 临江房有一个叫周元的普通帮众 一下子购买了两颗气血单 有望在这一两个月内 突破直气血镜 我都在火房这里待两年半了 现在还在炼体径中期 全都是火房这里的活迹太重 耽误了我的修炼 多谢兄台告知 等我在方式那边混好了 一定请你吃一顿好的 魏征拱手谢道 男子哈哈笑道 兄台 能够先来火房这边打听这里的待遇 你就是个聪明的人 我相信你 肯定能够在方式那边混出头的 我等着吃你这一顿饭 对了 我叫李大明 兄台你可别忘了 我叫张三 魏征随便报了个假名 接着道 就不打扰李兄你做事了 我先去内务堂那边 看看有没有机会 调到临江房那边去 好 希望张兄 你能顺利进入临江房 李大明道 魏征转身离开 右手揣着七日凝血毒的药瓶 打开瓶塞 树滴毒液滴在手上 在路过熬着肉汤的大锅时 运转蒸气 将毒液弹进大锅里面 火房所有人都能分到的好东西 大家肯定都会喝上一碗 司空雨为了不引人注目 很大可能也会跟着喝 即便司空雨没喝 对我来说 也只是少了一个对付他的手段而已 下完毒 魏征离开火房 并不打算留下来确认 司空雨有没有喝下肉汤 毕竟他不是火房的人 留在这太过于瞩目 至于七日凝血毒 虽然火房的人也喝了肉汤 但只有闻到六闻蚕豆的香味 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让血液凝固 没有闻到六闻蚕豆的香味 就不会有任何的事情 一样可以正常地修炼 而且 只要一段时间没有再持续中毒 这七日凝血毒 就会逐渐失去效果 最后彻底失去药效 于是 接下来的时间 魏征每天都会来找李大明 一副将李大明 当成了至交好友一般 下完毒 就回邻江房堂口修炼 干铁古今深宫的熟炼毒 火房里的人 在见过魏征几次后 也把他当成了熟人 知道他是李大明的朋友 第七天 李大明拉着魏征 盛情邀请道 张兄 今天的肉汤不少 你也留下来喝一碗 魏征心中一动 他也想知道 司空宇到底有没有喝肉汤 也就答应了下来 等总堂的早饭做完 火房这边的人 也开始聚在一起吃饭 每个人都成了 满满一大碗的肉汤 李大明成了两大碗肉汤 来到魏征身边坐下 张兄 你的肉汤 多谢李兄 魏征接过李大明胜的肉汤 慢慢喝了起来 他这碗肉汤里面 自然也有七日凝血毒 不过 他只喝今天一碗 并不会真的中毒 在喝汤时 魏征眼角的余光 看向司空宇那边 司空宇 显然已经融入了火房 这里的环境 和在场的人一样吃喝 当看到司空宇 把那满满一碗的肉汤喝下 魏征心中一定 第七十章 铁骨精深宫圆满 周圆突破 丑时时分 夜明星夕 临江方堂口 后院 魏征全身泛着金光 但金色的真气和气血凝聚 形成一层浅浅的金色宝甲 真气凝聚 赫然是将真气的掌控 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标志 和之前赵胜东施展破山拳 真气凝聚成一道拳印一样 铁骨精深宫第十一重 魏征收敛真气 立刻查看属性面板 姓名 魏征 年龄 十八 职业 武者 修为 通脉进出七 炼体进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攻法 铁骨精深宫 第十一重 圆满 先天进攻法 无向脸西宫 第五重 三十四一百 铁骨精深宫 是通脉进的攻法 只有十一重 达到第十一重 也就圆满了 三天前 我第三条主经脉 也已经贯通 今天早上 司空鱼也喝下了肉汤 达到了七天的时间 七日凝血毒 已经可以发挥作用 现在就等白家 离开广宁府了 倒是这白家 已经在广宁府 待了差不多一个月 现在似乎 还没有离开的打算 难道他们 可以确定 司空鱼还在广宁府 所以 才一直不离开 魏征觉得 不太可能 如果白家 有这种厉害的手段 早就将司空鱼找到了 他们一直不走 恐怕是有其他原因 不过 不管什么原因 白家不走 我就可以 一直给司空鱼下 七日凝血毒 只需一个月的时间 哪怕白家没走 我也可以 直接翘无声息地 把司空鱼弄死 按照贪主所说 七日凝血毒积累 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点燃六纹蚕豆的粉末后 通脉镜舞者全身的血液 都会凝固 必死无疑 到了那个时候 哪怕司空鱼再警惕 也没了丝毫反抗的能力 接着 魏征开始思考 自己接下来修炼的目标 我现在铁骨精神功 已经修炼至圆满 真气和气血 也要尽快提升上来 突破至通脉镜中气 前几天 他又抽了一次 灵江房的收益 手上又有了五百两银子 现在他无需再使用 虎骨断体高来炼体 这五百两银子 可以用来购买 快速增加通脉镜真气 和气血的保药 也要更换一本 更高境界的功法来修炼 将属性面板的优势 继续发挥出来 想到下个月竞争堂主之位 魏征心中一动 我做上堂主之位 应该可以获得 进入藏树楼的机会 功法倒是可以 暂时先缓一缓 不差这一点时间 要是没有这个机会 再去外面的商会购买 也不迟 能够在青燕邦内获得功法 自然要比外面 商会购买得好 外面商会拿出来卖的功法 基本都是大陆货色 威力平平 真正威力强的功法 都不会轻易拿出来售卖 甚至直接不会卖 他有属性面板 功法能够快速提升 修炼威力更强的功法 自然更加具有优势 第二天一早 魏征刚准备继续去总堂的火房 给司空宇下毒 周元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看到周元隐隐散发的强盛气血 魏征眼睛一亮 周元 你突破至气血镜了 嘿嘿 老大 我昨天顺利突破了 周元笑道 走 我们去太和酒楼吃一顿 好好庆贺一下 魏征笑道 昨晚他的铁骨精神功 突破至第十一重圆满 现在周元也突破了 可谓是双喜临门 值得庆贺 至于司空宇那边 已经满足七天的要求 今天少一天 也不会有问题 七日凝雪 毒药失去效果 需要一段时间 没有再持续中毒 才会逐渐减弱毒性 最终才会 彻底失去要效 老大 我们还是先不要亲和了 周元拉着魏征 宁仲道 我在来堂口之前 收到了总堂那边 弟兄传来的消息 赵堂主出关了 赵堂主出关了 什么时候 魏征神色一喜 连忙问道 白家迟迟没有离开广宁府 司空宇就不会轻易离开 清燕邦总堂 他一直没机会动手 但赵堂主出关后 司空宇或许会选择 离开清燕邦的总堂 毕竟司空宇藏 在清燕邦总堂 一是为了 躲避白家的搜寻 二是为了知道 赵堂主这个 小白鼠 在使用先天灵气后 能不能突破 至先天境 对司空宇来说 第二点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白家这么多天 都没能找到他 也让他有了信心 知道白家找人的手段一般 现在 看到赵堂主 能够顺利突破后 他未必会继续待在 清燕邦总堂内 所以 很可能会直接 离开广宁府 那么 他的机会就来了 是今天早上 周元回道 有人看到 赵堂主从总堂离开 回京月房去了 据说气息强盛 伤势已经完全恢复了 魏征眼睛微眯 赵堂主 恐怕不仅伤势恢复 还突破至了先天境 之所以 让人感觉气息强盛 是突破至先天境后 还未能完全掌控 先天境的力量 周元担忧道 老大 赵堂主 已经出关 那账本 之前魏征 让他关注赵堂主 什么时候出关 他一直认为 是和账本的事情有关 毕竟在过几天的时间 就是下一个月 各大方式 按例上交例前的日子 赵堂主 必然会查他们 临江房的账本 放心 我会解决的 魏征拍了拍周元的肩膀 不过 今天就没办法 给你清贺了 既然赵堂主出关 司空宇 随时都有可能离开 他自然不能在这个时候分心 得去盯着司空宇 周元摆摆手 笑道 老大 等我当上大头目 再清贺也不迟 他可没有忘记 魏征让他这个月 突破至气血境 就是为了下个月 选出第四位堂主后 空出来的大头目位置 第七十一章 至于我是谁 清燕邦总堂 火房 啪 司空宇 双手握着斧头 麻利地 将一块木柴 劈成两半 劈好了一堆木柴 他抱着一捆柴 进入火房 刚进入火房 他就听到两人闲聊的声音 今天早上 赵堂主出关了 赵堂主的伤势痊愈了 司空宇顿时看向正在闲聊的两人 一个叫李大明 是他们火房这边的厨工 负责洗菜的 另外一个叫 张三 听说是李大明的好兄弟 这几天经常过来帮忙洗菜 昨天喝肉汤的时候 他也见到过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抱着柴河走向灶台 速度却慢了不少 何止痊愈了 赵堂主的气势强盛 我从他身旁路过 都有一股心计的感觉 这实力肯定是又有所突破了 魏征侃侃而谈 一副亲眼所见的样子 那下个月的生死台 赵堂主 岂不是赢的机会更大 李大明兴奋道 我听说 咱们亲眼帮的赌方 到时候会开盘口 那我押赵堂主获胜 岂不是 能够赚上一笔 这 我听说 柳家少主实力强横 都敢直接打上 赵堂主的宅院 逼他上升死台 谁赢谁输 数实难以判断 我觉得 还是不赌为好 魏征开口劝道 只要白红文没有骗他 那么赵堂主 突破至先天境 也不一定能够 在生死台上获胜 说的也是 我也听说了这件事 李大明犹豫了一下 那就独小一点 赚点买肉钱 显然 在李大明心中 赵堂主的实力 是更强的 不过 这也不奇怪 他们是亲眼帮的帮众 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 赵堂主的威严 下意识地会认为 其实力更强 对了 大明 我已经打点好了 要调去食品房那边 以后就不来火房 这里了 魏征的目的 已经达到 也不准备 再来火房这边 只要司空宇想走 绝对会在这两天内 做出决定 毕竟火房这边的活迹很重 吃也吃不好 住也住不好 要不是为了藏身 估计司空宇 都不会待这么久 对他这个通脉镜 后期的强者来说 这个月已经是过得 很憋屈了 食品房 李大明怅然道 可惜了 不是去旁边的临江房 临江房那边 不要人 说是满人了 我想去也去不了 魏征苦笑道 从火房 慢慢走出来的司空宇 咧嘴一笑 他就是从临江房 调回总堂这边的 自然知道 张三 说的是真的 接着 他心思 也活跃了起来 赵胜东 肯定突破到先天境了 看来白家特制的白玉瓶 可以用外力破开 根本不用 什么特殊的手法 这白家 还挺会虚张声势 把尾给骗了 害我在这种地方 待了这么多天 受了这么多的罪 哼 等我突破至先天境 再去白家走一趟 抓他几个白家的女人 爽一爽 补偿我这段时间 受得罪 这个地方 我一刻都不想待了 今天再去打听 一下赵堂主的情况 确定他突破后 今晚就离开这里 总算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司空雨的心情好了不少 匹柴的动作 都顺畅了不少 火房里面 魏征帮李大明洗完青菜 离开的时候 还特意在肉汤里面 多滴了几滴七日凝血毒 多一天的量 到时候司空雨中的毒 也能伸一分 能够发挥出的实力 更弱一些 虚实十分 青燕帮总堂 一道身影 从总堂大门走出 融入热闹的街道 向着西城门而去 去过黑市的人都知道 到了骇时十分 西城门就会暂时打开 能够从这里离开广宁府 司空雨走到靠近 西城门的航道 暂时躲藏了起来 虽然这大半个月以来 白家一直没能找到他 但他也不敢大意 不过 距离骇时 还差半个时辰不到 只要离开了广宁府 他就是天高任鸟飞 谁也找不到他 即便白家也一样 嗯 什么味道 正在等待西城门 开启的司空雨 嗅了嗅鼻子 眉头微微一皱 这股味道 有一点微臭 又有一点残豆的香味 不过是烧焦的残豆 不好 有毒 下一刻 他就感觉全身的气血凝滞 身上的各个穴位隐隐作痛 仿佛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一般 作为通脉镜后期 他出现这种情况 明显就是中毒的症状 他立刻屏息凝神 不再吸入这股烧焦残豆的香味 然后迅速掏出一颗解毒丹 吃了下去 只不过 吃下解毒丹后 他的脸色反而更加阴沉了几分 因为 他身上的毒并未解掉 全身的气血依旧凝滞着 也就是这个时候 一道身影迅速向司空雨冲了过来 与此同时 碰 一道空爆的声音响起 九张五尺大的珠网射出 将司空雨笼罩 司空雨来不及多想 立刻调动真气 施展身法躲避 奈何他现在周身经脉阻塞 真气也运转得很慢 他的速度 连全胜状态的一半都没有 再加上焦到这种狭窄的地方 他也无处可躲 眨眼间 他便被三张珠网束缚 大 大 大 一道浑身笼罩在黑色斗篷中的身影 向着司空雨走了过来 白家 好手段 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你们 司空雨沉着面容 勃梗的血管呈现青涩 在他看来 广宁府内能够无缘无故 对他出手的也只有白家的人 只是他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从清宴帮总堂离开 就被白家的人找了上来 这种找人的手段 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哼 你以为藏在青燕帮总堂 我们就不知道吗 魏征淡淡的把先天灵气和丹药都交出来 嗯 司空雨一正 玄机面色俱变 你不是白家的人 你是谁 白家的人 不可能不知道他偷的东西 绝对不止 先天灵气和丹药 眼前的人 少说了一本宁丹镜的辅助功法 嘿嘿 果然 魏征咧嘴笑道 白家一直待在广宁府 迟迟不肯离开 绝不是 仅仅为了先天灵气和丹药这么简单 他之所以没有 立刻杀了司空雨 就是想确认一下 免得到时候误拿了白家的东西 没有处理好 会被找上门来 当然 主要还是司空雨已经中了七日凝血毒 又被三张珠网束缚住 难以移动 没了任何威胁 他随时可以击杀 至于我是谁 魏征掀开黑色的斗篷 第七十二章 司空雨死 赵胜东 是你 司空雨瞳孔猛的一缩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他一直把赵胜东 当成任他摆布的棋子 无论是用来阻挡白家的搜肘 亦或是让赵胜东先使用先天灵气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赵胜东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更不可能发现他的存在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司空雨想不明白 他到底哪里出错了 魏征摇摇头 没有回答司空雨的问题 他淡淡道 时间不多了 你该上路了 他已经得到想要的信息 自然不打算再浪费时间 花音落下 他从斗篷内抽出一把长刀 直接斩向司空雨 之所以用刀 是因为司空雨身上有白家的白玉瓶 他如果和司空雨近身战斗 有可能会不小心沾染上白玄玉一项 面对赵胜东 斩过来的长刀 司空雨立刻运转真气抵挡 奈何他修炼的功法是身法类 如今被三张珠网束缚在原地 难以挣脱 如同一个被钉在原地的靶子 身上更是中了七日凝血毒 血液凝固 难以调动全身的气血 真气也运转极慢 他仅仅挡住了 赵胜东的第一刀 第二刀就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条深可见骨的伤口 血液浸染了黑色的衣服 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司空雨连忙焦急地喊道 赵胜东 放我一条生路 我可以给你三千两金子 我手上还有五瓶提升先天镜修为的丹药 以及一本白家的宁丹镜辅助功法 显然 他对赵胜东贪财的名声也有所耳闻 立刻就抛出大量的好东西 想要以财换命 然而 魏征并不是赵胜东 他手上的长刀 没有丝毫的游移 直接贯穿了司空雨的心脏位置 司空雨那不满对死亡恐惧的瞳孔 直接涣散 失去了所有的身材 不过 其身体被三张珠网束缚住 珠网强大的韧性和粘性 让其死了也被束缚在原地 并没有倒在地上 魏征抽出长刀 接着又在司空雨的脖子处再划过一刀 确认其死得非常彻底 真是糊涂 杀了你 这些东西也是我的 魏征看着司空雨的尸体 仔细看了一下 接着在其腹部和腰部位置 划开衣服 衣服破开两刀口子 七个白玉瓶子 数十张金票和银票 以及一本蓝色的本子 哗啦啦地掉了出来 即便双手也戴着手套 魏征也没有去触碰这些东西 他拿出一个小木盒 和数张牛皮纸 在知道白玉瓶的特殊 他自然做好了准备 他将长刀荡成铲子 马里地将白玉瓶 金票银票 以及那本蓝色的本子 全都铲进木盒里面 啪哒 框档 盒子盖上 魏征扔掉手中的长刀 这把长刀 已经沾染了白玉瓶一箱 他自然没有必要带走 反正只是一把 普普通通的长刀而已 没有任何的标记 接着 他用数张牛皮纸 包裹着木盒 将其彻底密封了几层 便带着盒子 融入昏暗的杭道之中 从出手到结束 整个过程 连半可的时间都没有 他三刀斩杀中了 七日凝血毒 又被三张珠网 束缚住的司空语 动静并不大 直到他离开的半柱箱后 杭道两旁的住户 其中一家住户 打开大门 两个男子 忐忑不安地走出来 来到杭道里面 刚刚打斗的动静 也只有杭道旁的住户 能够听到 在这个舞蹈昌盛的世界 他们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直到这么久没有动静 他们这才有胆量出来 查看情况 在看到杭道内 司空语的尸体后 两个男子 吓了一跳 接着便向西城门的位置跑去 这里距西城门 也就百丈的距离 很快 便有西城门的城卫军 走了过来 为首的舞掌看到 司空语的尸体 并不在意 每天城内都会死人 早已经司空见惯了 这一看 就是舞者之间的厮杀 只需抬回府补牙 自会有捕快确认 死者的身份 如果无法确认身份 没人认领 也只会送去一桩 扔到乱坟岗 随便埋了 他们城卫军 只需负责看守城门 不过 当看到地上的发射珠网的暗器时 舞掌的面色微变 立刻派人去通知城卫军统领 横道内 一个穿着城卫军 统领服饰的男子 跟在唐龙和唐云帆身旁 唐云帆捡起发射珠网的暗器 这个九宫珠网 是我制作的暗器 杀死这个男子的 是八天前 在黑市购买我暗器的人 一旁的统领开口道 这么说 杀死这个舞者的人 并不是截走唐门秘矿的人 他们之所以过来这里 就是因为这件唐门的暗器 原本以为会和截走唐门秘矿的事情有关 现在看来并不是 唐龙摇头 这个死者的主经脉 已经贯通了十二条 是个通脉镜后期的舞者 他中了毒 还被九宫珠网束缚住 动手的人用了三刀 才将他斩死 他的实力 绝不可能和那批人有关 截走唐门秘矿的那批人 出手极快 实力很强 他们唐门的通脉镜 连反抗都没有 自然不可能 连杀一个通脉镜后期 也这么费劲 还以为找到了线索 白高兴了一场 唐云帆欲闷到 唐龙笑道 虽然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线索 不过 这个人动用唐门暗器 倒是让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或许可以将截走秘矿的那批人找出来 舞说 是什么办法 唐云帆好奇地问道 抛砖引玉 打草惊蛇 唐龙淡淡道 第七十三章 夜袭方式 火烧账本 一间残旧的小屋内 穿着黑色斗篷的卫征 看着布满灰尘的房间 又回来了呀 这座小屋 正是他的房子 只不过在成为 邻江坊的大头目后 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是为了避免周围认识他的人 发现他的行为习惯异常 二是 待在邻江坊堂口那边 有帮重助手 也相对安全一些 至于赵大牛和赵二牛的尸体 他早就让人来处理掉了 现在之所以回来 是为了隐藏手上的这个盒子 白家还未离开广宁府 白玉萍有白玄玉一箱 也不能外力破开 魏征准备等白家离开广宁府后 再打开盒子 到时候 即便身上沾染了白玄玉香气 也不用担心白家找上来 他也有充足的时间 把白家的东西都处理掉 不过 这个盒子直接带回邻江坊堂口 有些不太合适 但放到这座旧房子里面 就没有问题了 魏征来到水缸前 打开盖子 里面还有半缸水 不过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意味 接着 他把用牛皮纸包了数层的盒子 沉入水缸里面 还搬来一块石头 稳稳压住 我已经用木盒和牛皮纸 密封住了白玉瓶 案里 应该可以隔绝大部分的白玄玉一香 现在将其放入水缸里面 从物理角度上来说 谁也能隔绝气味 水缸也被盖子压住 白家即便从这座房屋前面路过 他们培育的白玄玉香虫 也不可能闻到白玄玉一香 虽然白红文说 白玄玉香虫 能够闻到十几帐内的白玄玉一香 但这只是正常的情况 只要有东西隔绝 必然会受到影响 像当初他去万宝阁 上了二楼之后 白红文才通过白玄玉香虫 发现他身上有白玄玉一香 而且还不是很强烈 那时候 两人只相距四五丈的距离 虽然银票只是沾染过白云瓶的原因 一香并不浓郁 但也说明 白玄玉香虫并没有那么厉害 否则白家 也不会在广宁府这边 找了差不多一个月 也没有把司空余找出来 搞定这一切之后 魏征接着把身上的衣服和手套脱下 扔进灶台里面烧掉 他斩杀司空余的时候 除了那把长刀 并没有触碰到他 白玉瓶也是 装进盒子里面 还用牛皮纸包了数层 现在衣服都烧掉 他身上不太可能 留有白玄玉一香 毕竟司空余 待在清燕邦总堂这么久 接触了不少帮众 其他帮众身上 也没有白玄玉一香 他当初身上有 也是因为司空余给他的银票 银票和白玉瓶放在一起 沾染上了白玄玉一香 处理好首尾 魏征在柜子里 随便找了一件衣服换上 旋即 他心中一动 司空余今晚离开清燕邦总堂 或许可以借助他的身份 把账本的事情处理掉 等清燕邦找到司空余 也只能找到一具尸体 并且其一个通脉境后期 之前藏在清燕邦总堂内 摆明了图谋不轨 也足以替我背下这个黑锅 想到这 他眼睛一亮 直接离开小屋 向着石平方而去 他的第一个目标 是石平方 虽说他的目的是为了处理掉林江方的账本 但也不能只对付林江方 这样显得目的性太强 好几个方式都受到了袭击 账本被烧掉 那就不怎么引人注意了 反正对清燕邦来说 详细账本也不怎么重要 更没人会注意 石平方 金石赌方 清燕邦的各大方式都有开赌方 毕竟这是个暴力的行业 还能和印子钱息息相关 林江方的产业 每天的收益和详细账本 都会汇聚到金风赌方放着 每隔一段时间 才会放入塘口的银库里面 石平方的自然也是一样 如今已经是害时时分 正是赌方生意最好的时候 魏征施展无相脸戏功 外貌变成司空雨的模样 直接进入金石赌方内 第五种的无相脸戏功 已经可以短时间内改变外貌 身形只有一点点改变 不过气息就无法模拟了 想要模拟气息 就需要修炼之第十二种 但仅仅改变外貌 也已经足够了 金石赌方里面 也改革的和金风赌方一样 一个个衣着蓝绿的青楼姑娘 晃动着雪白的郊区 在那摇着头中 不过赌客的数量 就不怎么多了 每一桌都没有爆满 当然 造成这个情况的 自然是因为旁边的临江房 作为第一个改革的地方 名气更大 更具有吸引力 比如同样是去吃饭 去天香楼和去太和酒楼 哪怕点同样的菜 那说出去也是不一样的 泽泽 怪不得陈忠对我怨念这么大 金风赌方的赌客 比试平房要多了三四倍 魏征虽然不怎么管理 临江房的产业 但偶尔也会过去看一看的 接着 他没有理会赌方大厅的赌客 直接向着赌方里面走去 这里不能进去 通往最里面的房间 有两个青雁帮的帮众指手 见到魏征过来 立刻伸手阻拦 接接接 你们可拦不住我 魏征直接爆发全身的真气和气血 一掌拍出 气血镜 两个炼体镜的帮众亥然 接着一点反抗都没有 就被魏征给拍飞了出去 是通脉镜 一点见识都没有 魏征纠正道 既然要伪装成司空语 那自然是要动用通脉镜的修为 这才对得上耗 至于是通脉镜初期 还是通脉镜后期 从这两个炼体镜的普通帮众 就可以看出 压根不重要 根本没人能分辨出来 至少赌方这里的帮众 难以分辨通脉镜舞者的修为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顿时让金石赌方大乱 赌方内的普通帮众怕死 不敢上前 赌客有的 吓得直接向外跑去 有的则在趁机偷钱 有的则趁机扑向青楼姑娘开游 魏征没有管赌方的混乱 直接冲进房间里面 房间里面 有着一落落的详细账本 他直接拿出火折子 将其全部点燃 接着找到房间里面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 明显和金风赌方的一样 但魏征是直接闯入的地下室 也不熟悉金石赌方这里的机关 他刚刚进来 立刻就触发了机关 秀 秀 秀 秘极的羽箭射了过来 箭头明显是特制的 异常的丰锐 铁骨金身弓 当当当 一根根羽箭落在魏征的身上 被一层淡淡的金色搏甲抵挡了下来 如果是气血镜闯入里面 还真不一定能够挡住这些羽箭 魏征看了眼地上的羽箭 做出判断 地下室的空间本就狭小 如此密集的羽箭根本无法躲闪 只能硬接 羽箭的箭头明显是特制的 哪怕修炼了炼体功法的气血镜 也未必挡得住 不过 它是通麦镜 挡住这些羽箭很轻松 魏征走到钱箱这边 运转真气和气血 一拳将锁头砸断 打开钱箱 一把将里面的银票全都拿走 既然来搞事 当然不可能只烧账本 而对钱财无动于衷 那不是摆明了有问题吗 拿了钱财 目的就是劫财 烧账本 只是顺带 目的是让赌方混乱起来 第74章 老大 不好了 魏征只拿了银票 至于银两 他没有去动 一是银两太重 也不好携带 带着行动会很不方便 二是给食品房的 普通帮众留条活路 好歹都是青燕帮的弟兄 得给他们留点月钱 走出地下室 魏征看了看 已经完全烧起来的账本 接着便一拳轰向墙壁 将半扇墙砸塌 迅速离开金石赌方 食品房的大头目 一直待在外面 没敢进去 看到袭击赌方的狂徒离开 他也不敢阻拦 上一任的大头目刘长仁 上个月死在了青蓝山的药田 他是这个月刚刚任职的 现在还只是炼体经后期 以他的实力 上去阻拦跟送死没什么区别 当然 他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他刚刚已经派人 去通知陈中陈堂主了 从赌方内逃出来的帮众说 袭击方式的是一个通脉禁武者 这种实力的武者 也只有堂主才能对付 等看到对方消失的身影 食品房的大头目 这才敢带着数十个帮众 急匆匆地进入金石赌方里面 看到熊熊燃烧的账本 他立刻吩咐手下 快去扑火 别让火势蔓延起来 把赌方给烧了 说完 他迅速进入地下室里面 当看到钱箱里面 只是没有了银票 银子还在 他顿时松了口气 还好 损失不是很大 金石赌方这里的钱财 只是食品房这个月收益的一部分 其他的全在方式堂口的银库里面 损失不是很大 他的罪责就不是很重 还能继续做这个大头目的位置 只需过两个月 他凭借食品房的收益 足以让他购买几颗气血丹 突破至气血镜 另一边 魏征离开食品房 立刻奔着红枣房而去 这是他的第二个目标方式 这做方式 也是和临江方相邻 同样也属于 陈中这个堂主管辖的方式 食品房那边 肯定会去通知陈中 得速战速决了 魏征进入红枣房 用同样的方法 闯入赌方 继续烧账本 搜刮完银票就走 接着 他直接前往临江方 临江方 金风赌方 和食品房的金石赌方相比 里面的赌客就多了两三倍 这还是受到了 凤鸣楼影响的情况下 赌方大厅内热闹非凡 下一刻 一道浑身震荡着强横真气的身影 冲了进来 正是施展无相脸西弓 变成 司空与 外貌的魏征 他以手做刀 对着堵桌一劈 碰 真气化作一道韧光 将堵桌劈成两半 真气凝实 通脉镜强者 赌方内 一个见识过 通脉镜舞者出手的赌客 惊呼一声 滚 魏征大喝一声 煞时间 整个赌方乱作一团 大量的赌客 向着赌方外面涌出 魏征趁着赌方大厅混乱 直接向着赌方里面走去 两个职守的普通帮众 见到魏征过来 立刻吓得仓皇逃离 面对通脉镜舞者 他们一点抵抗的心思都没有 对方随便一击 他们不死也要中伤 在没有重大利益的驱使下 谁会无缘无故地去送死 所以 魏征没有任何阻拦地 冲进了放置账本和钱箱的房间 看到账本 他第一时间就拿出火折子 将所有账本点燃 接着他来到地下室的入口 金风赌方的地下室 他就很熟悉了 而且知道机关是什么 不过 他依旧选择暴力破开入口 进入里面 枪 枪 枪 数十杆长枪 从入口处捅了出来 铁骨金身宫 魏征周身泛着淡淡的金色宝甲 将这些长枪 全都抵挡了下来 接着 他如法炮制 将钱箱破开 拿走里面的银票 林江方的堂口 就在长春街 很快就有帮仲 匆匆赶回来报信 周元突破至气血镜之后 也重新从吴明手上 接手了林江方的事务 最近一直在堂口这边处理事情 距离下个月上交例前 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他想到账本的问题 就满是担忧之色 看到惊慌失措跑进来的帮仲 他眉头一皱 贺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冒冒失失的 周哥 快去通知卫头目 有人在我们金风赌方道士 这名帮仲喘着粗气 连忙回道 周元惊得站了起来 什么 居然有人赶在我们青雁帮的底盘闹事 带我过去 他如今突破至气血镜 正是信心膨胀的时候 自认为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毕竟青雁帮内的大头目 大部分都是气血镜 只有一小部分是炼体镜而已 这名帮仲连忙拉住周元 周哥 闹事的人是一个通脉镜武者 我们还是通知卫头目 去请赵堂主过来 通脉镜武者 周元一正 膨胀的信心顿时消失无踪 他立刻吩咐道 我去通知卫头目 你立刻去赵堂主那边 汇报林江坊的事情 周元吩咐完 迅速赶往后院 当他来到后院 正看到魏征坐在石凳上 悠闲地喝着茶 魏征好歹 也是通脉镜武者 虽然烧账本 和拿走银票 花了一些时间 但也比报信的帮仲 更快一步赶了回来 甚至还换了一身衣服 现在周元 和整个林江坊的帮仲 都知道他在堂口内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 不在场证明 周元匆匆上前 汇报道 老大 不好了 有通脉镜武者 在金风赌方闹事 魏征面色微变 知道是谁吗 有没有 派人去通知赵堂主 我已经派人 去通知赵堂主了 不过 不清楚 是谁在金风赌方闹事 周元回道 走 我们去金风赌方 魏征起身 老大 万一他还在金风赌方 那我们 周元面露担忧之色 气血镜武者 在通脉镜武者面前 可过不了几招 对方敢在 青雁帮的地盘闹事 显然是胆大妄为的凶徒 未必会惧怕 青雁帮的威名 有可能会对他们下死守 魏征微微沉宁 先去看看情况再说 第75章 屏障 魏征和周元 带着帮仲 赶到金风赌方时 大火已经趋近扑面 见过魏头目 再看到魏征到来 正在扑火的帮仲 连忙行礼 魏征摆摆手 问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闹事的那个通脉镜武者呢 那个通脉镜武者 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 一个浑身 被黑烟熏的乌漆 满黑的帮仲回到 魏征点点头 随即道 走 我们进去看看 一行人鱼贯而入 来到已经烧的 乌黑一片的房间 周元看向 放置帐本的位置 那里堆满了黑灰 帐本已然全都被烧毁 帐本被烧没了 周元一愣 接着神色一喜 然后又担心 被别人看出异样 只能死死地压抑住 甚至还狠狠地 掐了自己一把 不知道 是为了验证自己 是不是在做梦 还是为了控制自己 快要压抑不住的喜色 详细帐本 全都烧毁了 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查不出帐本的问题 难道是老大 接着 他想到了什么 立刻看向一旁的魏征 魏征不止一次跟他说过 有办法解决帐本的问题 难道这个通脉镜武者 就是魏征安排的 不过 再看到魏征那阴沉的面容 又觉得不太像 应该不是老大 出手的是通脉镜武者 老大现在 还是气血镜 而且通脉镜武者 也不可能听老大 一个气血镜的命令 更不可能替老大卖命 魏征只是清燕邦的大头目 一个气血镜武者 如何能够指挥地 动一个通脉镜的强者 即便给钱 那也不一定会有通脉镜强者 敢做这种事情 毕竟这是得罪清燕邦的事情 势必会被追查到底 一旦被抓到 很可能因此丢掉性命 这得需要什么背景 需要多少钱 才能让一个通脉镜武者 为此卖命 而且 让通脉镜强命的钱 估计都足够弥补他们 这几个月抽的钱了 我们去地下室看看 魏征沉着面容 带着周元 他们来到地下室的入口 看到一杆杆 已经触发的长枪 周元开口道 地下室的机关触发了 没能伤到这个凶徒 对方肯定是通脉镜武者 地下室的机关 是针对气血镜武者布置的 能够面对机关 毫发无损的 基本可以确定 是通脉镜武者 至于布置对付通脉镜武者的机关 一是这种机关太贵 也难以获得 他们无法布置 二是金风赌方这种地方 放置的钱财 其实并不是很多 通脉镜武者 只要不是想找死 也不会冒着得罪清燕帮的风险 来抢这么一点钱吧 所以 一般来说 各个方式的赌方 只需布置对付 气血镜武者的机关 就足够了 魏征拔掉长枪 带着人进入地下室里面 钱箱被打开了 周元连忙上前 在看到银子还在时 稍稍松了口气 还好 银子都还在 就是银票 全被那个通脉镜拿走了 钱箱少了多少钱 魏征问道 食品房 红枣房和林江房 三座方式的赌方银票 他还没有来得及数 少了700两银票 周元心中一动 立刻回到 这个时候 正是屏障的好时候 自然是暴大一点 毕竟前面20天 魏征每隔10天抽了500两的银票 这个数目可不小 魏征内心按给周元竖了的大拇指 不愧是管理账本的人 对账目的事情 反应很快 这时 一个帮众快速跑进地下室 会报道 魏征 赵堂主来了 我这就过去 魏征点头 接着吩咐周元 地下室这边的机关破坏了 银子不能放在这里 现在就把钱箱 送进堂头的银库 是 魏征 周元硬道 魏征吩咐完 离开地下室 走出房间 来到赌方大厅 此时 赵盛东 正站在赌方大厅内 看着被劈成两半的赌桌 见过赵堂主 魏征微微拱手 目光一凝 他从赵盛东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 淡淡的压迫感 他已经是通脉镜出期 铁骨精深宫 更是修炼至第十一 重圆满 哪怕面对通脉镜后期 也足以一战 能够让他有这种感觉的 只能是先天静的舞者 魏征 你最近可有得罪哪个通脉镜舞者 赵盛东看了眼魏征 开口质问道 他管辖的七座方式中 只有临江方遭受袭击 自然是第一时间怀疑 是有人针对临江防洞的手 魏征摇头 我这个月一直都在堂口修炼 并没有得罪过任何通脉镜的舞者 如果是我得罪了通脉镜舞者 他也应该直接来堂口找我 以对方的实力 完全可以直接闯进堂口内 将我斩杀 并且从容离去 赵盛东汉手 接着眉头一皱 铁掌帮的余念 亦或者柳家 魏征说得在里 那既然不是针对魏征的 第二个可能 就是和他们青雁帮有仇的铁掌帮和柳家了 当然 这仅仅只是可能 不排除其他势力在其中挑拨的可能 就在这时 陈忠带着人走进金峰赌坊内 陈忠 你来干什么 赵盛东看到陈忠过来 目光顿时一沉 他下意识地认为 陈忠是听说临江坊遭遇了袭击 特意过来看他的笑话 以前陈忠 现在吗 赵堂主 你在这刚好 陈忠陈声道 我管辖的石平方和红枣方 也遭遇了这个神秘通脉禁武者的袭击 损失了不少钱财 我们联手 尽快把这个通脉禁武者找出来 换回损失 他再听到临江坊 也遭遇了那个神秘通脉禁武者的袭击 立刻就找了过来 目的自然是拉赵盛东一起 先把这个通脉禁武者抓住 虽然他和赵盛东一直有矛盾 但在利益面前 暂时可以合作 哦 你的两个方式也遭遇了袭击 赵盛东亚然 接着摇头道 我也想把这个神秘的通脉禁武者找出来 但没有什么线索 怎么找 我这里有一个线索 这是那个神秘通脉禁武者的画像 陈忠说着 从怀中拿出一卷纸摊开 露出里面一个男子的画像 赵盛东看着画像 感觉有一点熟悉 却想不起什么 死空雨 魏征惊呼一声 第76章 清点收获 死空雨 赵盛东神色微尘 听到这个名字 他终于明白 刚刚为什么会感觉画像有点熟悉了 这个月初 有一批人进入他的堂口 他见过一面 然后就全都调到了其他方式 之所以 没能第一时间认出死空雨 一是他当时见的是一批人 共有二十几个人 仅仅随意看了一眼 让他们各自报了一下名字 名字他倒是记住了 二是陈忠拿出来的画像 和司空雨的真实相貌 有一些差别 所以 他才没能第一时间认出来 你认识他 陈忠听到魏征喊出名字 脸色一喜 连忙追问道 他在哪 魏征汉手道 他是总堂堂口的人 月初被赵堂主调来临江坊做事 不过他没在临江坊待几天 就花钱从临江坊调回了总堂那边 全在总堂 陈忠脸色凝重 立刻去总堂找司空雨 赵盛东沉着面容 冷声道 他上个月才加入我们青雁邦 实力不过是练体静 出手袭击方式的是通脉静武者 其中必有问题 如果袭击方式的真是司空雨本人 那么一个通脉静武者 藏身在青雁邦总堂 此事要比方式受到袭击的问题还要大 他们必须弄清楚 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背后又是否有其他实力的驱使 对方这次 为什么要袭击他们青雁邦的三座方式 赵盛东和陈忠带着人 迅速离开金峰赌方 前往青雁邦总堂 魏征并没有跟着过去 反正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不少 而且 赵盛东和陈忠 他们去总堂 只会铺了个空 他们在总堂发现找不到人 说不定又会安排所有人到处搜找 司空雨已死 做这种事就是白费功夫 他自然也不想掺和 魏征看了看混乱的赌方大厅 对着赌方内的帮众吩咐道 找人把金峰赌方重新布置好 该翻新的翻新 该换的换 今晚就搞定 不要影响金峰赌方明天的生意 虽说今晚金峰赌方 遭遇了通脉禁武者的袭击 不过并没有造成赌客任何的伤亡 或许会对客流有一些影响 但影响肯定不大 甚至还可能吸引一些好奇的赌客过来 毕竟有人就喜欢凑热闹 想看看案发现场 是 魏头目 赌方内的帮众纷纷应导 做好安排 魏征离开金峰赌方 回到临江坊的堂口 周元见到魏征回来 立刻上前汇报道 老大 前乡的银子已经全部送入银库里面了 魏征点点头 今晚辛苦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如今已经是紫时 再过半个时辰 就是第二天的凌晨了 周元没有告退 他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老大 账本被烧毁了 这对我们来说固然是好事 但这会不会被赵堂主认为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魏征白首道 账本的是纯属意外 不止我们临江坊的赌方 遭受了袭击 旁边的石平坊和红枣坊 也和我们一样遭受了袭击 什么 石平坊和红枣坊也遭受了袭击 周元惊讶道 在陈中他们来之前 他已经带着人 从后门离开了金峰赌方 把钱箱送往堂口 自然不知道后面的事情 接着他脸色一洗 如此一来 账本被烧毁 赵堂主那边也可以交代过去了 如果仅仅他们临江坊的账本被烧毁 那么赵堂主肯定会怀疑 是他们故意为之 现在三个方式都遭遇了袭击 那就是意外了 即便账本没被烧毁 我们也不用担心赵堂主的查账 魏征淡淡道 原本未经买通了总堂账房的人 哪怕赵堂主要查账本 也不会查出什么问题 只是没想到 这次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个司空雨倒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虽然周元是自己人 但他也不会让对方知道那么多 如果周元有所怀疑 那也只是怀疑 而且知道他能调动一个通脉镜的舞者 只会让他感觉自己更神秘 更难以揣测 周元对魏征的话 倒是没有丝毫怀疑 这刚好印证了他自己的猜测 这个通脉镜舞者和魏征没任何关系 不过 听到魏征提到司空雨的名字 他好奇道 老大 这个司空雨 就是那个神秘的通脉镜舞者吗 他之前忙着修炼 全力冲击气血镜 连临江坊的事物都交给了无名处理 并不知道司空雨的事情 甚至连名字也是 现在才听说 魏征微微汗手 没错 他是上个月才加入的青雁帮 此事不简单 赵堂主和陈堂主已经在调查了 或许明天就有消息了 他估计今晚或者明天 赵胜东和陈忠 他们就会找到司空雨 不过 他们也只能见到一具尸体了 嘿嘿 那我明天就去打听一下 看看这个帮了我们大忙的司空雨 是何方神圣 周元笑道 账本的问题彻底解决 他也不用担心什么了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打发走周元 魏征回到后院的房间 接着便找出一件藏匿好的衣服 这件衣服 正是他之前变成司空雨的模样实穿的 他从衣服里面扒出大把的银票 接着一把将衣服扔进火炉中 在旁边数起了银票 十两银票 二十两银票 十两银票 总共一千三百五十两银子 魏征咧嘴一笑 现在身上总算有点钱了 过几天购买提升真气和气血的丹药 贯通第四条主经脉 突破至通脉镜中期 应该差不多足够了 第七十七章 开盘 一日一早 魏征正在后院修炼着无相脸西宫 如今铁骨金身宫 已经修炼至第十一重圆满 他再怎么炼也不会长熟练度 只能暂时干无相脸西宫 这门功法的熟练度 虽说无相脸西宫 是先天境的辅助功法 对真气和气血的提升 没有任何作用 只是一种运用真气和气血的技巧 但修炼至越高的境界 对他隐藏实力 或者跟昨晚一样搞事 也有着很大的优势 而且 以后要是遇到了麻烦 这门功法 也能让他更加轻易地逃脱敌人的追击 更容易隐藏起来 周元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魏征在修炼 顿时耐心地等在一旁 没有打扰 对于魏征刻苦修炼的状态 他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秦燕邦内的普通帮众 大部分听到 魏征不到20岁 就突破至气血镜 成为了林江芳的大头目 都说他是天才 甚至有传闻 又护法在青安山药田的时候 曾夸过魏征天赋资质很好 突破至通脉镜 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他和林江芳的帮众都知道 魏征不仅是个天才 而且还是个很刻苦修炼的天才 在秦燕邦内 他就没有见过 比魏征还要努力的人 周元觉得 魏征不仅可以突破至通脉镜 总有一天也必定能够突破至先天境 周元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魏征运转完一个周天 这才收工看向周元 周元上前笑道 老大 我今早就去打听 那个司空宇的消息了 你猜怎么着 魏征瞥了眼周元 还能怎么着 难不成他畏罪自杀了 死 周元倒吸一口凉气 惊骇地看向魏征 老大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魏征虽然早就知道了结果 但还是故作差异道 怎么 这司空宇真畏罪自杀了 周元摇头 司空宇死了 不过不是畏罪自杀 而是被人杀死了 赵堂主他们 是在府衙那边 找到了司空宇的尸体 听总堂的弟兄说 赵堂主他们 在总堂没找到司空宇 就吩咐所有人搜寻 并且还去请官府的人帮忙找 结果就直接找到了司空宇的尸体 而且 据官府那边的人说 司空宇是通脉镜后期的武者 则则则 一个通脉镜后期的武者 藏在我们青燕邦总堂 知道是谁杀的司空宇吗 魏征故作好奇地问道 他想知道 赵圣东他们 在看到司空宇的尸体后 会不会继续调查下去 不过 他并不担心赵圣东他们的调查 他们最多 也就只能调查出 司空宇和白家的事情有关 至于他魏征 明面上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气血镜武者 如何有实力 去斩杀一个通脉镜后期的武者 不知道 周元摇头 听说官府那边也没有线索 没有线索 魏征神色一正 他明明动用了九宫珠网 怎么可能没有线索 即便官府不会查到堂门 也会查一查 这九宫珠网的来历吧 这明显有些不对劲 不过 不管官府那边有什么猫腻 对他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赵堂主他们呢 也没有线索吗 魏征问道 毕竟司空宇 待在青燕邦总堂这么久 或许会留下线索 也不一定 当然 即便有线索 那也只能是调查到白家 那倒不清楚 周元道 赵堂主回来后 就发布了一个审查 总堂新人的命令后 就没再继续追查这件事了 按照总堂的弟兄说 赵堂主过几天就要上生死台 无暇他鼓 只能暂时搁置这件事情 说到生死台 周元接着道 对了 老大 下个月 赵堂主和柳家的柳军号 要上生死台 我们金风赌方 要不要开赌盘 其他赌方已经宣布 将会在明天开生死台的盘口 这两天 也有不少客人询问我们赌方的人 问我们什么时候开盘 清燕邦和柳家 要上生死台 解决恩怨的事情 在这一个月 早就传遍了整个广宁府 不仅广宁府 周边的几个县府 也都有人听闻了这件事 已经陆陆续续 有人涌进广宁府看热闹 这个时候开赌盘 必然会吸引不少人下主 可以趁机大赚一把 毕竟这种生死搏杀 又涉及两方势力的利益 几乎不可能有黑幕 而且赌赢的机会是一半 哪怕平时不赌的人 也会忍不住压上一种 对于这种赚钱的机会 未争自然乐地参与 他汉手道 我们金风赌方 作为广宁府有名的赌方之一 自然也要开这个赌盘 不过赔率要控制一下 我们这次可以少赚 但不能亏 别人或许不清楚 但他可是很清楚 赵盛东虽然突破至先天境 但其绝对活不过一个月 虽然白红文并没有说明原因 但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生死台的胜负 所以 生死台上是柳军好胜 还是赵盛东胜 他也不确定 赌盘自然要开的 他们只要不贪心 控制好赔率 只抽水的话 必然是能够赚钱的 只不过赚的不多罢了 老大 你的意思 是你觉得赵堂主有可能会说 周元惊讶到 如今青雁邦内 绝大部分人都是 很看好赵盛东能够获胜 毕竟青雁邦内 所有人都知道赵盛东已经痊愈 据说实力还有所精进 而且对于各个方式开赌盘的事情 三个堂主都选择了默认 并没有制止 魏征巍巍点头 生死台上 谁生谁死 谁也无法确定 柳家也不是傻子 不会让柳君后 这个天才上去白白送死的 说的也是 周元点头 那明天开盘 我会控制好赔率的 与此同时 一间客栈内 白红文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在天字一号房外敲了敲门 进来 一个略显沧桑的声音响起 白红文立刻推开房门进去 房间内 一个穿着白家服饰 头发斑白的老头 正坐在椅子上 悠闲地煮着茶 见过四长老 白红文立刻见礼 眼前的老头 正是白家的四长老 一个远海境的强者 红文 这么着急忙慌的 找到偷我们白家东西的人了 四长老开口问道 白红文点头 回四长老 红微大哥找到人了 不过 四长老微微皱眉 不过什么 他死了 第78章 白家压住 广宁腐腐牙 脸失防 四长老看着停尸板上的尸体 一旁的男子开口道 此人名叫司空宇 通麦境后期 我检查过他的双腿和双手 他修炼过身法类和长法类的功法 身上也有极其浓郁的白玄玉一箱 所有条件都符合偷我们白家东西的那个小贼 根据我从官府这边得到消息 这个司空宇 之前一直藏在青燕帮总堂 文言 一旁的白红文恍然道 他这是利用赵胜东 把我们都骗过去了 怪不得我们这个月 找遍整个广宁府 也没有把他找出来 还好我们在四个城门都安排了人 带着白玄玉香虫 在那边日夜守着 可以确定他没离开 不然还真有可能被他骗过去 这也是他们白家 迟迟没有离开广宁府的原因之一 红威 我们白家的东西呢 一直沉默的四长老开口问道 不见了 白红威道 官府的人并没有从尸体上找到任何东西 红威大哥 会不会是他们 白红文做了个拿走的手势 无论是先天灵气 还是丹药 亦或者宁丹静的辅助功法 价值都不低 官府的人收敛尸体 难保不会心动 白红威摇头 我带着白玄玉香虫 去接触过官府的人 包括那两个负责收敛尸体的差异 他们身上的白玄玉一相比较淡 明显是通过尸体接触沾染的 身上并没有我们白家的东西 至于他们的家里 我也派人去过 白玄玉香虫 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 可以确定 东西是被杀死司空雨的人拿走了 这么多好东西 只要不是傻子 都不会放着不拿 四长老笑道 这对我们来说 或许是好事 对方杀了司空雨 拿走东西 很可能并不知道 那是我们白家的东西 更不可能知道 白玄玉一相的特殊之处 只要对方没有防备 将其找出来 可比找司空雨容易多了 说着 他吩咐道 红威 你带着人走遍整个广宁府 看看 能不能找到这个杀了司空雨的人 是 四长老 白红威点头 红威 你去一趟万宝阁 请赵管事帮忙 让他留意一下丹药和功法的消息 对方很可能会在这几天 将东西拿出来售卖 是 四长老 白红威应道 等等 四长老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刚刚来的路上 我听说 清燕邦的赵胜东 即将和柳家的柳军号上升死台 清燕邦还为此开了赌盘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赵胜东应该用 我们白家的先天灵器 突破至了先天井 我们白家的先天灵器 岂是那么好拿的 于赫竟然不肯把先天灵器 卖回给我们白家 那我们的损失 就从他们 清燕邦这里弥补回来 红威 你去万宝阁找赵管事实 以我们白家的名义 向他们 万宝阁借一笔钱 虽然他们来广宁府这边 也带了一些钱 但这个月 日常的使用和修炼消耗 也花了不少 手上的钱也不多了 想要从清燕邦这里 赚一笔大的 只能从万宝阁借钱 白红文想到了什么 兴奋道 四长老 你有办法 让赵盛东说 没错 我们白家在白玉平留下的暗手 只要赵盛东上生死台 我在暗中激发这道暗手 他必死无疑 明天你就去清燕邦各个方式的赌方 压柳君号营 压的数额不要太大 以免引起清燕邦的注意 是 四长老 第二天早上 魏征仪甲的身份 在白家居住的这间客栈 开了一间客房 白家在找寻 杀死司空宇的人 他也同样在 关注着白家的动静 毕竟现在白家的东西 就在他的手上 白家什么时候走 他就可以早一点去打开盒子 把东西处理掉 白家暂时居住的客栈 一直没变 而且他们都穿着白家的服饰 还是很好辨认的 再看到白红文 从客房内兴奋地走了出来 魏征就知道 白家还没打算 离开广宁府 他眉头微微一皱 以白家的手段 昨天应该可以找到司空宇 并且确认司空宇 就是偷他们东西的窃贼 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这是还想着 把东西找回来吗 看来 那本宁丹静的辅助功法 对白家非常重要 这么久了 都还不肯放弃 对于白家的宁丹静辅助功法 他是越来越有兴趣了 再看到白红文 那满脸的兴奋之色 魏征心中一动 这白红文 今天这么高兴 难道是 找到了什么线索 虽说他对自己 藏盒子的地方有信心 白家几乎不可能找得到 但这种事 也不是百分百的 想到这 他将无相脸兮功 收敛气息 悄然跟在白红文的身后 想看看 白红文是不是找到了什么线索 才这么高兴 很快 他就发现 白红文居然行走在 亲眼帮哥哥的方式 在各个赌方内压住 再跟了几个方式后 白红文也来到了 他们金风赌方 默一会儿 白红文就从金风赌方出来 前往下一个方式 显然 他去下一个方式 肯定也是压住 魏征没再继续跟下去 在一个无人的角落 便回原貌 走进金风赌方内 老大 你怎么来了 周元看到魏征过来 立刻上前迎接 有了魏征 昨天的交代 他今天一开盘 就特意盯着赔绿 尽量保持平衡 他们只赚抽水的钱 魏征没有拐弯抹角 他直接问道 刚刚那个 穿着白色衣服进来的人 他压住了多少 压的是谁赢 这个人压得不小 足足压了五百两银子 压的是柳家的柳军号赢 周元说完 好奇地问道 老大 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吗 第79章 魏征压住 他是白家的人 魏征神色微宁 白家居然压柳军号赢 而且还在各个方式的赌方 都下了住 哪怕每个赌方只下住五百两银子 清燕邦二十二个赌方 也有一万多两的银子 说不定白家不止 在清燕邦的赌方下住 在其他方式也可能会下住 那这笔数目只会更大 这足以看出 白家赌定赵胜东 会死在生死台上 之前白红文说过 外力破开白玉瓶 哪怕突破至先天境 也绝对活不过一个月 恐怕白家有特殊的手段 可以让他们留在白玉瓶内的暗手 提前激发 所以才敢在各个赌方下 这么大的住 白家的人 周元疑惑 他没有去黑市拍卖会 自然不知道 打开白玉瓶需要特殊的手法 也不知道赵胜东 已经突破至了先天境 更不知道白家 在白玉瓶中留下了暗手 魏征心中一动 吩咐道 老周 你降低柳君浩赢的赔率 把赵胜东赢的赔率提高 既然白家有十足的把握 那金风赌方 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大赚一把 哪怕下个月 他坐上堂主之位 也不是立刻就有钱的 刚好这次大赚一笔 那么下个月 就不用愁修炼的花销了 周元惊讶地听着魏征的决定 他看了看热闹的赌方大厅 声音小了几分 老大 你的意思是 赵胜东他会输 就因为刚刚那个白家的人 生死台上输掉 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现在魏征做出这个决定 肯定和刚刚问的白家人有关 只是 他不理解 这和白家又有什么关系 魏征点点头 小声道 我得到一个消息 白家装先天灵气的白玉萍有问题 之前我没怎么相信这个消息 现在白家的人来下注 还是压得柳君浩赢 这个消息 应该是真的 既然要让周元配合他控制赔率 自然要让周元知道一些原因 至于白玉萍有问题的消息 这个消息 那晚参加黑市拍卖会的人都知道 只不过有的相信 有的并不相信 赵堂主显然就是不相信的人 嘶 这么说赵堂主他 周元自然知道 白家曾经找上青雁帮 要买回先天灵气的事情 这个消息 还是他跟魏征说的 没想到 白家居然在装先天灵气的白玉萍上 动了手脚 此次生死台 赵堂主肯定凶多吉少了 魏征道 老大 这是 我们要不要汇报上去 周元犹豫了一下 问道 魏征拍了拍周元的肩膀 老周 赵堂主如果活着 我们临江坊的日子 恐怕就不好过了 周元一愣 接着想到 如今魏征已经得罪了赵堂主 如果赵胜东活着 那对他们临江坊来说 确实非常的不利 像这次的账本问题 虽然因为巧合 解决了后顾之忧 但下个月呢 只要赵堂主 想要针对他们临江坊 总能找到机会的 想到这 周元目光一定 老大 我知道怎么做了 对了 老周 金峰赌方开赌盘收的钱 你尽快全都换成银票 到时候交给我 我去其他赌方压柳军号营 魏征接着道 事成之后 我们二八分成 偷偷拿出来 压住赚到的钱 不用入临江坊的账本 自然是属于他们的钱 听到二八分成 周元眼睛一亮 哪怕只有两成 那也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立刻保证道 老大 明天一早 我就把银票给你送来 一日一早 魏征从周元手里 接过一个小箱子 里面满满都是一张张的银票 他离开临江坊后 施展无相脸戏功 改变外貌 开始在各个赌方下主 压柳军号营 每个赌方只压三百两银子 虽然有点多 但也不会太引人注意 毕竟压五百两甚至一千两银子的 也已经出现过 魏征猜测 以赵盛东贪财的性格 如今又突破至仙天境 信心十足 恐怕也压了大主 而青雁帮的高层 于父帮主和左右护法他们 肯定也知道 赵盛东突破至了仙天境 说不定也压了 在三十七个赌方压完 魏征这才回到临江坊堂口 这次 他不仅用了金峰赌方 此次开赌盘的钱 他手上的钱也已经全压了 可惜 从司空宇那里得到的钱不能动 否则也可以压下去 魏征想到 藏在水缸里的盒子 不禁感到一些遗憾 如果这笔钱能够压下去 他肯定赚得更多 虽然 他没去数那些金票和银票 但司空宇求饶 以财换命的时候 喊出了三千两金子 而盒子里的钱 只多不少 不过 这次压了一万多两银子 赔率差不多在零点九左右 他也足以大赚一笔了 第二天 倒是还会有一笔钱 不过他要 负责上交亲验帮利钱的事情 就没时间去压住了 九月初一 临近四十 临江房的帮众 全都汇聚堂口之中 不过 相比以前发放月钱的欣喜之色 此时 临江房堂口的各个帮众 全都一脸玉色 你们说 这个月还有七两银子的月钱吗 上个月他们 还有八两银子的月钱 不过这个月 肯定不敢说忘有这么多 只要能有第一个月这么多 就很满足了 你还想七两银子的月钱 这个月 我们临江房的产业 先不说 受到凤鸣楼的影响 收益下降了不少 前几天 赌方还被通卖进强者袭击 抢走了一部分银子 这个月 能够有五两银子 已经很不错了 我刚来临江房一个月 还以为赚大了 没想到 就遇到这种事 嘿嘿 虽然这个月的月钱 肯定不高 但下个月 肯定能有七两银子 甚至可能有八两银子 你没看到赌盘开启后 多少人下注啊 我们赌方 单单抽成 有家再生 死台解决恩怨 我们也不用封锁凤鸣楼 其他产业的收益 也肯定会涨回来 对了 你们下注了没有 我可是押了赵堂主 能够获胜 足足五两银子 我也押了赵堂主获胜 二两银子 魏头目来了 随着声音落下 魏征和周元 从大厅一侧走了出来 后面还有四个帮众 抬着两箱银子 第八十章 清燕帮帮主 临江房堂口大厅内 四十几个帮众攻身建立 见过魏头目 魏征微微汗手 站在众人面前 想必大家都知道 这个月我们临江房的收益 下降了很多 这个月就按照帮规 发放五两银子的月钱 既然收益降了 那奖励自然也没了 在场的帮众 倒也没有怨言 毕竟他们也知道 临江房遭遇了袭击 损失了一笔钱财 这个月没有奖励 他们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宣布完这个月的月钱 魏征直接吩咐到 周元 发月钱 是 魏头目 周元应了一声 对众人道 都过来登记 领钱 画鸭 很快 所有人都领完了月钱 周元拿着账本 和剩下的银票 递给魏征 魏头目 弟兄们的月钱都发完了 属于我们临江房的三成收益 还剩下224两银子 不过 临江房七成的收益 只有1106两 按照你之前 给赵堂主的承诺 还要补94两银子 之前魏征 为了做上临江房大头目的位置 和赵胜东承诺过 每个月 至少上交 1200两银子的利钱 现在数目不够 自然要补上 补94两银子 没想到 我居然还有补钱的一天 魏征将银票接过 数出95两银子的银票 多出的一两 你自己看着办 嘿嘿 多谢位头目 周元笑呵呵地收起一张 五两银子的银票 从身上拿出四两银子 放进钱箱里面 走吧 我们去总堂 上交这个月的利钱 魏征挥手 带着人走出大厅 走出堂口后 他才看到 后面有二十几个帮众 也跟在后面 魏征眉头微条 看向无名他们 你们也去总堂堂口 以前发完月钱 除了要指手的帮众 其他帮众都会直接回家 把钱交到家里 对他们来说 这五两银子 可是他们 接下来一个月的花销 被拿回家里 放着才算真正的安全 无名笑嘻嘻地解释道 魏征目 今天帮内 会选出第四位堂主 我们也想过去 看看热闹 上个月上交利钱的时候 左护法就已经公布了 会在今天 挑选出青雁帮的 第四位堂主 到时候 帮主和副帮主 都会到场 还能看到 各个大头目的较量 这对他们来说 算是难得一见的盛事 而且 他们也想看看 谁能成为青雁帮的 第四位堂主 魏征点头 那就一起过去吧 一行人进入总堂 来到练武场 魏征他们一眼 就看到了场地内 聚集的大量帮众 显然他们也是 和无名一样的目的 走 我们先去堂口大厅 上交利钱 魏征带着周园 还有四个 抬着钱乡的帮众 进入堂口大厅 不过 这一次 三个堂主 并不在堂口大厅内 魏征把账本和钱乡 交给总堂的账房 就直接走到 邓旭峰旁边坐下 邓老大 三位堂主没来 没来 应该是去见帮主了 邓旭峰说道 此次挑选帮内的 第四位堂主 帮主必然会到场 三个堂主 自然不会来堂口大厅这边 毕竟上交利钱 三个堂主 也只是走走行事 只要数目相差不大 他们都不会理会 帮主 魏征心中一动 说起来 自从他坐上 大头目的位置后 就没见过 青雁帮的帮主 前身也只是远远地见过 上一次铁掌帮帮主的秘库出现 青雁帮的帮主 倒是现身出手了 只不过 他当时再要甜 也没能见到 魏征 听说一个叫司空宇的 通脉禁武者 袭击了临江坊 怎么样 你没事吧 邓旭峰关心地问道 他这次有七成的把握 可以夺下堂主之位 魏征是他重点拉拢的人 自然要嘘寒问暖一下 我没事 我过去的时候 那个司空宇 已经跑了 魏征苦笑道 就是损失了一笔钱财 这个月的收益 人没事就行 一点钱财而已 就当破财挡灾了 邓旭峰安慰道 也就是司空于死了 不然等我突破至通脉禁后 肯定帮你报这个仇 魏征嘴角微扯 邓旭峰要替他报仇 那找的人也还是他 他立刻转移话题道 邓老大 这个堂主之位 你现在有几成的把握 七成 邓旭峰充满了自信 我上个月又服用了两颗通脉单 真气和气血再次提升了不少 可惜还是未能贯通一条主经脉 否则哪里 还用争抢堂主之位 这第四位堂主 舍我欺谁 魏征提醒道 邓老大 你的实力提升 苗辉和秦志勇 为了这堂主之位 肯定也想办法提升了实力 万万不能大意 哈哈 魏征你就放心吧 这是我难得的机会 我必定会全力以赴 不会留守的 邓旭峰笑道 两人闲聊了一会 总堂的账房核算 丸林江房的账本和银两 魏征过去签字 画押 默一会儿 三个堂主 连妹进入堂口大厅 为首的张智虎开口道 所有人 前往练武场 挑选帮内的第四位堂主 魏征和众人一起 从堂口大厅余逛而出 一眼就看到了 练武场内的场景 此时练武场内 聚集了大量的帮众 大概有七八百人 高台上 有着两张座椅 显然是给帮主 和副帮主准备的 带他们 走到高台边上 三道身影 踏空而来 刚气弥漫 正是清燕帮的 于副帮主 和左右护法 于赫落在高台上 对着主殿的方向拱手道 恭迎帮主 主殿内 一道身影 脉步走出 身姿挺拔如松 一步踏出 身形化作一道 残影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这道身影 便站在了高台的中间 见过帮主 左右护法 立刻建立 见过帮主 下方的帮众 纷纷跟着喊道 第八十一章 还有我 这就是宁丹进抢者吗 好快的速度 魏征看着高台上的身影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 真正的宁丹进抢者 在广宁府内 宁丹进抢者 已经是第二阶梯的高手 至于广宁府 第一阶梯的高手 乃是法相进抢者 目前只有官府 秦家 四方阁 血影楼 这四个势力 由法相进抢者作证 高台上 清燕帮帮主 面目冷峻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仿佛有火光闪烁 浑身散发着射人的气息 令在场的普通帮众不敢直视 他略显沉闷的声音响起 传遍整个练武场 三个月前 我清燕帮 只有十二座方式 如今灭掉铁掌帮 占据了二十二座方式 和该再增添一位堂主 身为我们清燕帮的堂主 实力肯定要让大家服众 所以 今日以擂台站 挑选第四位堂主 最终站在擂台上的 就是我们清燕帮的第四位堂主 文言 由于争夺堂主之位的大头目 纷纷沉思了起来 魏征心中想到 按照帮主立下的规矩 先登上擂台的 必然是最吃亏的一个 不知道谁会先上去 先登上擂台 那么肯定会遭遇车轮战 几乎不可能撑到最后 只要不是傻子 都不会选择第一个上去 当然 对他这个贯通了三条主经脉的 通脉进出七五者来说 倒是没有问题 不过 这样一来 他暴露的实力就有些多了 虽说这几天的时间 他全力甘无向脸西攻 已经达到第六重 收敛修为后 只要不全力出手 宁丹镜强者也看不出来 但暴露的实力太多 也容易引起注意 想到这 魏征心中做出决定 不管谁先上去 我这次就只动用 气血镜后期的实力 如果是不可为 那就故意被打败 暂缓一些时日 反正赵胜东必死无疑 要不了几天 还会空出一个堂主之位 我还有机会 不过 即便还有机会 这次的机会 他也要试一试 因为哪怕赵胜东死了 空出一个堂主之位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再次挑选 要是等几个月再选 对他来说 修炼的进度 就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而且到时候再选 就不一定 是以实力来选了 毕竟几个月后 难保不会有 其他大头目 突破至通脉镜 像邓旭峰 如今已经使用了 六颗通脉单 几个月后 还真有可能贯通 第一条主经脉 突破至通脉镜 更别说 还有和邓旭峰实力 相差不大的描绘 和秦志勇 高台上 青燕帮帮主 看了看陈思的各个大头目 轻轻一笑 吩咐道 左右护法 开始吧 说完 他转身坐在主意上 是 帮主 左护法和右护法 齐声应道 接着 两人看向下方的大头目 左护法喊道 想要争夺这堂主之位的 来我这里抽取令牌 抽取到一号令牌的人 第一个登上擂台 每一块令牌 都有两次挑战的机会 最终站在擂台上的 就是我们青燕帮的 第四位堂主 显然 帮主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直接以令牌 来决定上场的次序 只要抽到一号令牌 哪怕再不甘心 也只能先登上擂台 而且 每个令牌有两次挑战的机会 哪怕输了 也还有机会参与争夺 左护法 这要是运气好 抽到最后的令牌 那不是有很大的优势 王头目开口问道 嘿嘿 确实如此 但我被舞者 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左护法笑道 你运气不好 坐不上 这堂主之位 那也是天意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就过来抽取令牌 左护法道 随着左护法的声音落下 就有四个大头目 走了出来 魏征看了过去 邓旭峰 苗辉 王头目 这三人 他都认识 还有一个戴着一对青色手套的男子 虽然他并不认识 但应该就是之前 邓旭峰口中的 秦志勇 邓旭峰瞥了眼王头目 痴笑一声 眼里透着一丝不屑 苗辉连正眼都没看王头目一眼 目光只在邓旭峰和秦志勇 两人身上来回游走 秦志勇面色木讷 一脸憨厚的样子 但眼中满是战役 只有四个人吗 左护法抽出四块令牌 还有我 魏征迈不而出 魏 魏征 邓旭峰瞪大着眼睛 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想过 可能会有其他的大头目 会和王头目一样 认不清自己的实力 站出来争夺唐主之位 但万万没想到 魏征居然也想要争夺唐主之位 难道魏征 也认不清自己的实力 老大 周元吃惊地看着走出来的魏征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魏征居然也想争夺唐主之位 一直以来 魏征也从未跟他说过这个想法 等等 不对 他心中一动 想到月初之时 魏征让他尽快突破至气血镜 好接替空出来的大头目位置 这么说 老大他想让我接替的 是临江房大头目的位置 周元冷在原地 魏征做出如此安排 说明岂有信心 争夺着唐主之位 这一刻 他突然觉得自己 似乎只看到魏征 一直在努力修炼 却从未真正见识过 其真正的实力 魏 魏头目 吴明和一众灵江房的帮众 都呆愣着站着 大脑陷入一片空白 他们来总堂 是想凑凑热闹 见一见帮主 看看哪个大头目会出来 争夺这唐主之位 看看又是谁能够成为 帮内的第四位唐主 他们从未想过 魏征会站出来 争夺唐主之位 在他们的印象中 三个月前 魏征还只是个 刚刚突破至 气血境初期的舞者 上上个月 魏征再要甜 也才突破至 气血境中期而已 这才过了一个月 如何有实力 去争夺这唐主之位 在场的不少 帮众看到魏征站出来 也是躁动了起来 这个青年是谁 这么年轻就出来 争夺唐主之位 他很牛吗 一些刚刚加入 青燕帮 没几个月的帮众 连魏征都没见过 他是林江坊的 大头目魏征 不过他坐上大头目 不是才三个月吗 这都敢站出来 争夺唐主之位 这有什么不敢的 打不打得过 是一回事 站不站出来 又是一回事 就是 站出来争夺唐主之位 即便输了 那也在帮主面前露了脸 你说 我要不要也站出去 反正又没限制修为 不是说 只要是青燕帮的人 都有资格争夺唐主之位吗 出去露个脸 说不定帮主看我一眼 就发现我天资纵横 是个旷世奇才 说我为徒了 兄弟 我想问一下 你哪来的自信 第82章 三号令牌 高台旁 三个唐主看到魏征 也要争夺唐主之位 也都露出意外的神色 别人不清楚 青燕帮各个大头目的实力 他们三个唐主 还是比较了解的 即便是王头目站出来 想争夺唐主之位 他们虽然也不看好 但也觉得 并不是完全没希望 至于魏征 在他们看来 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如今站出来 争夺唐主之位 倒像是想在帮主面前露脸 陈忠看了眼身旁的赵胜东 调侃道 赵唐主 这魏征的野心不小啊 这才坐上大头目的位置 有多久 就想和你平起平坐了 赵胜东 已经突破至先天境 在他心里 现在的陈忠 都没资格 和他平起平坐 不过 他同样不惜魏征 一个狂妄自大的小子罢了 等在擂台上丢人现眼后 就老实了 高台下 魏征走到左护法面前 描绘和秦志勇看了眼魏征 也就收回了目光 显然也把魏征 当成了和王勇一样的人 王勇倒是认真打量着魏征 不过眼中更多的是好奇 邓旭峰则神色复杂地看着魏征 左护法看了看魏征 确认道 魏征 你确定要参与唐主之位的争夺吗 魏征点点头 左护法 我确定 一旁的右护法 听到魏征确定的话 顿时哈哈笑道 魏征 看来这一个月 你是实力进步不小 待会我可要好好看看你的实力 在青蓝山药田时 他就知道 魏征突破至了气血镜中期 而且斩杀了不少妖兽 对魏征的实力 他有着比较直观的认知 如果魏征突破至气血镜后期 在他看来 和王勇一样 也确实有资格 也有机会夺得这唐主之位 虽然在他看来 希望同样不是很大 但至少可以在帮主面前露上一脸 留下不错的印象 左护法微微哑然 右护法的话 明显是觉得 魏征有资格争夺唐主之位 如此说来 是他小看了魏征这个大头目 右护法过奖了 魏征拱手笑道 原本还有些轻视魏征的描绘和秦志勇 神色也都微微一凝 再次看向魏征的目光 已然认真了起来 邓旭峰则惊讶地看向魏征 显然没想到 魏征居然真的有这个实力 既然如此 你们五人开始抽取令牌吧 左护法说完 将五块令牌抛起 接着先天刚器控制着五块令牌 旋转着旋浮起来 魏征在不断地变动着 魏征运转真气 一跃而起 和其他四人一起出手 抓向旋转中的令牌 三号令牌 运气还不错 魏征落地 拿起手中的令牌一看 心中一定 接着 他看向另外四人 邓旭峰哈哈大笑 他手上的令牌 赫然是五号令牌 也就是说 他是最后一个上位台的 原本他的实力 在五人之中 就属于前列 在占据如此优势 之前他有七成的把握 可以夺得这堂主之位 如今却是可以上涨至八成 怎么会是一号令牌 这时 一道如丧至考的 声音响起 赫然是王勇王头目 只见他看着手中的令牌 神色颓然 至于苗辉和秦志勇 两人面色淡然 倒是难以看出 他们谁拿的二号令牌 和四号令牌 左护法 见五个大头目 已经抽取了令牌 他对一旁的右护法道 右护法 起擂台吧 好 两人脚下刚气萦绕 踏空而起 直接来到 练武场中间的位置 落在其中两根石柱上 只见左护法 和右护法 同时刚气爆发 强横的力量 拍在石柱上 碰 碰 轰隆 随着两位护法的攻击 两根石柱 开始缓缓下沉 一座数十丈大小的 正方形石台 从练武场中间 缓缓升起 这一幕 顿时让在场的帮众 惊呼不已 很快 石柱彻底沉入地下 这座数十丈大小的石台 也已经完全升起 高达一丈 这座石台 明显是特制的 石壁上隐隐 泛着金属的光泽 左护法 一跃而起 落在石台中间 擂台的规矩 很简单 除了不允许使用 丹药这些药物之外 其他东西 都可以任意使用 掉落擂台 或者一方认输 则分出胜负 请抽到一号令牌的人 登上擂台 左护法说完 直接飞身离开石台 网友面带苦涩 脚下一撮 身形一跃而起 接着 苗辉也紧随其后 同样登上擂台之中 显然 抽到二号令牌的 就是他 苗辉从腰垮抽出圆月弯刀 扛在肩上 王头目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你出手吧 第83章 让你小看我 王勇凝视着苗辉 腰间的长刀出鞘 一道进风骤起 刀势急如风 斩向苗辉 苗辉手中的圆月弯刀 以诡异的角度挑起 将王勇的第一刀 抵挡了下来 看上去游刃有余 王勇接着 迅速斩出第二刀 速度明显比 刚刚第一刀快了几分 威势也强盛了几分 苗辉挡下第二刀 在看到 王勇更迅猛的第三刀斩来时 他神色一宁 手中的圆月弯刀斩出 不再防守 而是转手围攻 或者说 最好的防守 就是进攻 显然 他也发现了 王勇这门刀法的诡异 继续让王勇斩出更多刀 后面他未必能够抵挡得住 这么迅猛的刀气 擂台下 魏征看到王勇越来越快的刀 不仅感兴趣地问道 邓老大 这王勇用的是什么刀法 似乎后面每一刀 都比前面一刀还要快 威力也更强 他也是用刀的 十二路五虎刀法 已经修炼至第九重圆满 不过 十二路五虎刀法 讲究的是大开大合 刚猛无比 面对王勇这种快刀 就有点克制他了 当然 十二路五虎刀法 是他炼体进食修炼的功法 虽然已经修炼至了圆满 但他真正的仪仗 是铁骨金身弓 这门通脉进攻法 邓绪峰道 这是乱披风刀法 是一门气血进攻法 一刀快过一刀 刀气也会一刀比一刀凌厉 但消耗的真气很大 对身体的负担也不小 如果将这门刀法修炼到圆满 足以比你普通的通脉进刀法 魏征心中一动 开口道 意思是 这门气血进的乱披风刀法 后面发挥出的威力 可以达到通脉进刀法的层次 换一种角度来说 就是气血进可以施展出 堪比通脉进武者的攻击 他突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网友会觉得自己有机会 夺得堂主之位了 没错 邓绪峰点头 前提是 他的真气能够维持得住这么大的消耗 身体也能支撑得住这么猛烈的进攻 理论是理论 能不能真正将乱披风刀法 发挥出通脉进的威力 那就是武者本人自身的问题 他接着道 不过 即便他赢了描绘 在消耗如此之大的情况下 面对下一个对手 他必输无疑 而且 苗辉未必会输 擂台上 王勇已经接连斩出了十二刀 身上的真气越发的狂暴 可以看到 他略显扭曲的面容 身体的负担已经达到了极限 苗辉握着圆月弯刀的手颤了颤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他已经后悔 让王勇先动手了 导致自己陷入了被动 乱披风刀法 第十三刀 王勇面目剧烈地扭曲着 握着长刀的双手裂开竖道蟹线 他对着苗辉再次斩出一刀 随着长刀斩出 狂风裂气 伴随着刀鸣之声 一刀刀光泛起 血刀斩 苗辉手中的圆月弯刀 泛起一道红光 肉眼可见 其身上的气血少了一截 面色苍白了几分 一道血色刀光浮现 将王勇的长刀抵挡了下来 挡浪 扑通 王勇手中的长刀 从手中掉落 身体因为虚脱扑倒在擂台上 身上的气血紊乱 真气所剩无几 不过还有再战之力 他一步踏出 缓缓向着王勇走去 呵呵呵 让你小看我 王勇看着 已经没多少战力的苗辉 呲牙咧嘴地笑了起来 从他拿到一号令牌 要第一个登上擂台 他就知道自己 没有希望夺得堂主之位了 当看到自己的对手 是苗辉之后 他已经不在乎什么 第二次挑战的机会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苗辉 无法成功夺得堂主之位 再看到苗辉那双 充斥着血丝的目光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 喊道 我认输 刷 左护法身形一跃 来到擂台之中 王勇认输 苗辉获胜 宣布完 他查看起王勇身上的伤势 身体亏损严重 你也打不了第二场了 我送你去单药店疗伤 虽然每个令牌 都有两次挑战的机会 但王勇现在的伤势 哪怕使用第二次挑战的机会 也上不了擂台 王勇自然知道 自己的情况 他咧嘴笑道 多谢左护法 左护法微微汗手 接着看向魏征他们 三号挑战者上擂台 说完 他带着王勇离开擂台 前往单药店 右护法接管了擂台的鼻舞 擂台下 魏征带着一把长刀 身形一跃 落在擂台上 至于九环大刀 他并没有带来 他的依仗 是铁骨金身弓 在总堂这边 借一把刀足够用了 苗头莫 得罪了 看着气血亏损的苗辉 魏征拱拱手 接着便直接抽出长刀 十二路虎 五虎刀法施展而出 虽说这是一门练体径的功法 但已经修炼至了 第九重圆满 并且从他手中施展而出 强横的真气和气血 使这门刀法 发挥出的威力 不弱于一般的气血镜刀法 气血镜后切 描绘诧异地看向魏征 他对魏征的了解并不多 只知道 对方当上大头目 才三个月的时间 至于实力 和修炼的什么功法 他一概不知 别说魏征 就连王勇修炼的什么刀法 他也一样不知道 因为从一开始 他就没把王勇 当成竞争对手 否则 哪还会给机会 让王勇先出手 让他第一战 就搞得如此狼狈 不过 魏征三个月前 才当上大头目 这说明魏征三个月前 还只是个炼体竞舞者 如今修为 却已经突破至气血镜后期 这提升速度 足以看出 对方的天赋资质之强 气血镜后期 这小子 居然隐藏得这么深 怪不得之前 一直提醒我 不要大意 何则他说的是自己 邓旭峰惊讶魏征的修为 同时也想到了魏征之前 跟他说过的话 顿时有一种恍然之感 不好 我之前跟他说了这么多 自身的情况 那他对我现在的实力 岂不是了如指掌 可恼眼 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恐怕都在偷偷乐着 想到魏征知道他的实力 还要站出来 争夺唐主之位 他原本有八成把握的信心 此刻也有些动摇了起来 魏 魏头目居然是 气血镜后期 吴明看到 魏征此时 展露出的修为 一时间也有些发愣 怪不得他敢站出来 争夺唐主之位 不仅吴明 在场的所有帮众 原本还以为魏征 只是想上台露个脸 现在看到其展露的修为 也明白他们猜错了 魏征是真的有实力 争夺唐主之位 周元倒是一点也不意外 从魏征站出来 要争夺唐主之位 他就已经有了猜测 魏征一直努力刻苦地修炼 他也一直看在眼中 当然 魏征每个月 从临江方抽的钱 他也一清二楚 如此多的资源 再加上天赋和努力 他早该想到 老大早就有了 争夺唐主之位的资格 有意思 赵唐主 没想到我们都看走眼了 这魏征的修为 居然已经达到了 气血镜后期 陈忠惊讶到 赵胜东没有理会陈忠的话 他目光微沉 一言不发地 看着擂台上的魏征 魏征是他手下的大头目 修为进步得这么快 他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三个月的时间 修为就从气血镜初期 提升至气血镜后期 这种天赋 恐怕要不了多久 魏征就能悄然突破至通脉镜 成为青雁邦的堂主 和他平起平坐 不 如果魏征最后站在擂台上 那么从今天开始 对方就青雁邦的第四位堂主 已经和他平起平坐了 第84章 这是什么练体攻法 擂台上 十二路五虎刀法 在魏征手中显得刚猛无比 每一刀斩出 宛如虎啸声一般 呼呼作响 苗辉如今气血紊乱 真气消耗过多 根本挡不住魏征的攻势 在抵挡了竖刀之后 他身形迅速后撤 我认说 每个令牌 都有两次挑战的机会 他现在认输 待真气恢复之后 还有机会再挑战一次 如果不认输 以他现在的状态 继续战斗下去 结果也是必输无疑 要是再受伤 哪怕还有一次挑战的机会 也难以再获胜 魏征听到苗辉认输 攻势一顿 停了下来 右护法登上擂台 开口宣布道 苗辉认输 魏征获胜 四号挑战者上擂台 声音落下 戴着青色手套的秦志勇 一跃而起 双手展开 如同大鹰展翅一般 稳稳地落入擂台中间 他对着魏征拱拱手 魏头目 得罪了 话音落下 他身上的真气爆发 双手一抹 两团青色的火焰 顿时营绕于手掌之中 其戴着的青色手套 明显也是特制的 在青色火焰中没有一点影响 高台上 坐在主椅上的青燕帮帮主 目光顿时落在秦志勇的身上 青燕掌 魏征一眼就认出了这一道掌法 因为这是青燕帮独有的功法 是青燕帮帮主 根据自己的宁丹进功法 创造出的一门通脉进功法 只不过 修炼这门功法的条件比较高 而且修炼了这门功法后 以后只能修炼火属性的功法 再加上整个青燕帮内 有资格兑换这门通脉进功法的大头目 一只手也能数得过来 所以 选择这门功法来修炼的人棘手 秦志勇居然练成了青燕掌 以这门通脉进功法的威力 魏征这场输定了 高台旁 陈忠看着擂台上的秦志勇和魏征 即便两人还未动手 他也已经做出了判断 他敢如此笃定 是因为他修炼的就是青燕掌 他对这门功法的威力太熟悉了 一直沉默的张志虎 却是突然开口问道 赵堂主 这魏征突破至气血镜后 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刚刚魏征在擂台上 只施展了十二路五虎刀法 这门是练体镜的功法 而魏征成为大头目 必然在藏书楼挑选了气血镜的功法 到现在为止 并未展露出来 赵胜东一愣 玄机微微摇头 我连他什么时候 突破至气血镜后期都不知道 他修炼的功法 就更不清楚了 他只对手下 各个方式的收益感兴趣 至于这些大头目修炼的功法 还真没去留意 管他魏征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就三个月的时间 他能将功法修炼到什么境界 在清燕掌面前 他必输无疑 陈忠相信自己的判断 三个月的时间 即便魏征修炼的是通卖进功法 也不可能挡得住清燕掌的威力 秦志勇动手了 擂台上 秦志勇见魏征没有先出手的意思 他终于按捺不住 右手掌萦绕着火焰 对着魏征一掌拍出 一道不成形的青色火焰 掌印轰向魏征 面对这道火焰掌印 魏征全身泛着淡淡的金光 铁骨金身弓 十二路五虎刀法 他不闪不闭 身形如同猛虎一般冲出 直接冲向火焰掌印 这一举动 顿时让在场不少人惊呼起来 胃头目疯了 以身躯直面清燕掌 他不怕自己的身体被烧伤吗 难道他是想以刀法 破开清燕掌的火焰吗 刚刚的金光魏征修炼的是炼体功法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 魏征的身形 从青色火焰中冲了出来 刀锋呼啸 如虎啸声一般 斩向秦志勇 他挡住了 秦志勇神色一惊 来不及多想 双手慌忙何时 将近在眼前的刀锋夹住 擂台下 在场的帮众惊诧地看着这一幕 居然没事 这怎么可能 魏征 魏征身上泛着的金光 他修炼的是炼体功法 不可能 魏征怎么可能挡得住 秦志勇的轻燕掌 陈忠难以置信地 看着擂台上的情况 魏征不仅身体毫发无损 就连衣服都没有被灼烧的痕迹 这说明魏征轻松 就挡住了秦志勇的轻燕掌 对于同样修炼了轻燕掌的他来说 对轻燕掌的威力更清楚 也更难以理解 好强悍的炼体功法 看来魏征在气血镜修炼的 就是这门功法 张志勇赞叹一声 随即想了想 摇头道 不过 似乎和我们轻燕帮的 炼体功法都对不上 高台上 轻燕帮帮主也是好奇地开口道 老鱼 你看出这是什么炼体功法吗 轻燕帮内的功法 即便是帮主 也不是全都清楚的 鱼和微微摇头 帮主 我也没看出来 咱们轻燕帮内的炼体功法 能够挡住轻燕掌的 必然是通脉进功法 但没有一个符合魏征 现在身上的特征 哦 这么说 魏征修炼的 不是我们轻燕帮的功法 帮主好奇 轻燕帮只是一个帮派 不少人进入轻燕帮之前 就有修炼其他功法 而且 如果在轻燕帮内 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功法 也有人 在外面购买功法修炼 又或者获得什么寄予 得到一本好的功法 这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擂台上 秦志勇夹住长刀 青色的火焰灼 烧着刀身 他木讷的神色 终于有了变化 魏徒木 你这是什么炼体功法 随着秦志勇 问出这个问题 在场不少人都竖起耳朵 想要知道 这是什么功法 居然能够挡住轻燕掌这门通脉进功法 铁骨金身宫 魏征淡淡道 铁骨金身宫 居然是他 秦志勇一愣 这门功法他自然听说过 据说非常难修炼 比他修炼的轻燕掌 还要难以提升 在轻燕帮内 还没有人将这门功法 修炼至高深的境界 所以 对于这门功法的威力 谁都不清楚 但现在 他们都见识到 铁骨金身宫这门功法的威力了 第85章 没想到我真正的对手会是你 铁骨金身宫 这门功法 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陈忠依旧难以理解 张志虎缓缓道 从刚刚秦志勇施展的轻燕掌来看 他的火焰掌印都还未成形 估计只修炼至三四重 铁骨金身宫也是通脉进的功法 如果魏征炼至比较高的境界 确实可以挡住秦志勇的轻燕掌 一旁的赵胜东开口道 魏征身上泛着金光 这是金身出城的特征 说明其已经将这门功法修炼至了第九重 第九重的铁骨金身宫 怪不得魏征敢直面秦志勇的轻燕掌 张志虎恍然 接着看向擂台上的两人 秦志勇 输了 高台上 听到魏征爆出自己修炼的功法名字 鱼鹤微微笑道 原来是铁骨金身宫 之前又护法从青蓝山回来后 曾跟我提到过魏征 说他的天赋 资质不错 现在看来 这何止是不错 都可以在咱们广宁府内排得上号了 能把铁骨金身宫这门功法 修炼至第九重 确实是个天才 青燕帮帮主微微汉手 看着擂台上魏征那年轻的面容 老鱼 这魏征几岁了 鱼鹤微微摇头 这倒是不清楚 不过他是赵胜东手下的大头目 他肯定知道 说着 他对着高台旁的赵胜东 施展传音入密 赵胜东顿时登上高台 恭敬义礼 赵胜东见过帮主 副帮主 赵堂主 这魏征几岁了 青燕帮帮主问道 赵胜东目光微闪 回道 回帮主 这魏征应该差不多二十岁了 魏征的岁数 他倒是很清楚 是十七岁 因为魏征斩杀黄武藏后 他还特意让人调查了一下 知道魏征坐上大头目之前的一些事情 比如修炼的十二路五虎刀法 以及家里的情况 什么时候加入的青燕帮 不过 现在魏征显然入了帮主的眼 这岁数 或许是个关键的因素 因此 他特意给了个模糊的回答 快到二十岁了吗 帮主有些遗憾道 可惜了 如果差个两年 或许还有机会 机会 什么机会 赵胜东好奇 不过剑帮主没有说 他也不敢问出来 下去吧 帮主微微摆手 目光继续看向擂台上的战斗 是 帮主 赵胜东微微一礼 带着好奇走下高台 此时 擂台上 魏征和秦志勇 已经交手了十几个回合 一道道青色的火焰掌印拍出 全都被魏征硬抗了下来 除了让魏征的头发 微微烧焦了几根 将擂台四周的温度 都提升了几度 并没有任何实质的作用 魏征手中的长刀接连斩出 秦志勇 只能不断地躲避后退 数十丈大的擂台 仅仅交手了十几招 他就已经退无可退 来到了擂台的边缘 十二路 五虎刀法 魏征没有丝毫地留守 刀光一闪 伴随着虎啸声 一掌而下 刷 秦志勇可没有修炼过 炼体功法 不敢用身体 去硬扛魏征的长刀 只能迅速跳下擂台 他现在也只是真气 消耗比较大 只要没有受伤 未必没有机会 再夺得堂主之位 毕竟魏征赢下这一场 还要继续和最后的邓旭峰打一场 要是魏征不是邓旭峰的对手 那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好消息 他的亲眼 长奈何不了魏征 但却可以对付得了邓旭峰 见到秦志勇 跳下擂台 优护法 顿时登上擂台 宣布道 秦志勇离开擂台 魏征获胜 魏投墨 魏投墨 林江房的帮众 听到魏征获胜 顿时兴奋地呼喊起来 不仅林江房的帮众 不少其他方式的帮众 也跟着喊了起来 第一场魏征获胜 还可以说是苗辉 被王勇消耗太大 实力不足全胜的十之一二 魏征是占了便宜 但这一场获胜 魏征是实打实地 全靠自己的实力 并且击败的 还是修炼了 亲眼长这门通脉进攻法的秦志勇 接连赢下两场 魏征 无疑是目前 最有希望成为堂主的大头目 又护法等了好一会 这才抬手虚压 让台下的帮众 稍稍安静了下来 他开口道 接下来 五号挑战者上擂台 动 一脸落腮糊的邓旭峰 背着一对双花板斧 身形一跃 重重地落在擂台上 邓老大 魏征笑着拱拱手 他对邓旭峰就很了解了 气血镜后期 服用了六颗通脉单 修炼的是气血镜功法 十八路双花板斧 每一把斧头重两百三十斤 在真气和气血的加持下 能够发挥出堪比通迈进初期舞者的力量 讲究一力将实惠 邓旭峰神色复杂道 魏征 没想到 我真正的对手会是你 一个月前 当知道邦内要选出第四位堂主时 他心中的对手 一直是苗辉和秦志勇 甚至在脑海中 演响了数十次对战他们两人的场景 面对苗辉的圆月弯刀 该怎么应对 面对秦志勇的掌法 又该怎么应对 当然 他也没有想到 秦志勇已经练成了青艳掌 即便如此 他也从未想过 自己的对手会是魏征 不过 刚刚魏征在擂台展现出的实力 确实有这个资格 也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邓老大 从我决定 要争夺这堂主之位开始 就已经把你当成了最大的劲敌 魏征笑道 行了 别以为 你说几句好话 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 邓旭峰道 这堂主之位 我势在必得 我不会留守的 希望你也不要留守 魏征汉首道 当然 我登上擂台 也是为了堂主之位 自然不会留守 邓旭峰点头 接着道 虽然我不会留守 但也会和你公平一战 等你真气恢复好 我们再战斗 好 多谢邓老大 魏征拱手谢道 他和秦志勇一战 只交手了十几招 真气消耗 其实并不大 而且 以他通迈进初期的真气储量 这点消耗 根本不算什么 但邓旭峰 要公平一战 他也不会迂腐 要是拒绝 或许在邓旭峰看来 反而会认为 是看不起他 第八十六章 藏了一手 擂台下 听到邓旭峰 要让魏征恢复好真气再打 苗徽和秦志勇 都皱了皱眉头 觉得邓旭峰 太过于迂腐 当然 更多的原因 是他们想让邓旭峰打伤魏征 赢下这一场比斗 最好是让魏征受伤 比较重 和王勇一样 无法再上擂台 那第二次机会 也就相当于没用了 这样 他们或许还有机会 争夺唐主之位 可惜 邓旭峰选择 让魏征恢复真气 如此一来 邓旭峰赢下这场比斗的机会 就小了不少 擂台上 不到半刻钟的时间 魏征就恢复了真气 邓老大 出手吧 文言 邓旭峰取下自己背着的双花板斧 双手用力一握斧饼 双臂的肌肉球结隆起 魏征 小心了 花音落下 邓旭峰在真气和气血的加持下 如同一头野牛一般 冲向魏征 铁骨金身弓 魏征全身泛着淡淡的金光 再看到邓旭峰的斧头披来 他没有选择硬炕 身形向着旁边躲去 重达230斤的斧头 在真气和气血的加持下 能够发挥出多大的威力 他并不清楚 但他也不敢拿自己的身体 去试一试 毕竟现在他只展露出 气血镜后期的修为 铁骨金身弓 也只维持在第九中的防御力 能不能接住邓旭峰的斧头 他心里也有些没底 动 斧头落空披在擂台的地表上 顿时出现一道淡淡的抚印 之前这么多场战斗 都没能在擂台上留下痕迹 可见邓旭峰这一斧头的力量有多大 也怪不得他有七八成的把握 可以夺得这第四堂主之位 双滑板斧第十四事 邓旭峰看向魏征 腰身一扭 双手的斧头转动 整个人旋转两周半 两把斧头交叉 封锁了魏征两边的位置 横斩而出 十二路无虎刀法 魏征必无可避 只能斩出手中的长刀 以弓带手 长刀和斧头碰撞 真气震荡 强大的力量 震得魏征后退一步 邓旭峰也同样后退了一步 惊骇地看向魏征 魏征 没想到你的力量也这么强 邓老大 铁骨金身弓 可不仅仅练身体血肉 我的骨头也会得到淬炼 修炼至圆满的话 骨头是可以堪比铁块的 魏征笑道 骨头变硬 力量自然变得更强 这也是为什么镇门弓法 被称之为铁骨金身弓的原因 魏征早就将铁骨金身弓 修炼至圆满 骨头也已经淬炼成铁骨 这倒是不用隐藏 反正谁也看不出来 哈哈哈哈 好 再来 邓旭峰大笑一声 双手挥动斧头 劈向魏征 在感受过邓旭峰斧头的力量 魏征也已经心中有数 面对邓旭峰的斧头 能躲就躲 同时施展十二路 五虎刀法进攻 躲不开 就直接正面接下邓旭峰的攻击 数十戏之间 两人就交手了数十个回合 高台上 看着激烈交战的两人 青燕帮帮主突然笑道 魏征要赢了 鱼鹤一愣 疑惑道 帮主 如今两人胜负魏征 魏征的铁骨金身弓 虽然防御力不错 但刀法终究弱了一些 无法给邓旭峰造成太大的威胁 如今邓旭峰明显占据着优势 为何会是魏征赢 此时擂台上 虽然魏征和邓旭峰打得你来我往 但从攻势方面 明显是邓旭峰更加的猛烈 魏征能够反击的次数比较少 即便反击 也因为刀法的层次太低了一些 被邓旭峰轻易地抵挡下来 青燕帮帮主解释道 魏征的力量 从战斗到现在 一直保持着强盛的状态 而邓旭峰 他的十八路双花板斧 威力虽然强大 力量消耗却不小 他现在的力量 和刚开始出手时相比 已经弱了至少两成 如果他没有其他手段的话 魏征只需要再拖一段时间 就能获胜 文言 于鹤仔细看着邓旭峰身上的力量变化 当看到魏征抵挡住邓旭峰的斧头 没有再后退一步时 他汗手道 邓旭峰的力量 确实减弱了 擂台上 邓旭峰显然也知道自己的体力消耗很大 如今 能够发挥出的力量 已经减弱了三成 继续拖下去 我必输无疑 只有最后一波了 邓旭峰心中顿时有了决定 他斧头一横 挡下魏征的长刀 魏征 十八路双花板斧 其实还有第十九事 这是我自创的 威力非同小可 我们一招定胜负 你要小心了 邓老大 没想到你还藏了一手没告诉我 魏征咧嘴笑道 不过却也认真了起来 邓旭峰额头轻筋直跳 随即双手的斧头一震 挡开魏征的长刀 只见邓旭峰扔掉一柄斧头 双手握着剩下的一柄斧头 全身的真气和气血调动 随着斧头震战了起来 双花板斧第十九事 邓旭峰看向魏征 随即双手紧握斧头 对着魏征批出 一道血色斧刃瞬息而至 斩向魏征 青燕邦邦主眼睛一亮 真气凝实 没想到邓旭峰居然将一门气血进攻法 修炼到了这个地步 如果他能够补全后面的一重 这门十八路双花板斧攻法 可以演变成一门通脉进攻法 鱼鹤也是赞叹的点点头 不错 而且是他自己创造出的攻法 极其契合他 能够发挥出的威力 绝对超过大部分的通脉进攻法 这一击 魏征未必能够接得住 铁骨金身弓 擂台上 魏征周身金光浓郁了几分 手中的长刀斩向血色斧刃 蹦 长刀崩断 血色斧刃斩在了魏征的身上 死 衣服瞬间破裂 露出一层暗金色的软甲 魏征被震得后退三步 痛得揉了揉心口 大前置势软甲 即便削减了三成的力量 但剩下的力量 也震得他有些疼痛 当然 这也是他只用了 气血镜后期的修为 铁骨金身弓 也只维持在第九重 否则邓旭峰这一击 根本连让他疼痛的资格都没有 第87章 见过魏堂主 我说了 邓旭峰看到魏征成功地 接下他的最强一击 虽然魏征的刀断了 但并没有受伤 他就知道自己已经败了 听到邓旭峰认输 魏征拱手笑道 邓老大 承让了 邓旭峰摇头 我可没有让你 魏征嘴角一扯 他就客气一下而已 好在又护法登上擂台 缓解了魏征的尴尬 邓旭峰认输 魏征获胜 宣布完之后 他看向下方的苗辉和秦志勇 你们还有一次挑战的机会 可以再上来挑战魏征 苗辉 看向一旁的秦志勇 他的真气 倒是恢复得七七八八 更别说比斗期间不能用丹药 他现在能够发挥出的实力 不足全胜时的六成 秦志勇感受到苗辉的目光 老实道 魏征的铁骨精 深宫不惧怕我的青雁掌 我不是他的对手 要不你先上去 虽然魏征和邓旭峰一战 消耗不小 但终归是没有受伤 对战力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他的青雁掌 连魏征的防御都破不开 上去也没有用 我的血刀斩 也破不开他的防御 苗辉苦笑一声 魏征能够接下邓旭峰的 第十九世双花板斧 那么也能接住他的血刀斩 邓旭峰将自己的双花板斧 重新背在身上 听到两人的话 他提醒道 我也还有一次挑战的机会 你们两个 本来就是魏征的手下败将 现在继续挑战魏征 我就挑战你们 魏征的实力 做我们邦内的第四位堂主 我心服口服 显然 他这是在明示 苗辉和秦志勇 他们已经输过一次给魏征了 如果再挑战 那他也会上场 听到这苗辉和秦志勇 无奈地开口道 幼护法 我放弃挑战 我也放弃挑战的机会 别说他们不是魏征的对手 就算魏征现在消耗大 他们侥幸打赢了 面对邓旭峰 他们也很难赢 更别说 魏征同样还有第二次挑战的机会 他们根本没有一丝希望 清燕邦第四位堂主 非魏征莫属 他们继续纠缠下去 就相当于得罪这个未来的第四堂主 以后难说不会被针对 幼护法点点头 接着看向邓旭峰 邓头目 你呢 我也放弃 邓旭峰回道 幼护法见状 对着高台上拱手道 帮主 最终圣者已经绝出 清燕邦帮主 从主意上站了起来 宣布道 从今天起 魏征就是我们清燕邦的第四位堂主 多谢帮主 魏征站在擂台上 拱手谢道 见过魏堂主 周元兴奋地躬身见礼 吴明和林江峰的帮重见状 也都激动跟着见礼 见过魏堂主 魏征是他们林江峰的大头目 如今胜任堂主 他们林江峰的好日子就来了 见过魏堂主 见过魏堂主 在场的所有普通帮众 也纷纷见礼 声音响彻云霄 魏征是一场场比斗 实打实打下来的 这份实力 他们同样心服口服 在场22座方式的帮众 加上总堂的帮众 整个练舞场 有着近千人 还都是舞者 这一声呼喊 不仅响彻整个总堂 更是响彻半个广宁府 数十个方式的人 或远或近 都听到了声音 清燕邦 这是发生什么了 怎么这么大的动静 你没听说吗 今天是清燕邦 选出第四位堂主的日子 刚刚喊的 正是他们的第四位堂主 魏堂主 清燕邦心卫的大头目 我记得只有一个 林江峰的大头目 魏征 林江峰的大头目 斯塔不是才做了 几个月的大头目吗 他能成为清燕邦的堂主 或许他们喊的是魏堂主 可清燕邦 并没有心卫的大头目 混沌滩 周小若正在包着馄饨 在听到这一声呼喊时 不由地抬头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他眼眸眨了眨 吸气地向一旁的爷爷问道 爷爷 他们喊得魏堂主 你说是不是魏哥哥 魏征成为清燕邦的大头目 他也比较关注清燕邦的消息 馄饨摊来来往往的人不少 消息也算比较灵通 他也听说了 今天清燕邦 挑选第四位堂主的消息 如今清燕邦总堂那边喊出 魏堂主 三个字 他第一个想到的 自然是魏征 周老头摇摇头 笑道 小若 怎么可能是魏征 他才当上大头目多久 哪有资格成为清燕邦的第四位堂主 他们喊的应该是魏堂主 清燕邦的堂主 在广宁府内 也算是上得了台面的人物了 在他看来 魏征才十几岁 怎么可能有如此成就 林江芳 太和酒楼 王太正和李峰 合算着这个月的收益 自从上个月听了魏征给的点子 他们两家开始合作 收益确实涨了不少 合算完这个月的收益 两人顿时高兴地坐下来喝酒吃菜 王太感慨道 这魏征确实是个大财 还好他痴迷练舞 对京营林江芳的兴趣不大 否则 他要是在林江芳开个酒楼和客栈 我们恐怕竞争不过他 李峰摇头道 我倒觉得 魏征不是对京营的兴趣不大 而是他手上没钱 开酒楼或者客栈的钱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他才刚刚坐上大头目有多久 哪有这个材例 练舞也非常耗费钱财 这酒楼或者客栈 他是开不起来的 所以 他才会把这么好的点子卖给我们 我们应该庆幸 清燕邦在林江芳的产业是金风赌方 而不是酒楼或者客栈 哈哈 是极 是极 王太赞同地笑道 这时 清燕邦总堂那边的呼喊声传来 两人顿时惊讶地站了起来 来到窗口 看向清燕邦总堂的位置 魏堂主 王太不确定地问道 李兄 清燕邦姓魏的大头目 只有魏征一个吧 清燕邦今天挑选第四位堂主的消息 他们是坐酒楼和客栈的 又在清燕邦的地盘上 自然早就听说了这件事 没错 只有魏征一个 而且没有姓魏的大头目 李峰点头 接着惊诧道 如果我们没有听错的话 那么今天清燕邦选出的第四位堂主 恐怕是魏征无疑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坐上林江芳大头目的位置 才三个月吧 王太难以置信地说道 是与不是 今天下午就可以知道了 李峰道 如果是 那我们可要好好准备一份贺礼了 确实要准备一份贺礼 这么年轻的堂主 以后想要巴结 可就难有机会了 王太认同的点点头 第88章 增加一条新帮规 清燕邦总堂 练武场 宣布完魏征成为清燕邦的第四位堂主 清燕邦帮主等呼喊声结束 这才接着道 魏征 我们清燕邦的堂主 每个月可以在丹药店 领取一瓶三材聚器丹 你今日成为堂主 我特立再给你一瓶通麦单 祝你早日突破之通麦境 多谢帮主 魏征微微一礼 谢道 虽然他已经是通麦境舞者 通麦单对他已经没有用处 但可以拿出去卖掉 一瓶通麦单 就是十颗 市面上的价值 是五百两银子一颗 这一整瓶就是五千两银子 已经不少了 他拿去卖掉 再购买提升通麦境真气和气血的丹药 能够购买四五瓶 刚刚帮主提到的三材聚器丹 就是提升通麦境真气和气血的一种丹药 这是作为亲艳帮堂主的福利 即便他现在明面上还未突破之通麦境 也一样可以领取 至于方式的收益 只有下个月他才能够领取了 毕竟目前各个方式 现在都在三个堂主的管辖中 他这个新晋堂主 能够获得多少个方式 估计还要商议 高台上 亲艳帮帮主 看向邓旭峰他们几个 你们四人距离通麦境 也只差一步 我也特立给你们每人一颗通麦单 谁先突破之通麦境 我也一样给予堂主之位 闻言 邓旭峰 苗辉 和秦志勇 面色一喜 多谢帮主 他们这些大头目 一个月的方式收益 也才几百两银子 连一颗通麦单都购买不起 能够白得一颗通麦单 对他们来说 完全是意外之喜 现在帮主更是承诺 只要他们之中 谁先突破之通麦境 就能成为堂主 这让他们又有了希望 听到帮主的奖赏 不少大头目顿时后悔不已 早知道有通麦单奖励 他们肯定会出来露露脸 即便和王勇一样 被打成重伤也值了 魏征倒是听出了一些别的东西 清燕邦帮主说 给予堂主之位 却没说是增加第五位堂主 应该是打算等赵胜东的 堂主之位空出来 直接任命 最先突破之通麦境的人为堂主 至于赵胜东 估计会安排和护法相同的职位 不过 赵胜东显然是没这个机会了 清燕邦帮主点头 随即看向在场的所有帮众 你们身为清燕邦的帮众也同样有机会 如今我们清燕邦日益壮大 日后必然会出现更多气血镜的舞者 但方式只有22个 所以 我现在增加一条新帮规 凡是清燕邦的帮众 只要你们突破至气血镜 每月可获得50两银子的月前 并且获得一次挑战其他方式大头目的机会 只要击败大头目 即可成为新的大头目 这话一出 顿时让在场的帮众兴奋了起来 帮主威武 帮主英明 和普通帮众不同 在场不少大头目纷纷露出担忧之色 一部分大头目 是依靠功劳坐上的位置 凭借大头目的收益 将修为提升了上来 凭借气血镜的修为 他们可以轻松压制炼体镜的舞者 但面对相同境界的舞者 他们可就不一定有优势了 特别是其中三个大头目 目前还处在炼体镜后期 他们正是上上个月 清燕邦死了三个大头目后 才坐上的这个位置 只不过 他们坐上这个位置 乃是堂主指派 为此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这条新的帮规 他们还能不能坐稳大头目之位 可就难说了 不过 相比较于其他的普通帮众 他们这些大头目 能够获得的收益更多 每个月少的能够获得一两百两银子 多的可以获得四五百两银子 有如此高的收益 都还压不住心境的气血镜帮众 那确实不配坐着大头目的位置 魏征却看出了帮主的野心 好一招能者为上 按照这条新帮规 清燕邦大头目的实力 只会越来越强 等气血镜的帮众达到一定的程度 估计想要成为各个方式的大头目 就需要通迈镜的舞者 扶持清燕邦的神秘势力 所图不小啊 不过 不管清燕邦背后的神秘势力是哪个 有什么图谋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 其来头绝对不小 而且还在官府那边有很大的权利 连广宁府府主都会得三分薄面 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梁 目前的情况 待在清燕邦 对他还是有好处的 高台上 清燕邦帮主的目的已经达到 连广府帮主左右护法 还有四位堂主 待会前往主殿议室 其他人都回去吧 是 帮主 清燕邦帮主微微点头 随即一步踏出 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消失在了高台之上 恭送帮主 愚赫微微一礼 在场的帮众也跟着喊道 恭送帮主 第89章 五道境界 清燕邦背后的势力 清燕邦总堂 主殿 魏征在幼护法的带领下 进入主殿内 主殿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也就十丈大小 布置极其简略 除了主位上的座椅 下方则是两排桌椅 两侧分布着一根根排列整齐的石柱 共有十二根 此时 愚赫 左护法 和三个堂主早就已经到了 分别坐在各自的位置上 右护法来到左护法身边坐下 魏征看了一眼 坐在三个堂主旁边的位置 也就半个钟的时间 帮主就从主殿的一侧走了出来 坐在主位上 见过帮主 众人起身一礼 都坐吧 帮主摆摆手 笑道 等众人再次落座 他接着道 让大家来主殿一世 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阎武堂堂主已经选出 需要重新划分各个堂主的职责 和管辖的方式 之前的三大堂主 内武堂堂主是张智虎 战堂堂主是陈忠 行堂堂主是赵胜东 如今的阎武堂堂主 自然就是魏征 二是王府那边 会派一位使者过来 让我们配合活捉一种妖兽 王府 魏征心中一动 云州只有一个王府 那就是云州王的王府 云州王乃是大前皇朝的一位封王 实力乃是法则境强者 这个世界的五道划分 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下三境 也就是炼体境 气血境和通脉境 第二个层次是中三境 也就是先天境 远海境和宁丹境 第三个层次是上三境 也就是法相境 神通境和法则境 至于法则境之上的强者 魏征知道的就一个 那就是大前皇朝的皇帝 一名大道境的强者 没想到扶持清燕邦背后的势力 居然是云州王 不 应该不是云州王 而是云州王府的人 魏征想到 云州王即便要扶持势力 也不可能会选他们 清燕邦这种广宁府的二流势力 至少也得是广宁府府主 或者秦家 四方阁 血影楼 这些一流势力 而且准确来说 几十年前 清燕邦还只是一个三流势力 连宁丹境强者都没有 更不可能被云州王看得上 所以扶持清燕邦的 应该是云州王府的人 很大可能是某一个世子 帮主 各个堂主的职责 倒是比较明确 暂时不用划分 于和说着 看向魏征 魏征 演武堂是新创立的 日常的职责 是负责练武场的考核 每个新加入的帮众 都有三个月的修炼时间 只有考核过关 才会让这些新加入的帮众 进入总堂 或者去其他方式做事 如果考核失败 则让他们离开清燕邦 魏征点头 这个职责很轻松 他只需要吩咐手下的人 去负责考核就行了 自己压根不用 亲自去管 清燕邦设立演武堂 目的是要更加严格地 筛选普通帮众 将优秀的帮众 挑选进来 那些平平无奇的帮众 则淘汰掉 以免浪费清燕邦的资源 这和之前帮主公布的 新帮规一样 都隐隐展露着 清燕邦不小的野心 至于各个堂主管辖的方式 于和看向张智虎他们三人 三位堂主可有决定 虽然这种事 帮主可以一言而定 但一言而定 和三个堂主主动让出利益 意义是不一样的 也更有利于清燕邦的管理 我们可以让出 四个方式给位堂主 张智虎开口道 早在一个月前 他们就已经商量过了 既然第四位堂主 必然会选出来 那他们也只能 尽量保全自己的利益了 让出四个方式 就是他们的 最终一致的决定 魏征 你觉得如何 于和问道 如果魏征同意 那自然谁都不会有意见 毕竟利益这种东西 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你不去争取 别人自然也不会去帮你去争取 魏征想都没想 直接道 少了 四个堂主 哪怕平均分22个方式 一个堂主 至少也能分到五个方式 就给他四个方式 他怎么可能会同意 一个方式 每个月上交的利钱 大概是一千多两的银子 堂主 可以获得利钱的两成 大概是三四百两银子 一年下来 就是三四千两银子 这个数目可不小 于和则再次看向张智虎三人 张智虎他们 显然早就考虑过这个情况 他开口道 我们青燕邦 在临江码头那边 有六个仓库 这六个仓库做得好 收益加起来 堪比一个方式的收益 方式之上交七成的利钱 但仓库的收益 全都属于邦内 你获得收益的两成 肯定比一个方式的还要高 临江码头 是秦家的地盘 至于这六个仓库 一部分是铁掌帮的 一部分是他们青燕帮的 现在自然全成了 他们青燕帮的产业 六个仓库 要是天天满仓的话 那收益自然堪比一个方式 但事实是 临江码头的仓库不少 竞争很大 根本不可能做到天天满仓 而且 每个月还要上交一笔 仓库费 给秦家 也就是管理仓库的费用 真实的收益 一个月连一千两银子的收益都没有 要是遇到淡季 仓库租赁的商家更少 这个收益只会更低 三个堂主 一直负责青燕帮的各个事务 这些情况 他们三人自然是知道 但是魏征刚刚坐上堂主 肯定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还是少了 魏征摇头 他不知道这六个仓库的情况 但张志虎他们抛出来的产业 收益肯定不行 赵胜东眉头一皱 魏征 难不成你要管辖五个方式 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他突破至先天境 要不了多久 这堂主之位 就不属于他 但在这之前 他还要继续做几个月的堂主 自然是希望自己的收益高一些 陈忠也是硬喝道 没错 我们拼死拼活地灭掉铁掌帮 要是给你五个方式 那我们其中一人 岂不是也和你一样 张志虎则开口道 魏征 除了方式 你有什么要求 可以提出来 魏征等的就是这一句话 他笑道 让我只管辖四个方式没有问题 但要让我挑选这四个方式 张志虎三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随即点头道 可以 每个方式的收益有多有少 但也相差不是很大 这个要求 他们可以接受 魏征接着道 除了临江码头的六个仓库之外 我还要铁掌帮的总堂 铁掌帮总堂 占地九亩三分 地皮很大 但清燕帮已经有总堂了 所以至今铁掌帮的总堂还在空着 也一直没有卖出去 主店内 所有人都是一愣 不明白魏征要铁掌帮的总堂干什么 铁掌帮总堂 我们可做不了主 张志虎摇头 铁掌帮总堂是邦内的产业 也不归他们三个堂主管 魏征顿时看向于赫 于赫好奇问道 魏征 你要铁掌帮的总堂干什么 当然是租出去 魏征回道 租出去 于赫亚然 铁掌帮总堂这么大 会有人租吗 他从黑市拍回了铁掌帮的所有地气 其他产业清燕帮都接手了 地气自然可以留着 但铁掌帮总堂根本用不上 他这段时间一直找人接手 奈何地皮太大 价格下不去 根本没人要 至于租 这么大的地方 也没有人租 除非有哪个大势力 入住他们广宁府 才会租赁 或者购买下铁掌帮的总堂 试一试吧 魏征笑道 万一有人租呢 或者 铁掌帮总堂交给我 我每个月会给帮那一千两银子的租金 如何 第九十章 四个方式 一千两银子的租金 坐在主位上的帮主笑道 看来魏堂主 有办法把铁掌帮总堂租出去 在场的都不是笨蛋 魏征愿意花一千两银子 去租铁掌帮的总堂 那么 肯定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 但知道归知道 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广宁府内 谁会去租铁掌帮的总堂 所以 明知道魏征会因此获利 他们也只能看着 无法从中插一手 魏征摇头 帮主说错了 现在是我租铁掌帮总堂 而不是别人租 哈哈 你这么说倒也对 帮主笑了笑 随即也没有犹豫 他汗手道 铁掌帮总堂 放着也是放着 既然你愿意花一千两银子租下来 那就给你了 不过 这租金的收益 你可不能再分两成了 现在魏征 是以个人的名义 和帮内租下铁掌帮总堂 只是这个总堂以后会归魏征管 所以自然不能 和那六个仓库一样 可以分两成的收益 没问题 不过气质还是要签的 魏征说道 要是不签气质 到时候他把铁掌帮总堂经营好 帮内再收回去 那他可就白折腾了 这个自然 帮主知道魏征的心思 对此 他自然没有意见 见帮主已经同意给魏征铁掌帮总堂 张志虎接着开口问道 魏征 帮内已经同意把总堂交给你 你还有其他要求吗 没有了 魏征摇头 他可不会这么不识去 要是再提要求 估计不仅三个堂主不满 就连帮主和副帮主都会不满了 毕竟他总归只是一个新任堂主 还未真正为清燕帮立下多大的功劳 他之所以敢提出要铁掌帮总堂 也是基于能够给清燕帮创造收益的前提 否则帮主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就答应给他 没有的话 就开始挑你要的四个方式吧 张志虎道 魏征考虑了数息之后 才开口道 第一个方式 自然是我现在管理的林江芳 林江芳的收益 没有人能够比他清楚 这么高的收益 他自然要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张志虎三人对此并不意外 魏征本就熟悉林江芳 现在要过去 自然相对好掌控一些 第二个方式 我要移华方 魏征道 移华方是邓旭峰这个大头目的方式 他从邓旭峰的口中得知 对方如今已经使用六颗通脉单 再加上今天帮主赏的这颗通脉单 就能累积使用了七颗通脉单 再过几个月 邓旭峰就很大可能会是 最先突破至通脉镜的大头目 等邓旭峰突破至通脉镜 就会成为新任堂主 那移华方大头目的位置就会空缺出来 他可以安排自己的人上去 这样一来 移华方也能轻松被他所掌控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邓旭峰没有什么花花肠子 他的方式也比较容易管辖 听到魏征要移华方 赵盛东眉头一皱 魏征 你不会第三个和第四个方式 都要我手中管辖的方式吧 临江房和移华方都是他管辖的方式 而且还是收益比较高的两个方式 现在魏征一下子就要了两个过去 魏征笑道 赵堂主请放心 你管辖的方式 我只要这两个 至于第三个和第四个方式 他看向陈中 我要石平房和红枣房 石平房和红枣房的收益一般 但和邻江方相邻 方便他管理和掌控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 这两个方式的大头目 实力都不怎么样 特别是石平房的大头目 现在还是炼体静后期 这两个大头目 只要有机会 他都可以轻松 换成自己人上去 于赫看向三位堂主 问道 你们可同意 张之虎三人点点头 我们同意 清燕帮帮主笑道 既然三位堂主都同意 魏征 以后这四个方式 临江码头的六个仓库 还有铁掌帮总堂 这些都归你管辖了 是 多谢帮主 魏征起身拱手谢道 随着各个堂主的职责 和管辖的方式商议好 于赫接着问道 帮主 不知道 王府那边的使者 什么时候过来 又要我们配合 活捉什么妖兽 魏征也是有些好奇 能够让王府 都感兴趣的妖兽 还特意指明要活捉 必然有着特殊之处 帮主微微摇头 这些都不清楚 可能过几天 也可能是下个月 不过 不管使者什么时候过来 我们配合他 活捉妖兽就行了 各位这段时间 不要轻易离开广宁府 是 帮主 众人硬道 对了 老鱼 铁掌帮的那个鱼念 可有消息 帮主开口问道 帮主 对方修炼的功法特殊 极其善于隐藏自身 我搜寻了一个月 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踪迹 鱼鹤回道 魏征心中一动 顿时想到了一个多月前 带走宁丹进攻法的铁掌 帮鱼念 对方抛出密库内的所有宝物 还伪造了一本甲的宁丹 进攻法扔出去 趁乱成功带着 真的宁丹进攻法逃走 没想到过去这么久了 帮主似乎还没有放弃的意思 只是 对方只要不傻的话 应该不会继续 待在广宁府内吧 除非其中有什么原因 让其不得不 继续待在广宁府 帮主 他会不会暂时离开了广宁府 左护法开口说道 有这个可能 帮主点头 不过 他只要想修炼铁掌帮帮主的那门攻法 就一定还会回来的 铁掌帮帮主的密库那边 你要多多留意 帮主请放心 密库那边 我已经派人日夜盯着 只要他一出现 就会有人来通知我 左护法回道 魏征从帮主几人的话语中 倒是听出了大概 修炼铁掌帮帮主的宁丹进攻法 和密库那边还有关联 所以 那名带走宁丹进攻法的人 还有回来的可能 怪不得帮主 还没放弃这门宁丹进攻法 第91章 林江坊新任大头目 果然 成为清燕帮的堂主 进入了管理核心层 知道的消息会越来越多 魏征从主殿走了出来 消化着听到的消息 今天他不仅知道了 清燕帮背后的势力 是云州王府 还知道铁掌帮帮主的那门宁丹进攻法 和密库那边还有关联 这些消息 清燕帮的大头目 哪有资格知道 离开主店 魏征向着丹药店走去 帮主承诺给的通卖丹 还有堂主用的三材聚气丹 他还没有领取呢 来到丹药店 魏征就看到魏丹师带着徒弟 都在忙着倒药 刚刚发放月前 各个大头目和领取了月前的帮众 都会来丹药店购买丹药 一下子就将丹药店的库存 消耗了一大半 丹药店自然要开始忙着备货 哈哈 魏堂主 你总算来了 魏丹师见到魏征 顿时笑着停下手中倒药的动作 帮主已经派人通知了丹药店这边 他自然知道 魏征成为了清燕邦的第四位堂主 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也很惊讶 他可是清清楚楚地知道 魏征坐上大头目的位置才三个月 没想到现在就成为了新任堂主 可以说是邦内提升最快的人 魏丹师 我来领取这个月的丹药 魏征拱手笑道 早就准备好了 魏丹师拿出一个锁住的箱子 用钥匙将其打开 随即取出两瓶丹药 递给魏征 一瓶是通麦丹 一瓶是三材聚气丹 你查看一下 魏征点点头 打开瓶口 将丹药倒出来 通麦丹他用过 倒是很容易辨认 至于三材聚气丹 他还是第一次减 不过 魏丹师没有必要给他假的丹药 他只要确定丹药圆润 药香浓郁 不是陈年旧丹或者废丹 就可以了 魏征检查完丹药 随即在账本上签字画压 这是证明 自己已经领取了 这个月的丹药份额 将两瓶丹药收后 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开口问道 魏丹师 我有这一瓶通麦丹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能突破至通麦境 我想知道 除了三材聚气丹 还有哪些宝药 可以快速提升 通麦境舞者的真气和气血 能够坐镇清燕邦总堂的丹药店 魏丹师的炼丹手艺 无庸置疑 在整个广宁府 也是可以排得上号的 所以 向他打听保药方面的消息 是最可靠的 他现在功法 已经修炼至第十一 重圆满 现在 只需快速提升 真气和气血 修炼至通麦境后期 就可以着手突破 先天境的事情 他手上也有 白家的那一份先天灵气 只要找对办法 打开白玉瓶 对他来说 突破至先天境 就没有了阻碍 哈哈 魏堂主 看来你修为提升得这么快 莫少服用我之前 跟你提过的三种保药之一吧 魏丹师笑道 他作为丹师 自然很清楚 魏征能够在短短三个月内 从气血镜初期的修为 提升至气血镜后期 丹药肯定没少用 当然 他也清楚 魏征能够在擂台上 击败这么多厉害的大头目 成为第四位堂主 在功法修炼的天赋 也是很厉害的 毕竟 修为是修为 功法才是真正决定 武者实力的关键 他的修为就是通麦境 也是依靠丹药堆起来的 要是让他和一名 稍微厉害一点的 气血镜武者厮杀 他觉得自己死的可能性 更高一点 魏征没有否认 他笑道 还要多谢魏丹师当初的提点 否则这次 我怕是没有机会 争夺这堂主之位 魏丹师白手道 魏丹主严重了 知道这三种保药的 大头目可不少 但他们可都没能成为 咱们青雁帮的第四位堂主 至于能够快速提升 通麦境武者真气和气血的保药 广宁府内 只有两种 一种是七星聚气丹 也是云州古家炼制的丹药 一种是六叶桂圆汤 和我之前跟你提过的 三叶桂圆汤一样 都是天香楼的一种药膳 七星聚气丹 六叶桂圆汤 魏征点点头 将这两种保药记住 等他卖掉手上的 这一瓶通麦丹 还有此次开盘获得的钱财 就可以用这两种保药 快速地将真气和气血 提升上去 得到了想要的消息 魏征没有在丹药店酒流 和魏丹师闲聊了几句后 就提出了告辞 走出丹药店 魏征看了看藏书阁的方向 唐主令牌和衣服 要明天才会制作好 等拿到唐主令牌 就可以去藏书阁兑换功法 明天就能有新的功法 修炼了 不知道清燕帮藏书阁内 有没有炼体功法 或者身法类的先天功法 如果要是有远海境的功法 那就最好了 如果有炼体的先天境功法 这个自然是他的第一首先 有铁骨金身功作为基础 他修炼这种功法 必定事半功倍 再加上属性面板 很快就能修炼至圆满 要是没有 身法类的功法 就是他的第二选择 打不过 还可以逃跑吗 活着才有机会 当然 如果远海进功法 那就不用考虑前面两者了 直接一步到魏是最好的 离开总堂 魏征返回临江坊 长春街 在看到魏征的身影出现后 周园立刻对着街道两的人挥了挥手 噼里啪啦 啪 噼啪 噼里啪啪 爆竹声响起 从长春街的街口 响至街尾 见过魏堂主 周园带着林江坊的所有帮众 来到魏征面前 兴奋地建立 老周 你什么时候 也学会这鳄鱼凤城的事情了 魏征笑问道 魏堂主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 是长春街各个商户和摊主 听说你成为青雁帮的堂主 特意表达的一点心意 为你庆贺 周园笑着解释道 魏征抬眼看去 果然看到了长春街各个商户老板 和地摊摊主的身影 王太和李锋见他看过来 两人都对他 笑着拱手建立 魏征对着众人拱手谢道 感谢各位为我庆贺 今晚我在太和酒楼摆酒 请各位一定要来喝一杯酒 他升任堂主 自然是要摆酒庆贺一番 不然 大家哪有机会给他送礼 魏堂主相邀 我们一定到 魏堂主的升迁之喜 我们肯定要来沾沾喜气 魏征笑着摆摆手 接着道 刚好现在人齐 我也为大家介绍 林江坊的新任大头目 周园 在 周园激动地上前一步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林江坊的新任大头目 魏征宣布道 林江坊归他管辖 他自然有资格任命新的大头目 当然 以周园如今气血镜的修为 也足以让林江坊的所有帮众心服 是 多谢魏堂主 周园功身 身身一礼 第九十二章 收礼 堂主令牌 夜明星系 从太和酒楼回到林江坊堂口 已经是害时时分 魏征今晚虽然喝了不少酒 但依旧处于清醒状态 修炼铁骨精神工的他 身体体质远超普通的通脉进武者 再加上控制气血 使身体迅速排汗 再放放水 这种普通的酒水 根本无法让他醉倒 当然 他也不会让自己醉倒 甚至都不会让自己处于犯罪的状态 一旦处于犯罪的状态 无论身体的反应能力 还是对真气和气血的运转 都会受到影响 这相当于把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此刻 他坐在后院的石桌旁 喝着茶水 周元正指挥着林江方的帮众 将今晚各个客人送来的贺礼 搬进房间 等贺礼都安排好 他拿着礼单来到魏征面前 老大 礼单我核算过了 除了那些不好换钱的贺礼 其他礼物的价值加起来 大概有1500两银子 其中石兵方大头目黄涛 送的金皮修 价值200两银子 红枣方大头目和天 送的是金蝉 价值也是200两银子 我们林江方所有帮众 送上100两银子的贺礼 李峰直接送了100两银子 王太送了50两银子 不过今晚的酒席钱 他全包了 那傻 老大 今晚邓头目并没有来 魏征抿了一口茶 笑道 邓旭峰派人来说了 他动用了18路双花板斧的第十九市 今天喝不了酒 不过 他已经在天香楼那边 预定了一桌酒席 后天宴请我 周元 到时候也跟我一起去 一桌酒席 两个人也吃不完 刚好带周元认识一下邓旭峰 毕竟两人以后会在他手下做事 少不了要打交道 是 多谢老大 周元眼睛一亮 天香楼 那可是广宁府第一酒楼 他还没去吃过呢 对了 老大 还有一笔钱 周元说着 拿出一个小箱子 放到石桌上 这是昨天和今天开盘的所有银钱 总共3100两银子 全在这了 两天才3100两银子 看来压住的人 基本都压了 后面会越来越少 后面两天的钱 我们就不压了 免得太过于惹人注意 魏征嘱咐道 距离赵盛东和柳军号的生死台之战 只剩下两天的时间 第一天开盘 他们惊风赌方 可是收了整整8000多两的银子 当然 这些银子都是赌盘的所有银子 要么是压赵盛东赢的 要么是压柳军号赢的 因为 他们调整了赔率 基本上只抽水 这8000多两银子 和现在 这3000多两银子 都会赔付给赢的人 不过 他们用这11000多两银子 在各个赌方压住赚的钱 就属于他们自己的 虽然后面两天 应该也会有 一二千两银子的压住 但那时候压的人太少了 他再去压 哪怕施展 无相联系工 改变了外貌 分摊在各个赌方去压 数目也不会少 有可能会引人注意 所以 后面两天 他就不准备再压了 是 老大 周元硬道 时间也不早了 你回去吧 明天可是你做临江房大头 目的第一天 可别睡过头了 魏征笑道 周元也是咧嘴笑道 嘿嘿 老大 临江房的事物 我闭着眼都能处理好 临江房的事物 基本上一直都是他在处理 所以他这话 还真一点都不夸张 可以说 他绝对是青燕邦内 最快上手管理方式的 新任大头目 没有之一 一日 吃过早饭后 魏征不紧不慢地来到总堂 面见于副邦主 于赫吩咐一名帮众 端着一个托盘 进入店内 托盘上 有着一件紫色的衣服 还有一块紫色的令牌 这正是青燕邦 唐主的服饰 以及唐主令牌 于赫道 拿着唐主令牌 你可以在藏书阁 第三层挑选一门功法 可以调动青燕邦的所有帮众 可以在丹药店 巴着购买丹药 于赫将唐主令牌的作用 一一跟魏征说清楚 是 多谢于副帮主 魏征听完唐主 在邦内的福利 拱手毅礼 然后接过托盘 将唐主令牌收了起来 至于唐主的衣服 只有一件 一般来说 除了比较正式的场合 各个唐主都不会穿出来 只要随身携带唐主令牌 就已经可以表明 唐主的身份了 等他在总堂这边 处理一两个月的事务 基本上青燕邦的帮众 都会认得他 那时候 连随身令牌都不用带了 从于赫那里离开 魏征立刻迫不及待地 前往藏书阁 守在藏书阁门口的 还是那个头发 半白的老头 当看到魏征 拿出唐主令牌 他一直古井步波的苍老面容 终于露出了惊讶之色 他看向魏征 你就是我们 帮内的第四位堂主 你的铁骨金身宫 修炼之第几重吗 对于魏征 他还是有深刻印象的 当时 魏征一个心静的大头目 气血静初七 居然挑选了 这么一门 难练的通脉进攻法 他当时还提醒了一句 没想到 才过去三个月的时间 魏征居然成为了 青燕邦的第四位堂主 这说明 魏征肯定将铁骨金身宫 修炼到了高深的境界 第九重 魏征开口道 第九重 老头亚然道 三个月就将铁骨金身宫 修炼至第九重 你是怎么做到的 青燕邦内 修炼过这门功法的 也有好几个大头目 但修炼进度极慢 他记得 最快的一个人 一年的时间 才修炼至第三重 最终受不了 这进度缓慢的提升 全都选择了放弃 而魏征 居然能够在三个月的时间 修炼至了第九重 不知道 也许是我很契合这门功法 也许是我天赋资质很不错 也许两者都有 反正练着练着 就达到第九重了 魏征摩棱三 可得说道 老头微微点头 魏征说的这些情况 确实都有可能 有些体质特殊的人 或者天赋资质很好的人 修炼特殊的功法 确实能够进步神速 接着 他好奇道 魏堂主 既然你的铁骨金身宫 已经修炼至了第九重 那你来这里试 第九十三章 长红盾影 这里是藏书阁 来这里 自然是挑选功法 魏征道 挑选功法 老头差一道 你的铁骨金身宫 是通脉进功法 又已经修炼至第九重 而且你非常契合 这门功法 接着修炼下去 不比任何的通脉进功法好 可以说 只要魏征突破至通脉进 很快就能将铁骨金身宫 修炼至圆满 实力很快就能超过 普通的通脉进初七 魏征眉头一皱 藏书阁第三层 只有通脉进功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就白等 这几天的时间了 对于已经通脉进初七 并且快要突破至通脉进中期的 他来说通脉进功法 除了那种极其特殊的变态功法 其他功法他根本看不上 以清燕邦的藏书阁来看 也不可能会有这种功法存在 毕竟底蕴太浅了一些 现在能够让他入演的 只有先天进以上的功法 老头摇头道 那倒不是 藏书阁第三层 不仅有通脉进功法 还有先天进的功法 听到老头这么说 魏征稍稍松了口气 有先天进功法就行 这么说 你是来挑选先天进功法的 老头恍然道 接着 他微微皱眉 提醒道 魏堂主 修炼功法 最计三心二意 须知贪多嚼不烂的道理 将一门功法 修炼至高深境界 对后面修为的提升和突破 也更有帮助 你如果只修炼铁骨精神功 达到圆满后 只需专注提升真气和气血 无需分心修炼其他的功法 更不会在其他功法上 消耗修炼资源 肯定能够更快 将修为提升至通脉进后期 突破先天有望 早一点突破至先天进 未来也更加有机会成为远海境 甚至宁丹境的强者 魏珍拱手笑道 多谢提醒 这个道理我懂 在铁骨精神功 没有圆满之前 我不会去修炼先天境功法的 这次进入藏书阁 是想看看 藏书阁内的先天境功法 为我以后修炼的功法 早做准备 老头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 他有属性面板 铁骨精神功 也已经修炼至圆满 严格来说 他并没有贪多嚼不烂 他已经嚼烂了 该多贪一点 这话也没骗这个老头 他是真的将铁骨精神功 修炼至圆满后 再选择修炼先天境的功法 老头想到魏珍三个月 就将铁骨精神功 修炼至第九中 这速度确实很快 他点点头道 以你的修炼速度 确实可以早做准备 既然你心中有数 那老朽也不再劝你 你进去吧 魏珍拱拱手 转身进入藏书阁内 沿着阶梯登上第三层 藏书阁的第三层 书架少得可怜 空荡荡的阁楼 只有三个书架 其中两个书架 摆放了不少功法 大概有数十本 魏珍只是扫了一眼 就没有再关注 这两个书架上的功法 都是通迈进功法 他没有任何兴趣 他直接来到第三个书架面前 书架上 只有七本先天境的功法 魏珍拿起来 一本一本地看过去 很快 七本功法他全都粗略 看了一遍 可惜 没有先天境的炼体功法 魏珍有些遗憾道 如果有先天境的炼体功法 对他来说 修炼起来事半功倍 不过 虽然青雁邦的藏书 格里没有 他以后 也可以从其他地方找找看 比如拍卖会 飞饰 或者一些大的商会 毕竟 他有铁骨金身功的底子在 又有属性面板 修炼这种功法的进度 肯定很快 有机会肯定要继续炼体下去 但这都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 只能先选身法类的先天境功法了 这七本先天境功法中 只有两本是身法类的功法 一本是清玄步 一种玄妙的步法 轻盈灵动 面对不会身法的敌人 有着比较大的优势 一本是长红盾影 这本功法 舍弃了身法的灵巧 只追求速度 以快制胜 除了战斗之外 这两种功法 在追敌或者逃跑上 明显是长红盾影更具备优势 也更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 魏征并没有多考虑 带着长红盾影这门先天境功法 走出藏书阁 老头这次没再多说什么 将魏征选择的功法登记后 按照惯例的说道 魏堂主 尽快将这本功法的内容记住 三天后 将其归还藏书阁 还有 不得私下传授给他人 不得向外售卖功法 明白 魏征点头 随即 他带着功法 离开总堂 炎武堂刚刚创立 他这个堂主 还是光感司令 等总堂那边 安排帮众过来 才会正式运转 当然 他这个堂主 只需发号施令 让手下的人去做事 也不会耽误他太多的时间 回到临江房 魏征并没有立刻修炼这门 先天境功法 这门功法 需要在他入门后 属性面板材 会显示出来 才能干熟练赌 快速提升 所以 倒也不用急于这一时 先把正式做完了 再修炼也不迟 他带着昨晚收到的贺礼钱 还有周元 从赌盘那里挪出来的钱 悄然离开临江坊 然后换了一身衣服 施展无相连细功 改变外貌 开始在各个赌方下注 四五千两的银子 即便在三十个赌方下注 分散下去 也有一百五十两银子 今天已经是开盘的第四天 押注的人明显少了很多 他这一百五十两银子 显得有些注目 有几个赌方派人 想要跟踪他 不过 都是练体径的舞者 被他轻易就甩开了 没想到 才一百五十两银子的下注 就引起注意了 不过 接下来 我也不会再下注了 问题不大 现在 只需等生死台开启 看一场好戏 发一笔大财 魏征带着愉悦的心情 回到临江房 然后开始 仔细研读长虹 盾影这门功法 开始尝试修炼入门 第九十四章 庞氏丹药铺 冲击第四条主经脉 魏征手上的这本 长虹盾影 是原本 青燕邦内 修炼过 这门功法的舞者 在后面留下了 修炼的经验注视 虽然不多 但让他入门 却是足够了 按照上面的经验注视 长虹盾影 这门先天静 功法要入门 就要打通 双脚的六条经脉 形成真气 和气血运转的小周天 要做到这一步 需要对自身的真气 和气血 掌控达到一定的程度 控制真气 和气血贯通脚上的 这六条细小经脉 或者 直接使用护麦单 在护麦单的保护下 直接贯通 双脚的六条 细小经脉 魏征考虑了起来 我现在 对真气 和气血的掌控 完全达到了要求 不过 仅凭我通麦境初期的 真气和气血 想要贯通 双脚的六条小经脉 估计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这么长时间 入门这个功法 太慢了 还不如直接突破 至通麦境中期 然后服用护麦单 把双脚的六条小经脉贯通 大概只需三四天的时间 就能将长虹钝引入门 如今 它的主经脉 已经贯通了三条 只需要快速 将真气和气血提升上去 贯通第四条主经脉 就能突破 至通麦境中期 只要资源跟得上 这个过程 也就两三天的时间 即便算上这几天的时间 加起来 也比自己 慢慢贯通要快得多 不过 魏征手上的钱 除了和先天灵气 藏在一起的那一笔钱 其他全都投入到了赌盘中 他顿时想到了 昨天 在丹药电灵取到的 那瓶通麦单 刚好把手上 这瓶通麦单处理掉 用来购买魏丹师 提到的七星聚气丹 还有贯通经脉 要用的护麦单 这瓶通麦单 市场价值5000两银子 足够购买七星聚气丹 和护麦单了 有了决定 魏征带着这瓶通麦单 悄然离开临江房 广宁府西城 庞氏丹药铺 上次在黑市收购 魏征手上丹药的那个老头 也就是黑市拍卖会的 拍卖师庞磊 就是庞氏丹药铺的人 之前庞磊曾说过 他们收购丹药 一律按照市场价的七折 既然可以直接来 庞氏丹药铺出手丹药 那自然就不必再跑去 黑市那边 施展无相脸稀工 改变了外貌和身形的魏征 看着这个只挂着一块 普普通通牌柄的店铺 确认这里是庞氏丹药铺后 直接进入这间店铺里面 店铺内 一个老头正坐在柜台上 见到魏征进来 顿时招呼道 客人是购买丹药 还是出售丹药 这个老头 正是在黑市收购丹药的庞磊 先出丹药 再购买丹药 魏征说着 将一瓶通麦单放到柜台上 客人请捎带片刻 我先检查一下 庞磊拿起瓶子 打开瓶口到处丹药 开始一粒一粒地检查 不错 都是上好的通麦单 庞磊将丹药收回瓶子内 一颗通麦单 市场价是500两银子 这里总共有10颗 我们店铺是7折回收 这瓶通麦单 价值3500两银子 客人想要购买什么丹药 云州骨家的七星聚气丹 这里有吗 魏征问宝 以前魏丹师给他介绍 云深血灵丹时提过 云州骨家的丹药 一般只在各个大商会中 或者和骨家有合作的丹药铺 才有的售卖 他也不知道 庞氏丹药铺这里 有没有七星聚气丹售卖 当然有 庞磊报价道 七星聚气丹 一颗700两银子 魏征点点头 开口道 给我三颗七星聚气丹 七颗护卖单 护卖单的市场价 是200两银子一颗 他并不清楚 七星聚气丹的效果有多大 索性直接买三颗 反正突破至通脉进中期后 也一样可以用 不会浪费 护卖单也一样 七颗虽然也多 但他贯通第四条主经脉 和双脚那六条经脉后 也可以用来贯通 后面剩下的主经脉 同样不会浪费 刚好3500两银子 客人请稍等 庞磊转身 在身后一排丹药箱中 打开其中两个箱子 里面放着一盒和丹药 都是用玉盒密封着 避免药性的缓慢流失 很快 他便把味征需要的丹药 分别装进两个药瓶内 重新回到柜台 这瓶是七星聚气丹 这瓶是护卖单 客人可以检查一下 魏征看着这两瓶丹药 都很好分辨 七星聚气丹呈紫色 护卖单则是白色 确认丹药的药香浓郁 药性完好后 魏征带着七星聚气丹 和护卖单离开庞氏丹药铺 临江方后院的房间内 魏征将自身的状态调整好 然后从瓶子内 导出一颗七星聚气丹 魏丹师如此推崇这个丹药 效果应该不会差到哪去 接着 他一口吞了下去 开始运转功法 炼化七星聚气丹 随着丹药入腹 一缕缕药力释放出来 在功法的运转下 魏征明显感觉到 自身的真气和气血 在不断地增长着 等这颗七星聚气丹 彻底被炼化 魏征立刻感受了一下 真气和气血的变化 真气和气血 比之前增加了四分之一 不愧是云洲骨架炼制的丹药 效果果然没让我失望 按照一颗七星聚气丹 增加的真气和气血 再使用一颗 我就可以尝试贯通 第四条主经脉了 想到这 即便已经是深夜时分 魏征也丝毫没有睡意 再次拿出一颗七星聚气丹 吞浮了下去 随着又一颗七星聚气丹入腹 他体内的真气和气血 再次源源不断地增长着 直到饮食时分 他才将第二颗七星聚气丹炼化完 接着 他直接吞下护脉丹 开始冲击第四条主经脉 今晚接连吞浮了两颗七星聚气丹 他的真气和气血暴涨了不少 已经完全达到了 可以冲击第四条主经脉的条件 这也就是 他修炼了炼体功法 加上吞浮七星聚气丹之前 他对真气和气血的掌控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否则身体根本承受不住 虽然现在暴涨的真气和气血 他无法很好的掌控 但他吞浮了护脉丹 并不用担心 冲击主经脉时受到损伤 所以 直接靠着磅礴的真气和气血 全力冲击第四条主经脉即可 第95章 生死台 之前冲击的三条主经脉 除了第一条 是在通脉单和属性面板的加持下 轻松贯通 另外两条主经脉的贯通 他都没用过护脉单 都是依靠自身对真气和气血的掌控 慢慢贯通的主经脉 冲击时 能够明显感受到阻力 这次冲击第四条主经脉 他的真气和气血 在接连使用了两颗七星聚气单后 暴涨了五成 变得极其狂暴 但在护脉单的保护下 不用担心经脉会受损 他无所顾忌 冲击第四条主经脉时 阻力明显小了很多 几乎没有怎么费力气 真气和气血 也只消耗了三分之二 他就成功冲破了第四条主经脉 通脉镜中期 魏征继续运转功法 感受着通脉镜中期的变化 真气和气血运转一个周天的速度 比刚突破至通脉镜初期时 快了一倍以上 恢复真气的量 也同样提高了一倍 接着 他查看属性面板的数据 数据上 修为一览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姓名 魏征 年龄 十八 职业 武者 修为 通脉镜中期 炼体进攻法 十二路五虎刀法 第九重 圆满 通脉进攻法 铁骨金身弓 第十一重 圆满 先天进攻法 无相脸戏攻 第六重 六十五一版 长红盾影还没有入门 属性面板并没有显示出来 等魏征重新将真气和气血恢复 外面的天色已经蒙蒙亮起 居然修炼了一个晚上 先补一觉 再去北城的生死台 今天正是赵盛东和柳军号上生死台的日子 这次压住了这么多钱 他怎么也要亲自去看一看 四时十分 柔和的阳光扑洒着整个广宁府 今日的北城 说是万人空巷也毫不夸张 除了北城的人 东城 西城 南城的人也都来到这里 大量的人流涌出城门 走向城外不远处已经搭建好的生死台 通迈进后期的舞者 在广宁府中 也算是有一定地位的强者 对于大多数底层的舞者来说 很少见到这样的强者 生死搏杀 对于普通人来说 更是难得一见 所以 这一次生死台 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战 除了生死台 旁边也搭建了六座观战台 清燕邦作为此次生死台之战的势力之一 自然也搭建了一座观战台 魏征带着周园 直接登上观战台 此时观战台上 有着七把椅子 张智虎和陈忠已经到了 两人坐在一起 双方不嫌不淡地打了一声招呼 魏征在另外一边坐下 周园识趣地在观战台的一侧站着 半课钟左右 于赫就带着左右护法和赵胜东登上观战台 见过于父帮主 观战台的所有帮众纷纷建立 魏征看到于赫直接坐在主位上 就知道 今天这一站 帮主并不会过来 接着 他看向另外五座观战台 其中一座观战台上 柳家的人倒是来了不少 几乎将整个观战台占满了人 柳军昊坐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 不过 柳家的家主 这个宁丹靖强者 同样没来 另外 四座观战台上 分别是官府 秦家 四方阁以及血影楼 这四个势力的人 魏征目光 从观战台上移开 落在前来观战的人群中 搜寻着白家的身影 好在白家的穿着 都比较有特点 一身白色的衣服 又聚在一起 还是比较明显的 很快 他就找到了 站在人群中的白家 五个白家人站在一起 除了那名老者 其他四人都喜笑颜开 估计没少在各个赌方的盘口下注 就等着今天大赚一笔 五时一到 柳家观战台上 正闭目养神的柳军昊 抄起长剑 身形一跃而起 飞身落入生死台 赵胜东见状 双手戴上一对灰色的纸虎 从观战台一个戒力 稳稳落在生死台中 赵胜东 今日我会以你之险 祭奠八叔 柳军昊沉声道 赵胜东咧嘴一笑 柳军昊 今日这里 就是你的身影之地 哼 多说无意 拿病来 柳军昊冷哼一声 手中的长剑出鞘 剑光分化 刺向赵胜东 柳军昊 下去陪你八叔吧 赵胜东带着直虎 双手握拳 代表着仙天静修为的钢器 释放出来 一拳轰出 破山拳 他一出手 就动用了权力 他要以绝对的威势 告诉整个广宁府的人 他已经突破至了仙天静 钢器全硬浮现 催枯拉朽的轰散 这两道剑光 全硬指暗淡了数分 继续轰向柳军昊 仙天钢器 赵胜东居然突破这仙天静 看来白家的仙天灵器 他已经用了 该死 早知道白家的白玉瓶 这么容易打开 那晚 我就不该放弃金架的 完了 我压的是柳军昊圣 这下疏惨了 在赵胜东 展露出仙天静的修为的这一刻 在场不少人都觉得胜举已定 不过 细心的人就会发现 柳家的观战台上 坐在椅子上的柳家人 神色平静 并没有丝毫的担忧之色 哦 生死台上 面对赵胜东的钢器权硬 柳军昊手中的长剑斩出 伴随着剑鸣之声 一道剑钢浮现 破掉钢器权硬 直刺向赵胜东 剑钢 原来 你也突破了 赵胜东神色微变 不过却丝毫不慌 他也是仙天静 未必会输 他一拳轰出 直接将这一道剑钢崩散 看着生死台上的这一幕 原本以为胜负 已定的人 又都期待了起来 柳军昊也突破这仙天静了 我还没说 我还没说 我就知道 柳家让柳军昊上升死台 怎么可能会让他送死 这么年轻 就成为仙天静强者 这柳军昊有宁丹之姿 那也要他能够活着 离开生死台再说 第九十六章 苟延残喘罢了 青燕邦的观战台上 看到柳军昊 已经突破至了仙天静 张智虎疑惑道 柳家哪来的仙天灵气 当初柳家 要是有仙天灵气 那两个柳家的通脉禁武者 也不至于去抢赵盛东手中的这一份 还把自己的命给搭上 于贺旦旦道 官府 秦家 四方阁和血影楼 他们都掌握了 获取仙天灵气的灵地 只要付出高几倍的价格 未尝不能从他们手里 买下一份仙天灵气 一个有神相境 强者坐镇的势力 并且能够传承数百年以上 必然掌握了 孕育仙天灵气的灵地 虽然仙天灵气 给自己人用都要排队 一般不对外出售 但要是有人开出高几倍的价格 那也不是不可以 卖掉一两份 特别是一些 掌握了灵地 但已经没落的势力 比如昌平府白家 在百年前 还是神相家族 只不过 随着神相境老祖寿终正寝 又没能 再培养出新的神相境强者 这才沦为了宁丹家族 虽然没了神相境 强者坐镇 但白家 也有好几个宁丹静强者 实力不弱 目前还能掌握着一处灵地 每隔一段时间 都能获取到一份先天灵气 只是没了神相境 强者坐镇 一些极其赚钱的产业 就必然要放弃 少了收益最高的产业 家族这么多强者 想要维持正常的修炼 就有些难以供应了 所以 为了供应家族 各个武者的正常修炼 他们就会偶尔会拿出一两份 先天灵气出来拍卖 当然 这只能缓解一时罢了 如果白家继续衰弱下去 没能再出现 一位神相境的强者 以后还能不能继续掌握 这一处灵地 就不一定了 毕竟匹夫无罪怀必其罪的道理 在哪里都一样 一旁听着的魏征心中一动 如若我没办法打开 白家的白玉瓶 取出里面的先天灵气 倒是可以花费高几倍的价格 向这四个势力尝试购买 他们要是不愿意卖 那就去其他府县 找有先天灵气的势力购买 总会有势力愿意卖的 或者 等一些大型的拍卖会开启 必然也有先天灵气拿出来拍卖 就是慢了一些 至于清燕邦后面的云州王府这个渠道 他并没有考虑 要是云州王府那边 可以购买到先天灵气 估计赵盛东也不会在黑市 拍卖会花重金进拍了 清燕邦发展了这么久 也不会只有左护法和右护法 两个先天灵的强者 云州王府那边的人 估计是随手在广宁府 布置了一颗棋子 也就是清燕邦的帮主 至于清燕邦的帮众 他们的修炼资源 全都是从广宁府这边获得 或者说 在云州王府的人眼里 只有清燕邦帮主 才有资格获得他们的培养 这也就造成清燕邦的强者 出现这种强烈的割裂感 生死台上 柳军号展露出了先天灵的修为后 直接全力出手 剑修的攻击向来凌厉霸道 在修为和攻法境界 都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一般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只见柳军号挥动手中的长剑 一道道剑刚斩出 逼得赵胜东只能被动防守 赵胜东看似陷入了下风 但脸上却没有一丝慌张 面对一道道剑刚 他一拳拳轰出 进阶抵挡了下来 柳军号眉头微皱 手中的长剑一顿 不再斩出剑刚 随即竖起手中的长剑 先天真气牵引 一道道由真气凝成剑刚凝聚 十一道剑刚悬浮在半空中 剑鸣声如同大量的蜜蜂飞舞一般 嗡嗡作响 见到这十一道剑刚 顿时有人惊呼起来 柳家的笑音百剑 这是远海靖剑法 柳军号指凝聚出十一道剑刚 他已经修炼至第二重 这可是远海靖的剑法 哪怕是第二重 威力也不可小觑 没错 赵胜东也才刚刚突破没多久 先不说他有没有远海靖的攻法 恐怕连先天靖的攻法 有没有入门都不一定 生死台上 柳军号身形一动 手中的长剑向着赵胜东刺去 给我死 空中凝聚的十一道剑刚 在先天真气的牵引下 也如同蜜语一般 刺向赵胜东 哈哈 来得好 面对柳军号的笑音百剑 赵胜东不禁反省 哈哈大笑了起来 只见他不再像刚刚一样挥拳抵挡 反而不退反镜 身体应向柳军号刺来的长剑 当 长剑刺中赵胜东的身躯 十一道剑刚也随之刺出 当 当 当 一道道剑刚 划破赵胜东的衣服 一层泛着淡青色光芒的护甲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赵胜东嘴角一出一丝鲜血 宝气护甲虽然挡住了柳军号的长剑和剑刚 但他也被这十几道攻击的力量震伤了 不过 只是轻伤罢了 宝气护甲 柳家那边的长老纷纷站了起来 怒斥道 于赫 你连自己的轻旋甲都借给了赵胜东 宝气 是能够增幅真气威力的装备 宝气护甲 在先天真气的加持下 能够抵挡一部分先天进攻击的威力 如若柳军号手中的长剑是宝气级别的长剑 那么这一剑 赵胜东即便有宝气护甲 也要受到重伤 但柳军号手中的长剑 是凡气 于赫并未理会柳家那边的怒斥 上生死台 又没说不准借装备 生死台上 柳军号看到赵胜东身上的轻旋甲 面色俱变 就想抽剑后退 赵胜东怎么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刚刚一直防守 就是在等柳军号近身的机会 他一把抓住柳军号的长剑 右手握拳 破山拳 一拳轰出 钢气全印落在柳军号的身体上 将其击飞了出去 柳军号口吐鲜血 身体重重地砸在台上 他翻身而起 隐隐可见身上穿戴有一层软甲 虽然不是宝气级别的软甲 但也抵消了赵胜东一部分的攻击威力 不过 他身上紊乱的气血和真气 无疑说明他受了不轻的伤 穿了软甲吗 呵呵 苟延残喘罢了 赵胜东双手握拳 身形一动 再次一拳砸向柳军号 穿着宝气护甲的他 只要护住头部 根本不拒柳军号的攻击 柳军号穿着软甲 也只不过是在生死台上多活一回罢了 白家还不动手吗 魏征目光威宁 看向白家那边 第97章 赵胜东死 人群中白家的五人站在一起 白红文有些焦急道 四长老 再不激发暗手 柳军号就要被打死了 哎 还以为柳家 敢让柳军号这个天才上生死台 是有十足的信心 没想到最终还是要出手 四长老微微一叹 他这边激发暗手 赵胜东必死无疑 但观战台上的各个势力 可都有远海镜的强者 难说不会有人发现一些端倪 所以 对他来说能不用激发暗手 自然是最好的 但现在赵胜东要赢了 那他自然只能激发他们 白家留下的暗手了 而且在场的远海镜 即便有人发现了 估计也只会以为是柳家的手段 不会怀疑到他们 只见四长老拿出一个预知的笼子 上面赫然有一只沉睡的白玄玉香虫 不过和白红文手中的那条相比 大了两倍左右 这是一只白玄玉香虫的虫王 此刻 这头虫王正在沉睡着 但随着四长老 倒出一滴紫色的液体 没入这只虫王头颅 原本沉睡的虫王 立刻睁开了六只眼睛 随即剧烈地翻滚起来 发出痛苦的丝鸣声 这道丝鸣声不小 但被周围嘈杂的声音 完全掩盖掉 好大一只白玄玉香虫 魏征一直注意着白家那边的情况 自然看到了四长老拿出的玉笼 再看到四长老的 滴出紫色的液体 他心中一动 这就是白家留在白玉瓶中的暗手吗 玄疾 他的目光从白家四长老身上移开 看向生死台上的赵胜东 他要看看 赵胜东会有什么变化 破山拳 赵胜东一拳拳杂出 一道道钢器权硬钢猛无比 柳军昊凭借灵动的身法躲避 同时展出一道道剑钢 化解赵胜东的钢器权硬 不过 他已经受了重创 展出的剑钢 威力比之前弱了几成 只能堪堪 斩破钢器权硬 如今只是勉力支撑着 但要是没能摆脱现在的困境 就和赵胜东说的一样 只是苟延残喘罢了 就在这时 赵胜东再次施展破山拳 脸上却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钢器权硬轰出 却被柳军昊的剑钢破掉 不仅如此 剑钢破掉钢器权硬 接着斩向赵胜东 但却被赵胜东身上的轻悬甲 给抵挡了下来 嗯 赵胜东的攻击变弱了 柳军昊一愣 为了验证他的判断 他迅速向赵胜东 斩出一道剑钢 赵胜东来不及多想 再次施展破山拳 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 他的钢器权硬 被柳军昊的剑钢斩破 我的先天真气 怎么这么弱 赵胜东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不仅赵胜东发现了自己的问题 观战台上 不少人也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但他们不清楚 赵胜东是在故意示弱 引诱柳军昊 还是柳军昊用了什么特殊的手段 好机会 柳军昊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 但赵胜东明显出了问题 其身上的先天真气便弱了 生死台上 他也考虑不了那么多 他要是不抓住这个机会 干掉赵胜东 他必死无疑 所以 他不顾身上的伤势 强行调动全身的真气和气血 笑音百剑 柳军昊迅速竖起手中的长剑 先天真气牵引 十一道剑钢悬浮在半空中 接着 他直接刺向赵胜东的头颅 头颅可没有轻弦甲的防御 以如今赵胜东诡异衰弱的先天真气 不可能挡得住他的笑音百剑 不仅他的长剑 空中凝聚的十一道剑钢 在先天真气的牵引下 也如同蜜语一般 向赵胜东的头颅刺去 破山拳 赵胜东脸上 终于有了慌乱之色 面对柳军昊的笑音百剑 他双拳轰出 两道钢气全应浮现 却被剑钢斩破溃散 柳军昊手中的长剑一转 直接贯穿了赵胜东的头颅 先天 直接涣散彻底失去了生机 哗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在场的众人惊讶不已 喧哗了起来 赵胜东前一刻 明明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成功重创了柳军昊 胜局几乎已经可以确定 刚刚才十数息的时间 就彻底反转 被柳军昊一剑给杀了 怎么回事 赵胜东怎么就被柳军昊杀了 这赵胜东是不是在演我们 不是吧 生死台也有黑幕 你们懂先天进武者吗 这必然是柳军昊势敌已弱 找到机会一击必杀 剑修就是强 就是 总不可能赵胜东连命都不要了 就为了让你们输这么一点钱吧 柳家的观战台上 已经欢呼了起来 青燕帮的这边 于鹤目光阴沉 脸色难看无比 于父帮主 赵胜东最后三道破山拳的威力 明显变弱了 左护法陈寅道 于鹤沉着面容 我没看出门道 不知道是柳军昊的手段 还是其他的原因 等把赵胜东的尸体带回总堂 立刻检查他的身体 是 左护法硬道 于鹤不再多说什么 直接起身 离开观战台 既然赵胜东已经死了 他继续留在这里 少不了要被人当乐子看 至于青玄甲 柳军昊在生死台上杀死赵胜东 这青玄甲将会归属于对方 魏征坐在椅子上 眼角的余光 看着白家人离开 白家在白玉瓶留下的暗手 原来是白玄玉香虫 知道了这道暗手 那就容易多了 白玉瓶里面的白玄玉香虫 终究只是一个虫子 解决起来不难 老大 我差点要被吓死了 周元心有余悸地来到魏征面前 小声说道 刚刚生死台上 赵胜东几乎可以确定要赢了 他的心脏仿佛要从嗓子眼跳出来 那可是一万一千多两银子 赵胜东要是赢了 他们拿什么去赔 他这个临江方大头目 才刚刚上任两天半 还没好好享受呢 就要完蛋了 魏征淡淡一笑 走吧 我们也要尽快回去 把押住的钱拿回来 不然金风赌方那边 可没那么多钱给人兑付 是 老大 周元到 第98章 天香楼 魏征迅速回到临江方 带着押住的票据 施展无相脸戏功 改变外貌 前往一家家赌方进行对付 没多久 金风赌方也开始陆陆续续 有人持着票据过来 周元慢慢核对票据的真假 确认票据为真之后 才进行对付 金风赌方开盘收进来的钱 大部分都拿去其他赌方下了注 但最后两天赌盘收到的钱 魏征并没有拿出来押住 所以暂时可以支撑 前来对付票据的人 魏征拿到一万一千两银子后 就回了金风赌方一趟 然后再接着继续去其他赌方 对剩下的银两 直到黄昏时分 魏征才全部对完手上的票据 带着钱回到临江方堂口 堂口后院 周元早已经带着账本 坐在石凳上等着 见到魏征回来 他起身行了一礼 魏征在石凳上坐下 将手中的小箱子放到桌上 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老周 金风赌方这次开盘的收益是多少 老大 这次开盘 金风赌方基本只抽水 赚的倒是不多 只有572两银子 周元回到 开盘四天 赚了572两银子 虽然不多 但也已经不少了 不过这种额外的收益 一年也难遇到一次 周元说完 把账本放到桌上 老大 这次我们抽多少 这笔钱 我就不抽了 魏征微微摇头 只有572两银子的收益 抽也抽不了多少 他接着道 老周 现在灵江方的大头目是你 以后除了 每隔十天 给我500两银子的抽成之外 灵江方的三成收益 你发完月钱后 剩下的都是你的 现在灵江方三成的收益 发完月钱后 每次大概剩下几百两银子 如今周元已经是气血镜 要想修为快速提升上去 也需要钱购买修炼资源 而且 这笔钱 本就是属于方式大头目的收益 他自然不会亏待周元这个小弟 多谢老大 周元脸色一洗 立刻攻身行李道谢 灵江方的收益有多高 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除去每个月 要给魏征 1500两银子 他也跟着从中抽成 再拿到属于大头目的收益 一个月差不多 也有五六百两银子 以他现在的岁数 完全有望突破至通卖境 魏征笑道 老周 先别急着谢 这次压住的钱还没分呢 听到压住的钱周元眼睛一亮 激动道 老大 这次压住 我们赚了多少 为了这次压住 他把金风赌方开盘收进来的钱 大部分都交给了魏征 总共是 11500两银子 10120两银子 魏征道 这个数目 是用金风赌方这次开盘的钱 下注赚的 至于他自己的钱 全部一共压了3900两银子出去 已经赚取了3432两银子 哈哈 老大 我们发了 周元兴奋道 他负责金风赌方的赌盘的账目 大概也能猜到盈利的数目 即便如此 在听到魏征爆出的收益 他也忍不住高兴 老周 按照之前说好的 这笔钱 有两成是你的 魏征说着 打开桌上的箱子 从箱子里 拿出2000两的银票 放到桌上 周元瞪大着眼睛 看着桌上的银票 整个人都激动得微微颤抖 2000两银子 他并不是没见过 每个月方式的收益 都超过了这个数目 但那都是属于林江方的收益 而眼前这笔钱 是属于他的 周元没有 立刻拿起桌上的银票 他犹豫了一下道 老大 太太多了 我拿1000两银子就够了 你如今是咱们亲眼帮的堂主 更需要这笔钱 购买修炼资源 突破至通卖境 魏征笑道 老周 我手上可不止这8000两银子 我手上的钱 也拿去下注了 这次赚的可不少 我还有帮主 给的一瓶通卖单 突破至通卖境 绰绰有余了 而且 这可是你冒着巨大的风险 从金风赌方把钱弄出来 我才有这么多钱下注 生死台上 要是赵胜东赢了 你也难逃一死 这可是你豁出命换来的收益 所以 这2000两银子 是你应得的 周元想到今天的生死台 依旧有些心有余悸 他点点头道 老大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说完 他激动地把2000两银子收了起来 现在有了这么多钱 他不仅可以在气血境 暂时不愁修炼资源 可以快速提升修为 就连突破至通卖境的时间 也会缩短不少 老周 你先把钱送回去 然后和我一起去天香楼 邓头目 应该差不多也要过去了 魏征说道 前两天 邓旭峰就说过 要在天香楼摆一桌 庆贺他坐上堂主之位 时间 就在今天晚上 是 老大 周元拱手一礼 转身离开后院 广宁府南城 天香方 整个方式以天香命名 足以看出天香楼 在广宁府的地位 天香楼能够被称之为 广宁府第一楼 除了要善文明之外 跟其背后的百花宫 有不小的关系 百花宫 乃是有神通敬强者坐镇的势力 一般的舞者 可不敢在天香楼内闹事 夜幕之下 天香街上 人流传动 一辆马车停在天香楼门前 魏征带着周元 从马车内走了出来 抬头看向这号称 广宁府第一楼的 天香楼 天香楼有三层 灯火明亮 每个楼阁上 都铺设着琉璃瓦 在月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晶莹的光泽 如同星河倒映人间 显得金碧辉煌 老大 这天香楼好气派啊 周元忍不住惊叹道 魏征有着前世的见识 这天香楼虽然装饰奢华 但也无法让他惊叹 顶多让他赏心悦目一些 他笑了笑道 再怎么气派 也是吃饭的地方 我们进去吧 第九十九章 云州龙虎榜 进入天香楼 一股沉香与酒香的奇妙香味 扑鼻而来 令人精神微微一震 这沉香不错 魏征评价道 能够让他这个通脉镜舞者 都受到一点影响 这沉香明显是从 气血进妖目身上获取的 一个面容清秀的使女 上前一礼 两位客人 可有预定 天香楼的药膳 是非常抢手的 而且因为材料的限制 每天的名额都有限 所以不少人会提前预定 当然 如果只是 吃普通的酒食 那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邓旭峰为了给魏征庆贺 提前订了一桌酒席 自然吃的是药膳 邓旭峰订的桌在哪 魏征问道 原来客人是亲眼帮的魏堂主 使女眼睛一亮 好奇地打量着魏征俊朗的面容 天香楼说白了是个酒楼 只不过招待的 都是比较有钱有势的客人 消息不仅灵通 而且更加准确 亲眼帮选出第四位堂主 年龄还不满二十岁 这几天可没少人谈论 有些人更是猜测 这个魏征或许有宁丹之子 不过 今天的议论最多的 必然是亲眼帮的 找盛东和柳家的柳君浩 哦 你听说过我 魏征看向石女 她是第一次来天香楼 这个石女显然是听别人提过她 才能将她认出来 石女眼嘴笑道 前两天清燕邦总堂传来的 魏堂主之名 奴家可是如雷贯耳呢 那天 她也听到了清燕邦总堂 传来的声音 当然 天香楼距离清燕邦总堂那么远 如雷贯耳显然是说笑的 毕竟她总不能说 是从其他客人那里听说的魏征 原来姑娘是这样听说我的 魏征笑了笑 随即道 姑娘还请带我去邓头墓那里吧 别让她久等了 好的 魏堂主请跟我来 石女微微义礼 接着在前面带路 魏征和周园跟上 登上二楼的阶梯 二楼的雅座 全都是靠着窗户 可以远眺窗外广宁府的景色 特别是夜色下 灯光璀璨 别有一番意味 此刻 一桌靠窗的雅座上 邓旭峰正在独自一人 吃着下酒菜 喝着小酒 见到魏征到来 她起身拱手道 见过魏堂主 魏征笑着拱手回礼 邓老大 今天是你请客 咱们出来吃饭 就不要撑植物了 邓旭峰咧嘴笑道 魏征 我就知道 你是重情义的人 不过 你现在是咱们青雁帮的堂主 叫我邓老大也不合适 就直接喊我的名字吧 喊名字太生分了 这样吧 我叫你老邓如何 魏征说道 哈哈 这个不错 邓旭峰笑道 那我以后就喊你老魏 接着 他目光看向一旁的周园 这位是 周园之前一直跟着魏征 来总堂上交礼前 他自然见过 不过名字并不知道 魏征介绍道 这是周园 如今临江坊的大头目 见过邓头目 周园笑着拱手道 他和邓旭峰并不熟 又不可能直接称呼名字 显得太不尽人情 只能称职务了 邓旭峰也拱手笑道 原来是周头目 接着 他抬手道 老魏 周头目 两位入座吧 三人入座后 邓旭峰向一旁的使女 要善可以上来了 好的 邓头目 使女硬道 不过却并未直接离开 而是对着魏征一礼 魏堂主 你在这里用膳 如果有其他需要 可以叫我 我叫秦湘 有劳秦湘姑娘了 魏征拱手回礼 秦湘微微一笑 离开二楼的雅座 去吩咐后厨上药膳 周园见秦湘离开 小声笑道 老大 这个秦湘姑娘 肯定对你有意思 一旁的邓旭峰 也是哈哈笑道 老魏年轻有为 实力高强 又舞到姿质极吼 被天湘楼的使女看上 实属正常 魏征摆摆手道 我如今才气血静后期 根基未稳 而且舞到艰难 哪有心思塔儿女之情 拥有属性面板 她的舞到之路一片光明 传说中的舞到意志不灭 肉身不朽的长生 有没有她不清楚 但舞到境界越高 寿命越长是真的 与其痛苦地看着伴侣 在自己面前老死 还不如独身一人 避免这种烦恼 等她足以安身立命后 闲暇之余 去勾兰听曲 排忧解难一番即可 三人闲聊了一会 天湘楼的药膳就成了上来 两菜一汤 这是三叶归原汤 魏征闻着药汤生疼而起的香味 整个人的气血 都隐隐躁动了起来 能够让她这个通脉镜舞者 出现这种情况 她顿时就想到了 魏丹师之前提到过的 三叶归原汤 不过 她已经突破至通脉镜了 现在才喝到三叶归原汤 当然 现在她表面上 展露出的修为 是气血静后期 邓旭峰安排的三叶归原汤药膳 是非常适合她的 邓旭峰点头 没错 正是三叶归原汤 老魏你喝过 魏征微微摇头 曾经听魏丹师提起过 接着 她对一旁的周元说的 老周 这汤你可不要错过了 我和老邓 已经是气血静后期 差的只是 贯通一条主经脉 即便喝这三叶归原汤 也长不了太多的 真气和气血 你是气血静初期 喝这三叶归原汤 真气和气血 能够增长不少 闻言 周元对邓旭峰敬了一杯酒 今天我就沾老大的光 多谢邓头目款待了 哈哈 周头目无须客气 邓旭峰笑着回敬一杯酒 三人一边吃着药膳 一边闲聊着 这时 旁边的桌位来了两个客人 两人坐下来 就聊起了今天生死台的事情 这柳家的 笑音百剑 不愧是袁海静的剑法 威力就是强大 一剑就斩杀了赵胜东 我听柳家的人说 这柳君浩才十九岁 死 才十九岁 不到二十岁的先天静 还在生死台 斩杀了穿着宝器护甲的赵胜东 这份战绩 这个月的云州龙虎榜 你说会不会有他的名字 难说 云州龙虎榜 记录的都是二十岁之内的天才 能够上榜的 最弱的 都是先天静强者 而且都有着斩杀 同阶舞者的战绩 柳君浩才 刚刚突破至先天静 能不能上榜 还不一定